第242集 你下去写修书修了于儿 本大人保你入住段家 执掌家业 于家才多少产业 怎么比得上段家 而且段提学可是从二品的大约 你儿子将来的前程还小得了 一个进身是跑不掉的 师娘子摇头 我当初被老畜生赶出段家后 不久就进入青楼 又发现有身语 到现在也不知是老畜生还是前夫的种 说不好还是客人们的 再说段家人都是六指 乙哥手生的和常人一样 段老匹夫只怕不肯认 他全是六大 真要整治奴家 谁经受得起 想起段提学的厉害 师娘子身子已哆嗦 波涛汹涌 儿子像母亲 遗传的基因固然强大 但也有便意之说 段家有后 段提学高兴还来不及 你究竟想不想回段家 若想 本大人可以帮你这个忙 放心 此事我又九成把握 周南淡淡一笑 古人有强烈的传宗接代的情节 一个人如果没有后代 是要受到世人的耻笑 被人骂作老绝货 那可是天底下最大的耻辱 老段决死 是对祖宗的大不孝 就算是领养也要领养一个 自己将义哥送过去 段提学感激都来不及 如何会想到其他 我这 也是行上积德 顺便自救 读了 这义哥 若是客人 或者段公子的种 也就罢了 如果是劳断的 一旦认了亲 是喊他爷爷呢 还是叫爹 听完周南的话 师娘子眼睛大亮 终究是舍不得 放弃段家的富贵 而且 若不答应周南 一哥就要被送进宫中 于是 就咬牙 下定了决心 好 就依大老爷的 不过 修书要等回了段家才能写 周南点头 哎呀 这是自然 你回去吧 别惊动其他人 明日一早 本官 就备好车马 接你进京 你 你这是做什么 此间 不足为人道 师婢 看着师娘子 离开的背影 周南心中懊悔 哎 男人呀 真是用下半身 思考的动物 这本官 也不能免俗 必须把他给尽快打发了 第二日一大早 周南早早地 背下了两辆马车 接了师娘子母子 一路朝京城急行 此刻正值清晨 天刚两 街上也没有人 周大人以为 此事瞒过他人 却不想 被老郭一头撞见 老郭张开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周大人 这是要带师娘子私奔吗 为了让这贱人 修掉鱼儿 不惜出卖色相 舍身似乎 真是大情怀 进得帝都内城 周南自然不会冒失的 直接带着师娘子 母子去了段家 就寻了家客栈 将他们安置下来 又吩咐小二 买了一堆糖果零食 哄住义哥 义哥本就是个木讷 单纯的孩子 话少 一路上都闭着嘴巴 此刻见到这么多吃食 才高兴地说了几句话 他大约还不知道 今天将决定 自己未来一生的命运 这是段公子去世的第二天 按照明朝的风俗 要入关 这是小姐 小姐之后的第二天 就是大姐 大姐那日 可以接受客人的调研 明天就是顺天府 今年秋尾的家事 段家又出了这样的事 老段还会去主持考试 周南想到这里 心中突然一惊 别自己忙活了半天 这段提学 因为家中心丧 上了折子请假 如此 自己这一番布置 就要复制东流 虽说是小姐 等周南到了地头 还是看到 外面停了不少马车 显然 已经有客人 提前过来祭拜 段家的管家段十三 则带着几个下人 立在门房处迎客 昨天周南和他已经见过 自然是认识 就上前拱手行李 段十三见到周南 一愣 这人怎么又来了 见过周大人 周南说 敢问管家 此番段辅丧主是谁 可是段提学 所谓丧主 就是白氏的主人 这话一出口 段十三九 面带怒涩 可当着客人的面 却不好发作 只是黑着连道 世上哪有白发人 送黑发人的道理 我家老爷年事已高 悲痛过度 如何能做这个丧主 周大人好不知力 这场丧事 由段师爷主持 段师爷 是段提学的一个远方侄儿 现在正是段提学的目标 丧主一般来说 都有晚辈中的嫡系子弟 家族的继承人担任 给去世的长辈送终 段家唯一的继承人都死 你问这个问题 不是哪壶不开 踢哪壶吗 周南这个问题 已经将段家给得罪 可惜 周大人并不清楚这一点 继续追问 那么 段提学呢 可否向朝廷告假 段十三 见他抛根问底 心中不耐 我家老爷 明日可是要主持考试 如何能告假 周大人若没事 里面看啥 听他这么说 周南案子松了一口气 可算是没白来 就说 我有要事 要求见提学 还请通报 段十三 终于忍不住发作 低声呵斥 你这人毫不小事 昨天已经来过 今日又来 还不是为了明日考试的事 我家都出这样的事 老爷哪有空理你 快走快走 说吧 就要动手碾周南 周南见他不肯 心中也是脑了 喝道 好个刁弩 本大人今日过来办公室 公务大于天 若是耽搁了 唯你试问 周大人 还少拿公务来压人 不就是挖空心思 想讨好我家老爷吗 因为家里来了许多客人 段十三自然不肯让周南这么闹 冷笑道 好 我这就通报 你若真有公事也就罢了 若是狂语欺人 可晓得后果 你废话实在太多 快去 等着 不片刻 段十三就转了回来 引周南进了后宅一处金舍中 段承恩一人坐在里面 他昨天因为悲痛过度 吐了血 此刻尾顿于椅子上 面如白纸 叫人担心他下一刻 就会撒手人欢 见到周南过来 段提雪也不说话 只是目光呆滞地 看着窗外的雪花 血脉断绝 老年丧子 却是人生的第一大惨事 周南心中不觉大为同情 上前一失礼 提雪 段扶贵公子一年早逝 这下官心中啊 甚是悲痛 还请大老爷 保重身子要紧 今日周南 有一紧急公务 前来禀告 段提雪 依旧默默地看着远处 形如老年痴呆 段十三横了周南一眼 丑大人 有事说是 说完快走 周南点了点头 段提雪 下官今日来 自然是为了五星化 通奸一案 大老爷昨日教训的是 此案毕竟关系着一个读书人的前程 关系着梁家妇人的名节 周南回去之后 又审了那妇人 在审讯的过程中 那妇人大约是惧怕衙门 提到了段提雪的名字 说她和段老爷 颇有渊渊 还请看到 雪正的份上 饶她一回 段十三 文言就贺道 我家老爷 门声鼓励变天下 和老人家有渊渊的多了 周南不理睬这个家奴 只定情 看着段承恩 缓缓道 这个名妇她姓诗 听说 以前是段公子的大妻 当年因为 捂了大老爷 被赶出家门 什么 是少奶奶 段十三大惊 惊不住叫出声来 周南继续看着 一动不动的段承恩 另外 师娘子嫁给鱼儿的时候 还带着一个六岁的孩童 说是前夫所生 最近朝廷下旨 命北直立 招母内侍入宫 师娘子衣食无拙 欲要将这孩子 尽身送进皇宫 也好有口饭吃 下官听说 他是贵公子 前妻 这孩子 说不好是令狼的血脉 事关重大 特来求证 提雪 这人若是断了子孙根 他可就接不回去了 师娘 有孩子 六岁 段提雪突然一诊 尖锐地叫了一声 可真 现在人在何处 当年 他贪图媳妇的美貌 行了颠倒人伦之举 事后 他丑事败露 坏了自己的前程 就将其赶了出去 还写了篇文章 谈君子治家之党 在士林中 博得了不小的名声 此事 他自认为干得漂亮 心中甚是得意 如今回想起来 已经已有六年 难道 他当时怀有声誉 周南说 此事 非通小可 下官如何敢乱说 现在母子二人 安置在距离此地 两里地的客栈中 提雪放心 也没万人知道 段提雪 以老年人 所不具备的敏捷 跳了起来 快 快带老夫去 因为用力过猛 老头子一个猎切 面容更加苍白 很快 周南就带着 段提雪 主谱到了客栈 一看到段提雪 师娘子身子一软 倒在地上 产生的 明父见过大老爷 他本就是个胆大之人 可此刻 见到老人公 如同老鼠 见到猫 浑身抖个不停 额头上 全是淋漓冷汗 显然 六年前的那一幕 给他留下了 浓重的心理阴影 果然是你 段提雪 已经恢复了正常 目光凌厉地 扫了他一眼 又落到旁边 正在吃糖的 一哥身上 这孩子 是你生的 是我段家的种 你老实回话 妾身 妾身后来进了青楼 也不知道 师娘子跪拂雨底 额头上的汗水 一滴滴地落在木地板上 虚雨 就失了片刻 段大老爷 段公公的鸡威 一致于此 周南心中已经 气得几乎是 骂起娘来 好个贱人 你一口咬定 这孩子 是段家的骨穴就是 接下来的事情 就交给本大人来办就好 这么回话 须得坏菜 贱人 你也算知道轻重 不敢框雨欺骗大老爷 旁边的段十三 张口骂道 段家六年前的仇事 他这个忠仆 自然是知道 也深以为耻 现在 这个贱人 带着孩子回来 说是段家的骨穴 分明就是 想要继承这份家业 如果老爷被他瞒住 又接回府去 那才是一场笑话 传出去 提学老爷 以后还怎么做人 段十三 对着段提学说道 老爷 你和公子都是六只 这娃娃 这娃娃右手和常人一般 怎么可能是我段家的 这雕夫心怀不贵 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 他越说越激粉 屋中全是他的回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四十三集 一哥 就是个没心没肺的孩子 大人们说是 他自在一边 啃着糖葫芦 玩 此刻听到 这震耳欲聋的吼声 被吓住了 手中的糖葫芦 掉到了地上 然后小声地哭起来 突然 段提学说道 像 真像 十三 你看这孩 哭起来的时候 鼻子皱成一团 和老爷我小时候 一模一样 大约是察觉到 自己的失言 他哼了一声 说道 忍下来吧 文言 周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立即就明白 短题学的心思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在古人看来 没有儿孙 乃是世界上最大的惨事 你没有后代 将来百年之后 就没有香火供奉 那可是要变成孤魂野鬼 别说这孩子和段家有渊源 就算没有 老段爷打算认下来 好歹对祖宗有个交代 他现在正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 潜意识中 已经相信一哥 就是他段家的血脉 段十三大叫道 老爷 师娘子可是进过青楼 这孩子来历不明 如何能认 大老爷 不妨低血认清 若真 自然是要认祖归宗的 若假 他一脸猙獰的指着师娘子骂道 饶不了你这个贱人 师娘子被他彻底的吓住 盲求饶道 我 我们不认亲了 我们不认亲了 饶命啊 一哥 我们走 我们走 头在地上 喝得是蓬蓬乱想 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段十三 一把抓住一哥的手 手一番 从袖子中抽出了一把 黄扇尾小叉子 在他手心搁了一刀 鲜血踪踪流下 落到了桌上的茶碗中 一哥痛得不住地哭 却不敢发出声来 周南心中矩针 这段十三 竟然带着刀子 显然是早已做好 低血认清 这下可糟糕 这本大人 是要完了 低血认清的原理说穿了 其实就是简单的 血型配对 人血 一般来分为 A B A B 哦 四种血型 如果双方是直系清楚 血型相同 血液混在一起 自然会融合 反之 则分成了精卫分明的 两个部分 互不交融 这算是朴素的 遗传学的思想 也就是 孩子是父母的骨肉 两辈人身体中 某种物质 必然相同 可以进行比对 当然这种比对 只是基于血型区分 也并不准确 毕竟人血分为四种 也就是说 就算一个和你没有血缘关系 也有四分之一的可能 和你同属于一样的血型 问题是 四分之一的成功率太低了 如果等一下 乙哥的血型和老段不一样 本大人就彻底的完蛋 段提学 接过段十三接过去的刀 也在掌心滑了一下 周男屏住呼吸 探头看去 这一看 顿时惊喜莫名 却见两人的血 顺利地混合在一起 竟分不出彼此 当即就大叫一声 恭喜段提学 恭喜段提学 段十三也哭起来 老爷 天前可怜 咱们段家有后了 他这一哭 一根也凑热闹 终于哇的一声 发出声来 段提学 一把抱住一哥 是真的 儿呀 是我的儿 我已经老了 不能生育 想不到苍天 又送一个儿子给我 祖宗保佑 祖宗保佑啊 十三 你看这小鼻子 皱起来的模样 和老爷我一模一样 真是爱杀老夫 乖乖 我的乖乖 突然 他张开口 在一哥的鼻子上 亲了一下 这个时候的他 如同醉酒一般 先前 还苍白的脸上 满是超红 当着大家的面 说一哥是自己的儿子 这就尴尬 段十三忙的 祖宗保佑 恭喜大老爷 喜得一孙 段提雪 这才清醒过来 他冷冷地看了师娘子一眼 你这贱人 纵有千番错 可能够 为我段家延续血脉 也算是立了 绝世功劳 罢了 你若想回府 就回吧 说吧 抱着一哥 就朝门外走去 师娘子说 大老爷 你这是要带一哥 去哪里啊 不要 不要啊 段提雪 只字不理 遥远处 传来了一哥的哭喊声 娘 我要我娘 段提雪说 乖乖 爷爷的心头肉 你爹昨天去世 你这个孝子 要去给你爹 磕头上香 这理智不能费 周南忙去 安慰师娘子 名副师事 提雪老爷 这是要让你儿子 去做丧主 没事的 丧主就是死者的嫡长子 按照封建社会的礼仪 大户人家丧主 就是家业的继承人 未来宗族的族长 段提雪 正要在宾客 和族人面前 确立一哥的身份 段十三 已经激动得 满面泪水 哽音着 对师娘子一失礼 少奶奶 大公子自有一双 你现在回府 名不正言不顺 且在这里住上几日 会给你一个交代 等到屋中 只剩周南 和师娘子二人 我们的周大人 关上门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坐在椅子上 摸了摸额头上的 毛毛汉 摊道 是是 真没想到 段家还搞出 低血认亲这一出 还好一根 确实是段家的血脉 否则 今天如何了局 哎哎哎哎 你家老人公都走了 还跪在地上坐着 起来说话吧 那老东西实在太厉害 一看到他 不知道怎么的 我的脚肚子就转筋 师娘子站起身来说道 还好 一哥是他犯下的孽宅 周南兴道 哎呀 本大人今天也是醒醒 实在是被逼得 没有路走了 他又气道 自家孩子 是谁的 难道你心里没个数 那就是老东西的了 师娘子 寻思了片刻 说道 我月薪一向不准 后来进了娄子 一直没有拦身子 本以为是服药所致 现在想来 是因为怀孕的缘故 周南说 骨肉团聚 本官也算是 做了一个善事 师娘子 你又该如何谢我 师娘子 会错意 编去 聊拨周大人 周南大惊 贺道 好个贱人 需要乱来 否则本官 不客气了 他明白 明天就要进考场 白个庄那边 还有一摊子事 要料理 如果在 胡天胡地的乱来 太耽误事情 以自己的身体状况 半个时辰 还是需要 再说 现在师娘子 已经是段家人 在严惹她 甚为不止 师娘子 你答应过我的事 还不快写修说 哎呦 我的周大官人 急什么呀 他应你的事情 我家自然要办 你帮我们母子 这么大的忙 切身无以为报 唯有这身子 师娘子刚才 经历了巨大的 精神压力 到现在 心中还在惧怕 急需减压 想起昨夜 周大人的 龙金胡蒙 和匪夷所思的知识 顿时心中火热 周男心中厌烦 去去去 去找你家段大人去 哎不对 段提学说 刚才 他不能人道 怎么生出一根的 顿时大感好奇 八卦之魂 熊熊燃起 师娘子说 老东西 和妻妾不成 他和我就可以呀 周男说 哎 枯木逢春 老树灼花 佩服 佩服 心中已经是明白 这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何况爬灰 除了气质上的原因 也有心理因素 这段提学 禽兽啊 很快 师娘子就写了修书 又摁了纸印 周男不肯耽搁 收入秀中 就要离开 师娘子却是拉住她 周大人 还有一事 想要请教 周男 你说 师娘子悠悠道 对了 妾身和母亲孩儿 流落街头 已经半年 虽说以前 在娄子里的试后 吃过药 可听姐妹们说 断药半年 也可能怀孕 就看老天爷的意思 卢家前几日 月薪刚净 感觉有些不妥 回断家之后 卢家自然是要 试后公公 昨夜 又和大人春风凉渡 再加上前日 和鱼儿游过一次 如果有了孩儿 算谁的 那不是一笔糊涂账吗 妾身到时候 是不是也要将你们 三人请到一处 来个滴血认清 周男气网上涌 哎呀 无耻贱人 后悔无期 出了客栈 雇了车 周男一路朝着白鸽装行去 路上吹了半天冷风 才舒了口气 笑道 倒是被那贱人给唬住了 老段可是个伪君子 如果师娘子怀孕 为民生计 他会妥善处理 我操这个心干吗 今天闹了这一出 其实断蹄血 也没有对周男 做出任何承诺 周男现在可是 段家祭祀的大恩人 段大人能不报答他吗 官场上 凡是要讲体面 敞开了说 也就没意思 彼此心照吧 顺天府邱伟家事这一关 也算是过了 哎 本大人先回衙门 就后续了结 再看一晚上的书 你良好的精神面貌 迎接这场挑战 回到衙门之后 周男就叫人 被修仪式告诉了鱼儿 命他搬回家去 又和老郭一起做了卷宗 断了五逆案 上报有私 现在施家已经修了鱼儿 又撤了诉状 五逆案自然无从谈起 断完这件案子之后 就轮到了五星化的通奸案 前头说过 通奸案的弹性很大 要做时 首先要人证 还得抓到现场 而且在抓奸的过程中 如果奸夫逃脱 也不能算 这其中就有许多文章可做 自然是难不到 周男这个基层工作 经验丰富的劳力员 做完卷宗之后 周男就对的老郭说道 郭副使 叫人去把五星化放了 毕竟是同乡 好生安抚 稳定他的情绪 虽说 独定自己 等过家时这一关 周大老爷还是不敢大意 当夜 就将历年 顺天府相识的范文找出 仔细地揣摩 直到夜深 才上床迷糊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久 老郭和两个牙医 进得门来 连声喊道 大老爷 时辰快到了 你还是快些起来吧 不然 要错过考试 周男读书太晚 累得实在是不行 睁开了眼睛 看向窗外 依旧是五黑漆黑一片 问道 现在是什么时辰 烟石啊 烟石 还早呀 周男又倒了下去 老郭说 哎呦 我的大老爷 都什么时候了 还睡 快快快快 事后大老爷更衣 两个牙医 急忙扶起了周男 飞快地 穿上衣裳 又将一张热毛巾 附在脸上 周男擦了脸 整个人清醒过来 说到 走 抓紧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44集 就带着随从 飞快朝衙门外走去 按照科场上的规矩 卯石就要点名入场 若是错过 就得等两年 现在赶过去 正好 衙门外 老郭早已经是 备好了马车 护送周行人的牙医 也点起了灯笼 为了加快速度 老郭甚至 用了两匹剑马 刚要上车 突然 一个人从暗处冲来 大吼道 口罐 我还我娘子 我要你命 有资格 中牙医 中牙医一通大乱 周南定情看去 却是鱼儿 他手里提着一把锄头 正恶狠狠地扑来 鱼儿本是个老实人 如何 是牙医的对手 瞬间被按倒在地 周南说 鱼儿 你想干什么 造反吗 鱼儿只是喊着 口罐 还我娘子 你还我娘子 周南沉着脸骂道 枉你是个男子汉 如此没出现 大丈夫 何万无期 你若是看上哪家 清白女子 说一声就是 本大人给你保媒 谁要你这狗官保媒 我只要我家娘子 鱼儿突然放声大哭道 娘子娘子 你在哪儿 回来吧 回来吧 周南心中恼怒 来人 给我把鱼儿 给本老爷 送回家去 老郭催促车夫的 时间来不及了 走走走走走 莫岛君行早 更有早行人 如今的京城 从城族永乐年起 经过百年经营 已是一座上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这么多人 见天要吃要喝 需要海量的物资供应 因此 白个庄就有不少百姓 靠着种菜为生 每天饮食 都有菜农起个大枣 挑着担子 进城赶集 街上已有不少行人 更有早点摊子 在高声叫卖 正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个正在坛子上 喝着胡辣汤的人 站起身来 立声喝马 狗冠 就将碗扔了过来 可怜 车夫一时不妨 被扣了一脸 动手这人 竟是五心话 这是今天 第二次被人喊狗冠 周南大怒 可就在这个时候 五心话突然一身 跑了 转静如风 按老五 也是疯一样的男子 周南铁亲着脸 正要骂娘 坐在旁边的牙医苦劝道 他老爷 正是要紧啊 也对 这黑灯瞎火的 根本捉不到人 反耽误了 本大老爷的客举 至于来日方长 还是算了吧 五心话 经过这几日的磨难 估计 也不敢在京城待下去 说不好 天一亮 就溜回了还老家去 这仇事报不了 本大人 好气 两匹马 跑得果然快 大约半个时辰 就到了京城 临朝的京城 实行的是严格的 宵禁制度 天一黑就要关闭城门 百姓也不能在街上行走 要到卯时 才开城门 不过 京城例外 会提前一个时辰开门 原因很简单 皇宫和西远 住了那么多人 每日所需 都要一大早 从城外运来 比如宫中贵人 早上泡茶的水 必须是 玉泉山上的好水 另外 城中人畜生 排泄物都要送出去 城门口 全是车马征倒 人声鼎沸 好声热闹 看到周南 他们做官家打扮 守城的士族 就清理出一条通道 如此 周南顺利地进城 比玉泽 提前了一壶茶的时间 抵达了顺天府 学正衙门 确见 公院外的小广场上 已经占了大约 一千多士子 正交头接耳地 议论着什么 有公差正在维持秩序 可人实在太多 且都是有秀才公民的读书人 又如何维持得住 急得不住叫喊 广场上的人面色各异 有人在激烈地争论着什么 有人则在互相递着骗子 说着客套话 大义是 久仰兄台大名 你我同为顺天世子 今日可算是见着面了 以后多多往来 更多的人 则是在闭目宁私 口中喃喃有词 显然是 正在背诵课文 临阵磨枪 加紧四十亿年的二月 京城正冷 借着公院点亮的灯笼 能够看到 人群的头顶上浮动的 腾腾的热气 周南听车夫说 已经到了地头 好奇地从车厢里 探出头来 一般人若是看到 眼前如此热闹的场景 必然会大惊 不过 他还是忍不住摇了摇头 安详 这北方的文教 比起江淮 还差了许多 堂堂顺天府 今日来参加家事的声援 也就一千人 如果换成苏州府 扬州府 至少三四千 而且说不好 还在县里先选拔过一次 大约是马车来得实在太快 一时收不住提 在惯性的动作下 竟一头朝着人群冲去 端时 一群正在闭目温习攻克的秀才 发出惊慌的叫声 急忙朝着旁边跳去 有几人紧跌伤在地 周南大惊 这次若是伤了世子 自己也不用再进考场 急忙伸出手 和车夫一道用尽 全身的力气 才堪堪地将两匹马拉了住 他跳下马去 将一个倒在地上的书生 扶了起来 低声赔礼 不好意思 可伤着了 那书生大约是十六七岁 生得倒是相貌堂堂 十六岁 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书生见周南 虽然穿着绿色的官袍 知道他只是一个 芝麻绿豆大小的小官 原来 按说周南来参加这场考试 以的是秀才身份 穿官服过来 甚为不妥 不过他这两日连番肉搏 体力和精神耗费过度 昨夜也是睡糊涂了 手下的人也不小事 直接给周大老爷 套上了官袍 就塞进马车 京城别的不多 就是官多 七平以下的杂流官 在这地方上或许威风八面 可在这四九成中 屁都不是 小叔生估计在当地的士林中 也是有些声望 明朝人又有刷声望的传统 见周南这个小官 冲撞了读书人 心中顿时一动 决定好好整治一下 这个落到自己手中的官员 显示存在感 只要一闹打 让断题学知道自己的名字 等下进考场 学正考虑到政治影响 能不放自己过关吗 否则 未免有包庇官场同僚 康康一切 打击报复 得罪官府的声援嫌疑 妙 刺激太妙 顿时 小叔生作勃然大怒撞 指着周南骂道 好个狗官 不知道 公元今日的轮才大典吗 纵马 冲撞 瞎了眼啊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家事 又不是秋尾和进士科 犯得上 提升到轮才大典的程度 上纲上线 也不是你这么玩的 今天早上也是晦气 接连被人骂了狗官 周南心中气恼 这事儿 自己有错在先 那错了 就得承认 便忍住气 以攻守 哎呀 是我的错 若是伤了朋友 该多少汤药 算在我头上 大家又是独书人 何必恶语伤人 不过是一桩轻微的交通事故 肇事者要想妥善解决 不外是赔礼和赔钱 好好跟受害说法 放低姿态 达成谅解 周南心中挂念 今天的考试不予生事 却不想人家根本 就是别有用心 那书生一把抓住周南的袖子 高声对着围观的袖才说道 朱军 今日顺天府 带国家取士 何等庄严 何等肃穆 这狗官 竟然纵车冲击我等 扰乱科场秩序 究竟是何用心 分明是对朝廷心怀不满 对民教的羞辱 事可忍 书不可忍 谋乃昌贫寒室 徐阳大 当尚书学正衙门 尽提学 为我等主持公道 若有君子 愿共昌此一举 还请联名 我等愿意 我等愿意 顿时 就有几个 刚才和徐阳大 一道摔在地上的书生 负义大喊 看到情形不对 随周南过来的一个牙医 下意识地手一颤 啃强一声 抽出了半截燕令道 这声音如此清脆 众书生胆小 都下意识地后退一声 习惠到了 徐阳大的眼中 有喜色一闪耳势 喝道 有建议要行凶杀世子 贼子 耳赶 他挥舞着手臂 声音更加响亮 朱俊 国家养世百年 账劫死亿就在今朝 我徐阳大 今日绝不与这贼子甘休 来呀 把这丝捉住 捆交到学正衙门发落 愿追随徐朋友 打死他 打死这个狗官 考生们 如同潮水一般涌来 眼前全是挥舞着手臂 周南狼狈不堪 连连后退 他方才也在电光石火中 看到了徐阳大面上的欢喜 顿时明白 这究竟想要干什么 姓徐每说一句话 必先自爆家门 唯恐别人不认识 显然 是要拿他周南 刷声网 周南气得是几乎要笑出声 自己也算喜欢刷声网了 也琢磨出几个好用的套路 想不到 今天遇到同行 还被人刷得 如此的狼狈 哎 真被这群书生给捆了 我周南 还有脸 进考场吗 现在 唯一能救得了自己的 也只有组织 周南大喝一声 撞开两个书生 一飘忽的跑位 冲到一个正在 维持秩序的 学政衙门的书办面前 高声道 活乃密云县 朝和位 考生周南 那书生 先前见书生人群 人群汹涌 知道 读书人的群体事件 最不好处理 就偷偷躲在一旁 听周南说 他是考生 吓了一跳 忙喝道 你说你是来考生 有何凭证 追上来的 徐阳大 等人也都是疑冷 这官 竟然也是来考试 这不可能吧 周南忙从袖子里 掏出所谓的准考证 等一印手续 递了过去 徐阳大 等人围过来 定情端详 一看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个索庭 参加科举的杂流官 书版看完 将文书还给了周南 然后对大家说道 一场误会 想必周大人急着赶考 冲撞了各位 周南忙将身上的官袍 脱了下来 交给手下 又接过考栏 连连朝众人拱手道 是是是 小声来得晚了 一时心急 得罪了 得罪了 说着 又从篮子里 掏出一大碟 早已准备好的名片 分发下去 自我介绍 说是行人司的行人 现在 公布军企局当差 见周南态度诚恳 毕竟都是顺天府的读书人 红为士林一脉 将来还是要打交道的 而且周南还是行人司的行人 前程远大 书生们心中的气顺了 有心交结 纷纷拱手回礼 又将自己的骗子递了过去 这场风波就这么平息了 眼前的情形 倒似是一场文人雅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45集 徐扬大如何甘心 突然大声棱笑 哼 新人司的行人 不都是进士出身吗 周朋友 竟然还来参加 顺天府秋尾的家事 真是笑话 在下道请教 你这个行人是怎么当的 别说相识 若是连这场家事都过不了 你又如何自处 好久没有被人骂 自己是个假行人 周南沉着脸 我这个行人 乃是朝廷的恩典 当初周南 也自知 配不上胃 于是 就请辞 朝廷这才准我 参加科举 若中不了进士 在下自然无言 在行人寺待下去 我与徐朋友 今日第一次见面 你又何必咄咄逼人 别说重进士 如果相识一关都过不了 周南就要给皇家 做驸马 行人 自然是干不成 徐仰蛋哈哈大笑 周南 没听说过 一个无名之辈而已 还进士呢 你先过了今日这一关 拿到秋尾资格再说 咱们读书人 自然要手下见真章 你今日若中不了 怎么说 周南说 怎么说 所谓看热闹的不怕事大 众人书生同生叫好 对 就用考场名次说话 让学政官来做评判 徐仰大说 今日 你我以名次论书仪 赢者自去参加相识 输的那个人 终身不得踏入考场一步 如何 众书生都是抽了一口冷气 这个赌注也太大了 简直就是压上了自己的前程 周南也是一惊 这个徐仰大似有一掌 他刷生啊 刷成这样 难道有必胜的把握 不对啊 他若真能读书 早就直接去参加相识 还用一个考试名额 跑到顺天府来加试 没错 周南还真的猜对 这个徐仰大 六岁能诗 七岁能文 一首八股文章 写的是花团锦措 在本地 有小神童的名声 乃是少年一辈子 读书人的代表性人物 别人都说 这徐小哥可了不得 未来必中尽是当大官 临朝自来就有 提携神童的传统 按说 徐仰大也不至于 混得如此之惨 可徐仰大有个问题 一上考场就紧张 因此 他从十二岁开始参加考试 连考了三年 每次都名落孙山 前年才勉强上了榜尾 中了个秀才 兴致勃勃去参加 顺天府的邱尾 结果死得异常难堪 前年他是应届生 顺理成章 有邱尾资格 但今年作为一个网届生 又不是现学生 要想获得考试资格 只能过来参加家事 别人科场不顺 都会自省 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学养不足 没能准确 把握好考官的口味 还是 字写得不好看 这徐仰大 却怪考官收了贿赂 给关系户走了后门 不是我徐仰大没才华 这实在是 社会太黑暗 老天都在嫉妒 我的才华 全世界 都对不起我这个 民生不显的羞恥 说到底 到底还是我徐公子的民气 不够响亮 如果响亮 那当初的张居正 哪个主稿官 敢背上 极度贤能的民生 当我前程 徐仰大 觉得自己开了窍 决定 从现在开始刷生亡 先拿周南开刀 你想 还有什么比行人 更好的目标 徐秀才 刷民生的心思在一起 感觉此机大妙 刚才大家闹成这样 必然传到了 提学的耳朵里 等一下 月卷的时候 段提学 就不得不慎重考虑 这个 邱伟的名额 算是到手 至于和周南 之间赌约的胜负 倒不要紧 看着信周的狗官 也是一把年键 至少四十 都快是半截入土之人 而我这才十七岁 风华正吗 谁更有潜力 段提学 心中自然清楚 原来 周南这几日 实在是太过劳累 大清早的被人叫起床 也没有梳洗 嘴上的一圈胡子 也没有打理 看起来竟有些老相 被人当成了中年大叔 古人的寿命都短 四十岁以后 就能自称老夫 科举考场上 重视的书生 都是考官的门生 未来也是官场的助力 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和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该怎么选 只要不笨的人都知道 这个周南极其无名 想来读书也是不成的 本公子等下 只要不紧张 就能拿到好名字 我不会紧张的 否则 这段时间的心性磨练 是白给的 原来 徐养大在科场上 连番失手 平日里的八股纹水准 一到考场上 也就能发挥出 两三成水准 家里人也发现了 他的不对 决定对他 进行针对训的训练 请了高僧大德 对他进行了心理辅导 又教他打坐练器 今日来考 徐公子甚至 还服用了早已经练好的 以朱砂为原料的 定身神丹 如果不出意外 当能发挥出 平日五成的功力 这五成的功力 足够自己拿到 相识资格 对于周南 徐养大充满了信心 听他说完这句话 周南为难了 对于今天的考试 他是笃定能过关的 可最后的名词 却不好说 以段承恩那慎重的性子 前几名肯定是不会给自己 吊车尾是不可能 最大的可能 是放在榜中 不起眼的地方 如果在名词上 输给了徐养大 终身不得进考场 就为这一点争执 下这么大的赌 值得吗 若在现在社会 周南才懒得 理睬虚扬大 一具神经笔 就把他给打发了 可是明朝不行 你必须得接招 别人都晾开了车马 你怂了 会一辈子在人前 抬不起头 名节一物 无官生子 高于生子 看到周南犹豫 徐养大 脸色鄙夷地说 怎么 不敢了 你们命运的考生 原来都是怯懦之徒 命运世人的脸 可说 都被你丢尽了 这已经上升到 地狱攻击 自古到今 开地图炮的 都容易引起众怒 顺天府不大 也就大兴 顺义 蜜云 怀柔 昌平等 二十几个县 蜜云那边来了 四十多个考生 本来 周南作为一个迁移户 占了蜜云的名额 大家心中 都有所不满 先前周南发名片的时候 他们也没挨过来见利 全当他是个 突然出现的奇怪东西 现在听到徐秀才这话 大家都骂 姓许的 谁是怒懦之徒 你再说一句试试 就这样 蜜云的书生 不由周南分说 替他接下了这个赌约 我们的周大人瞠目结舌 我可没答应赌呀 输了 算谁的 自然是算你周大人的呀 哼 和我等什么关系 我们就是吃瓜的群众 徐秀大说 好 就这么说定了 三天后放绑 咱们绑下剑 说吧 他感觉自己的腹中 有热气涌上 虽然 进考场和以前一样亢奋 可内心中却异常的平稳 要力发挥出来 此刻必重 别人科举走的是技术流 我徐秀大 不走寻常路 他冷笑的一声 周大人 就怕你连榜都上不了 连和我徐秀大 赌赛的资格也没呀 照理 徐秀大三个字 喊得吉祥 正热闹时 突然有考生喊了一声 红灯路挂出来了 进场 进场 周南抬头看去 却见贡院大门口的旗杆上 有一盏灯笼 顺着滑轮阻 缓缓上升着 如果在这个时候 来一手 一条大河 波浪宽 风吹道花 香凉岸 就最好不过了 这样的情形 让周大人 有种熟悉之感 仿佛又回到了中学的升级仪式 来考试之前 他已经将这次考试的程序 打听得清楚 顺天府行政区补党 也就相当于后市 一个直辖市的规模 科举考上的府市 院市 秋尾的考场 都设在这里 考生倒不用 向其他省份那里 来回奔波 这红灯笼 也有讲究 在秋尾的时候 因为来的人实在太多 如果大家一蜂窝 朝里面涌 未免混乱 因此在入场的时候 贡院会在灯笼上 写上地名 让声援依次入场 当然 那是在乡市 今天的家事 也就千余人 倒不用那么麻烦 这一声喊 密云的朋友们 就发出一声喊叫 周朋友 先话少说 咱们进去吧 就簇拥着周南 朝前行去 赌约的事情 先放在一边 还是先对付 眼前的考试要紧 明朝一个书生 从走上科举这条路开始 须历经县市 府市 院市三场考试 才能拿到秀才功名 成为一名光荣的秀才后 如果进了县学 每年还得经受学证的考试 成绩不合格的 要挨巡视的学证官的板子 甚至格出功名 反正 一句话 在场的任何一个秀才 都是酒精沙场 可这对周南来说 却是第一次 心中竟然有些 莫名的紧张 段提学扫视一下四周 从身边的一身书板 低声说了句什么 那书板就扯直了嗓子贺问 刚才外面在闹什么 是谁在喧话 上前一步说话 原来 刚才周南和徐阳大 在外面的冲突 实在太大 已经惊动了段承恩 考生们文言 自动地朝后退了一步 将人群中的周南 和徐秀才露了出来 周南没有办法 只得和徐阳大 走上前去 做了个一 报上来历 秉明原因 段承恩沉着脸 看着周南 周南 你身为朝廷官员 岂不知 国家选才大典的紧要 故纵马冲撞世子 该当何罪 声色俱厉 周南忙小声说 是晚上的错 实在是下官 公务繁忙 衙门又设在城外 怕错过时辰 故门快马加鞭 还请大老爷责罚 可伤着人了 周南说 未曾 小声已经向声援赔礼 并愿意赔偿汤药 段承恩继续大声呵斥 既然已经赔礼 怎么还如此喧哗 闹了半天 文言 周南想起 自己方才和徐阳大的赌约 心中一动 回大老爷的话 方才学生得罪了徐阳大 禁止被他不依不挠地扭住 学生对于荆轲 势在必得 立志要拿荆轲的投名 急着进场 顾儿和徐秀才 发生了冲突 当着在场这么多人 这个周南竟然扬言 要拿投名 狂妄可笑 在场的众人 都用看傻子一样的目光 看着周南 为人当中庸 做人要不 为人 先不为人后 特别是在科局场上 得低调 你文章真得做好 该种 自然会种 还没考 您就放言要得投名 如果将来 连榜都上不了 那岂不是 一场笑话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四十六集 而且 太高调 历来都不会 有什么好下场 张居正当年 参加乡市的时候 风头是何等之景 简直就是湖北 第一才子 也因为做人实在太高调 主考官觉得 他锋芒太落 被压一压 于是 张学士当年 竟然是名落孙山 等了两年才 前面中了局 经过这个教训 张白归性情大便 沉稳了许多 考生能否重视 生杀大权 竟操在考官之手 周同学此举 已经是对断题学的不尽 能有好果子吃吗 果然 段承恩大怒 喝道 好个狂烂之徒 来人 细细搜查 两个牙医冲上前来 命周男脱去外套 翻来覆去的检查 又命他解散了头发 摸索半天 看有没有夹带 动作甚是粗鲁 古代的科举考试 都有搜身这个环节 防的就是考生作弊 那是因为文科考试 主要考的就是你死记硬背的功夫 因此 在两朝不好书生 为了作弊花样摆出 有用性格带小抄的 又将书抄在自己身上 最叫人惊叹的是 有人居然将四书 抄在了一本麻将牌 大小的小册子上 带进了考场 那可是好几万的字 字那么小 看不看得清楚 那更何况是抄 当然 这只是在相试和后面的几场考试 实际上 相试之前的童子试 和这场家试不太正规 也没有搜身这个环节 原因很简单 这几场考试只有一天 大家某时进场 下午就得交卷出场 上面有考官 场中有牙役书板 十几双眼睛盯着 就算夹带了 也没有机会 掏出来抄 不像秋尾 一考就是三天 吃住都在公园里 有时间作弊 看周南被牙役剥了衣裳 形容狼狈 这已经是不小的侮辱 重考生 忍不住嘀嘀的笑气 徐阳大 也是一脸大愁得报的快意 梁九 牙役才回话 禀学生大老爷 没有夹带 且饶你这 无心博弥之徒一回 段承恩一脸厌恶的 挥了挥袖子 进去吧 下来之后 承文密云献学 叫他们严加管束 谢提学 周南装着惊恐的样子 抱着衣裳 跌跌撞撞的 朝着贡远中行去 考栏重的片 和笔墨散落一顶 后面的徐阳大 笑得更是快意 看提学的表情 显然对这信周的 极为厌恶 家世又不胡明 这次这场考试悬了 你是徐阳大 徐阳大忙回答 正式晚生 段承学说 进去吧 好生考 徐阳大知道 自己名字 已经被提学官记住 出名要早 民生就是无心的资产 一千多名考生 挤在考棚中 周南已经穿好衣裳 秉袭等待 不片刻 题目只就发想 果然如当初 王世珍所说 是两道四书题 这是必答题 五道五经题 可悬一题 所有人都在买手做题 考棚中进的厉害 众人的呼吸声 清晰可见 或长或短 或缓或急 偶然有一两声咳嗽 打破这片寂寂 整个考场 笼罩着一股 无形的压力 叫人的心脏 蓬蓬乱跳 说不紧张 那是假话 周南也是接连 吸了两口大气 才看清楚题目 两道四书题 分别是 父子有亲 和 唯我做君臣 相说之乐 这是本次考试的关键 古人重四书 而清五经 这两题做好 另外一道五经题 则主要作为参考 看到题目 周南心中突然一笑 父子有亲出自孟子 原文是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朋友有幸 说的是封建社会的 伦理长纲 父亲和儿子 有亲情 父慈子孝的道理 这题目 估计是老段初的 他父子团聚 心中快活 有感而发 只是 一哥是他的儿子 还是孙子 他们以后又该如何相处 这个关系 倒是乱到不好相处 哦对了 师娘子经过六年的历练 已经是以标准的社会解 她又生了个儿子 正子行凶 必将断家搅得是鸡犬不宁 老段有的头疼 唯我做君臣 相说之了 说的也是 长纲道德 这个伪君子 自身不正 也好意思出这样的题 周南略一思索 就抓住这两道题的要点 破题有了 接下来 该如何写也简单 只是 自己的文言文写作 水准差了些 这事得慎重点 别叫人挑出错 他也不急 拿起草稿纸 节里用最朴实的文字 将文章慢慢写出 反正一句话 越简单越好 弄巧不如藏拙 华丽的子造 一概不用 鲁迅在谈作文的时候 就曾经说过 文章的作法有两种 一种是加法 一种是减法 周南今天用的 就是减法 一反平日里的飞扬跳脱 这场考试 他却是分外的老师 从进考场的一刻 徐扬大的目光 就落在周南身上 见周南愁眉警索 通常是写上一行字 就停下来思索半天 然后探上一口气 提笔将刚写的句子抹了 转眼 他的草稿纸上 就变得乱七八糟 这丝 原来也没什么才气 方才还说要拿投名 好大口气 徐扬大心中冷笑 也对 这信周的 如果文章做得好 早就中举 中进士做官了 又何必自甘堕落 又杂流出身 读书科举这种事 从来都是 欺老不欺少 等到一定年纪 俗物缠生 也没有多少读书的心思 再加上 科场上连连失礼 心气也是堕了 越考越糟 哼 这私要完 就这水准 也配合我斗 徐扬大心中痛快 今日本公子 要让你彻底退出科场 绝了你这个念头 不过 他转念一想 信周的科举 本就不成 输了大不了继续 回去做他的官 本公子 如果输了岂不是 要前程尽会 又如何向家里人交代 本公子是欲气 却偏偏要和周南 这个瓦片斗 好像不公平 亏了亏了 这么一想 徐扬大紧张起来 手心全是汗水 竟滴溜溜的 握不住文笔 徐扬大 从六岁开始读书 到现在 已经不知经历 多少场考试 学堂每月的月考 年底的年考 县市 府市 院市 乡市 深经百战 说的就是他 蹄海战术 丰富的考场经验 按说 应该会让一人成熟 可他就是紧张 一紧张起来 甚至连题目 都看不清楚 更别说 下笔作文 下来之后 他也分析过这个原因 可始终 也找不到原因 直到上个月 家里来了一个 所谓的得道高僧 过来开解 他才彻底醒悟 施主 你得失心太盛 放下 放下 是的 得失之心 他太想成功了 太想一举成名天下之 先前在贡猿外 和周南 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真比高呼 自己是寒门市子 因为在这年代 寒市就是天然正义 我穷我有理 其实 他是昌平望族 豪门出身 家中出了不少进士和官员 往来五百丁 谈笑皆红如 这样的家族 给了他很大的压力 如果不能成功 在家人的眼中 你就是个不孝子 是败类 每当考试的时候 他都会畅想 自己一旦 重视之后的风光 心中难免有些小激动 可一想到 名落孙山的后果 却感觉透不过气 巨大的压力 把他给压垮 到最后 他也不知道究竟在卷子上写了什么 一次接一次的失败 让他痛苦麻木 最后渐渐的丧失了信心 是的 其实以他的水准 重个进士 应当不难 关键是要白正心态 可放下这两字 说着容易 做起来却难 正在这个时候 就听到滴滴的啪的一声 原来是前面的周南 大约是写错什么 伸手在额头上 拍了一记 哼 这词也做不出来 也对 今天 我只要赢了他就是 这个鸟人 实在是可恶 真想看到他 失落的模样 痛快 痛快呀 只要赢了他 至于能不能拿到 相识的资格 却不要紧 反正我屡试笔地 也不差这一回 想到这里 强烈的仇恨 竟然是压住了徐大 心中的所有负面情绪 这一声响 仿佛是一道药引子 引的是徐养大 先前服用的丹药 整个沸腾起来 浑身都在发热 脑中转得 比平常竟然要快上几分 偏偏心中一片宁静 如同一口枯竟 此乃玄傲的境界 仿佛被一只手 无形地牵引着 徐养大的右手 不由自主 飞快地运动 他知道 这种感觉来得突然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消失 他知道 必须要快 越快越好 很快 三篇文章 一气合成 定情看去 却是分外的好 比起自己 平日里做得甚要好些 突然 徐养大 有种想哭的感觉 原来 这做文章 根本就不需要想太多 只管血就是 你的心 自然会为你指引方向 此刻 他如同神灵附体 如同顿悟的大道高人 周南正在埋头苦血 自然不知道 徐养大的心路历程 否则 他只会骂 你要愤怒 才能发挥实力 你这是贱啊 徐养大写完卷子 估摸着时间 才过了不过一个时辰 这三篇文章 都是他的灵感之作 也不必修改 但凡有写作经验的人 都知道 文章本天成 妙手偶得知 若再修改 未免就沾了酱气 施其天然灵动 他今日本来就是来扬名立万 也不耽搁 立即站起身来 昂首交卷 这种不胡明 自由谅才的考试 第一个交卷的是很受瞩目 一般来说 交头卷的 要么彻底放弃 只想应付差事 早点回家的废柴 要么就是财情高绝的家事 无论如何 主考官都会严肃对待 看到徐仰大上来 断题学接过卷子 竟久不语 众书办 雅艺发现不对 都定情看来 良久 断题学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说道 不错 非常好 久闻 昌平 徐氏 失礼传家 教得好子弟 这个题目 破得好 就忍不住引导 有自然之人伦 有本然之天行 改天之生人 有事物 必有事责也 意识到这是考场 断题学 马上闭上嘴巴 就提笔 在圈上画了个圈 算是当场录取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47集 下面的考生 听到这个破题 心中都是喝了一声彩 孟子中 父子友亲这个题目 说句实在话 简直就被人写了 坊间时 文集中也 不知道出过多少范文 就连大明朝的会议室 也出过两回 要想再写出新意 确实难得 徐仰大这题破的是 别开生命 果然了得 他能够被当场录取 又被主考官夸奖 看来 今天考试的第一 名花有主 徐仰大心中得意 谢果断题学 再次以高昂姿态 昂首走出了场 临到离开的时候 又盯着周南 看了一眼 却见 周南还在苦苦修改 徐仰大心中想 别折腾了 中不了的 哎呀 这仇恨呀 真是个好东西 竟然让本公子考场开悟 真好 出场之后 他回到客栈住下 等着和自己一道进京考试的同学 到了下午深时 昌平五十几个秀才来回客栈 纷纷上前 恭喜徐仰大 说道 哎呀 徐兄那道文章的破题真秒 这即便是拿到相识的考场上 也能躲得魁首 只是 咱们听得胡乱 徐兄 修要自真 快快念全了 徐仰大喝了几杯酒 心中快活 朗生将文章念完 自然又收获了一片惊叹之声 看到下面摇头晃脑赞叹的同学 他心中冷笑 哼 以本公子的作文水准 早就该尽相识的考场 却要同你 败犬丧狗 一起参加家事 唉 席间 有书生谈到了周南笑道 嘿嘿 那个密云的周南 这次的脸丢大了 徐仰大说 怎么说 另外一个秀才插嘴笑道 这时辰都快到了 大伙都在交卷 这丝还在磨磨蹭蹭地写 看到他的卷子 T恤竟是又是一通呵斥 说他的文章写得幼稚 枯燥乏味 忘之生也 这说到积分处 叫人把他赶了出去 哼 这次他自然是中不了的 可笑 密云的书生们 还推他出来 跟徐兄打擂台 以后 咱们昌平 可就要压他们密云一头了 于兄 现在恨不得已是 三日观榜的日子 真想亲眼看看 周南和一众 密云考生的晦气模样 众书生同时大笑 徐阳大一口干净了杯中酒 感觉这家客栈的酒 酿得是分外鲜美 他甚至有种淡淡的后悔 早知道就不和周南赌约 谁输了就退出科举 仇恨是我进步的动力 这有这么个混蛋东西在 本公子考试的状态分外的好 不过这一丝就不是个读书人 就算没有这场读赛 他进得了秋尾考场吗 且说周南交完卷之后 坐了马车自回家中 那头早有手下提前通知到了 寻方语说 周大人参加考试之后 会回家住上一阵 见到丈夫 寻方语忙将他阴回了屋中 又是上茶 又是拨橘子 未尽了周南嘴中 却一嘴不提考试的事 周南倒是有些沉不住气 笑道 娘子 你就不关心 我考得如何 寻方语说 好又如何 不好又如何 重了如何 不重又如何 那周南还是那个周南 不增不减 不勾不进 日子还是那样过 自从西山碧云寺之后 他突然喜欢上了佛学 经常拿着经书 一读就是半天 话更少 性格更好 简直就是 佛系女青年一枚 周南说 娘子心态 好 不过你不问 我却有些小小的失落 寻方语微笑道 老爷急着卖关子 显然是考得不错 切身又何必多此一问 周南哈哈一笑 观察入微 慧致兰心 不过你好歹也问上一句 不然我很失落 寻方语说 那么老爷考得怎么样 周南正色 似乎 好像是过了 什么似乎 过就是过 没过就是没过 那就过了 恭喜老爷 周南有点小小的失望 你不真诚啊 于是 就将今天的考试 从头到尾 跟寻方语说了一遍 寻方语大起 老爷 进考场的时候 先是被主考官 一通训斥 还搜了身 交卷之后 又被训斥 无论怎么看 都要名落孙山 却说必中 甚是奇怪 周南笑而不语 官场上的事 你一个小姑娘 如何能够知道 若断学题 今天对自己 客客气气 一口一个周大人的脚 那才麻烦 他对自己 不假颜色 就是做给别人看的 已是 他断题学 对周南这个考生 非常厌恶 之所以 后来为什么取他 乃是 内举不比亲 外举不避愁 公正言明 如此 别人也没有什么好讲 现在唯一担心的 就是名次 也不知道 断题学 是不是听懂了 自己的暗示 给我投名 不过 以断老头那狡猾的性子 应该是能明白 我的心思 和许养大的比试 哼 赢定了 按照明朝的科举制度 即便是家事 考试结束以后 断题学 也会封闭贡阅 阅卷 要等到发榜的那天 才能开门 就算想要私下做工作 也不得 其门而入 那就等呗 累了这些天 好好在家 陪陪老婆孩子 现在是二月初 周南已经肯定 自己过了这次家事 拿到了顺天府 相识的入场卷 相识在八月 距离现在还有半年 倒是可以 暂时松一口气 在这三天中 周南去了一趟王史珍 那里汇报考试情况 并顺便给恩师告个假 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说实话 考前他这么恶补的日子 过得太苦 给周子牧留下了 不堪挥手的记忆 如果这半年都要这么度过 自己估计会疯掉 王史珍就问周南 题目做得如何 老周就提起了精神 将三篇作文 以一倍来 这一倍 他彻底的震惊了 三篇文章 竟然是一字不漏 事后周南也感叹 可见 人脑这种东西 就好像是一台 功能强大的电脑 这储存能力啊 只要多有 就能发现其神奇之处 这三篇文章 周南有些藏着 写得都短 看看八百字 按说要背下来 也简单 只不过 周南并没有用心去记 仅仅是写了一遍 就记住 哎呀 这状态真好 仅仅大半年的时间 我就找回 高三下半年的学习状态 看来 这科举 也不是太难 周子牧 有种泪流满面的感觉 同时 也难免有些得意痒痒 他小心地看着王史珍 有种小孩子 在大人面前炫耀的感觉 可惜 王史珍满面 理所当然的表情 点点头说 还成 这让正要接受表扬 自我表扬的周南 大为失望 转念一想 又立即明白过来 过目不忘 乃是古代读书人 必备的素质 作为一个文科生 明朝的书生 从小就开始 背诵四书五经 诸子诸解 坊间出版的诗文集子 可以说 每天都要背诵课文 磨练记忆 老王这种 第一流的精英 就不说了 即便是顺天府的家使 那一千多个秀才 任意拉个人出来 将一篇文章扔过去 这人家看上几眼 也一样 能够倒背如流 周南也只是 初步具备了大明朝 读书人的基本素质 没什么好炫耀的 王史珍说 你这三篇文章的精英 词句上也没有毛病 过着一关 当不在话下 也不枉为师 交手一场 这算是他第一次 夸奖周南 周大人正要谦虚 王史珍突然赫斥道 子墨 底子实在太差 这做起文章 词句寡诞 独知叫人昏昏欲睡 这纯粹 就是不想让人挑出错来 为手为脚 有偷鸡取巧的嫌疑 真是可难 训斥完又说道 不过 懂得藏着也好 文章此早再华丽也无用 将道理说清楚就行 一等文章 当得重 卓 大 三字真意 周南听的只想翻白眼 骂我投机取巧的是你 称赞我 重卓大 三字要诀要领的 也是你 横竖都是你有理啊 恩师今日如此威严 请假的事 自然不敢再提 他心中一转 反退为敬 多谢恩师教诲 学生现在的八股文章 也算是入门了 真得趣 今日就住下 一口气住到秋尾 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 不成功 变成人 前一阵子 为了让自己的学生 过秋尾家世这一关 王世珍突击训练他半个月 现在他还赖上自己 想住半年 就喝道 周南 你身为朝廷命官 执掌一个衙门 所谓实军之路 终军之士 岂能整日待在维师这里 就算你不在我这里 难道 平日就不读书了 说吧 他语气一缓 露出一丝笑容 不过 你有读书上进的心 我还是很欣慰的 恩师 你老人家 动不动就来个转折 不要这样好吗 周南说 是是是 再说 恩师也要忙着搭救师工 学生怎敢叨扰 对了 师工现在如何 听学生问起自己父亲的情形 王室真的眼全红了 父亲大人 现在还关在诏狱中 过完年 总算见着他了 父亲大人一切都好 人也胖了些 只是 果的一阵子 就要三法司会审 也不知道 会 周南心中甚是难过 安慰着说 恩师 师工他老人家 吉人自有天相 一切都会好的 师工之所以有此磨难 全因为恶贼的陷害 其实 要想救他 只需要搬到盐贼 将盐党 彻底铲除就行 王室真眼泪落下 哽咽道 都怪我 连累了父亲 是我不孝呀 原来 王室真父亲 王叔 之所以下到诏狱 那是因为 前年蒙古 安达进犯 潘家口长城 逆河以西 尊化 谦安 丽州 御田告急 这一带 属于 丽辽总督的房区 王叔恰好做的 就是这个官 事后被追责 其实 京城处于国防第一线 从明朝立国以来 除了泰城 城祖 两朝北方的游牧民族 被打得求饶 其他各朝都不消停 基本上是每过十几年 或者碰到草原 闹饥荒 这游牧民族 就会难下滋事 对于这种 来去如风的边口 明朝政府也是没有办法 反正是驱除了事 也不会追究到地方驻军 若是来一次问责一次 谁还敢带兵 问题是 王叔就是个例外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说到底 是王史珍得罪了严党 被人家打击报复 事情要回溯到 加进三十二年 兵部无选私援外 杨继胜上书立贺严嵩 五奸十大罪 遭无陷下狱 在狱中被金拷打 终于加进三十四年遇害 严私时 王世珍和他是好友 在别人避此案 唯恐不及之时 站出来 出钱出礼 为杨继胜操办丧事 严嵩父子大狠之 这次就逮着蒙古暗达 入侵的机会 把王叔朝死里整 王世珍叹息一声 严党事大 药产到底得有多难呀 周南说 是在人为 学生愿助一笔之力 王世珍勉强笑道 赤儿 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行人 公民要紧 好好读书 为我的家事 为师会自己处理 你有这份心 就够了 从王世珍家里出来 周南有点不服气 老师 你分明就是看不起我呀 其实 按照真实的历史记载 严党再过的几个月 就会倒台 这可是家境朝 末期前所未有的 政坛大地震 涉及到大量的人事变动 和官员们的生死浮沉 如果我借着这股东风 未必不能弄到好处 不好 周南想到这里 脸色却是一变 按照真实历史记载 过完年不几日 王叔就会被判斩立决 也就是说 在严党彻查倒台之前 他先要被害掉 唉 这王师公 真是命苦 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都走到瓦教堡 却牺牲在战场上 不行 我得救他一命 报答恩师 周南穿越到明朝之后 一直在底层打滚 别人见他 要么是畏惧他的官职 和手段趋于讨好 要么就是恨他入骨 只有王史真 是拿他当心爱的晚辈看待 并且细心调教 有他的教授 即便周南现在一无所有 也有信心 靠着一首 还算过得去的八股文章 拿个秀才功名 有了一首诗文 精益打底 他也是有了 安身立命的底气 这诗恩重如山 在内心中 周南拿他 当自己的父亲看待 老师家出了这么大的事 若是袖手旁观 枉为人子 想要救施工 就得铲除严党 而且得在他被判决之前 那么该怎么办 如何将这一历史进程 提前呢 对了 徐杰不是一直在暗地里 查严松的资金流向吗 或者可以从这里着手 我一个小型人 自然是搬不动 严党这座大山 可徐哥老 有这能量啊 想到这里 周南只恨不得插了翅膀 飞去白隔庄 又在家中待了一日 终于到了放榜的日子 本以为不过是一场家事 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算上了榜又如何 最后不也得秋尾考场 见真章 据周南看来 不是他针对任何人 他的意思是 考场中的各位都是垃圾 争取参加乡识 能中举人的 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承认自己这条人生道路 走不通不可以 何必强求 可到地头一看 却大吃一惊 只见广场里 已经挤满了人 甚至比考试那天还要多 原来 许多书生不但自己过来 还带了下人奴仆 以便在看榜的时候 人多力量大 好挤到前头去 看到满满荡荡 全是黑压压的脑袋 周南大觉头疼 自己来的已经迟了 要想挤到榜前 估计一个时辰都做不到 早知道如此 就多带点人过来护驾 以军器局 那些棒大腰圆的 兵丁的体能 扛过这一波人潮 还是很容易 上次吃了穿官服 来科举的亏 这回周南不敢造次 只是一身乳袍 孤身而来 显得很低调 他被挤得实在受不了 便侧耳聆听 也是运气 恰好听到了熟悉的 蜜云相应 人多力量大 还是先和蜜云县的柿子 汇合的哈 如此 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进考场之前 周南接了一大碟 同乡的骗子 算是认识 接下来的三天里 秀才们纷纷下帖子 过来相邀 周南也着实和他们 应酬一番 大家相处的 还算不错 密着方位 费劲挤过去 抬头一看 竟然是徐扬大 原来 后世的北京话 并不是京城的图语 而是 清初满人入关之后 辽东方言 和本地话融合的结果 明朝的北京话 是另外一种模样 所谓 五十里不同风 十里不同俗 明朝的京城口音 大体相同 但细微处 也有区别 总体分为三大片 京北 京东 和京南 京北的口音 以淮来 延庆 密云为代表 有山西话的味道 京东口音 代表的是山海关和极限 已经受到了辽东话的影响 至于京南口音 则有点难懂 满口寒丹味 徐扬大是昌平人 昌平话和密云 没有任何区别 周南也不知道 一不小心 击到怒目而逝的 长平秀才队伍里 周南老于人情事故 这当日和徐扬大赌赛 搞得很是气闷 过了三日 他的心思 已经放在半年后的相识 和如何解救施工上 气也消了 再加上 他独定自己能上榜 短题学弱势不本 肯定听得懂 自己要拿投名的愿景 无论如何 这场赌 他周子牧都是稳赢 这次看到一脸愤痕 或者说激愤要提升愤怒值 好让自己战斗力爆棚的徐公子 周南感觉好笑 竟然莫名其妙 有点亲切 想当年 他周大人16岁 也是如此的争强好胜 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 这锐气和棱角就被磨平 这一丝倒是有才 如果因为一场口角 就从此不科举 我老周 岂不是坏了人家前程 大家都是佛系青年 何必呢 以此人的才学 相识怕是有门 近视科也能争取一下 不对 金举人银近视 小徐的近视 应该是没问题 这16、17岁就重近视 即便是三榜赐同近视出身 也不得了了 按照明朝的佣人制度 他会在六部观整 三年实习 实习期满会到地方上 出人知显 以他的年纪 至少可以在官场上 干上40年 一路正应官干下去 就算熬资历 熬个正四品 问题不大 前途是一片光明 大家以后同朝为官 这结个善缘 交个朋友不好 周南朝他点点头 哎 许朋友好 来看榜呢 哎 前日你我闹得生分 于兄下来之后想 秘云 昌平两线的声援 共为名叫中人 同起支脸 如果 因为你我支持反目 甚是不美 那场赌赛 只是戏言 徐朋友 不必当真 大家以后互相关注 当哥们儿出吧 哼 徐阳大 鼻子朝天 满面傲娇 他抬头 45度看着天上 阳光落到脸上 明媚的忧伤 旁边 有昌平的学生喝道 信周的 现在求饶 已经晚了 乖乖向徐兄赔罪 从此退出科场 君子一诺千金 容不得你反悔 对 知道厉害了吧 后悔了吧 众生讽刺的大笑 周南 在大前天进考场的时候 被搜身 形同羞辱 交卷的时候 又被段提学 一通溜走 估计 这一场考试是彻底凉了 而徐阳大 文章却是得到了 段承恩的夸奖 并不顾考试制度 当场 当梵文朗读 这一颗不但能种 说不好 还是投名 周南心中恼怒 脸一沉 正要说话 有书生急问 一个奴仆模样的人 挤了进来 大公子 中了 中了 有书生急问 徐公子中了吗 第几名啊 那奴仆 正是徐阳大家的下人 刚才挤到了榜前 替主人看榜 此刻 他一脸的红欲 恭喜大公子 第二名 第二名 周南紧张了 这徐阳大果然了得 竟然拿了家事的第二名 看来 相识也是稳 这思 倒是才华过人 也对 明年春尾 进士科 都是精英 此人如果 能够挤进春榜 也是一流人物 他得了第二 如果断题学 顾虑到我周南 投名影响不好 把我的名字 扔在中间 不引人注意的角落 那我周南 岂不是要和今年的秋尾绝约 这 后人说起明朝的科举 首先想到的就是加进二十六年的 晋士科 那一科的人实在太多了 出了一大群的内阁府臣 各省的都府中央部院的大臣 李春芳 胡正蒙 张居正 杨继胜 张熙贤 王世珍 马三才 简直就是 闪瞎人的狗眼 相比之下 明年的春尾 也不成多嚷 状元 深时行 未来的内阁首府 傍眼 王熙爵 未来的内阁首府 出的干财重臣 并不比加进二十六年少 徐阳大 能够和未来的深阁老 王阁老同场计较 了不起 众昌平秀才 纷纷拱手 恭喜徐兄 徐兄的近视公民要到手 预祝徐公子 金榜提名 徐阳大的面上 露出笑容 再顾不得装逼 微笑点头 同喜同喜 虽说这小子才学出众 可你这样 也太嚣张了点 会是还早 你过得了乡识这一关吗 现在这么高点 别到乡识 却名落孙山 那笑话就大了 周南说 恭喜徐兄啊 不过 首先你得 不等他把话说完 一个昌平秀才 指着周南骂道 你这无知小人 又懂什么 科举致意 你还没入门呢 对 外星人 还不快快 向徐大公子赔罪 发誓 从此绝了科举的念头 众人纷纷叫马 倒让周南 有点发冷 徐阳大 拿了个家事的地儿 至于这么狂妄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中了近视 他哪来的自信 敢这么肯定 还真敢肯定 科举从北宋到明朝的中期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已经变成了一门科学 有好事者 根据每期南北中 三榜的录取率 和重视世子的籍贯 年龄 出身 搞了个公事 通过计算得知 各省 府 每届通过家事 进入乡市考场的世子 最后的录取率 一般都在5%左右 算是明朝版的建模 这次 顺天府家事 总共有120名考生 获得了相识资格 按照这个比率 最后能够重举人的 应该在5到6人之间 科举关系到了 国家干部的选拔 又涉及到社会各阶层 上升通道和切身利益 从来都不单纯 学证系统的官员 在录取考生的时候 会综合各方面的因素 考量 比如这种家事 一般来说 在相识时 都会重几个 否则 若是一个都不重 搞的这种家事 岂不是多此一举 又如何来面对 考生们的熊熊怒火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49集 5%的概率 或许有些不靠谱 你就算得了第五 也未必就能拿到举人功名 但第二 却是极为稳妥 周南自然不知道 这个公使 和明朝科长的潜规则 他出身雅异 走的又是监狱 阎官的路子 和教育系统 也没有多少教导 被众人这么贺骂 心中恼火 许昂大 你得了第二 我自然是非常佩服 我周南 不是济贤度能之人 你等 如此不依不饶 有违君子的宽厚之道 事情不到最后 如何就能断定周末输了 若我得了投名 徐兄又怎么说 你拿投名 可能吗 众昌平世子 同时捧腹大笑 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秀才 满头是汗的击过 看到周南大叫 子木兄 你还真有闲情 在这里和这些 混账东西斗嘴 快去看吧 中了 中了 这人姓沈明宁 密云及秀才 前方文人雅吉 和周南倒是谈得来 周南说 什么中了 过这关是肯定的 关键是得第几名 沈明府长笑道 恭喜子木兄 靠中投名 举人和近视 稳了 什么 中昌平世子 呆若目击 沈明一把 拉住周南的手 走走走 别一脸不相信 去看看不就知道 他的力气好大 周南经不住 被他拉着朝前走去 那头 早有密云的秀才们 在前面开倒 一身大汗的几道膀前 抬头看去 周南二子 豁然排在最前头 周南这才松了一口气 唉 可算是拿了第一 他心中得意的同时 不觉又想 按说 这家事投名 必然是要中举人 中近视 我自家事情自己知道 别到时候落了榜 成为打破这个规矩的第一人 这个断题学 果然够意思 什么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突然 有人在后面 大叫起来 转头一看 正是跑过来 看榜的徐扬大 只见徐扬大 一脸的灰白 双手微微颤抖 愤怒指 又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只是 他因为这个赌赛 不能再参加相识的缘故 即便有赛亚人二次变身 也得英雄 无用物之地 神仰大喝的 徐扬大 这可是 答应过 谁输了就从此退出科举厂 现在怎么说 有他带头 众密云县的书生 也同时鼓噪起来 对 徐扬大 别忘记了 信徐大 君子一诺 不要忘记了 众人脑 徐扬大开地图炮 自然不肯放过 公园外 聚了上千世子 见这边如此热闹 都强力为官 知悉此事之后 也跟着起获 对对对 说得对 这说话得算话 今日徐公子 你若进考场 那就是小人 天下世子 共拓弃之 这些秀才们 都是读书不成 科举无望 一把年纪的失败者 否则 也不可能落到 来参加家事的地步 这个徐扬大 才十六七岁 风华正茂 尽了前五 尽是公民稳拿 怎不叫人嫉妒若狂 本着 要将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别人痛苦上的原则 看徐公子倒霉 不觉幸灾乐祸 心中大快 拿到家事第二名 对徐扬大来说 本是一件大喜事 而且 自己已经彻底的 过了心理那道关口 接下来的考试 根本就不值一提 他从来没感觉 自己像此刻这般 匆忙自信 这般强大 可是 现实 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输给了周南 再也没脸去参加乡试 难道 我的前程 就这么完蛋了 我又该如何 面对家中的父母 想起严厉的父亲 想起 世人的目光 徐扬大 心丧欲死 还算英俊的脸 彻底失去了血色 双手颤得厉害 一个昌平秀才 盲低声道 徐公子 咱们走吧 不 不能走 作弊 这是科长作弊 徐扬大 惊天动地地叫喊 这已经是很严重的指责 科长舞弊 在明朝可是要掉脑袋的 从鸿武年到现在 死在这个罪名上的 世子和官员 没有一万 也有八千 特别是明朝 初年的南北榜案 简直就是杀得泄流成河 可即便如此 也没有能震慑作弊者 实在是科举 是社会各阶层 唯一的上升通道 抛开建户不论 即便是一个穷无力追之地的农夫 城市无业游民 只要中了秀才 就能摇身一变成为统治阶级 一旦得了举人功名 那是可以直接做官的 所谓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徐扬大这话一说 周南倒是吓了一大跳 心虚地朝周围看了一眼 对 肯定是走门子 咱们不服 徐扬大说 咱们要进进学正 讨用说法 对对对 我找提学去 众长平秀才 一阵鼓噪 几十人朝着学正崖门 涌了过去 周南面色大扁 即刻想立即离开 这个是非知底 又想跟着过去 一个密云的秀才 拉住他说 嘿 愿赌服输 这徐扬大这么输不起 没得叫人瞧不起 且不要理睬 咱们吃酒去 沈宁也笑着说 哎呀 对对对 子木兄 不用管他 你可是 咱们通现这次家事的第一名 明日大家都要回县里去 再次见面 要等到八月秋尾 不如今日聚聚 为各位拿到考试资格 同窗贺 他也上了榜 心情极好 对对对 择日不如撞日 正好清静 大家都跟着拱手失礼 盛青南却考虑到以后又要在密云知识分子圈里混 周南只得无奈地跟着大家一起找了家酒楼 这回密云的秀才有四十来人 开了四桌 倒是热闹 读书人聚会 除了饮酒做了 自然少不了诗词唱和 这本是周南 打出风头的机会 可惜他心中担忧 只能勉强地 抄了一手 普通的轻食应付 到连聚的环节 更是一连 出两次错 沈宁见周南 心神部署 说道 哎呀 子木兄 可是担心许阳大 找学政老爷闹事 其实你想多了 不过是一场家事而已 没人当真的 哎呀 是啊 谁当真呀 子木兄 你就当一只癞蛤蟆 跳你脚背上 又咬不着你 大家安慰道 周南说 哎呀 虽说咬不了人 却恶心死人呀 众人又是一通勸 周南这才明白 原来 正因为红五年 太祖朱元璋 为政太库 杀功臣 杀官员 蓝玉案 空印案 南北榜案 可说是 每过的几年 就要割一次韭菜 杀的官员和知识阶层 闻风丧胆 最后大伙 都想通了 做官固然重要 可性命要紧 到后来 大家都不去 参加科举 安心在家里 当晋身 当大地主家的少爷 洪五年之后 国家的政治风气 渐渐宽容 到仁宗 宣宗朝的时候 朝廷善待士大夫 如非是 十恶不赦的大罪 轻易不杀读书人 没错 考场作弊 是要砍头 可那也要到 乡室 会室 这种直接关系到 考生关帽子的 考场上 再说 至于童子室 其实都比较水 劝子又不糊鸣 考官看你顺眼 就能放你过关 作弊多麻烦 直接和考官沟通不好 童子是如此 更别说这种家事 沈宁又说 那断题学 愿意取谁 给谁什么名次 自由考量 何须别人多说 徐养大这次过去 怕要讨个没去 而且 他剧中闹事 罪则难逃 子墨 你就把心揣在怀里吧 余帝已经派了家人 过去打探 一会儿有消息就来报 咱们今日 就坐在这 城楼观山景 看那徐养大 倒霉吧 周南一听 诶 是这个道理 若这种考试 也追究作弊 喊打喊杀 这大明朝的支县 和学政官 岂不是要被杀个干净 他们每年 也不知在童子室 要送出多少人情 追究的过来吗 是极 是极 众人都哈哈大笑 一个书生说道 不过 徐家在昌平 还是有些势力 徐家乃是军户出身 家中少不了官员 同朝为官 断提学 估计也不会拿他怎么样 最多赤退了事 周南说 啊 徐养大是军户吗 算是 又有人介绍 说徐养大的祖籍 河南屈州 是归得豪门 在明朝 居州的军事 政治地位和洛阳 开封相当 徐家在明朝 开国的时候 乃是民军的军官 还得过爵位 是地方军事权贵 居州有四大豪门 分别是汤家 叶氏 侯家 徐家 除了四大豪门之外 还有王家 宋家等 十几个中等豪门 四大豪门中 特别值得说的是侯家 这个家族 从明初起 就出了许多人才 晚明四大才子之一 桃花扇 一书的主角 侯方语 就是居州的侯家人 徐养大的父亲 徐汉 是孝宗时的晋士 现荣修在家 他哥哥 徐养相 是郑德秉辰年 正在广西做官 徐家还出了一个人物 就是徐养大的二叔 徐谦 现任福建部正式 这简直就是一个 闪闪发光的 官宦世家 周南心中好奇 问这徐家 明明是居州人 怎么洛吉 秘语 无他 河北科举 容易啊 那人笑着对周南说道 紫木兄 不也如此 原来徐家也是高考移民 周南恍然大悟 也有点心虚 他有点窘迫 端起酒杯 和众生饮了一杯 装作不在意的样子 继续打听 红五年 朱元璋考虑到南方世子读书考试实在太厉害 每次科举 众世名额都被他们给包园了 以至于北方世人怨气极大 就实行了南北分榜制 后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中原地区也跟着繁荣起来 北方的科场竞争 日趋激烈 于是又在南北榜的基础上将河南四川湖北等几个省份划出去 单独成立一个中榜 中榜的难度也大 到郑德年甚至不比南榜轻松多少 这个时候恰好徐阳大父亲调房计阵 于是一家人就落及昌平成为了居州徐家的知人 昌平考区属于顺天府 对徐家人来说 参加这里的考试太简单了 简直就是后世的山东考生 跑进了雪域高原和西域的考场 也因为这样 徐家一口气出了三个进士 哼 原来徐阳大也是高考移民 周南心中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高考移民这种事 在后世实在是太常见 比如高考大省的山东和湖北 优秀的学生实在太多 可录取名额实在有限 每年夏天都有不少人隐恨考场 以自己的成绩 如果在别的省 轻易就能考上北大清华 可你因为生错了地方 只能去读普通的211 于是不少家长 为了孩子的前程 就在户籍上动起了脑筋 这事儿也不难 这事儿也不难 许多省市对于优秀人才的渴望 已经达到了变态的程度 只要你这个家长 有大专以上的文凭 咱们城市就会敞开怀抱 欢迎你 但是 落吉也是有准入门槛 这个门槛 就是钱 你要想在这座城市落户 房子总得有一套吧 这可是两三百万的人民币 北上广 一套两居室的学区房 都上千万 这事儿在古代却简单 即便是在京城 如果你不讲究生活质量 只求有片瓦遮头 外城一套老破小的 也就几十两银子 可是 古人都有故土情节 所谓家乡罹难 你的人脉关系学籍 可都在老家 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简直就相当于后世移民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不得不慎重 而且和现代人 一张银行卡 就可以走天下不同 一个家族的主要资产 是土地和房屋 这些东西要变现 不是那么容易 且要得到败家子的坏名声 当然 你去外地做官 尤其是这种 做镇守一方的大员 将一家人带过去 别人也不好说什么 你的人脉关系 都在官场上 不会因为迁移而改变 至于学籍 你一个官员 要想办妥当 还不容易 这么说来 周南和许家这种高靠渔民 在明朝其实是非常稀少 长平徐家 或者说河南居州徐家 彭之在官场上 还是有势力的 徐养大去断题学那里闹 想来 学正衙门看在 他二叔徐正布使的份上 或许不会拿他怎样 最多驱除了事 果然 正说着话 沈宁的家人就跑了过来 老爷 徐养大和五十多个 昌平书生 跑学正衙门去闹 被衙医们打出来 不少人脑袋还破 流了不少血 周南抽了一口冷气 群体事件中伤了人 这可就麻烦 沈宁又说 那徐养大怎么样了 那家人回答说 徐书正胆小 少爷 你别看他去的时候气势汹汹 可等到牙医晾出家伙 溅了血 就白了脸 啊的一声 就跑了 他一跑 这昌平的柿子群龙无首 轻可见就散个干净 说到这里 他笑起来 小的不放心 又跟着昌平人跑过去 少爷 你猜怎么着了 沈宁说 你这刁奴 还敢跟本少爷 卖关子 直说 那家人说的 我跟过去一看 只见那些秀才们 都围着徐养大在埋怨 说 徐兄 你没义气 说好要找学政官 讨说法 怎么自己就跑了 如此没有担待 无等 羞于于你为伍 徐养大 咱们看错你了 更有人拉住他 指着自己满头的血 叫他陪汤药 可怜的那徐养大 被同班骂的 都快哭出来了 各位 别看昌平人 平日里看起来 铁板一块 可真有事 却做鸟兽散 真是叫人不吃 沈宁哈哈大笑 其他人 也笑得直顿足 还说什么 仗义死结就在今朝 这牛吹的 真到患难的时候 才能看出 一个人的气节 是的是的 原来昌平书生 都是一群 挡小如鼠的废物 看他们以后 见了咱 密云世人 还敢不敢猖狂 考试那日 徐养大 开地图炮 辱骂密云书生 大家都是同仇敌侃 如今 听到那边如此狼狈 顿时有种 大仇得报的快感 周南也是心中大快 接下来的酒 喝得也是分外双利 他一口气 抄袭了两首 顾炎舞和大伙的诗词 唱词 自然博得了满堂喝彩 只喝得酩酊大醉 这才回到家中 醒来之后 周南想了想这事 没错 这徐养大 闹出这种群体事件 处理起来 确实麻烦 也不能拖延 这必须 要将其扼杀在萌芽里 以免事态 像滚雪球一样滚大 到不可收拾的一步 闹事的领头人 是徐养大 只要搞定他 一切都好说 断题学 是顺天府的学政官 辖区里的读书人 是什么秉性 他自然清楚 这徐养大 又是出身官宦世家 又是年轻一辈中 代表性人物 自然是他的关注目标 徐同学 那天进考场的时候 刷了一波生亡 这断题学 就留意上他 拿到卷子之后 果然写的是花团锦措 这科 能够挑出这么一个 有近视像的考生 也不枉老夫忙上一回 就当场路去 下来之后 他又叫人 将徐养大的卷宗调出 又打听了他的情形 打算作为学政衙门的重点 培养对象 他当然知道 徐养大的胆子小 一开始 就没打算和他讲道理 直接是一顿乱棍 打出去 与雷霆手段 将这事件彻底平息 想到这里 周南不禁感慨 哎呀 这能够做到一省的提学 这智商和情商啊 还真是了得 值得学习 说起来 段承恩为人做事 倒有几分周南的风格 周南还是有点不放心 决定先在京城住上几日 密切关注 学政衙门的动向 以免徐养大再生事 诸葛一生 为谨慎 小心使得万年传 事实证明 周南的小心 是正确的 这徐养大不甘心 就拿到了周南的卷子 印了几十份 见人就发 然后大家批驳 说这文章 写得狗屁不通 也能得投名 还有天理吗 科长舞弊 手段如此拙劣 当大家是三岁小儿 段大人如此下作 就不怕天下悠悠众口吗 矛头已经指向了段承恩 我们的断题学听到这事 冷冷一笑 后生仔就是后生仔 想靠这点芝麻绿豆大的事 就对本大人不利 拿衣服 年轻 天真 若本官见招拆招 却显示不出手段 今日就叫你知道 什么叫赛温师吗 言之非福 老段同样将周南的卷子 印了几十份 并在下面写上 自己的评语 和为什么给他一个 投名的缘故 逢人就发 在评语上 段题学说 八股石文自从送到如今 已经两三百年 可说该出的题目都已经出境 这四书五经中每一个句子 下面至少都跟着几十上百篇范文 在座也做不出心意 考生答卷的时候 为了引起考官的主意 不少人都别出心裁 弄巧成拙 或者专一使用华丽词造 以炫耀文法求关注 这一味弄巧的结果 已知到我加紧延时 科场文章空疏迷离 看起来是乱花迷眼 其实空洞无误 甚至背离圣人大道 没错 这密云考生周南的文章 写得粗俗 但古朴纯厚 其文发明毅力 复阳正道 正大纯确 典则身严 故而可得地 最后 段大人震龙发聩地 发出一声呐喊声 正是起文风 当从今日使 从一段话 概括起来一句说 周南的文章是不成 可却开了一派 质朴新风 老夫介于 此事要弘扬正道 改变自洪志年以来 把说理的八股文章 当文学作品 写得歪风邪气 你们若要质疑 冲着老夫来就是 知我者 其为春秋乎 罪我者 其为春秋乎 看到段提学的评语 周南瞠目结舌 老段这是在刷声啊 这也能刷 丧心病狂啊 短题学这么一搞 世人都深以为然 确实 正如他的评语所说 八股文章发展到现在 已经极尽完善 要想写出新东西 也是非常的难 到最后 只能凭文笔 谁的文笔华丽 谁就能拿到好的成绩 问题是 文笔这种东西 太吃天分 不是后天努力就能提高的 而且 什么是好文笔 什么是差文笔 也没个标准 经老段这个道理一说 大家才恍然明白 我背读书 究竟是为了什么 不外是 明白 圣人所说的道理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这一言一行 都要谨遵 圣人大道 经义和为人处事的 哲学道理 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见习 做人做事 治理国家 依靠的是道德 而不是 所谓的文笔 段提学 果然是当事大辱 道德君子 我背的楷模呀 如此 段承恩又狠狠地 刷了一波声望 得到了世人 和朝堂诸公的 交口称赞 老段已经一把年纪 后来到了 退休年龄 力不考虑到 老先生的声望 实在太小 很谨慎 又让他干了一任 当然了 这是后话 周南虽然被断提学 拿来刷了声望 但是 得了第一 还是心中大爽 比如 就有王世珍 派人将周南考场上的文章 送过来 打开一看 上面密密麻麻 都是他修改的字句 几乎是 重新做了一遍 又下了评语 大约是说 文章的毅力都对 但这样的文章 拿到相识考场 是肯定不成的 你的第一 是投了断题学的演员 别听外面人 瞎诈唬 觉得自己就了不起 爬得越高 摔得越重 以后 别轻易拿文章 给别人看 你丢得起人 老夫丢不起 周南不觉脸红 他还没膨胀 倒觉得自己 是个天才的地步 咱家就是个 普通读书人 可没想象 像其他穿越小说中 那样一进考场 就要连种三元 甚至六元 能够中个举人 进士就行 即便是吊车尾 这场家事算是过了 到乡市还有半年 也不着急 现在是时候想想 怎么铲除严党 打酒施工 回到白隔庄之后 周南提起的精神 擦亮眼睛 盯着往来的账目 试图从中 找出端倪 可惜忙了半个月 确实一无所获 这军契局账目上的往来 都很正常 也没有看到 可疑的资金流向 这让他有气无处时 想想也对 严党如果 要为福建前线 筹策军费 起码要调动 几十万两白银的物资 如此大的动静 必然做得稳妥 可不是 他这么一个小小的行人 说说就能接触到 说到底 军契局 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衙门 在民国 也算是神经末少 得知我信 失知我命运 很多事情随远 也不能强求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1集 只是 师公那里怎么办 难不成 眼睁睁地看着 他被判斩立绝 一想到恩师王史珍 悲伤的脸 周南第一次 感觉如此难过 自从上次来领过凤禄之后 副使李高 就再没来过军契局 估计这小子 也觉得斗不过周南 来军契局 做摆设也没什么意思 索性就矿工了 李维李高父子 是寒门出生 据传言 未来的李国长 小时候还做过 走向串向的皮匠 因为李飞的缘故 李家才发达 成为了通州的晋身大户 估计是因为早年 吃过不少苦 李家父子 对于金钱 比一般人更加热心 他们打着育王府的牌子 在外面 搞了许多事情 李家皮包公司的生意不少 分分钟上百万 这军契局的生意 既然做不成 那就换个项目 不必再和周南纠缠 朱聪景 终于回了大同 林离开京城的时候 跑白隔庄 来和周南聚了一次 听他说 李家父子 最近在做一大笔生意 负责锦王的 旧藩事务 听他这么一说 周南有点糊涂 问道 锦王是谁 话一问出口 周南才忍不住 拍了一下额头 安想 哎呀 嘉静和豫王 已经十多年没有见过面 如此 周南就先入为主的意味 豫王这个地位 唯一的继承人 就是皇帝独子 其实 嘉静还有一个儿子 叫朱在生 他生于嘉静十五年 今年二十五岁 十八年的时候 被封为锦王 按照明朝制度 亲王二十岁的时候 就要离京就藩 可锦王都二十五岁 还拘留京城 原因很简单 嘉静一直不见儿子们 大约是对孩子心怀愧疚 就一直没有提起这件事 但老这么住着 也不是办法 祖宗家法 还要不要了 刚过完年 刚入阁的五音殿大学士 李春芳 就上折子 奏醒锦王离京 说道 世上 岂有二十五岁 依旧留今的藩王 这体统何在 法理何在 若坏了制度 以后别的藩王 纷纷效忽 国家岂不是要乱套 措辞极力严格 由李格老带头 御使阎官们 也蜂拥而上 亲锦王 旧藩的折子 都快将预案给埋了 家锦实在是被他们惹烦 便让司里坚 批了红 准了 有念及父子秦深 特意下了恩旨 将锦王 封国定在了安禄 也就是后世的 湖北 中祥市 安禄可是家锦 龙浅时的旧地 这次锦王去安禄 也算是回家了 亲王之国 从来就不是一件 简单的事情 需要给王府 配备一众官员 王府的财物 也要全部搬过去 另外 朝廷也需要 拿出一大笔钱 为其置办产业扬善 用来采购 日常物品和装填 比如 后来的万历福 福王 二十岁去洛阳的时候 万历皇帝 联系这个儿子 大笔一挥 拨下了上百万两银子 又命令朝廷 给他四万青 养瞻装田 当然 以万历皇帝 吝啬的性子 这钱肯定不会自掏腰包 都落到了 当时的首府 叶相高头上 逼得叶格老 差点上吊 好在家锦皇帝 比他这个孙子 万历要宽厚些 也知道国库 实在拿不出钱 就算逼他们 也炸不出油水 反浪费口水 给自己添堵 就发了内怒 所谓内怒 就是皇室的小金库 皇家给太监 宫女开工资 修建公关 婚丧嫁娶 都从这里开支 这笔钱 日常都由私礼监管理 到清朝的时候 建于明朝内侍乱政的 钱车之简 才撤了私礼监 设了内务府 由宗室掌管 家境为人即可 可对儿子们 确实极好 这次送锦王去安鲁 难得地大方了一回 皇家采买 从来都是油水 十足的美差 一件不值钱的东西 经过数道环节 层层攀驳之后 就变成了天价 其中最典型的事 是清末慈禧太后 有一天想吃包子 叫太监上街去买 外面两三文钱一个的 鲜肉包子 送进宫中 就敢报销十两银子 可见 这回口吃得有多狠 当然 这只是民间传说 是真是假 无从考证 如今 锦王府制产 那可是上百万两银子的大生意 怎能不叫人眼红 想分一杯梗 人多了 这李家 也就盯上这笔买卖 当然 李伟李高 也不能将这一百万的生意包援 现在他们 还不是外企 尚不得大明帝国权贵的台盘 只能弄点 边缴余料 贴补生活 这其中 金银器皿和首饰打造 是其中最赚钱的业务 李伟 就求到了司礼间 掌印黄景那里去 黄景是个谦和的人 虽然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可在大家的心目中 却是个非常好说话的 好好先生 见李伟来求 就点了头 这段时间 李高正忙于此事 怎会有空来白个庄 当泥塑木雕 不过是每月 二两银子俸禄的官职 还得受上司和同事的白眼 李同学的自尊 受不了 子墨 你猜这笔生意下来 这李伟 能得多少好处 大约是知道 周南不吃自己 卖关子这一套 朱从井伸出两根手指 至少两万 他一脸羡慕 接着又叹息的 哎 都是宗卿 这人和人之间 怎么这么不一样 周南心道 哼 谁叫人家生了个好女儿 你若有本事 也生一个 嫁给皇帝啊 不对 都姓朱 不合理智 你这辈子 确实没机会了 他笑道 哎 你也别羡慕李伟 个人有个人的命 再说 咱们弄的那本 饮水集 你可没少赚 以后 再出几本好书 不什么都有了 要不 你问家恩师 要根稿子 此事需要再提 恩师他老人家 写小说 就是个兴趣爱好 不图出书 不图钱的 朱从井说 要不 你写一本 风月书 以你现在的名气 在我的经营下 绝对大卖 叫我写风月书 休想 本大人可不能 自坏名声啊 节操这东西 丢了可就 捡不起来 我可是立志 要做近事 如果因为 写风月小说 沾上了 淫秽海盗 败坏人心的名声 这以后 也不要在 市林里混 再说 我的文笔不成 这种东西 可写不了 哎呀 不呀 你的文笔不错 紫木 顺天府家事的卷子 于兄看过的 简单直白 生动有趣 就算读书不多的人 也能看明白 风月小说 要的就是这种东西 务必 要所有人看动才好 说到这里 朱聪锦 两眼放光 再说 紫木最近的名声 已经起来了 名气就是银子 咱们就打着你的旗号 出本风月书 你想 断题学 到处宣扬 说我你文章后实刚见 将义里说透 简直把你夸成了 朴实君子 现在突然弄一本 这种书出来 能不轰动吗 别人 能不掏钱买一本 看个端倪 紫木 拿你的话来说 就是制造噱头 制造话题 你好好弄一本 交到书房里去 我不在京城的期间 你自己进银啊 得了银子 咱们六四分成 周南大怒 别说了 我又不是疯子 怎肯自污 再废话 你我这个朋友 也别做了 狠狠地拒绝了朱聪锦之后 周南大觉奇怪 昏倒 朱兄 我现在的名气 很响亮吗 哎 子墨 你还真是在这金郊 待成笼子了 却不知道 你现在名声已经起来 驾驶之后 先是昌平生员 徐扬大 印了你的卷子四下发放 接着 段题学又来凑这个热闹 如今你的来历 可说是已经被京城里的人 翻了个底朝天 朱聪锦接着说道 官场和士林众人一查 才愕然发现 周南的身世 竟如此坎坷 如此离奇 而且 他还做得一首好诗词 乃是两怀文坛 年轻一代的代表人物 这西风多少恨 吹不散梅弯 似此星辰飞昨夜 为谁风露 历中霄 简直就是千古绝唱 这可是传出后事的 又想起 徐九公子的 人生若只如初见 两人的风格 竟是如此相似 株莲闭合 仿佛出自一人之手 我大明朝 一口气出了两个 婉约派的大家 实乃施家之幸事 坊间已经有人称赞说 徐九公子 是当事的李义安 周南 是周美成 周邦彦 说完 朱聪锦又是眼睛一亮 子墨 风月小说 写完之后 你再受累 出一本诗词集 周南一阵无语 你这是敬着一只羊 身上的毛乳啊 宁死不从 周邦彦是什么人 北宋的大作家 宋徽宗 聘头 李诗诗的聘头 皇帝睡李诗诗的时候 这次吓得躲在床底下 听活纯功 在历史上的名声 可不好 被人比作周美成 不是好事 周南愿意出名 却不想出这种名 短题学刷声望的时候 顺便帮周南 也刷了一下 隐约间 周大人感觉 有些什么不妥的事 和朱朋友 一膝别 又预约来年春节 再聚之后 一个牙医 拿了骗子进来 离大老爷 有个叫陈红的 在苏语楼 请你去赴宴 没听说过这人呀 周南以为 是来做生铁生意的商家 想要讨好自己 就拿起帖子 顺手扔进废纸楼 准备回去 可就在这个时候 他心脏 突然猛的一跳 忙俯身 将名字捡起 端详起来 朝门外 走了过去 难道是他 他竟然跑到 白个庄来 就会见我 这么一个小人物 可能吗 天下间 同名同姓的人多了 或许是凑巧 我也是想多了 一路上 周南的心中 都是乱操操地想着 不片刻 就到了苏语楼 这地方 周南来应酬过多次 算是熟客 虽说楼子里的女子 相貌是见仁见智 可这里却是 白个庄 最高档的地方 但凡有客人来 也只能在这里接待 说是副业 预料中的满桌韭菜 一样也无 只轻差两倍 一张脸色苍白的中年人 正独自一人 坐在屋中 目光锐利地看过来 落到了周南脸上 说来也怪 被他叮嘱 周南的眉心 竟有点微微发胀的感觉 心里压力极大 他穿越到明朝之后 经历的事情多了 大人物也见了不少 比如内阁府臣徐坚 锦衣卫 北牙福镇司 淮安之府 黄氏公主 不是吹牛 在任何一个人面前 他周子墨都能谈笑风声 唯独见了这个叫陈红的人 分外的紧张 没错 这人就是斯里坚首席秉笔 东厂提督 陈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2集 上次 朱聪敬领着宗室 扣瘸上书 过来捉拿 御使沈阳的 就是这个陈红 斯里坚中 掌印太监排名第一 但若说 谁的权力最大 还真得数陈红 他可是大明朝 特务头子 一个颜色递下去 就能叫你 人间消失 陈红今日 一人坐在屋中 他身上穿着一件道袍 头上 挽着厚是丸子头式的脊 用一根玉簪 穿了过去 他面容苍白 看起来就好像 一个酒色过度的嫖客 周南心中 突然想起一句话 文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群太监 上青楼 就绷不住笑道 见过陈公公 陈红忍不住恶然道 你又不认识咱家 又笑什么 周南忙道 上次陈公公 捉拿沈阳的时候 下官正好 被沈大人训斥 若非公公 周南那日 怕有麻烦 今日见到公公 心中欢喜 不觉忘形 原来是这样 咱家怎么说 看你有些眼熟 周南这么解释 倒也解释得通 陈红是何等身份 内向第二人 像他这种小官 能够见上一面 已经是天大机缘 自然是喜不自禁 咱家执掌东厂 别人见了我 都是吓得魂不附体 周大人胸有劲气 不背不亢 不愧是读书人出身 看座 不背倒是不背 这个周行人 见了本公公 倒是亢奋得紧 陈红让周南坐下 以他阅人无数的 眼睛来看 这人就是个 利欲熏心的官迷 见自己就高兴成这样 倒可以使用 周南坐下 喝了一口茶 再次拱手 不知陈公公 来白个庄 下官接待不周 还请恕罪 这地方呀 是穷乡僻壤 也没有特别地方 也就 林造工坊那边 有座唐朝的砖塔 还能看看 当地人没见识 将这座塔 和河边的小码头 还有庄外的田野 凑在一起 弄成三景 约古塔西洋 野渡尘雾 虚里孤烟 今日天气不错 公公呀 可去砖塔那边看看 陈红哼了一声 语气严厉 哼 你当咱家 来白个庄 就是为了踏青的 周南说 还请公公 还请公公吩咐 陈红说 你一个小型人 又不是咱家的人 你还配不上我来吩咐 不跟你废话了 有个事 你帮我做 这话非常的不客气 简直就是直说 周大人 连做我走狗的资格都不够 瞧你做事 是对你的提携 谢恩吧 周南作为一个 能够和内阁赐福 谈笑风生的男人 什么时候被这么小看 心中窝火 淡淡的 下官只是个小小的行人 且不是宫中内侍 宫里的事 周南怕是办不了 陈红不容周南拒绝 这事你做得了 就是去演个苦肉计 让人把你措手 把你给整死 最近你的名气很大嘛 又是个行人 你说 如果死得冤屈 正人君子必然不服 这个动静就大了 咱家 也能做一篇漂亮文章 周南浑身的寒毛 都竖起来 低呼 陈公公 这是要让下官做死事 公公若取我性命 自可 罗知罪名 派场位来拿 天地间自有毕生之力 我想 三法司会给周南一个公道 拿你 你还不够资格 先做个四品官再说 陈红不屑一过 你不是和李高不睦吗 挑个油头 找个日子 去李家 激怒李伟父子 接下来的事情 就不用你管 你不是在他家里 闹过自尽吗 再来一次 也无法 周南气得笑起来 陈公公 楼以上且偷生 周南放着大好的前程 不要 却去李家送死 你当我是疯子 还是傻子 他已经有些明白 这陈红 要搞理尾 你既不是疯子 也不是傻子 在咱家看起来 你是个聪明人 和聪明人打交道 也简单 付出就有回报 就看这个回报的大小而已 再说了 做死事 也不一定死呀 只要你被李伟父子 打得极惨 能够半身不随 或者大小便失境也可以 就看你的运气 这不可能 周南怒急 你这个死太监 才半身不随 锦衣卫 世袭千户 陈红淡淡的 什么 陈红说 许你一个 世袭锦衣卫千户 如果你活着的话 若是被李伟打死 叫你儿子做 哼 对了 你好像有个儿子 不错呀 这强宝中 就做了锦衣千户 真是好运 周南不禁心中大动 陈太监 司礼监首席秉比 东厂提督 联络锦衣卫 亲军衙门 确实有能力 为自己谋得一个锦衣卫 世袭千户的职位 这也是一大庄机缘 老周立志做官 挤进文官系统 文官在明朝 确实风光 可官职是公企 政治遗产 却不能传给子孙 就算你贵为宰相 减在地心 也最多 因一子在中央机关 做个杂留贤职 拿死工资 靠不多的俸禄 过日子 比如 严家的职权 大吧 他的孙子严少庆 也就做个上保司司成 平时屁事没有 二十来岁的年纪 就开始喝茶羊了 大臣们的子孙 能读书也就罢了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用不了几代 就变成了平民 所谓君子之责 武士而战 说的就是这个情形 明朝文官系统之外 还有武官 勋贵体系 比如锦衣卫 势少离家境 待遇又好 子孙又能接班 倒是一条好路子 周南不觉大为心动 于娘和素姐的家书上说 自己的长子 性格老实 估计读书是不成 而且科举这条路 实在太艰难 如果能够某个 锦衣卫的牵货 也可以保他一事无忧 我自然不会做这个锦衣卫 让孩子干这个职业 也不错 可惜一切前提 都建立在安全的基础上 李伟是那么好对付的 真送上去 叫人打 能活着离开吗 不对 李伟现在只是个小人物 在大明朝官场上 根本算不了什么呀 还不值得堂堂的司礼坚 首席秉笔下手 那么 问题的答案就呼之欲出 这陈红针对的 是豫王府 朝堂大人物之间的 过节和矛盾 周南也不想过问 可叫自己做弃子 做牺牲品 却是不可能的 周南浑身都是鸡皮疙瘩 陈红要搞豫王 这可是朝廷核心 决策层的角力 这两方势力 就如同两口 大石磨盘 自己一个小人物 置身其中 磨盘只需轻轻一转 就能将他磨成掏粉 陈红之所以选择周南 做这个死事 那是因为周行人 和李家父子矛盾极深 上次还以死抗争 李家报复周南有动机 有能力 合情合理 况且 周南被断蹄学 附带着刷了声网之后 已经有了才子 君子的光环 如果被李伟打成 变形金刚 甚至直接打死 那事情就大了 别忘了周南还是行人 清流阎官的预备役 御使们同仇敌凯 必然不肯罢 到时候 多方用力 李伟的麻烦就大了 整李伟 李王妃 必然动用王府的势力搭救 这样 玉王也就被拖下水 这篇文章就做大了 这朝堂大佬的政争 浑水汤不得 陈红大约是 居上尉 一指气使惯了 可管不了周南怎么想 站起身来 就这样吧 好生做 你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 自然会做聪明事 休要自悟啊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 你既然知道了这等机密大事 已经脱不了身 若不肯 咱家有一百种方法 让你人间消失 送走陈红 周南心中大哭 哎 段承恩你个老混蛋 你刷生亡 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我可是被你害惨 这事儿 不答应陈红是不可能 场位可比不了文官系统 做事也不择手段 你就算得罪了内阁阁老 大不了不做官 可若是得罪了常位 那就是活不成了 从内心中来说 他是不肯和陈红勾搭的 这一丝实在太气人 从头到尾 除了胁迫就是胁迫 简直就视他周某人 如戒子 没错 我是个小人物啊 可小人物 也有自己的尊严吧 这 这顿打 肯定是吃定了 应该怎么办呢 周南凝神思索 将陈红在史书上 记载在心里过了一遍 私里 朱烟腾祥 梦冲 陈红芳有宠 正是 奇迹银桥已跃地 坐敖山灯 倒地为长夜影 按照史料上记载 这个陈红 至少还要风光许多年 到龙庆朝末年 才失事 如今他正当红 真叫人头疼 坐在房间里坐了半天 周南不得要领 也没想好 应对之法 只得无奈地站起身 正要出去 就有一个 三十来岁的标形大汉 挨到他的身边 一拱手 小人见过老爷 说是大汉 也不准确 此人虽然身高体壮 腰粗如五家轮的水桶 却面如白须 不用问 他就是个太监 周南说 你是 那太监的 小人汪连 从现在开始 是老爷你的师爷 师爷 周南一阵无语 王太监 你这模样 说是保镖 别人还信 师爷 可能吗 对 得了都公之命 小的从现在 开始辅佐周大人 周南说 本官员一年 才多少俸禄 可养不起木梁 对了 陈公公让你 在我这里干多久 汪连说 陈公公吩咐了 等到大老爷死 或者 被人打在床上 起步来 小人就可以回去 周南立即明白 这人是陈红 留下来 监督自己 以防他 虚以猥蛇 出宫不出理 说完 汪连又笑道 大老爷 小人也不缺钱 不要衙门里 一文钱公事银子 至于这差事的 一印开销 我可预先垫付 到时候 厂里报销就是 听到厂里二字 周南心中一动 这么说来 汪公公 是东籍市场的 不敢称公公 大人直接 叫我名字就可以 新人却不知道 东厂 虽说有厂工执掌 里面 却没有一个内侍 小的以前 在上一间当差 上一间 负责皇帝的冠冕 在内宫十二间中 属于混的几场 汪连又接着问 不知大人什么时候 去李家 小人 也好陪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3集 周南说 啊 你也要随我 一起去李家 这李伟父子 和我的仇身四海 进了他的家门 就是九死一生 须千累了你 本官 也是于心不忍 为臣公公笑里 虽九死而不悔 黄连说道 小人到时候 只不过是 大老爷的随从 只要我冷眼旁观 李伟 估计也不会 对我不利 再说了 就算挨他们打 你在下 这皮毛粗厚的模样 就算大人被打死 小人估计 也伤不了皮毛 你还练了 金钟照铁布山呢 不急 李高已经有些日子 没来军契局 就算本官要寻他晦气 也没个油头 等着吧 周男听他一口一口 自己要被人打死 气得鼻子都歪了 有心要给汪连 一点颜色瞧瞧 周男说道 既然汪连 你硬开销 这都能去 厂里报销 那还说什么 咱们 先哗叉哗叉 先点个十几个姑娘 今日花费 你掏药不 汪连打惊 十几个姑娘 这 起码要好几十辆银子 这丝是居心 要给自己好看 他抓起桌上的杯子 只恨不得立马 扔到周男头上 你个狗 周男也沉了脸喝倒 汪师爷 别忘记了尊卑游序 你做了我的幕僚 就得守规矩 若是犯了规矩 被赶回去 看你怎么向陈公公交代 你 你 你 好 你点吧 汪连 想起了陈红的立开 打了个寒净 周男突然哈哈大笑 哎 罢了 你又不能人道 等下本大人风流快活 你在旁边看得照 摸不着 心头如刀脚 确实不美 本官乃是道德君子 如何能够留宿青楼 走 咱们回去 汪连一脸铁青 手上一用力 竟然将哪只 伯台的慈悲 捏碎了 好大的手劲 可是练过的 周男喝了一声彩 汪连只是不理 但双手还是因为气脑 唯唯颤抖 周男又逗他 哼 老王 你很生气嘛 这生气啊 伤肝 断提学的儿子 就是因为气脑 欲结于心 最后得了病死 对了 你是不是 每个月这几天 心情都不太好 这看谁都不顺眼 总想发火 从不例外 黄连一呆 确实 你怎么知道 周男说 你们那是进宫的时候 瘦了那一刀 这旗下三分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一格了之 也算不得男人 没猴结 不长胡须 和妇女 又有什么区别 因此呀 女子该有的毛病 你们都有 这得了病 太医下药的时候 也按照女人的方子开 汪连这才明白 周男是讽刺自己 和女人一样 正处于月姓狂躁期 顿时怒急 就要发作 周男忙又 将一个杯子递过去 老王 书果真感觉心头不舒服 捏个杯子 发泄一下 汪连咬牙切齿 我倒是想捏断 大人的脖子 周男说 就算要捏断我的脖子 也得让李伟父子来 老王 我劝你还是省省吧 知道什么叫碰瓶 汪连说 还请教 周男说 本宫身子弱 老王你手下 又没有轻重 我若是伤重倒地 在病床上 躺上十天半月 这趁公公的差事 怕是没有力气去办了 你 你还是个读书人吗 无耻 周男哈哈大笑 走 回牙去 和你的同僚们 认识认识 皇宫是天底下最凶险 斗争最激烈的地方 这个汪连 能够在那种地方 健康成长到三十多岁 又入了陈红的眼 想来 也是个厉害角色 今日被周男玩得团团转 他感觉分外的畅快 先前的不快 一扫而空 刚出了苏语楼 不久几步 突然有人大喝一声 狗官拿命来 却见 鱼儿从旁边冲了出来 举起砂锅大的拳头 就要和周男拼命 旁边 一个妇人尖叫一声 老二 你干什么 不要 不要啊 哎呦 尖叫人 正是九公子的母亲 于是 他本就是个瞎子 这一急竟跌倒在地 鱼儿见姐姐倒地 急忙停下来 将他扶起 用凶狠的目光盯着周男 汪连刚才在周男那里吃了鞭 满腔的怒火 没地方发现 满面杀气地看着鱼儿 周男一看 不好 忙走上前去 见过老夫人 老夫人 可还记得我 于是笑道 听得出来 你是周大人 上次去我家 找过阿九的 说着 就伸出手来 自从周男 让师娘子 修了鱼儿之后 他就被女儿 接到了白隔庄 和弟弟一起生活 周男 忙将脸 凑上去叫他摸 老夫人 老夫人好记性 阿九呢 阿九要嫁人了 日子就定在下月十五号 先正在府中 学针线女工 太老爷说了 一个女孩子 不好成天在外面乱跑 什么 阿九要嫁人 嫁给谁 周男心中 仿佛被人 狠狠地打了一拳 于是说 还能是谁 自然是 严相公家的长孙 也是做官的 他虽然给人作响 可太老爷这么说 又能如何 咱们女人的命呀 就是这样 唉 说完 他微微地叹了一口气 周男 参加完考试之后 已经半个多月 现在已经是月底 阿九和严少庆的婚室 定在下月十五 也就是说 还剩下二十来天 不对啊 我不是帮他写了一本 饮水及自污吗 这严家怎么还肯 拿他进本 这事 究竟什么地方 出了问题 严少庆这个情敌 周男下来之后 也打听过 听说子人平日里 好酒瘫花不说 还养相公 养书童 生活作风迷了 周男一想到阿九 这么一个聪慧 潇洒的女孩 被他压在身下的情形 就毛骨悚然 更可怕的是 严松倒台之后 归向 徐杰为了表示 和严党划清界限 竟让孙女自杀 不 不能这样 他眼全红了 捏紧拳头 喉咙里 发出一声低绳的咆哮声 什么不能这样 于是好奇地问 周男说 没什么 没什么 鱼儿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这狗官 原来忠义我那乖侄女 呸 你也配 你现在知道 失去心爱女子的滋味了吧 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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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堂堂一条汉子 竟然抱着头 蹲在街边哭泣 于是叹息一声 伸出手 轻轻拍着兄弟的肩膀 都是命呀 老天爷这么安排 能有什么办法 周男也不知道 自己回到衙门里 也不知道 自己在屋中坐了多久 直到天黑 有人叹息一声 唉 问世间轻微何物 直叫人生死相许 转过头去 正是汪连 周男说 你一个老玉 懂什么爱情 汪连说 咱家在宫中 也有对食 这事 自然明白 所谓对食 就是年纪大的太监 和宫女 像夫妻一样过日子 算是生活中一个半 周男倒是来了兴趣 上下打量着王连 一句 你们 谁攻谁手 差点脱口而出 王连如何不知道 周男的龌龊心 自然不肯让周大人发挥下去 单单道 以大人现在的情形来看 简直就是生无可恋 对了 忘记禀告大人 就在刚才 李高回军起局了 又押来了 又押来了石车 上好的金刚 照旧被郭富士退回去 两人发生口角 现在还在营造那边闹 另外 这公布余衡清理司 主事也被惊动 现在 正在那边大发雷霆 说是 要摘了郭富士的帽子 他好像是周大人 你的顶头上司吧 你倒可借这个油头 激怒李高 和他发生摩擦 这事不宜迟 小的现在 就陪你去营造那边 想办法 让李高打大人一顿 如果打得不够狠 明天继续去李家闹 周南大怒 汪连 搞清楚 你现在只是我的木梁 滚出去 汪连也不生气 一拱手 那下人 就去准备车马了 汪连这么一说 周南才愕然想起 自己有一个顶头上司 那就是 公布银善所主事 竟是出身 正六品朝廷命官 算是公布的 实权官员 这个主事姓鲁 明怀里 周南也是在上任之前 去他那里拜见过一回 两人说了几句 不嫌不淡的话 到军企局 都快两个月 这人还从来 没有漏过一次面 周南也就当他是个白色 今天突然光临 周南不敢怠慢 忙坐了马车 回去 到了地头 却见工坊里 灯火通明 一群李家的夫子 正和衙门里的冰丁 闹成一片 老郭和李高 怒目而逝 互相试图 用目光杀死对方 老郭的帽子 已经摘掉 秃头在灯光下 闪得是金银耀眼 周南走到一个身着大红官袍的官员前 以尸里 下官周南 见过陆主事 一黑风高 这小心受凉 还请去衙门说话 陈怀里毫不客气地训斥周南 周大人 我问你 房山李家的铁矿 是不是一直送到军器局来 是 以前一直都用房山的生铁 陆主事说 那为什么不用他家的生铁 周南说 下官自有下官的理由 路事 咱还是进衙门去说吧 南部城 当着这里这么多人的面 说他李高想抢班夺权 自己为了维持衙门的秩序 这才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好让信里的懂一点规矩 李高就跳起来 什么理由 能有什么理由 还不是因为下官没给他好处 信周的就是个贪官 陆主事 你得替我做主啊 陆主事朝他点点头 继续呵斥周南 周南 事无不可对人言 有事就在这里说吧 本官再问你 李副使供的铁质量 可是不堪使用 周南说 没有 李副使家供的都是上好的金刚 几乎不用再怎么锻造 直接就能用 陆怀仁立即翻脸 那好 既然如此 本官且问你 既然李大人供应的都是上好的金刚 你为什么不收 果然是因为李大人 没有给你好处的缘故 你一个贪慕的罪名是跑不脱的 来人 摘了他的官吗 这是要将周南就地免职 立即陆主事的一个随从就要上来摘周南的帽子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4集 周南哈哈一笑 汪师爷 这个时候 你应该回答 嘘 然后打个响指 走 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书版飞快走过来 将一份公函递给了周南 大老爷 紧急事务 周南拆开信仪看 面上一变 汪连说 大老爷 怎么了 周南也不说话 只是沉着脸上了车 汪连也管不了那么多 挤在他的身边 车行了很长一段时间 突然 周南哈哈大笑起来 汪连被他笑的是 莫名其妙 你在笑什么呀 周南说 汪连 哎呀 本官员的运气 真是不好呀 若你们晚上一天来白隔庄 我也不用跑去李家送死 石也 运也 命也 汪连说 在下不解 周南将手中那份公文 递给了汪连 这是公布 今天发给军契局的公函 哼 本官也被摘帽了 是的 周南被免去了军契局代大使一职 依旧回到了行人司当他的行人 按照明朝的制度 行人司的行人就是革命同志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纯粹就是跑腿的料 中央各院缺人的时候 可以到私里借调行人使用 用完则可以将人退回去 不需要经过 力部那一套复杂的人事程序 免去周南这个大使职责 公布自己就能决定 对于这个军契局大使的职位 周南毫无留恋 现在既然已经找到 严党资金流向的线索和操作手法 再待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 只是就这么的被人免职 还是觉得有点憋屈 这次若是顺利的扳倒严松 得好好的和徐杰讨价还价 周南只是心中吃惊 这严党的动作竟然如此之快 在严党眼中 他周行人只是个小人物 即便做了军契局的大事 要想被李高架空 也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况且军契局制造 只是严党筹措军费中的一小部分 他们也不怎么在意 却不想 这李高竟然搞不定周南 一个多月过去 福建那边竟然没有得到一件冰钱 这样就引起了严党高层的注意 这事小阁老插手就简单了 这周大人 你不过是一颗小石子 一脚踢开救市 直接一指公函 退回行人司 换自己人来做这个 大事就可 汪连看完公函 突然冷冷道 周行人 你和李高的冲突 发生在任上 今天 这个李家 你还是得去 而且这次 必须将干爹交代下的差事 做成了 别以为 你不是军器局的大使 就像撂跳子 他的神情 分明是在怀疑 这事是周南搞出来的 周南说 自然 你放心好了 他对李伟家 可是轻车熟路 这李家的门房 也混得脸熟 见到周南 门子冷冷地说道 哼 原来是周大人 有日子没来 到盛世想念 什么事啊 周南拱手道 本官和贵府李公子 同在一座衙门办差 又是上下级 今日 有紧急公务求见 还望通报个 门子摇头 公事自去衙门说去 只怕大公子 是不会见你的 滚吧 李伟现在还不是国长 父子二人又没有爵位 这手下的门房 竟然如此嚣张 不知道还以为 他是宰相人家呢 周南冒火怒喝道 你什么态度 快去通报 若是误了公事 你担待得起吗 门子说 少废话 惹恨我 惹恨了我 管你是什么行人 大使的 直接打杀了 周大人 前两次你来 所受的教训还不够 真是好了窗疤 忘了疼 他这一声叫得好响 顿时就有几个家丁模样的人 宁笑着走了过来 周南朝王莲 帝国去一个抱歉的眼神 王莲 这不是本官不来啊 人家不肯见我 奈何 王莲心道 这姓周的好生狡猾 故意激怒门房 好叫人赶走 本公公 如何能被你骗过 他忙微小地上前 将一垫二两重的银子 塞到门子手中 陪笑道 我家大老爷 确实有公务 见礼副事 这可是门子 第一次得了红包 脸色好看了些 将钱还了回去 谁要你的钱 走吧 汪莲继续加码 换作一顶 无两的大银顶 实在是事关紧要 还望行个方便 门子心中满意 将钱 踹紧袖子 看着周南 周大人 你真的要见大公子 不怕挨打吗 汪莲说 不怕 好吧 我这就通报 今日却巧 这老爷和大公子都在 周大人赶上门来 出钱逃打 我活了三十多年 从来没见到过 这种奇怪的要求 门子自取通报 周南和汪莲 在李家照避前等候 周大人突然一脸的紧张 眼珠子 四下滴溜溜的转动 好像在琢磨着什么 脚也不为人知的 朝后移动 从头到尾 汪莲就盯着他 见此情形 身形一晃就拦住了大门口 低声喝道 大人这是要去哪 想走吗 周南强提起勇气 汪莲 伸头是一刀 缩头是一刀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放心好了 本大人可不是 那没有担待的人 汪莲淡淡一笑 说道 也是 反正大人 迟早都要走上这一刀 躲是躲不过去 这富贵险中求 那可是锦衣卫 千户世袭啊 咱家是没有儿子 如果有 就算是死 也要搏上这一回 周南突然问道 黄公公 看你这身胚 应该是练过的 等下若是动起手来 还请多多关照 本官 自有一份心意送上 本官不想死 汪莲 只是含笑不语 周南说 楼椅上偷生 处死无大事 辱汪公公 不肯维护 本官现在就闹 看他畏惧成这样 汪莲心中鄙夷 心中确实又怕他 突然反悔 夺路而逃 心中念头一转 问道 什么心意 周南说 二十两如何 汪莲摇摇头 五十两 不能再多了 汪莲还是摇摇头 汪公公 本宫一个月 才二两银子的缝禄 实在是拿不出多的来 周南哀嚎了半天 咬牙 好 就一百两 等一下 去见李家父子的时候 你也随我一道进屋 这一旦动起手来 你就立刻动手将本男人救出去 我想 以你的模样 看来这五亿 应该不差吧 一百两 也成 汪莲一副大为心动的模样 略一思索 缓缓说道 咱家 以前在宫里 整天只知道打熬力气 这对于女色 全然不放在心上 寻常 七八条金状汉子 还进不得我身 若是 要抢你出去 也不是什么难事 也能保你贫安 不过 干爹的大事要紧 这须得你 溅了血才行 什么对于女色 全然不放在心上 你也要 有那个功能才行 周南付费 忙说道 诶 见血 见血 一定要见血 说着话 他从墙角 捡起小半截装 等下 见了李伟 李高父子 本官二话不说 先笨自己的脑门 拍一下 拍出血来 然后 咱们就可以走了 嘿 如此一顿 也不用爱 本大人 真是个天才 汪连一阵无语 这周大人这么搞 那不是耍流氓吗 试想 到时候李高父子 也不知道是何表情 不解 震惊 这纯粹就是失心疯吗 好好的一场 栽赃行动 周大人这么一弄 那岂不成了一场闹剧 下来 咱家该怎么向干爹交代 他忙将那半截装 抢了过去 急忙说道 周大人放心 咱家练了二十来年武艺 轻重也看得出来 等一下 只需让李家人打 火候一到 自然救你出去 绝对让你死不了 残不了 如此 就多谢公公了 周南不住的座医 又许下许多的好处 说了一段感激的话 见他怂成这样 汪连的心中更加比 堂堂行人 清流阎官 竟然猥琐成这个样子 比起宫中的内侍 还不如 这人又是怎么被人誉为 一代狮子大家的 他有种 要将周南捏死的冲动 不片刻 门子就出来 说大老爷和大公子在书房 请周大人过去说话 这就带着二人 在府中走了半天 就到了一座 小院子的阅门口 只见 小院子中 站了十来个 手指棍棒的金状汉子 见了他们 都虎视眈眈地看过来 突然 汪连在阅门门门口站住 新人 小的在此等候 不能吧 周南面色大变 汪师爷 说好了一起进去的 汪连拱着身子 大老爷说话 小的不便在场 他心中冷笑 安道 今日摆明了就是鸿门宴 本公公千金之子 坐不垂堂 如何肯陪你去送死 我就站在这里 这等到里面 火候差不多了 再进去收尸 你 周南正要叫 那门子拉着他的手 周大人 请吧 周南无奈 只得随他进去 从后面看去 只见他的背影 正在微微颤抖 今日的天气非常好 一连十几个艳阳天 地上的雪 都已经化尽 李家书房的窗前 栽着蜡梅 开着一树繁华 进的屋中 阳光从外面投射进来 花影摇曳 再占了一面墙的 书架子上 显得甚是轻雅 李伟和李高 正坐在椅子上 一脸仇恨地 看着进屋的周南 眼睛里 全是凶狠的光芒 李家和周南的 仇怨一身 今日见面 分外眼红 周南突然一改先前 在外面时的猥琐模样 潇洒的一挥袖子 从容坐下 阴道 日暖相反 已盛开 开始层达千百回 春风启示多情思 相伴花钱 去又来 李伟 李副使 这咱们 又见面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周南脸色一沉 提起巴掌 就狠狠地 抽了他一记耳光 卑贱小人 给我滚开 他身后 汪连公公 心中大喜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周大人果然 行动力惊人啊 不对啊 你应该打李高才对 别弄错了目标 好个狂博小人 周南 你想干什么 来人 把他拿下 陆主师大吼 周南 却用更大的声音吼道 陆大人 本官这顿帽子 你还没有资格摘 陆主师说 小小一个九品杂流 本官还信不了这些 动手 周南轻蔑地 看了他一眼 陆大人 你别忘记了 本官可是行人司的行人 是立部 发文任命的朝廷命官 你可没资格 免我的职 陆主师一冷 确实是 若周南 仅仅是一个 普通的大使 说免了就免了 可他却是个行人 清流阎官的后备干部 自己确实 没有权力摘他的帽子 这次好好的行人不作 怎么跑来当低品大使 疯了吗 周南今天的心情正不好 喝道 陆主师 下官天为军器局大使 收谁的帖 不收谁的 当可一言而绝 爱情你不要插手局务 今天这李高的帖 本官还真的就不收了 好你个魂长东西 你就是王八 吃秤妥 铁了心要和本公子作对 李高大怒 来人 打死这个狗官 都住手 李高 不要造刺 本官自有见教 放心好了 这个人 猖狂不了几日 陆主师身为主管官员 这么多人若是打起来 死了人 也脱不了干系 他铁亲着脸 盯着周南 继续训斥 周大人 没错 本官是免不了你的职 你就等着被本官 弹劾你贪莫之罪吧 周南说 下官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 又没有收李富士一两银子 贪莫之罪 还轮不到我头上 倒是大人 你大夜里跑来 给李大人撑腰 倒是可疑得很 没准 还真收了他的钱 下官也要向有司 举报大人 好猖狂的东西 还举报本大人 陆主师终于被周南 彻底激怒 骂道 真是不知死活 东南前线的将士 都指望着公布 解送军械过去 若失误了日期 一致战事不利 你等着掉脑袋吧 老夫今日回去 就上折子弹劾你 对 弹死他 李高立声叫嚣 周南突然眼睛一亮 心中狂喜 可算是露出狐狸一巴了 原来这些军械 都是要送去 东南湖县尊那里 那这事儿怕是要落到 陆怀里身上 本大人在军器局 待了这么长日子 总算要功德圆满 此事说起来一点也不复杂 福建前县 君资匮乏 湖宗县 巧富难为 五米之锤 被逼无奈 年前甚至之前 跑回京城要钱 结果只得了二十万两白银 这点钱 只够福建前县人 人吃马绝 根本不足以 组织一场大规模的决战 严党自从严氏藩并重之后 逐渐失事 东南战事 是他们的立足基础 胡宗县 是他们的门面 势在力宝 他们急需 一场边攻长脸 也要让皇帝知道 国家还是离不开他们 为了支援福建 严松自然会到处筹措军费 这些钱不可能直接发到军队里 需要贬成被俘 粮草 器械等物资 不然 你将钱直接发到军营 那些沙培 就敢直接揣紧自家腰包 国家自由制度 为了防备军队统帅专权 一印军须都要由专门的部门发放 于是这些钱最后还得转到相关部门 比如公布的皮座局 军器局 安培局 销黄局 签字库 炮字库 关车库制造成实物 然后转运到军队所在的地方不正史丝发配 制度就是制度必须遵守 尤其是这种涉及到军务的事情 若程序不对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于是 严松所筹措的军匪 就会有一部分 变成原材料 送到公布 然后做成实物 送去福建 反正 公布是严家的基本盘 小阁老严氏藩 在这里经营多年 已经营得铁板一块 下面的侍郎中原外郎 主事大多是他们的人 就连座堂的太监和锦衣卫 也得过他们的不少好处 装着看不见 这在计划外生产的物资 也就是在账本上动动手脚 就能将账抹平 这也是徐阶 让周南来军器局坐镇的缘故 就是料定了这一点 让他来拿证据 万万没想到 李家的父子竟然牵扯其中 以前军器局制造器械 先是将生铁收购回来 重新锻造成金刚 然后再做成兵器 现在咱们直接送进金刚局 然后如此所制作的器械 就凭空多了一倍 这么多的兵器 直接可以绕过周南送走 账目上也看不出漏洞 国旗采购从来都是一件暴力生意 比如现代社会 那个什么名曰 如果没有想象 世界将会怎样的电气 配纸低的令人发纸 开个word就能卡成狗 可因为搭上了采购这个班 顺风车 就敢卖高价 而李高恰好得了军器局副使这个职务 严党知道他爱财 就找他沟通 李家爱财为了钱 什么原则都不讲 双方一排集合 原本以为凭未来李国旧的身份 架空小小一个大使掌握军器局 当不在话下 谁曾想钻出来周南这么一个新人 在局里的权力斗争多 李公子一败涂地 连班都不敢上 那么怎么处理呢 福建那边一日集四一日 陆主事也坐不住了 亲自出马 准备将周南就地免职 却不想周南是个行人 不是你想免就能免掉 周南在电光火石中 就将这件事想通了 既然严松的资金已经行刑 已经有一部分 留到了李伟手头 李家父子陆主事可谓人正 现在纠差严松的资金 从何而来 以及相干证据 搬倒严松 彻底铲除严松这事 已经出现一线曙光 只有搬倒了严松 才能救师公一命 只有搬倒了严松 九公子就不用嫁给严家作妾 还有二十天 就是婚期 师公的判决就要下来 时间不多 必须要抓紧 周南在心中暗发时 他为一攻守 淡淡道 恭送陆大人 恭送李副使 天色已晚 初春季节又冷 这个时候 京城的城门已关 再回去 已经来不及 这信州的 竟然连工坊 也不给本关注 小人小人 陆怀里心中大恨 一拂袖 自和李高 去了客栈 等到陆怀里 李高一行人 愤愤离血 老郭哭丧着脸 信任 下官 怎么办呀 你周大人是严官 陆主事 拿你没个奈何 可我老郭 现在 已经被除去了 关身了呀 周南安慰道 哎呀 老郭 放心好了 没事了 汪连说 大人 若是没事 在下先回屋休息了 大老爷 你还是早些歇息 别忘记了 明日还要进城公赶 说吧 给周南递过去一个 赞赏的眼神 是已说 今晚的事情 干得漂亮 李高已经彻底 被你激怒 明天周大人 若是登门拜访 估计一顿暴打 是逃不掉的 老郭还是不一 继续来缠着周南 许人 老郭我对你 可是忠心耿耿 你可不能让我 没个下场 没有这俸禄 我只能上街 逃口去了 周南 有点烦了 喝道 老郭 不就是不做官吗 还不至于 吃不起饭的地步 这可不是你的性格 对了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 急成这样 老郭看周围无人 这才扭捏地说道 盐庆官 雪火房的假大嫂有了 找我要钱 说若是不肯 要找我回家 说个法 我都快逼疯了 啊 什么有了 回到自己房间之后 周南已经摸到了 这谜局一样的 嘉靖朝 末年朝堂之争的脉络 这大概就是穿越者的优势 先天就比陷入局中的古人 多一份超然的视觉 旁观者清 正因为有这份先知先觉 他感觉到能够把握自己 并改变身边人的命运 兴奋 实在是太兴奋 禁止失眠 第二日一大早 汪连就敲响了周南的床门 啊 是汪公公 啊 这么早 你来寻本官作甚啊 周南打着哈欠 睡眼朦胧 汪连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见没有第三者才严肃地说 大老爷 咱家现在是你的师爷 你叫我的名字就好了 嗯 汪师爷 什么事啊 汪连说 大老爷 今天说好 要去李家的 此地到京城 还有点路程 请快些动身 急什么 本大人还没睡好 等我睡好了再说 说着话 周南不住着打着哈欠 顺势又倒回床上 闭上了眼睛 汪连说 大老爷 正是要紧 被人打脚瞌睡 简直不可原谅 今天李伟家 本大人是要去 这是扳倒严松的 一个关键 可有汪连这条尾巴跟着 却不方便 得想办法 把他给甩了 周南说 正是 能什么比睡觉更要紧 本大人睡不好 什么事都做不成 再说了 他黑黑笑道 汪连 今天这一趟 明摆着是去九死一生 你觉得本大人 是那种赶着去投胎的人吗 别人上刑场 左右要吃个断头饭 本大人 呼伦瞌睡 总得睡上一觉吧 汪连说 大人准备 睡到几时 周南说 谁说的准 睡到什么时候 算什么时候吧 你 你给我起来 汪连大怒 伸出手 抓住周南的胳膊 准备用墙 周南连一沉 汪连 你可别忘记 你现在是我的师爷 有这么无理的师爷吗 惹恼了我 本大人吼一声 叫人把你打死在这里 至于陈公公那里 大不了大家一拍两散 反正都是一个死字 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拒之 汪迟 本大人负重饥饿 你叫人送些点心和茶水来 我吃没了 自然就行了 汪连也是一点办法也没 一坐一 大人先等着 我这就去 下午之后 汪连又等了大约一个多时辰 眼见着就快到中午 才看到周南 背着手一摇一摆地走出来 汪连等得是心中怒疾 连忙凑上去 大老爷 车马已经准备妥当 请上车吧 去哪里 你 你 你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6集 李伟说的 姓周的 你来我家做事 周南温和地笑道 有两个消息 想要告诉李伟 你和李富士 这一好一坏 不知道 你们先听哪个 李高大怒 有话就说 有话就说 有批块放 周南说 好话一句三温暖 啊不 是三冬暖 好话是人都爱听的 那 我就说这个好消息吧 好消息是 就在今天一大早 公布行文 免去了本官 带军企局大使一职 李高 你不是一直想 独揽大权吗 倒是可以 去活动一下 这个大使的官职 听到周南的话 李高忍不住问道 可真 周南将那份公文 扔在了岸上 父子二人 拿起来端详了半天 同时面露喜色 周南说 李大人做了军企局的大使 没人成就 这一言断识 有水不少呀 本官在这里 恭喜李大使发财了 李家父子同时大笑 叫道 嘿 爽力 李高指着周南骂道 姓周南 知道本公子的厉害了吧 你一个狗屁行人 有什么了不起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个酸秀才 这根本没资格 做这个官 你挡了本老子的闹 老子弹指尖 就能叫你的官做不成 怎么 你害怕了 想过来求饶 哼 晚了 他们父子 最近心情极佳 给锦王打至金银器皿 首饰的差使之后 至少有上万两的入校 军器局那边的生意 弄下来也有好几千 真是春风得意 马蹄急 好事一见 接着一见 周南突然哈哈一笑 求饶 某堂堂的读书种子 拧舌不安 说句实在话 这大使 我还真没有什么兴趣 不外是 回行人司 做我的行人继续 前程 不比耗在 军器局远大 另外 我八月份 要参加乡试 可没有功夫 在白隔庄 同李大人号 正好 借着这个机会 回家好好读书 不谦虚地说一句 此番乡识 周南志在毕德 也有这个信心 将来 周某得了近视功名 至少是一个 正欺品的正义官 如果运气好 说不定还要点汉林 按照一句俗话来说 就是本官现在 正是吃长饭的时候 倒是你们父子 一辈子也就是个外戚 也只能弄点钱财 永远啊 见识不得真正的权力 本官倒是替你们 遗憾得紧 怕就怕 这将来你们这个外戚 也做不成 身死名晖 岂不惜哉 这已经是指着 李高的父子 骂娘了 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挑衅 嚣张 实在是太嚣张了 李高大怒 骂道 好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他也我算明白了 你今天 就是来找死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偏进来 既然来了 就别想 全须全尾的离开 周南说 其实本官一进门 你们就没打算放我出去吧 就算没有刚才这事 李伟和李高 哈哈大笑 表示同意 是啊 如果在府外 倒是不好动手 这京城里 到处都是寻街的兵丁 日夜不休 又是顺天府 又是万平 大兴良宪的衙野 另外 还有锦衣尾和武城的兵马司 整个京城都处于 严密的坚实之中 老大哥在看着你 动起手来 马上就惹出风波 李家父子 虽然党大妄为 却也不想 给自己惹 不必要的麻烦 你既然来了 那就是羊入虎口 咱们新账旧账 一起算 周南站起身来 对头 一动不动地对着墙壁 说我今天 撞死在这里呢 你撞啊 不死算我输 李高鄙夷地看着他 周南说 你可想好了 一个 眼关清流 死在你家里的后果 少虎人 我家父子是什么人 未来的国障 和国舅爷 今天是你自己寻短见 却怪不得我们 大不了 赔点烧埋银子 被朝廷训斥起 几句了事 李高宁笑道 快死去吧 怎么 周大人犹豫了 对对对 你也就是 做个姿态罢了 李伟也宁笑起来 既然周大人想死 那老夫成全你 这就叫人 帮你撞墙 说吧 就大喝一声 来人呐 周南文言 倒是抽了一口冷气 这旧社会 土豪猎身的凶残 真是超乎 现代人的想象 一个八品官 说杀就杀 完全不顾后果 我改主意了 不死了 周南早有定计 突然转头一笑 轻声说道 锦王 欲要夺敌 欲先拿你们父子开刀 什么 这一句话 真的是石破天惊 让李家父子二人 忍不住尖叫起来 这个时候 院子里手执器械的 李家家丁 听到他们一声 都蜂拥而至 李伟忙大喝一声 你们都滚出去 滚出这座院子 离我等二十丈 没老夫之命 任何人不得靠近 否则直接打死 贺退了手下之后 再回头看看周南 周行人正好整以侠 翘着二郎腿 拨着几颗上松子 这就是本官 要告诉你们父子的坏消息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实在太惊人 李伟李高 一时消化不了 父子二人又相互看了一眼 然后低声贺问 周南 你把话说清楚了 周南吹了吹掌中的瓜子瓶 本官吃太多瓜子 口渴 哎呀 不想讲话呀 然后朝坐在小火炉上 整踪踪冒着热气的水壶 撇了撇嘴 示意他们为自己倒茶 李高大怒 好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李伟毕竟年纪大 见识比儿子光 自然知道此事关系重大 当下就忍住气 说道 周大人 是我等无礼 请不要放在心上 周南说 对了 我喜欢龙井 不过得是雨前 取的就是那股色味 明前茶太淡 没多大意思 你 李高额头青筋 吐吐跳动 几乎就要暴走 李伟说 好 雨前吧 没问题 忙碌了一气 将一杯子热气腾腾的 茶水送到周南手中 父子二人都用炯炯目光 盯着周南 可我们的周大人 只是悠悠地喝着茶水 一脸的轻松 终于李高忍不住 喝道 周南 你刚才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周南说 李大人 你我过往 这有许多过节 大家都闹得非常不愉快 我就问你一句话 如果刚才 我不说锦王的事 你会将我怎么着 李伟说 我父子 我父子敬佩大人的道德文章 自然以理相待 周南说 可能嘛 今天咱们不妨开城公布的说话 别玩这些虚的 如果我没猜错 本官今天来你家 是羊肉虎口 就算不死 也得脱一层皮 对不对 李高说 周南 你倒是想得清楚 那又为什么送货上门 周南说 因为有人 要让我到你家来送死 只要本官倒在你贵府 他就可以推波助澜 做篇文章 到时候 不但你们父子 这只怕是御王府 也脱不了干血 李高说 谁这么大胆子 敢寻咱们父子 和王爷的晦气 不要命啊 就凭锦王吗 他一个亲王 马上就要离京就翻 难道 还把他翻出花样来 李伟说 对对对 却不怕锦王 他算什么东西 没错 豫王储君之位 可说已定 这些年来 皇帝的身子 一日不如一日 估计 也是预感到自己 时日不多 天子提前 做了许多布置 姜如 高拱 李春芳 张居正 等一大批 杰出的知识 充实进了王府奖学 这些人都是 汉林院出身 在文官系统中 威望极高 一旦天子大行 他们立即就能拉起一套 完整的行政班子 玉王府中 主要人物高拱 刚升 太常侍卿 管国子监 记久事 李春芳更是 直接入了内阁 成为了五音殿的大学士 宰职天下 如今 玉王一系 已经从幕后走上前台 深度介入朝堂 成为一股巨大的力量 朝廷新老交接 已经出现端倪 相比起 玉王府浩大的声势 锦王就惨得多了 平日里 严格地受到了 王府的管束和述约 轻易不敢出府一步 遇到事 随便一个礼部一致 清理寺的官员 就敢指着他的鼻子 训斥半天 最近 他更是连连被朝廷重臣 催促离京去安禄 看样子 不走也不成 这样的人 也配 看着宝座 也配 和有着高拱 李春芳 张居正 这一群人节班底的 玉王争伟 锦王就是个隐形人 也正因为如此 知道他名字的人 并不多 搞得周南很长一段时间 认为玉王是家境的独子 李家父子虽然粗鲁狂妄 可却不本 朝中权力 结构他们比一般人更清楚 锦王手头半点势力也无 难道他还想效法 李二郎玄武门支扁 朝死也不是这么找的 听到周南的话 仔细一想 觉得这事说起来 甚是荒唐 父子二人的心中 怎么想周南自然清楚 他轻轻地吹着 茶水上的浮沫 淡淡的 一位李高 你们稍安勿躁 听本官 把话说完 他接着说道 皇位继承 有两个重要的因素 一是法统 一是法统 二是力量 我先跟你们分析 玉王和锦王 继位所需的法统 周南说 从古到今 这皇子继位 不外是立场 还是立贤 李高看不惯周南 这大啦啦的态度 哼了一声 玉王 年长于锦王 是皇长子 玉王从小 又有大贤 敏辱 教授学业 道德文章 可是得了天下人 交口称赞 王爷为人谦和 难道不贤 无论是立长 还是立贤 都是上上知学 你这司 当我父子是傻瓜 休要大言欺人 周南说 可是陛下到现在 也还没有立太子呀 李高说 那是因为 二龙不相见 天子怕立了太子 访了圣家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五十七集 周南点点头 天子可是真龙 这储君 是未来的真龙 二龙 确实不方便见面 可锦王从来都不是 皇位的继承人 这为什么陛下 也不肯见他 难道说 天子也将锦王 作为未来的储君 看待 这事情不到最后呀 一切都存在着变数 古代的皇位交接 继承人选择 从来都关系着 江山涉及的稳定 和亿万生民的大事 得慎重看待 后世有一句话说得对 不要将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玉王是被家锦 当储君培养不假 可皇帝并不是没有留后手 在皇权面前 从来都没有父子亲情一说 家锦是在大力培养 玉王的班底不错 可未必就没有 加以限制的心思 若玉王系伟大不调 甚至脱离他的掌控 搞不好 自己就要变成 如李渊那样的太上皇 这事不能不防 这锦王呀 就是辈分 李维李高父子 出身低层不假 可自从李妃 做了王妃之后 接触的都是上层建筑 基本的政治素养 和见识还是有的 听周南这么一说 顿觉有理 同时色变 周南说 无论是立长子 还是立锦王 只有一个说法 说得过来 也说得过去 怎么都能套上去 也并没有真正的 立储君的那一日 任何法统都没有用 好了 我再继续说着第二点 力量 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 李伟说 那你说呀 锦王的力量从何而来 难不成还大过王府 李高插嘴道 是不是严松 对 一定是他 李春芳已经进入了内阁 高拱现在 又是国子间的祭九 这声望卓越 迟早是要入阁的 张局者 数级是出身 现在又是汉林学士 这将来也要入阁 那未来 只怕 没有他严格老的立足之地 周南突然哈哈一笑 你确实想错了 李伟说 难道不是吗 年龄是个宝 文凭少不了 周南悠悠地说道 李高怒道 少咕噜玄虚 把话说清楚些 周南说 别忘记了 严松已经是八十多岁的人 他还能在内阁干几年 至于小阁老 他又不是进士出身 别说入阁 这即便 做不愿大臣也没资格 之所以有今日的风光 还不是因为严格老 所以啊 年龄限制了老阁 这文凭限制了小阁 陛下龙体 一日不如一日 阁党现在 只怕是皇帝 千秋万岁之后的退路 君子当三思 思危 思退 思变 思危考虑的是之前的事 不对的地方 危险的地方 这思退 知道危险的地方 就要退到安全的地方 等待机会 思变是 一旦有了机会 就要努力 抓住去改变当前的处境 帮锦王夺敌 可能吗 李高冷笑 严党 如果能够 扶植锦王 那就是 丛隆功臣 难道不值得 他们冒险吗 不值得 周南说道 别忘记了呀 严党 可不止严家父子二人 他们的门声 故里 贬天下 都是既得利益者 大伙 富贵日子 过得久 现在呀 只想的是 保住自己的身家 如何肯陪 严格老 小格老 干这种 凶险知识 反正到时候 一朝天子 一朝臣 严格老倒台 咱们大不了 回家做 富家翁就好 或者 直接改停一支 另寻门路 就是 这就是周南 以前 说过的 血仇定律 一无所有的人 能够豁出去 一切 严党 什么都有 自然不肯 拿命去拼 再说 就算去拼 又如何 老严 已经活不了 几天 小严 又先天不足 连个不愿 大臣 都做不了 扛不起 这面大气 严党 实际上 已经是 明日黄花 人心离散 就算 严家父子 再有雄心 也 带不动 队伍 现在 整个严党 就好像是 将来 要退休的 老干部 只想着如何的 平安着陆 周南 一边说着话 一边 在心中叹息 哎 也只有 胡宗宪 这个正人君子 铁了心 要效忠恩师 严松 可惜了 这个严松 李高神色 继续大动 不是严松 那又是谁啊 周南说 司礼监首席 丙丙 东厂敌都 陈红 他手头有兵 又位居中书 一旦宫中有事 立即就能隔绝内外 有这个能力 赤鱼动机 很简单呀 豫王一旦 王上加白 按照宫中的规矩 只怕内宫的管事牌子 都要换个一遍 太监 不同于文官 依靠科举入室 他们的权力 来自皇帝信任 这失去了皇帝的信任 那就是凌落余地 斩作成 如何肯甘心 再说了 这司礼监的掌印权势 只怕要大过首府 是个人 都抵挡不住这种诱惑 这可是东厂提督 就问你们 怕不怕 李家父子 自然识得其中厉害 李高继续问 你说 陈宏 要扶植锦王 有何凭据 又怎么想着 要寻我父子的晦气 证据嘛 简单 外面那人 就是陈宏的心腹 姓汪 明莲 你们呀 记住他的模样 查一查不就知道了 周南指着远处 院门边上的汪莲 说道 陈宏呀 知道我和你们父子 有过节 让太监汪莲 压着本官过来 挑衅你 想着就是 让我死在你们手头 或者身负重伤 好剑指欲亡 两人同时转头 朝汪莲看去 古代没有高楼大厦 视线没有遮挡 加上这两人 又不用读书 都是飞行员的势力 这一看 这才发现 随周南而来的人 面无白须 没有侯杰 不是太监 又是什么 这人究竟是什么身份 也不好查 紫禁城 就那么大点地方 找一个人 访一访就访到了 他们二人 已经信了九成 不过 李高还是看周南 不顺眼 冷横道 信周的 我把你打也打了 但是有事 老子一肩扛了 还能扯到王爷那儿去 哎 真是愚蠢你 周南轻叹道 李高说 你 李伟贺助儿子 周南 把话说完 周南说 不是本官自吹自擂 这顺天府家事以后啊 名声 也算是起来了 未来重举人 重敬事 那都不在话下 本官现在是行人司的行人 我的恩师 我的恩师 是王使珍 以前又给唐公效力过 这前程看好 其但 我有个三长两短 评论啊 必然化人 到时候 御使 必然上折子 弹劾你们父子 告你俩 横行不法 只要陈红 有心作妖 这事儿 未必不能落到 御王头上 说王爷 纵容外戚 残害官吏 视王法 如无误 王爷可是还没有继位啊 外戚 就如此专和 将来登得大宝 又会是什么情形 历朝历来的 对外戚 专权是极为警惕 难保万岁 不记在心里 没错 我若是有个意外 李伟李刚 你俩或许不会有事 但陈红 这么一闹啊 只要能让 锦王就藩的事情 朝后拖一拖 说不定啊 就黄了 锦王就这么赖在京城 你说 王爷会安心吗 是的 嘉靖皇帝 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制衡 就拿现在的朝堂来说 司礼间的内阁 阎党和 阎王党 就互相监视 互相扯皮 现在阎党 隐约已经失事 国家又没立太子 难保皇帝 不会默许锦王和臣 勾结在一起 自成一派 留在京城 制衡 阎王党 如果是这样 那问题就严重 若是让 阎王知道 这事是自己搞出来的 后来要责怪 不但他们父子 要吃挂落 只怕姐姐 也要失宠 李高想到这里 一张脸 就变得苍白起来 李伟却不明就里 他拿着一把玉如椅 指着周南贺道 周南 锦王是亲王 按照朝廷制度 阎王二十 就要去就范 这是李治 怎能违背 难道 朝中的滚滚诸君 肯依 周南冷冷道 哼 锦王是亲王 玉王不也是 锦王按照制度 要去就范 难道 玉王就不该去 要走 大家一起走呀 啊 父子二人 同时低呼 额头上 冷汗淋漓 玉如一掉在地上 摔坐两劫 周南站起身来 说道 好了 这事 我已经说清楚了 倒是忘记 今天来这的目的 我已经 被陈红 胁迫到贵府 今天 必须要死在这里 就算不死 也得负伤重伤 否则 不但自己性命不保 还要祸及妻儿 不好意思 周某 先走一步 说着 头已低 继续要朝墙上撞去 不要啊 李高大叫 不去死 你敢死在我这里 老子整死你 李伟 声嘶力竭地吼道 听到李伟这话 周南差点笑唱 我敢死在这里 你就整死我 我都不怕死了 你还威胁 要整死我 周南说 要想 让本官打消了死的念头 也可以 只需医了我 一件事 李伟说 周南 你说 要怎么才不饿老夫 周南说 我想见张太月 今天晚上 在我家 张太月 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字号 舒达 号太月 汉林月 树吉士 太子左春坊 左树子 与王府的 士读学士 王府的某主 小王子 也就是未来的 万历皇帝老师 李伟一连的警惕 什么 你想见张先生 要干什么 周南说 你们别管 李高说 张先生日理万机 可不是 你想见着就能见着的 再说 我们就算 带话给张先生 人家未必肯见你 这小人 周南说 我想 李先生和李大人 应该能够 办成这事吧 只需将 锦王有不轨之心 说给张书大厅 他必来见本官 说你们不肯 本官今日既然来了 就没打算 完整地出去 后会无期 说吧 头已低 又要 去撞墙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快 拦住他 李伟急忙让儿子抱住周南 急道 话我可以带给张先生 他见不见你 老夫却不敢打包票 这个周南 这已经是第三次要在自己家中 触强自己 虽说他很信周的入骨 可人若是死在家中 那麻烦就大了 偏生只能好生求搞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招式 姓周的一口气 玩了三次 简直要把李伟 都要玩残了 这口气憋在心中 让李伟 吐不出去 又咽不下来 这鸟人 简直把我们父子 当猴耍 周南大喜 君子一言 李伟狠狠地说道 司马难追 周南说 那好 本官就静候佳音了 他眼珠子一转 挽住李高的手 李兄 你不送送我 走走走 你也去认识认识 那位汪连公公 天气上冷 周南的手 在外面放了半天 已经是变得冰凉 被他的手抓住 李高感觉 像是被一条毒蛇缠住 说不出的腻味 他也想将汪连的模样 看仔细 也要派人进宫求证 无奈之下 只得和周南一道出去 周南一边走 一边同李高说道 李富士 本官现在交卸了大事一职 看来这个担子就要交到你肩上 恭喜恭喜 李高哼了一声 冷着脸不说话 周南说 请王旧翻遗事若是黄了 这金银器皿打造 这笔生意 看来你是弄不成 对了 前方我有一个淮安老乡 进京活动 说是 今年的盐影 燕茂秦都收回了衙门 要重新发牌 以往的盐商都要换 说李富士有门路 不妨活动活动 没错 这李兄是外戚 按照朝廷制度 外戚是不能经商的 哎呀 小打小闹还成 但动静大了 未必不能 引起没必要的风波 哎 周南乃是江淮人啊 这地方上也熟 你我不妨联手起来 你出门路 我出人手 这一年下来 十几万两银子 还是看得到的 对了 三通不是在长炉严丝吗 想来也熟悉 严丝里的情形 这长炉地处荆棘 不知道 多少双眼睛盯着 这确实不好插手 但 江淮山高皇帝院 南方又是 天下财富的重点 倒是 可以动动心思 李高听到 十几万两的好处 神色一动 周南这个提议 倒是不错 听人说 这一丝在淮安的时候 以牙翼而立元 又做摇身一变 变成了朝廷命官 最后 甚至还将 府衙上上下下的官员 一网打进 手段高渺 无论怎么看 都是一个典型的 能量惊人的土豪近身 让他和华安相当做自己的合伙人 却是个合适的人选 可想起自己和周南之间的过节 李高还是心气不顺 冷冷地说道 周大人 你觉得你我 还有合作的余地吗 哎呀 李大人 你还记恨本官 其实想了想 你我之间 之所以弄成这样 不外是两件事 第一 侵障你家的田宅 那是朝廷的旨意 我也是职责所在 你要恨 自去恨那个沈阳 张大中 也恨不到我头上 二来 军器局 那些破事 说到底还不是为了钱 又没有什么深仇 周南最后道 没有永恒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我想 李大人也是个 拿得起 放得下的人 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李高听到这话 突然有种 醍醐灌顶之感 是的 他将来 是要做外企 当不了官 在政治上 也没有任何指望 只能退而求赐 求财 为了弄钱 李高什么都敢做 甚至 接下了严党的生意 要知道 王府和严党 如今已经是 事成水火 可那又怎么样 也不妨碍大家合作不是 没有永远的仇敌 只有永恒的利益 实际上 他李高一直践行啊 突然 李高看到周南 就好像看到了同类 大起知己知感 就笑道 烟瘾一事 我和爹爹 下去打听一下 看能不能走通 燕茂秦的路 周信仁 咱们是梁山好汉 不打不相识啊 周南说 吐尽杰拨兄弟在 相逢一笑 敏恩仇 且说 汪莲自周南进李家书房后 一直翘首 朝那边张网 因为隔得实在太远 又是在屋中 也看不清具体的情形 只听到 李面隐约传来了 李家父子 高一声低一声的怒笑 他嘴角不禁露出一丝凝笑 事成也 彭公公 可算是可以向干爹交差了 周大人 自求多福吧 这事 也怨不得咱家 要怨 就怨你为什么考第一 如今 又有这么大的名气 黄公公 今天主要是做个见证 等一下周南就是死 就是伤 他所需要做的 只不过是哭天寒地 然后 就浑身伤痕 半死不活的周大人 拉回家中 接下来 就是大人物们的脚力 正笑着 突然 他面上的笑容淫果 只见 周南和李高 手玩手 说说笑笑地走出 就如同相处多年的 好友一般 这 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好的不死也残呢 汪连彻底蒙了 行尸走肉般地 随着周南出了礼服 到了街上 汪公公急了 周大人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周南说 空公公 是不是问 李伟和李高 为什么不殴打本官 汪连说 还请教 周南悠悠道 本大人 一向以德服人 这次上门 痛斥李家父子 仗势欺人 辜负朝廷的恩典 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陛下 师徒 激怒他们 却不想 这两人竟然 攀然悔悟 以致痛哭流体 决心 痛改前非 这圣人 这圣人有云 浪子回头 金不换 本官 也不能把话 说得太难听 于是 就劝慰了半天 李高 好不容易 才止住悲声 并将本大人 引为 争有知己 黄连 瞠目结舌 李家父子 痛哭流体 可能吗 圣人 真要说过这句话 休要骗人 咱家 虽没进过内书堂 可好歹 诗得几个字呀 周南欧了一声 哦 原来汪公公 不是内书堂出身啊 圣人有云 有教无类 他们父子 因我为知己 要和我做朋友 本官也很脆弱 也很无奈呀 他一贪手 满面气脑的样子 虚怪不得我 妖怪 你就怪 大成至省先师的教义 实在太厉害 竟然让 李家父子 这两块丸石都点头了 周南这话 明显是在讽刺 汪连没读过书 汪公公 气得鼻子都歪了 心道 我若是进过内书堂 以咱家的手段 现在且不说 做内工十二间的管事牌子 至少也是个监督太阶 提督太阶 咱家就是吃了 没文化的亏呀 汪连喝道 你这丝 定然在背地里搞鬼 对 一定是 别当咱家是傻子 周南说 不然 不然怎么着 要不 咱们再回去 怕就怕 李家父子 见了我这个张友 说不好 请我美美地 吃上一顿酒 汪连怒急 拳头 咯吱咯吱地想 现在回去 还有意思吗 二人正说着话 大约是汪连的身形 极为雄壮 周南也是高头大马 在一众瘦小的古人中 实在是太显眼 那头 就有两个 正在巡逻的兵马 斯汀 见他们行迹可疑 走了过来 周南说 这样好了 汪公公 你干脆打我一顿好 到兵马司的人来问 你就一口咬定 自己是李家人就好了 汪连气得 连公鸭嗓都喊出来 好个姓周的 你看咱家这模样 分明就是那一事 骗得过人吗 你等着 咱家 这就去禀告干爹 有你的好果子吃 周南说 别生气啊 每个月这几天 你是不是感觉 这情绪不稳 黄公公 要善于调节自己的心态呀 汪连浑身乱颤 一跺脚 自回黄公去 至于他如何向陈红交差 那就不是周南应该操心的事 终于 终于将这个尾巴给打发了 周南只感觉一身轻松 到此刻 他在军企局的使命算是完成 再不用和妻子分离跑到城外去上班 又可以恢复 以往行人司 悠闲的生活状态 却是一件好事 周南就揣了公文 到行人司交卸了差事 接下来就该考虑 见张居正时 说什么话 又该用什么态度 以张居正的见识和财感 如果知道锦王有夺敌之心 自然会第一时间 到家里来找周南密谈 一想到自己即将面对的 是明朝有史以来第一权臣 最伟大的政治家 周大人就按耐不住的兴奋 一时间 脑子里竟有些混乱 好半天也理不出头绪 这就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 不行 我得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以最饱满的精神面貌 迎接这一次挑战 到了家中 兼丈夫突然回来 寻方与大为欢喜 顾不得身子急忙接过周南 结下的大笔 递在事后在一边的安婆子 说道 相公怎么突然回来了 也不叫人先带个信 周南说 排个庄到这才多远 带什么信 再说 老爷我现在忽家寡人一个 姥姥不亲舅舅不爱 手头也没人使唤 听他话中有话 寻方与说 相公怎么了 周南说 有一个坏消息和没有好消息 老爷 我那个军契使大使被上司免职了 现在呀 依旧回邪人司当差 来 寻方与说 这可是好事呀 老爷你 在白隔庄做官 没有人照顾饮食起居 妾身也担忧得紧 周南说 只是 入相要少些 寻方与说 得知我信 失之我命 你倒是洒脱 说句实在话 老爷我刚被免职 未必 有些小小的失落 想不到今日 却要娘子来开解 我择夜 没有睡好 先咪等一下 周南 踢掉鞋子 上了炕 闭上了眼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9集 寻方与 爱怜地替自己 盖上了被子 又吩咐下人 将炕烧得热些 周南闭着眼睛说 叫人把书 扫干净 晚间有个朋友来访 休养 失了礼数 寻方与说 是什么人要来啊 朱聪敬 朱大人吗 还是 王若旭老爷 周南说 不是王大人 朱聪敬早回大同去了 要过年才能回京 今天晚上来访的 是汉林院的树集市 太子左春坊 张书的 雪云芳雨 和安婆子都惊呆了 他们二人 出身豪生旺族 这点见识还是有的 自然知道 树集市是什么概念 那可是 布唐集的高官预备役 至于太子左春坊 左右两树子 那可是未来 皇帝的从龙班底 直接奔着 入阁去的 想不到 自家老爷 竟能让一个人物 深夜到访 了不起 了不起啊 周南突然想起一事 说道 对了 叫人将 书墙上 唐公和北镇斧司 朱镇斧写的条符 取了换成老爷 我的莫保 寻方雨说 好的 换哪一副呀 周南说 就换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惜那副吧 唐顺之和朱镇斧 那两条条符 说穿了 就是扯虎皮 当大旗 用来吓唬没剑使的人 说句实在话 这二位先生的字 实在够呛 没什么艺术价值 叫张居正这种精明人看了 未免有些一笑大方 倒是周南的字 非常不错 他平日里 也以此为傲 偶有家族 就叫人表了 放在书屋里 现在 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周南实在是太累 说完话 不片刻就睡死过去 在朦胧中 他心中想 张居正会来吗 不会有意外吧 这种非常人物的行为 不能以常理度之 睡到天黑 寻方雨将一桌 小桌子放在炕上 又叫下人布了菜 轻轻地排行周南 说 可以吃晚饭了 周南只吃了几筷子羊肉 就停煮不用 见寻方雨 一脸担忧的样子 周南解释说 吃太饱 容易犯困 等下若是精神萎靡 怕是要坏菜 是的 周南发现自己 一满二十八岁 身体代谢率 就开始变得缓慢 如果吃太饱 就要打瞌睡 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以米饭 面食 等淀粉类食物为主 淀粉类的食物 吃进肚子之后 会转化为糖 血糖浓度一高 人就犯困 而且随着年纪一变大 血糖不能转化为热量 消耗掉 就会随着脂肪 让人发胖 这也是中国 是糖尿病高发区的 主要原因 吃饭使人胖 以后呀 还是多吃肉吧 吃完饭 周南整理好衣冠 到了书屋 拿去一卷书 轻轻地讹用 人者 人也 轻轻为大 义者 遗也 尊贤为大 轻轻知青 尊贤知等 理所生也 在下 为不或呼上 名不可得而至也 或呼上有道 不信呼 一时间 院子里全是 朗朗的读书生 书中 有茶香四溢 香五 银韵 说不出的亲呀 此刻的周南 一身乳袍 手执中庸一卷 在灯光下 可谓是风度翩翩 装逼味十足 书屋早已清扫 没必要的东西 都已搬走 只剩下一架书 一张长案 一口红泥小火炉 一张古琴 顿时显得 宽敞了许多 书屋的布置 周南依据的 是当年在苏州博物馆 所看到名人的陈舍 古人的审美 讲究留白 家具不能多 恰如一副中国话 应该和张居正的口味 周南微微遗憾 早知道 就应该学学古琴 等下张太阳一道 自己就守灰武闲 来一举 未未忽高山 老张再印一句 潺潺溪流水 那就齐活了 可惜 现在临阵磨枪 已经来不及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张居正 会来吗 如果他不来 我岂不是白忙一场 难道 要被寻方语取笑 以致腹肛不振啊 周南读了半天书 只感觉口干舌燥 心头不觉有些打鼓 正在这个时候 外面突然有一个清凉的声音传来 一家人 一国新人业 一家让 一国新让 一人摊礼 一国作乱 岂机如此 此为一言愤适 一人定国 何解 闻言 周南转过头看去 却见庭院中 立着一个清津中年 此人身高必长 面容轻俊 长袍大袖 在夜风中微微浮动 竟有种说不出的 出尘之夜 宛如得道影视 神仙般的人物 他一双 目光确实锐利如现 被他盯着 竟有一种 被看透露的感觉 如果 没有猜错 这人就应该是张居正 周南早已吩咐 下人在门口等着 如果来人姓张 不用通报 直接领到书屋来 否则 自己这个逼 就白装了 张居正 刚才问的这句话 出自大学 周南恰好朗读到这一段 大一是 国君的家族实行仁爱 一个国家也会兴起仁爱 国君的家族实行谦让 一个国家也会兴起谦让 国君一个人贪婪 一个国家就会犯上作乱 治理国家的关键就是这样 这就是国君一句话 就可以败国家 一个人就能安邦定国 未来的张首府 今夜前来见周南 显然是为了锦王夺敌知识 这个问题问的也刁钻 表面上是在考教周南的学问 口口声声说 君王家族的人爱 未必没有斥责周大人 这是在理解添加骨肉 这可是一个不小的罪名 一个应对不妥 被老张来一个上纲上线 周行人就会吃不了兜着走 周南心中一动 立即想起自己当初读大学 是所读到张居正讲解 大学中庸一书 这本书是张居正在 教幼年万历皇帝读书时写的 算是给储君的启蒙读物 当时社会上正兴起国学热 这本书因为深入浅出 很有趣味 加上逼格野高 非常的畅销 文歌声手头 没有两本张居正 余丹 一中天都不好意思 泡女文青 周南读大学的时候 那分泌爆炸 这男性一时觉醒 在这几本国学 入门读物上 狠下了功夫 其中有些句子 到现在还都记着 听到张居正问 立即朗声回答道 人是以私相亲 让是以礼相经 一人指君说 人君果然能以 人教制于家 是一家之中 父子子孝 欢然有恩以相亲 则一国之为父子的 得以观感 可见 为上者 起得表率作用 但道德 人教以我 却不能一味地容让 兄友的前提是 帝公 自然的前提是 礼以相经理 否则 就是无原则 之退让纵容 甚至 为世人所勾病 有损着 君上的美德 周南最后道 正伯克断于烟 对于正伯而言 未必就是美玉 试想 若正武功 有爱兄弟 遵遵教诲 这弟兄有错 立即指出 又何用 同事曹哥 可见呀 武功非君子也 外面那个中年书生 眼睛一亮 且得妙 听说 你治春秋 周南说 正是 中年书生 如何想治春秋 明朝读书人 在参加科举的时候 四书是必修科目 至于武经 则只习一经 春秋在武经中 难度最大 所以 一般的书生 大多选学 诗经或者礼记 周南说 圣人之言 可用春秋式补制 意思是 孔子周朝人 他的很多思想 都来自于春秋 那个时代 翻译的是 春秋的社会现实 因为春秋距离现在 实在久远 很多东西 大家也弄不明白 那能怎么办 去读春秋 看看那个时代的人 是怎么做人做事 如此 自然就能读懂 孔梦 中年书生 服务长笑道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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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意思 你是周南 更深 路重 你让老夫 立于中宵 不是代客之道呀 周南闻言 只想翻白眼 你都找上门来 还问我是不是周南 张先生 这能装啊 心中 虽然负费 周南 还是恭敬的 站起来 一一道地 正是周南 敢问先生何人 还请 进屋一叙 楚人有妖 却之不公 中年书生 大步走进书屋 一把 将周南扶起 我是张菊正 周南装出 惊骇的样子 哎呦一声 说道 原来是太岳先生 小子何姓 能见到前辈 诚慌诚苦 不胜荣幸啊 张菊正 能够进书屋来 又报上姓名 显然周南 刚才的反应 中了他的意思 今天这事 有门 周南心中继续付费 哎 和读书人说话 真是累 大家有话直说不好 何必要 引经据点半天 死那么多脑细胞 消耗那么多热量 问题是 明朝读书人 说话玩的 就是这么一套 谦谦君子 寒而不漏 若你月亮下 耍大刀 明卡 只怕老张 立即就会掉头而去 张菊正说道 我就是张菊正 张菊正 很了不起吗 这不废话吗 这可是明朝历史上 第一大政治家呀 张菊正 有微笑的引导 几回花下 坐吹枭 银罕红墙 入望遥 四死星辰飞左野 为谁风鲁 里中消 缠绵私禁 抽残茧 婉转心伤 拨后交 三五年十三五月 可怜悲酒 不曾消 不错不错 如此的好诗 我确实写不出来 抽男小朋友 你很了不起啊 周男听到他 背诵自己的作品 经不住心花怒放 诗词乃是小道 不过是学生 平日里消遣之作 既不能治国 又不能贫天下 其实 也没多大的用处 张菊正说道 不然 用之陶冶勤操 还是很不错的 能写的一首好诗词 人多半错不了 先生请坐 周男忙为张菊正 整理茶水 他自忙碌 张菊正则备手含笑 打量着书屋中的情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六十集 只见 屋中书香 红泥小火炉 朴团 肃秦 却有一种 别样的雅青 尤其是墙上 那条条幅 上书 天行俭 君子已自强不息 落款处 正是环安周南 却是墨色发亮 利透纸被 显示出不错的功力 尤其是那 积极进取的气势 跃然而出 张菊正虽说是读书人出身 学养深厚 可历来注重食物 这字 确实中了他的义 忍不住赞了一声 好字 看得出来 小有的志向不小呀 古人说话 做事讲究的是含蓄 被一个汉林学士 未来的内阁首辅 这么说 或许不是什么好事 但周南却是不去 说道 周南当年遭遇大难 靠着一股 不屈之指 才挺过了辽东十年 若不利志向 只怕早就沦落了 况且 我被读书人 读书为什么 最终不也是 修其置评 所谓 风生雨生 生生入耳 家世国世 世事关心 说着话 就将一杯清茶 递了过去 张菊正眼睛大亮 喝彩道 好一个 风生雨生 生生入耳 家世国世 世事关心 确实 读书人最终的人生理想 乃是今世济用 看着不卑不亢 立在自己身前 侃侃而谈的周南 他仿佛看到 少年时的自己 立于长江边上 和三五好友 立至宏愿 发大之时的情形 一转眼 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这个周子牧 已经快三十岁的人 这个年龄的人 经历过人生的风雨洗礼 已然成熟 确实到了 做事的时候 包剑正是出窍的时候 二人坐下 说了几句惊议 又喝了几口茶 周南说道 张先生深夜光临寒舍 必有见教 小子聆听先生教诲 时间已经不早 也没有必要再扯闲篇 是时候进入正题 周南今天面对的 是天下第一精明人 心中不觉的一阵紧张 张居正说 前番 李子时 上奏者请锦王 离经就番 你在李伟家说 锦王是亲王 按照朝廷理制 年满二十 就应该离国 豫王也是亲王 也应离国 此事 小友怎么看 他口中的李子时 就是如今的 内阁格朗 武音殿大学士 李春方 豫王府的 士读学士 如今王府系的 一面旗帜 张居正一开口 就说锦王 布林基 去安禄一事 周南身子一领 立即明白 张老这话 有两层意思 第一 问周南的政治立场 第二 考教于他 首先问的是 周南对锦王怎么看 第二 问锦王 如果不离经 怎么才能让他走 周南心道 其实第一个问题 不用回答 他在李伟家的表现 已经能够证明 自己不是锦王的人 至于后面这个问题 却有些难 豫王府的人才 何其之作 锦王死活要赖在京城 估计 他们也在思索着 应对之法 可是正如他们所说 两个王爷都是亲王 豫王并没有 尽储君之位 民不正 言不顺 要就翻 大家一起去 弟兄俩 谁也别落下 锦王若是纠缠于这一点 朝廷理亏 也拿他没有办法 除非现在 就确定 豫王 储君之位 可是 二龙不相见 可是笼罩在 嘉靖朝的 一大禁忌 如何打破得了 任谁也不敢 冒着 触怒皇帝的危险 哪壶不开 提哪壶 周南的心中 飞快地转动着 突然有了个主意 小心地说 如今的关键 是替 豫王政委 张居正说 谈何容易 陛下 是不会立太子的 周南说 学生斗胆说一句 这储君之位 只是一个民号 君心难测 我等 做臣子的 也不能妄自揣度 万岁心意 这天地之间 自有功力 这功力就是人心 这才是 此事的关键 张居正 何等人物 立即就明白 周南话中的意思 是的 皇帝 是不可能立太子 这辈子都不可能 与其 在其名位上 下功夫 还不如掌握舆论 给王府造势 实际上 不但王府众人 平日里这么做 就连天子 也不断充实 王府系的力量 为豫王将来 接位 做准备 可是 正如周南所说 军心难测 事情不到最后 可都能 发生变数 尤其是现在 锦王和陈红 勾结的情况下 这两年 私立间掌印太监 黄瑾年事既高 手脚已经不马力 实在是不适合 伺候前军 皇帝已经让他 退居二线的心思 倒是陈红 严富力强 做事 又何陛下心意 若陈红掌握大内 瑾王又勾留 京城不去 一旦 到了瑾要关头 他封闭皇宫 隔绝内外交通 问题就严重了 也因为这个变数 朝中人 就人心难免浮动 一旦锦王就藩的事情 不了了之 这人心的变动 就把握不了 谁也不敢保证 将来会出什么幺蛾子 张局正问道 怎么讲 周南却不直接抛出答案 老张今天到自己家中 一直和他搞问答有险 他周大人若是 人家问一句 自己就答一句 而不提出自己的要求 未免太亏了一些 现在也到了给王府 提条件的时候 周南说 李伟先生和李高大人 为福建采购军械仪式 先生可知道 张局正突然叹息一声 亲王家事 唉 我们这些做臣子的 也不便过问 先前李家父子 被逼无奈 求到他头上 请他去和周南见面时 他就觉得 这事不寻常 仔细一问 才知道李家父子 竟然和严松 有生意上的往来 这父子爱财 为了赚钱不分敌我 什么人都敢合作 确实叫人无语 周南也叹息一声 学生啊 素文王府和严格老伯母 李先生和李大人 这么做确实不稳妥 张局正突然一笑 严首府主持内阁二十年 这功勋卓越 我们这些后辈也 紧扬得紧 抽小友 不要信坊间留言 周南一冷 豫王府和严党掐得 你死我活 难道 我想错了 不对 看张局正的表情 对严松竟是 甚是佩服 不应该啊 张局正 如何看不出周南的心思 莫名其妙地说道 年前 青藏荆棘 隐匿黄厂一事 闹出了诺大的风波 还死了个顺天府的经理 此事 甚至惊动了陛下 下旨 让东极市场彻查 可陈红查了两个月 却是不了了之 万岁 也不再过问 周南身子一颤 突然明白 这顺天府赵经理 莫名其妙地死了 这显然是有人 想要栽赃李伟 然后将祸水 引向豫王府 当时 他还以为 动手的人是严党 试图以此事 打击王府信 这事涉及到 未来朝堂新旧势力之争 按道理 也说得通 可现在 听张居正这么一说 显然动手的是陈红 对对对 肯定是的 这次陈红 让汪连压着自己 去李家送死 不也是同样的招数 这已经不是朝堂 普通争酌 而是夺敌 想来 严党因为 严首府的年纪实在太大 小阁老又没有文凭 先天不足 他们现在想的就是 如何平稳过度 想的是将来 如何和新军和平相处 维持目前的局面 甚至重新获得 未来皇帝的信任 老颜小颜 又不是疯子 怎么可能和未来的皇帝开战 在明朝文官的政治中 大臣无论如何 也是斗不过军权的 强如嘉靖初年的首府 阳廷河 不也是说罢就罢了 严党 其实是想要在将来 获得豫王的信任 也容易 那就是福建建功 只要那边的仗打下去 朝廷就必用他们 老实说 王府系的能打仗的人还真没几个 在真实的历史上 未来张居者主政之后 也是重用了七几光等一批 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的将领 才获得了抗窝战争的最终胜利 而且严嵩还有别人没有的本事 擅长理财 这些年 福建前线之所以打得顺 全靠老严筹军费 相比起 严党即便是在朝廷斗争中失势 大不了回家做个富翁 将来未必没有起富的机会 文官嘛 都是一家 按照基本的游戏规则办事 相比之下 陈宏所在内斗的皇宫 却是异常的残酷 你即便身为司礼间的长役 新军登基 一代新人换旧人 说不好 你就被发配去给先帝守灵 搞不好还要被人肉体消灭 逆水行舟 不禁则被人直接打翻到水中 陈宏必须争 想到这里周南豁然开朗 那种穿越者的历史大事也 又回来了 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张局整 这话已经很明确地告诉周南 皇府虽然和严党是政治上的对手 可还不想和他们开展 皇府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是让豫王平稳地接班 至于严党 将来正常的新陈代谢 那就是了 他们不想和严党撕破脸 可周南不成形了 无论是阿九的婚事 还是援旧施工 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借徐杰的手铲除严松 张局整是在提醒周南 导言固然是政治正确 可王府没这个意思 你别想错了 周南已经没有退路 妥协张先生指点 周南已经明白 不过 严党祸国殃民 学生当为天下先 也不得不为之 张局整说 可是 为你恩师王元美 父亲疑啊 和聪明人说话 就是简单 周南点头 晚生 还想请先生 让李家父子出手 弹劾严家父子 私仇均费一罪 张局整 只是微笑不语 周南一咬牙 决定将自己的计划 和盘拖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1集 当才晚生说过 天地之间 自有公理 这公理 就是人心 这才是 此事的关键 现在王府 所需要做的 就是告诉天下人 陛下千秋万岁 之后让豫王 结尾之意 不可动摇 警惕 别怀心思的歹人 打消这个念头 如此 陈红自然知难而退 没有了陈红手上的力量 那 锦王想不去安鲁 也不可能了 张局正说 还请教 周南郑重地 说出三个字 好圣孙 这个办法好 一直面色温和的张局正 失禁地低呼 他猛地站起来 朝着周南 意 周南也深深地回礼 他知道 张局正已经答应了 自己的条件 再说别的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大家心照肚明 这就是聪明人 和聪明人之间的对话 严谦一概 张局正站起身来 匆匆地告辞而去 这个王府的第一谋事 显然是连夜 去见玉王商议此事 至于周南 拿李家父子的告发信做什么 不用问 定然是朝堂中有大佬 要对严嵩发难 玉王党这些年 和严党诸多窝嗦 事不良力 他自然乐见其成 也愿意铸上一把力 等他一走 周南绷紧了身体 一松坐在椅子上 感觉刚才和张局正 这一息谈话 已经耗尽他所有的精气神 喝了一口冬茶 他面上露出笑容 只要有李家父子 出头做人证 这严党的证据确凿 接下来就看徐杰的 归向这个老狐狸 怎肯放过这个良机 刚才周南所说的 好胜孙三子 也是基于对未来 将要发生的历史 先知先觉 在真实历史上 家境因为阿尔隆不相见的简言 十多年不肯见两个儿子 可他毕竟是一个老人 也需要家庭的温暖 也需要享受天伦之了 因此 在后来他实在耐不住寂寞 就派人将豫王的儿子朱里军 也就是未来的万历皇帝 接进了宫去住 万历皇帝是个大胖子 他小时候自然是个小胖子 不同于成年人 几岁大的孩子胖 显得非常可爱 而且朱立军又生的是聪明伶俊 使得家境老怀大畅 爱无疾乌 如此豫王的储君之位 才算是彻底的稳固 据野史记载 家境甚至动了 直接立太孙的念头 只是考虑到 朱立军的年纪实在太小 又顾虑到大臣们反对这才作罢 没错 二龙是不能相见 皇帝和皇子不能待在一起 可孙子并不是皇位继承人 见见面在一起生活 倒也无妨 朱立军进宫 就有着很强烈的政治意味 锦王也该死心了 就算不死心 人心愚乱也不可能站在他那边 这样的计策 清朝雍正九龙夺敌的时候 也使过一次 康熙皇帝也因为深爱乾隆 这个孙儿 才下了决定将大魏传给了雍亲王 这才有了后来的雍正盛事 史家所说的康乾盛事 其实都是沾了雍正的光 雍正才是清朝最伟大的政治家 乾隆 出了六下江南 花天九地 大心文字语 也没干过什么好事 朱闻 周南倒不担心 张居正反悔 这年代的人都注重敏捷 尤其是老张这么一个杰出知识 他答应的事情自然会办 唯一需要担心的是李家父子的激烈反应 他和严党勾结一事 只怕要大白于天下 说不好李飞 也要受到玉王的怪罪 周南反手 就把他们给卖了 可怜这二人 属于被人卖了 还要替人数钱 和周南的仇 怕是要结得更深一层 不过周南并不担心 反在心中嘲讽地笑了一句 两大笨蛋 这辈子 只配做外戚 第二日 就有人将一封信交给周南 打开一看 正是李家父子的出手书 下面还签了字 画了鸭 张居正动作竟然如此之快 周南心中赞道 果然是雷厉风行 可以想象 李家父子经历了什么 王府系的人才何其之多 何其之精明 竟出了这么两个 利欲熏心 没有立场的笨蛋 他们以后的日子 难过了 算了算 今天乃是十五 正是朝堂大佬们 休目的日子 周南就揣了信 去了徐街府 一件门子 恰好徐街正在家 周南大写 樊老快去通吧 就说周南 有紧急事务 求见阁老 正在这个时候 一顶轿子 停在了相府门口 邹映龙心事重重 满面阴霾地 从上面走下来 周南忙拱手道 建国给世忠 你也是来见阁老的 原来是子墨 倒是巧了 本官正有事 来见恩师 邹映龙看到周南 强笑一声 也不用通报 你我 一并去见阁老 周南说 给世忠 自有要事 禀告阁老 下官不方便余闻 还是 在门房候着吧 邹映龙说 不用 今天的事 与你有关 走吧 自从周南 做了军契局的大使之后 已经是徐党之人 许多事情 他也不用回避 恭敬不如从命 周南 就随着邹映龙 朝里面走去 一路上 都想问邹给世忠 今天过来和自己 有什么关系 可看他不想说话的 模样 只得闭上嘴巴 几乎憋死 徐杰正在书屋里看书 见邹映龙和周南 一道过来有些惊讶 你们是约好一道来的 还是碰巧在一起 周南说 品格老 晚生恰好在门口 遇到了给世忠 徐杰说 说吧 什么事 邹映龙 只紧咬牙关 一言不发 徐杰说 子牧 你被免职的事情 老夫也是才知道 可是为这事 不过 是一个代理大使 也算不得是正式派遣 自回行人司就是 老夫也知道 你日子过得苦 不容易啊 清水池塘不养鱼 过几日 你到云青那里去吧 云青 刚得了通政司 左参议官职 女若是无意科举 可出任 精力一职 她口中的云青 就是邹映龙 邹映龙是正七品的 公科给事中 按照明朝 阎官的升官途径 她在公科认满之后 要想再往上 就得脱离阎官 务虚的工作 出任实职 她现在调去通政司 做左参议 这可是正无品的官 官职一下子 就提升了两届 下一步就该考虑 派到下面 去做学运服 周南心中羡慕 果然是朝中 有人好做官 就因为邹映龙 有这么一个好老师 从静官的第一天开始 就奔着做 分江大礼 和布袁大臣去 唉 我怎么就没这样的命 不过 能够去做通政司 做个精力也不错 通政司 主要职责是 收受 检查内外奏章 和申诉文本 也就是说 所有的奏折 在地上去之前 都得在司里筛选一遍 没问题 再交去内阁 油水虽然不大 可权力 却是不小 是最要害的时间 能够第一时间 掌握朝廷的政治风向 徐杰将周南 和邹映龙 安插在通政司 就是让他们 做徐格老的眼睛和耳朵 周南 去做这个精力 是正七品 算是正式的朝廷命官 完成了官场中 最重要的一步 一旦跨进七品命官的门槛 那就是海阔天空 想想 在通政司任满 到地方上 做个支线 支付 爽歪歪 这可是天大的机遇 老许 真够意思 意想道理也简单 周南现在 是他徐杰的人 在军契局 被援党的人演了 简直就是没个下场 如果老徐 不给归向党的小伙计 安排好了 试问将来谁 还肯替你徐格老孝敏 这人心冷了 自然不好待悟 周南心中一阵狂喜 自然是肯 他这个行人 也就说来好听 要将来做了进士 才干得踏实 可考进士 哪有那么容易 既然现在能做正七品 我也不用 再去考试那么麻烦 多谢恩响 下官 还没等周南把话说完 邹颖龙突然叫道 恩师 你这样 不是坏子牧的前程吗 断断不可 周南大怒 心道 邹颖龙 关你什么事 你这是坏本大人的前程 少废话 别搅了我没事 错了这个村 就没那个店了 徐杰点点头 也是啊 通整司 经历的前程 无论如何 比不上洗人丝 可举才是正途 周南 急忙张嘴 欲要说话 突然 邹颖龙大叫一声 恩师 严党 胡作非为 祸国殃民 你老人家 竟然一言不发 对严嵩百依百顺 徐杰淡胎道 世人回我 傍我 笑我 且由他去 二十年后 你再看他 邹颖龙说 恩师 身为内阁赐负 正当 铲除这等奸命国贼 若是朕必以乎 必然从者云集 学生愿为恩师 马前卒 于援党奸人 不死不休 徐杰脸一沉 云青 你今天来找老夫 就会说这话 邹颖龙说 学生这句话 已经耿在喉咙里多年 不吐不快 你又懂得了什么 徐杰哼了一声 这师生二人顶起牛 倒冷落了旁边的周南 周南心中气苦 我呢 我的官职呢 你们先说我这头吧 哥老 云青 邹颖龙说 子墨 你别说话 周南气得差点吐蟹 邹颖龙 你打什么差 你让我把号说完好不好 凡事 得讲个先来后到啊 徐杰问邹颖龙 云青 可是 在公布闹得不愉快 出了什么事 是啊 是啊 是个事 不可辱 徐杰还是一脸的瓶颈 说说吧 你究竟是怎么了 邹颖颖龙说 今日上午 学生听公布的人说 周子墨 被免去了赞代军器局大师一职 就去过问 却不想 徐杰眉头一肘 打断自己学生的话 云青 你也休要在老夫面前说这些 我不爱听 别人要说什么 四句说去 可是恩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2集 周南已经猜出 邹颖龙遇到了什么 自己被徐杰 安插在军器局 所谋盛大 这一点 邹给世中 大约也有所察觉 再说 周南这个官职 是徐杰一手提拔 关系到徐项 一脸的门面 即便是 一个小到极处的位置 这回轻易 被人毫无理由地免了 这已经是不给徐杰面子 作为徐阁老的门生 这邹颖龙 自然要过问 若是连个小小的八品大使 也保不住 试问今后 谁还把赐服当回事 打个比方 这事就好像 后世一个富国籍 竟然保护不了 一家国营拖拉机场的厂长 说出去 不是笑话吗 权威何在 公布 是小阁老严实藩的地盘 经营多年 铁板一块 邹颖龙不过 是一个给世中 遇到事情 只能上折弹劾 也没有决策权 结局 可想而知 别人对于他邹大人 自然是 无事家不理 双方一同争执 必然碰撞出真火 于是 公布的官员 对他 也没有好话 大约说了些 你老师 在严格老面前 就像小妾一样听话 你又来费什么话 哪里凉快 哪儿带着去 邹颖龙的性格 本就刚强 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 回去之后 念头越不通的 今日休母 心一横 索性跑到了徐阶这里 来求老师 上折弹劾严松 对严党 全面开火 以徐阶那稳妥的性格 自然是不肯行险 只安慰着邹颖龙 说了许多圣人之言的道理 可怜周南 好几次就想开口 偏偏插不进嘴去 见徐阶尊尊教诲模样 仿佛看到一个 唠叨的老妇人 周南心中叹息 唉 这徐阶 果然是慢性子 别人说他呀 是严松的小妾 我看应该是老妻 徐相呀徐相 你不是龟相 你是瘀相啊 他心头急躁 如果 让这对师生 这么说下去 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 才能结束 而且 看徐阶的架势 他既没有心思 也没有勇气 可严松 全面开展 一个人隐忍太久 未免瞻前顾后 失去了锐气 等下即便自己 拿出李家父子的告发书 只怕许阶 也下不了决心 是时候 帮邹颖龙 加一把火了 周南心中一动 突然喝道 恩想 难道严氏父子 杀害杨继胜的事 你都忘记了 邹颖龙 也是身子一震 跟着叫道 对 恩师 难道你忘记 那桩旧事了吗 徐阶定住了 就那么呆呆地 坐在官帽椅上 没有说话 屋中安静下来 能听到 三人轻轻的呼吸声 也不知过了多久 邹颖龙 见恩师如此神情 心中担忧 笑声道 恩师 突然 许阶往日 那张慈祥温和的脸 突然绷紧 涣散的眼神 凝成疑速 如同一根尖刺 叫周南和邹颖龙 感觉眉心一疼 许阶的脸上 浮现出疼疼的杀气 变得猙獰 他一字一句地说道 老夫一刻 也没有忘记 杨继胜 自中方 北直里 荣城人士 加进二十六年进士 和张居正同科 他会试时的作诗 是徐杰 两人有诗生之情 中进士之后 杨继胜出任南京立部主事 后起用为诸城支险 迁南京户部主事 行部员外郎 调北京中央兵部 吴选司 员外郎 加进三十二年 尚书厉害严嵩 五奸十大罪 遭无险下雨 在疫中 北京拷打 终于加进三十四年遇害 年四十岁 除了会试中师生关系之外 杨继胜和徐杰 还有另外一层亲密关系 原来 加进二十五年的时候 徐杰曾任国子监祭旧 杨继胜在众举人后 曾经在国子监读书 徐杰对这个精彩绝眼 又品格高尚的奸生 极为欣赏 官教得极为严格 在徐杰的心目中 杨继胜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是未来徐门最得意的干将 正因为有这两层关系 两人名为师生 秦同父子 杨继胜被严嵩 陷害问斩的时候 他这个做老师的 按道理应该全力搭救才对 可是 徐杰出人意料地 保持了沉默 也因为这事儿 世人对徐杰颇为不耻 就连张居正也不和他亲近 说起来 张居正也是徐哥老的学生 只不过张太月和他之间 只有这么一层民意的关系 自入了豫王府之后 两人就没有往来 这也是徐杰人生中最大的污点之夜 说完这话 徐杰突然眼泪长流 中方啊中方 为师对不起你 不是老夫不肯救你 实在是当年要杀你的是陛下 陛下一日也离不得盐贼 君咬臣死 臣不得不死 为师若是强出头 不但救你不得 反自己陪进去 老夫隐忍这么多年 就是在等机会 为你报仇啊 为师人受世人的急讽 和彼仪这么多年 心中也苦啊 中方啊中方 你走了已经九年 在那边好吗 为师每日都在想你 眼睛一闭 就看到你的脸 在我面前画 还叫我的名字 说到这里 徐杰不住地 用拳头 锤打自己的胸口 见恩师背成这样 邹映龙心中大痛 忙一把拉住了徐杰的手 呼道 恩师 保重身子要紧啊 说着话 又责备地看了周南一眼 见到徐杰如此激烈地反应 周南心中大喜 是成了 实际上 刚才他所说的 难道 难道严氏父子 杀害杨继胜的事 你都忘记了 这句话 在真实的历史上 出自邹映龙之口 也因为这句话 徐杰吃了这个激将法 才最后下了向 严松下手的决心 周南只不过 抢了邹大人的台词而已 邹映龙安慰了半天 徐杰才止住悲伤 周南忙从袖子里 掏出了李家父子的告发信 递了过去 铲除严党 实际已经成熟 还请恩相和云青过目 徐杰说 这是什么 周南说 回恩相的话 这是豫王府 李飞的父亲 李伟和兄长李高的出手 告发 严党私募君上 这事儿 说小也小 说大了 就是图谋不轨 徐杰二人 抽了一口冷气 立即明白 周南这事查出了 严松支援福建前线的 资金走向 并且拿到了证据 他们忙低下头 去仔细端详 不片刻 周映龙面露狂喜 恩师 这可是铁证啊 学生马上就写折子 弹劾严家父子 徐杰的面上 喜色一闪而逝 陷入了思索 周映龙说 恩师 如果天打良机 稍重即逝啊 必须把握住啊 徐杰说 云青 荣为师思量 周映龙说 恩师 这还有什么可三思的 周南也道 恩想 天与不取 必受其咎 下决心吧 徐杰想 徐杰想了想 说道 当凭这封告发性 只怕不足以扳倒 严分仪 尚需一个条件 周映龙见老夫 犹犹豫豫 心中大吉 敢问恩师 还需要什么条件 徐杰缓缓说道 正如子慕方才所说 严党私募君上 这事儿 说小也小 说大了 就是图谋不轨 是大 是小 全凭君富良才 毕竟 为福建前线提供君相 那是立国立民的好事 陛下的心思 你们大约不了解 他是一个不耐烦的人 对前之一物 也看得极紧 严松之所以 胜卷不堕 那是因为 他有高超的理财手段 这次 严分仪能够 为前线筹集君相 不用花国家一文钱 就算陛下知道 估计也是龙颜大 如何会严惩首府 这 周南呆住了 周南也皱起眉头 确实 这事其实 最终还要请家警 来当裁判 全靠皇帝自由心整 实在是不好弄 这事儿 严党显示出 极强的筹款能力 而这 也是皇帝 最看重严松的一点 还请安向指点 徐杰说 此信 只能说明 严格老 钱花在什么地方 还差 从何而来这条 找出钱的癌路 老夫才好做文章 周南忍不住 周南忍不住点头 道理 确实是这个道理 单靠李家父子的告发性 证据列 还不完整 也 做不成铁案 至于查前 来路的事 自然有 徐格老的门生 去费神 和他周大人 也没关系 周南的使命 到此刻已经结束 接下来 就是等 可这 究竟要等多长日子 阿九的婚期已至 施工也命悬一线 等不起啊 那么 再加上一把火吧 周南心中想 周南说 恩相 导言一事 现在就可以着手 仁寿公走水之后 严格老已经 渐渐在陛下那里 失去信任 下官听说 蓝道行 蓝仙长 云有志经师 他是天下 有名的道德知识 恩相 恩相 不妨 尽于价钱 徐杰文言 祸得转头 盯着周南 眼睛亮的 要将他看到 此目此机大妙 云青 你下去之后 斟酌一下折子 该如何写 一旦时机成熟 立即上前弹劾 严嵩乱正步伐 是啊 这个法子 实在太妙 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 家境天子 独信道教 尤其在婉言 更是狂热追求长生 日常除了 在西院打坐练起 就是将所谓的仙丹 一把一把的吃 所谓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道家修行 讲究的是财 铝 法 地 四大要素 古人讲 无财不足以养道 修道的场所 道场 不同的环境 风水是不同的 财 皇帝也不缺钱 而这地 普天之下 莫非王妥 对皇帝来说 道法和护持通修的 道友最为重要 因此 从家境初年起 皇帝就不断让地方官员 推荐大德高人 入宫去 前有龙虎山祖师 绍元杰 后有其弟子 陈善道 如今 家境修长生之心 愈加迫切 可惜价钱 却没有合适的高人随逝 正式将蓝道行 推进宫中的好时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3集 蓝道行是道家大宗师 有人说 此人是自三封道人以来 最接近神仙的 此人品德高尚 熟悉道家的典籍 上个学者型的修行人 别的道人 为了吸收信众 爱使用江湖幻术骗人 这个蓝道人却不 只和人谈玄理论 以学问服人 也因为如此 他在上流社会的名气 极为响亮 如今 已经是道家的领袖 最妙的是 此人 深受王阳明 心学影响 来经之后 经常参加 徐杰组织的 心学门人的讲座 和徐哥老 这个名义上的 心学掌门 私交甚好 徐杰自然知道 蓝道行对严松 诸多不满 嘉靖皇帝 对身边方式道人的话 深信不疑 如果能够将蓝道行 安插在他身边 自然可以深刻地 影响到天子 未来也在 导演的行动中 发挥巨大作用 有这么一个重要人物出手 事情就好办了 周南是怎么想出这个办法 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行人 怎么对皇帝 心思和性格 辽若执掌 此人倒是个可用之才 听到徐杰这话 走引龙大喜 是 恩师 学生这就去写 子木此计甚好 佩服 佩服 一直以来 他都觉得 周南是个小人 心中颇为不屑 今天一看 周子木果然大才 我不急 他朝周南 深深奕奕 子木 以往多有得罪 还请 不要放在心上 周南 慌忙回礼 同为徐门一脉 你我 自当努力同心 会恩向效力 他很快 自然地就挤进了 徐门的队伍 周引龙点头道 应当的 徐杰说 云青 另外 尽快查出严党 是从什么地方 筹的款子 如此 才能避尽全宫 周引龙说 是 学生知道 周南见徐杰下了决心 松了一口气 忙说道 哥老 你看 下官的安置 也是时候 问老徐 要犒赏了 正气品的朝廷命官 徐杰忍不住心中一笑 这个周南 真是热衷于 官职名录啊 其实 这个世界上 如云青这样的君子 和原家父子 这种小人并不多 多的却是周子木 这种烟火气 十足的俗人 他出身贫寒 又吃过那么多苦 有如此性子 也可以理解 就挥了挥袖子 下去吧 老夫 自有见教 这让周南 不用担心 尽管去上任旧事 周南大喜 又要献 周映龙却说 恩师且慢 子木 不可去通正司学官 什么 周南忍不住 气恼地叫出声来 徐杰看了看 周映龙问道 云青 此言何意啊 事关自己的虔诚 周南 宁神聆听 邹映龙 转头目光炯炯地 看着周南 满面热切地说 子木 听说你顺天府家事投名 一个举人的功名 十拿九稳 静氏科 也不在话下 将来 自然要依旧 做你的行人 进而六科给事中 督察院 言官御史 然后六部主事 园外郎 何等光明的前程 如何能够 自甘堕落 去通正司做经理 一旦离开了行人司 以后 可就回不去了 我倍感痛心 说到这里 邹大人已经是 痛心疾首 他还有一句话 没有讲 进六部做主事 园外郎之后 下一步 就可以考虑 到地方做巡抚 有生之年 不堂级高官游望 当然 如果你静氏科考得好 点了汉林 那就是奔着 做宰府去的 这才是徐门弟子 应该走的从政路线 内心中 这邹映龙 已经将周南 当成和自己一样 徐党的核心人物 周南一心要做个 欺品经理 看他架势 连科举都不想参加 堕落成这样 简直就是混蛋 这行为 这行为就好像是现代社会 一个中央正处级的官员 正该好好地待在部院里 熬资历 续人脉 锻炼工作能力 却空降到地方 做个区长 县长 这为的就是主政一方的风光 那不是笑话吗 邹映龙的想法 周南可以理解 问题是 这科举对他来说 实在是太玄了 高官 老周自然想做 可也考虑自己的橙色 能够以杂流入室 这辈子 能换个正四品的支付 他就满足了 至于巡抚布堂 拜托 我可没这个本事 周南微笑 承门云青教诲 在下 正要谦虚几句 然后铁了心 去做那个经理 突然 许杰说道 云青 言之有理 却是老夫考虑不周 如此 却坏了子木的前程 此事情做吧 就让子木 暂时去通正司 你的参议派市厅 做个带知识 你二人呀 好好查一查 言松裁员的事情 最后又说 子木 还有半年就是相识 然后就是会识 好好考 是的 周南以前 不过是个小人物 人品又不太好 实在是 入不了他徐格老的眼睛 在徐杰的心目中 周南当初 只不过是一颗棋子 连做他门人的资格都不够 当初 将周南派去军器局 也不过是走的一步贤棋 能发挥作用 自然是好 如果没有 他也没什么损失 想不到周南这步贤棋 既然发挥出作用 不但拿到了 李家父子的告发刑 还想出 让狼盗刑 入供 接近天子的妙计 没错 此人的人品 不是菜好 却是个有用 有谋知识 在一众都是书呆子的 徐门的门生中 简直就是一个异类 而徐杰现在 最需要的就是 这种能做事的干才 没错 读书可以做官 可圣人之言 也就是说说罢了 真要践行在官场上 只能是百无一用 是书生 再说 周南的诗词了得 又得了顺天府 家世第一 在士林中的民生 已经起来了 若是着力培养 日后成为如王史珍 那样的文坛领袖 当不在话下 严松其实就是个庸才 可他生了一个好儿子 这老颜 有颜东楼这样的谋主 老夫也可以用周子墨 如果要将周南 培养成自己的得力干将 首先就得让他重近视 然后按照云青所言 借行司这道升官的结晶 一路提拔 不然周子墨一辈子 只能做杂流小官 四品到头 还因为没有公民的原因 入不了中书要害部门 可惜了这个人才 恩相 周南瞠目结舌 说好的正七品精力呢 怎么一转眼 就变成了赞代知识 苍天阿大师 我以前在淮安府 做的就是这个主事啊 现在转了一大圈 又干起这个 弄巧成拙四个字 恰好可以概括他此刻的心情 将兰道行 送到嘉庆皇帝身边 做内影 扳倒严松 在真实的历史中 始作俑者是徐杰 兰道人也是个大人我 以进攻 就光速获得了皇帝 极大的信任 也因为他日夜 在天子身边 谈害严松 甚至献上了图箭之说 这才使得家境 最后铲除了严党 周南今天也当了这个智者 高参当上了影 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这样一来 他是彻底被徐杰看上 当成心腹 这才是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周南恩了几声 最后爽快地说道 多血割了 此番去通正司 绝不辜负恩相的期许 从徐相府出来 周南回头 看了看徐家 大的不像话的院子 心中突然有点惆怅 现在不知道阿九怎么样了 比九公子那火爆脾气 去学女红 想想就替他感觉滑稽和难受 子墨现在去哪里 邹颖龙在旁边问道 周南没好气地回答 自然是回家去 今天休目 估计去通正司的任命文书 明天才能下到行人司 那边我后天才去的城 告辞告辞 时辰尚早 我此刻 鼓内沸腾 心怀激荡 也不要坐轿子了 你我安部已当车 走回去 说着话 他低笑一声 诚情郁郁 还大明朝 朗朗乾坤 正是我辈之志 很幸运能和你 共称正义之举 周南看到他 壮怀激烈的模样 心中气得涂现 走映龙啊 走映龙 我上辈子是差你的 还是欠你了 老坏我好事 遇到你 哎 老周我三生不幸啊 就这样 大明朝行人司 行人周南 秉着革命同志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精神 再次被戒掉 进通政司 暂待知识 俸禄工资 没有多拿一文 工作量 却上了一个台阶 通政司掌内外奏章 和陈明密封申诉之间 俗称银台 也就是说 所有的奏折 在最终递到皇帝 价钱的时候 都先得到 这个机关走一遭 私立查阅 有不合规矩的 提交内阁参版 如提本于期的 则 移交相关部门一般 从其职能来说 相当于后世的 办公室秘书机构 外带监察 尤其是在红制年间 权力不断被削弱 变成了官员们 省钱混品级的一个过渡 没多大意思 如果 私立不想管事 也就是上清下达 下情上达 沟通上下 联络左右的传达室 可如果通证室 欲有所作为 行检查职责 也是很要命的 国朝不少中央 衙门的职责界限 其实有的地方 很模糊 重合的地方不少 也符合相互监督 互相牵制的原则 比如后世的 纪律检查部门 分为党派和检查院两块 遇到贪磨案 大家都可以办 只不过 一个走的是党纪 一个走的是法律程序 又比如后世 检查商品质量 工商的12315 可以过稳 质监局 也可以插手 各司其职 相互配合 倒也完善 周南被调到 这么一个清水衙门 又是赞待 内心中 不觉有些失落 可等到了地方之后 却品出了些滋味 寻到了其中的乐趣 同政司 在明朝早年是个大部 因为有 风波奏折的权力 简直就相当于内阁 架子摆在那里 后来 被彻底削弱成 传达事后 编制还保留着 机关里别的不多 就是人多 官多 智右通证是一人 正三品 左右通证各一人 正四品 左右参议各一人 正五品 再下面 还有正七品的经历一人 这是杂流官 掌文书 相当于是 办公室的主任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4集 这些是正经的朝廷命官 再往下 还有六个主事 负责具体业务 说穿了就是个跑腿的 行人已经是跑腿 这借调到了通证司 还是跑腿 周南 有些心气不顺 六大主事 分别为通证室 左右通证 左右参议服务 另外 一个则是和经理配合 周南很自然地 被邹颖龙 要到他的盼室厅 负责帮邹参议 主持日常政务 邹颖龙手下 有四个书板 两个差役 都是皇城里的老人 说来也怪 他们见了邹颖龙 都是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但见了周南 却是毕恭毕敬 周大人每天一到 通证司 六人就过来讨好 又是侦查到水 又是说着恭维话 一口一个周老爷 喊着简直 把他当成祖宗供着 这让周南很是满意 仿佛又回到白个庄 当山大王的威风八面日子 唯一遗憾的 人马实在太少 一只手 五个手指头 就能数过来 他心中奇怪 怎么 听里的人都怕本大人 难道我的王霸之气 再也藏不住了 仔细一想 却又明白过来 按照官场的围观之道 部门的一把手 都非常的和蔼 咬端架子 仰望 半红脸 而他这个副手 则要做恶人唱白脸 所谓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嘛 下面的人得罪了邹颖龙 邹大老爷心胸开阔 或许不会 拿你怎么样 但周老爷 却要出手整治你 据说这位周行人 是地方衙役出身 这斗争经验 异常丰富 本以为被戒掉到通正司后 会被变成天同暗毒 打交道 这对于飞扬挑脱 喜东不喜进的他来说 可是件苦差事 不想 这里的生活 却是多姿多彩 前头说过 通正司的职责 是收官员的折子 审核之后 交去内阁 就以往来说 司里的官员 觉得自己就是个 传达式的老头 不用那么认真 将奏折 收在一起 随便看上一眼 如果格式没问题 内容没有伪制的地方 转交上去就是 可这一次 邹应龙到司里 是仰望 为下一步转到地方 干巡抚做准备 又要借用通正司 这个消息灵通的平台 暗地里调查 严党的资金来源 罕见的勤证 接下来几天 要么是邹大人和周南 一道出马 到京城各大衙门调研 要么让周南 独当一面 说到这里 或许有人奇怪 你通正司 就是朝廷的门房大爷 这守好门 收收发发就行 调研个鬼 你有这个权利吗 还真有 原来 大臣和相关的单位 折子上去之后 司里如果觉得不对 可以下去调查了解 然后再决定 是驳回还是递交 只要你不怕冒着天下之大不会 不怕得罪人 完全可以大展拳脚 把银台当成小内阁史 像这种清水衙门 你平日里或许可以不关心 但一旦关心起来 你就要命 再打个比方 后世的私企 到一定规模之后 都要设工会 这个工会主席的企业主 自己就可以任命 纯粹就是个摆设 可一旦在地方政府上 工会建了党 工会若是想和你对着干 你就麻烦了 工会随时可以监督 你的工人福利问题 安全问题 并组织员工学习 活动 你这个企业主 还得尽量配合 另外 制度上还有一条规定 企业主在发出去薪酬中 要按照一定的比例 帮工会成员 交纳会费 这个比例 还是很高的 有权有钱 就有能量 世界上的士气 就怕认真二字 邹应龙一认真 通证司的权力 就彰显出来 各部院的折子 一递交上来 邹应龙就回一句 带查 然后就带着下人去调查 别的衙门没办法 只得小心应付 有老邹在 周南作为属下 倒是不敢造次 等到自己单独带队的时候 就爽翻了天 手下的书板牙医 吃拿卡药 无所不及 周大人道 不想滋污民节 他纯粹就是闲得无聊 找些事做 顺便调查严党 当然 手下得了好处 也会孝敬他一份 也不好不收 不然 你以后还怎么和大家相处 何光同尘 也是不得已的事情 这一日 周南刚从通证司 公赶回家 刚进大门 就看到院子里 放着十几口大竹筐 里面都是大头彩 心中好奇地问 迎接他的窝头 咱们买这么多大头彩 做什么 窝头说 回老爷的话 是一群军爷送过来的 说是给大老爷的孝敬 周南 有点莫名其妙 是哪个衙门来的 窝头是个老实孩子 说了半天 也没说明白 正在这个时候 寻方鱼走过来 老爷 是东城兵马司 冯副使 送过来的 周南一拍额头 原来是他 这个老冯 还真是 苦怪啊 东城兵马司 乃是五城兵马司中的一部 所谓五城兵马司 相当于后世的 区域级的公安局 这并不是一个部门 而是五个 分别是东南 西北中 五个地方 分别负责着 京城 不同方位的治安 每个兵马司中 有着正六品 指挥一人 正七品 副指挥 各四人 老冯 是东城 兵马司的副指挥 是京城 到通县 这一片的治安官 去年蒙古 安达 入侵急证 滋扰地方 十来日 无果而返 这严嵩就借题发挥 将王史珍的父亲 王叔罢官免职 积压在天牢里 同时 王总督的手下 也就被逮捕一空 如此 很多职位就空了出 冯副指挥 就打起了 道边军效力的主意 上了陈情书 自愿之边 为国家效力 打炮一响 黄金望凉 到下面做个军官 比现在做个副指挥时 爽力多了 反正都是军职 这五成兵马司 虽然悠闲 可毕竟 是在天子脚下 穷得紧 还不如到地方上 弄点实在的利益 陈情书 移送到通证师 周南想起了 恩师父亲的事 有意去调查 亲自带队去东城兵马司 调研起来 很是忙了两天 结果 这一丝对吉镇那边 和蒙古人入侵一战 一无所知 害得周南跑了一趟 冯指挥对周南 自然是非常客气 还请他吃过一次饭 西间 周南和他唠嗑的时候 很随意地提起 自己老家的妻子云阳 说老七做的颜大头彩 滋味极佳 可惜夫妻二人 两地分居 还真是想念得紧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冯副指挥 竟然一口气 送来十几大筐 这可怎么吃得完 周南愣住了 好个冯指挥 你送点钱过来不好 送这玩意儿 不是给本大人找麻烦 哎呀 气死我了 寻方语说 要不给恩师和师娘送去 师娘是南方人 应该做颜大头菜 周南说 送过去 统统都送过去 就让师娘头疼吧 说者就哈哈大笑起来 这可是上千斤的大头菜 他和王世珍感情深厚 视他如父 经常叫妻子 送些日常用品给师娘 一送还特别多 过年的时候 光辣山鸡 辣野猪 辣鱼 就送上了上千斤 搞得王家上上下下 时刻弥漫着一股腊肉味 估计吃到年底 也吃不完 恩师和师娘 身为苦恼 说是现在一看到肉 就没胃口 只馋青菜豆腐 寻方语也言嘴笑道 二人 正笑着 黄豆就走了进来 丙老爷 外面有个武大爷 求见 说是大老爷的乡的 姓武的 还是同乡 周南接过黄豆 递上来的名词一看 忍不住笑道 这一丝好大的 是要寻本老爷的晦气 我不去找他 他反送上门来 真是冤家路斩 原来 这人竟是淮安府 小颜商 五星化 五星化被周南 在军器局关了几日 吃尽了苦头 被释放之后 心气不顺 竟然在周南 去参加顺天府家事时 悍然偷袭 气得周南到现在 还念头不通的 本以为这姓武的 闯了祸 害怕自己报复 应该早已 讨回了环去 想不到今日 却来周家 他想干什么 听到冤家路窄四字 寻方语知道 来者不善 他以前 在老家的时候 见识过周南的手段 对自己丈夫 有一种盲目的信任 也不担心 怕就怕周南 一时冲动 闹出不好的事来 只说道 老爷 毕竟是同乡 所谓来者都是客 据切身所知 华安呀 在京城有个会馆 这位客人 应该会在会馆里 损老爷的名声 周南本有心 好好整治五心话 听妻子一说 立即醒悟 哎 娘子放心 我自有分寸 寻方语的话 说的有道理 来者都是客 等下若是闹起来 失了礼数的 可是自己 明朝各省 和各经济大府 在京城都有会馆 用来接待同乡 互通消息 能够住进会馆的 不是地方的土豪景深 就是世家大族 有公民的读书人 华安籍 进京办事的官员 如果自己整治 登门拜访的五心话 在老家的名声 可就坏了 要知道 周大人老了退休后 可是要回华安的 地方上的关系 要搞好 寻方语点点头 那妾身 就回后院去了 不片刻 五心话 就被黄豆引到书屋中 按说 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却不想 五大官人 确实异常的恭敬 以一道敌 五心话 见过周行人 已经是生时 在下作动 请行人出去 吃酒去 难道是鸿门宴 要骗本大人出门 行至一个窄小的巷子 然后一口麻袋 套下来 把我一顿抱锤 周男心想 如此简单的计策 说本官也中招 将来也没有资格 再明朝混 嘿 不好意思 本官的肠位不好 从来不在外面吃饭 他很干脆地拒绝了 五元外 不是周男的冷淡 继续热情地邀请 周行人 今晚 到会的还有我们 淮安的几位生缘 他们功名无望 也如在下 做了行商 久仰行人大名 说啊 一定要认识咱们 淮安的第一才子 周子墨 在下可是 在各位同道面前 打了包票 还请行人赏脸 周男对他的纠缠 不轻感 无奈烦 老冷说道 胡元外 你我那天 还能坐在一起吃饭吗 对了 那天 本官好像吃了 你的一碗胡辣汤 一直寻思着请回来 听他说话难听 五星化的太阳穴 有一根青筋 吐吐跳动 显然正处于爆发的边缘 可他却吸了一口冷气 依旧堆起满面家乡 新人 所谓甜不甜 故乡水 亲不亲 家乡人 这友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以往是在下不省事 得罪之处 还请不要在意 我 向你赔罪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5集 胡元外 是个什么样的人 周南关了他这么多天 自然清楚 此人是秀才出身 家中有小资产 和自己大舅哥 寻秀才一起混的人 自然都不是 什么正经人 现在大家都已经结了仇 五星话 可说是恨他周南入骨 却没有能力报复 按说 这鸟人现在 已经逃回老家的 怎么反而送上门来 他就是个商家 商人的目的是什么 赚钱 为了赚钱 甚至于 敢出卖自己的绳索 今日壮着胆子来见我 这显然是有事要求 而且这一事的利益 大国对我的畏惧 并让我无法拒绝 想到这里 周南好奇 加上这官员外的态度是诚恳 他心头的气也就消了 问道 员外 今日到本官这里 可是有事呀 有事说是 饭 我是不能陪你去吃了 没啥事 没啥事 就是大伙 想结识一下 大名鼎鼎的周子墨 五元外 你若不说正事 那就恕不接待了啊 周南 朝书房外喊了一声 黄豆 送客 别别别别 我说 我说 五星话 连忙摆设 我们还几个商家 确实有一笔生意 想和行人合作 此事若成 当有不菲之力 到时候 行这里 自有一份心意 说吧 就将袖子 拢了周南的手 在里面 比了两根手指 这 寒假的方式 太原始了 卖牛呢 周南哭笑不得 厌烦地甩开他的手 就这一点 这是二百两 还是两成 你跟我打什么雅弥 五星话 以为周南不满意 叫起去了 显然 我们那边 还有三人 分成五份 一人只占两成骨 行人若想多占 须不好跟他们交代 这一成骨 就是五百两的净利 一成就是五百两 两成一千 折合成后世的人民笔 都快上百万 这生意做得了 也不知是干什么 周南沉得住气 问道 伙是朝廷命官 职位也低 京城什么地方 有些事 怕是力所不及啊 哎 行人能做到 很简单 五星话 何等精明之人 如何看不出 周南听到钱这个字 眼睛里的神采 也就是 拿一份官房文凭 也方便在大运河上行船 周南说 撕眼可是要掉脑袋的 不是撕眼 不是走眼 就算出了事 最多也是折点财物 入不了行 周南说 愿闻其想 在下和几个同乡 想运点钱回还安去 一共有十条大船 还请行人帮忙 周南大喜 运铜钱回还安 一文钱运回家 不还是一文钱 换赔进去不少运费 你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 多事 五星话 嘿嘿一笑 行人还别说 这一文钱 运回还安去 扣除各项的开销 不说变成两文 这一文吧 还是变出来的 周南吃了一惊 如此重力 说说 听五星话说完 周南才恍然大悟 这是关系到 明朝政府的货币政策 和税收制度 原来 中国的赋税 自古都实行 货币和食物征收制度 每年百姓 交纳下秋粮税 要按照食物征收 比如 你是种麦子的农民 就得交麦子 渔民 则要交咸鱼 果农 交水果 这叫本色 如果地里的产出不够 则可以折合成险金 这叫折色 至于交本色还是折色 全凭官府安排 食物交水有个问题 那就是运费太贵 损耗太多 不如折色 来得简单方便 官府收了折色 国家有了钱 需要什么物资 再向民间购买就是 这事实际上 最近几十年 各地政府 都在小规模地实施 到万里年 张居正主政的时候 索性废除本色 直接收钱 如此 实行了几千年的 粮食本位 货币制度 才被铜银 鉴金属 本位所替代 这就是历史上 有名的一条编法 如今 国家看到 折色 税制的好处 已经有意实施 江淮商人脑子灵活 立即觉察的 政治风向的变化 琢磨了半天 竟是让他们琢磨出一条 生财的路子 那就是收购铜钱回家去 融化提炼 做成铜器模拟 事情是这样 中国古代的铜钱里 除了黄铜之外 还含有铅 铜铅比例 一般是六比四 铜的含量较高 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 一文钱里的铜 若是提炼出来 做成器具 按照市场价格计算 确实要价值好几文 甚至十多文 这一转手 就是暴力 商人们所需要的 做的 就是用手头的白银 大量兑换成铜钱 然后做成铜钱 这种事情 在真实的历史上 出现在清明前两朝 也因为 商人们大量兑换小钱 以至于钱价飞涨 甚至闹起了钱荒 国家发现问题不对 这才逐步降低 铜钱中的铜含量 最低的时候 铜钱的比例 达到惊人的三七比 用手一掰就 断成了两截 商人再无力可图 如此 这一事才得以制止 想不到 如今却出现在 明朝的中期 这江淮的商家们 还真是聪明 周行人心中感叹 一笔不错的买卖 倒是可以做 不过 问题来了 这么多钱 如何运回还老家去 如果被官府查到 麻烦事不小 说到这里 或许有人问 我自己的钱 我愿意带多少出门 我的事啊 别人也管不着 老子就算用钱 做一件衣服 穿得像个机器人 你也没资格管呀 还真的管得着 古代实行的是 盐铁砖卖制度 盐和金属 都是砖管砖营物 一旦达到额定数量 必然会受到监控 这可是十几大船的铜钱 怎么也得几百吨的重量嘛 你运这么多铜想干嘛 打造兵器铠甲 涂抹布鬼 因此 商甲们出门 大多带白银 甚至兑换成黄金 涂的就是方便 谁没事 带几船的铜钱 实行风 还是炫富 再说了 从京城到淮安 大运河上的衙门多了 又是曹运 又是河岛 各地还有水关 看到这么多钱 水上都是那些官 眼睛们都是绿的 不扣下来才怪 五星化被周南释放之后 知道拿眼影的事情弄不成 又畏惧周大人的报复 就打算先回淮安再说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三个同乡 正好在淮安的会馆 和他碰到 说起这笔生意 要他何故 五星化一算账 这次来今的事情 虽然没有办成 可顺路赚上一笔 不无小补 于是四人收了十几船的铜钱后 就开始琢磨 怎么把这些东西运回去 如何拿到水路通关的官房 却不想忙了半天 没有弄成 五星化就厚着脸皮 求到了周南的门下 没错 我和周大人是闹得不愉快 可赚钱的事 不能带入个人情绪 没有永远的仇人 只有永恒的利益 五元外是这一理论的忠实信徒和践行者 周南听他说完这事 说道 五元外 不好意思啊 这大运河可不是本官说的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行人 又不是内阁阁老 没这么大能量 打通河岛 曹运和各地水关 哎呀不不不不 欣然 你能办得到 五星化急忙说道 周南大骑 还请教 五星化说 子墨 你不是在行人司任职吗 不觉中 五元外 换上了亲热的称呼 只是一个小小的 正八品的行人 又不是什么实职 派得上什么用场 怎么了 五星化说 子墨 修要调 他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双下巴 继续说道 行人司不是经常被派拆到地方上去吗 这一路自然走 这一路自然走得通畅 原来原外 打的是这个主意 可你们没有官职 若是冒充官身 真被人查到了罪名不小 周南略微心动 也明白五星化究竟打的什么主意 行人司中的行人 主要工作是给中央各衙门跑腿 和到地方出差 就那些同事而言 一年到头都看不到人 到如今 周南也没将他们认权 五星化的意思 是让他们四个商家冒充行人 一路押送大船回到淮安 行人司的行人品级势低 可他们未来的言官欲轻 这一名朝言官的厉害 大家都知道 和尚的官吏若敢来叨扰 叫行人记恨上 就算弹贺弹不死你 恶心也恶心死你 冒充行人司的人 确实可以在大运河上横着走 五星化忙摇头道 不是不是不是 行人你误会了 咱们如何敢冒充官员 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行人司中可不只有行人 还有立元和书版 咱们可以打着子墓的旗号 然后拿了看河南下 想来江房和河岛沿到衙门的人 也不会为难 周南这才点头 此法甚好 不过你等拿了看河 切不可生事 五星化说 行人你放心 咱们毕竟是读书人 怎么可能在地方上 骗吃骗喝 再说了 官府衙役 又脏又臭 如何住得下人 周南说 那可难说 你等得答应本官 日夜赶路 不可下船一步 五星化急忙赌咒 发誓半天 周南这才道 通关文书 我有法子 四章刊河 我明日去力不弄 对了 这事的关键 是通周到 天津三位这一段 我找个行人司中 有官身的人送船 如此也稳妥些 你下去吧 后天一大早 你和他在通周码头会合 京城别的不多 就是衙门多 中央不少不远 只能重合 有事谁都能插上一脚 若有人找茬 那四个拿的 看河的西背货 不就露馅了 五星化大喜 如果 有官员负责押送 却是多了一份保障 还请教 那位大人姓慎名谁 周南说 他姓郭 以前 是行人司的书吧 后来 做军企局的副事 如今在家中待差 郭大人是个秃子 又不喜欢戴帽 很好认 五元外 你下去准备启程吧 多谢行人 多谢行人 如此 在下就告辞了 五星化 可是吃过老郭的苦头 如何不认识 连连拱手 又从袖子里 抽出一张 写了字 画了鸭的字条 递给周南 周南一看 原来是一张一千两的 欠条 算是他这次 酬劳 只等庄前的大船 回到淮安 就可以对付 来回也不过 是一个月的时间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六十六集 送走五元外之后 周南将欠条 交给了巡方 以收好 第二日 就兼职去见 王若虚 请他给开 看河 通政司的衙门 设在皇城里 和中央各部员 挨在一起 往来倒是方便 王若虚听周南说是 给四个同乡 开看河 倒是爽快 这种事 他遇得多了 原来啊 这所谓的看河 就是中国古代 朝廷印制的 类似于现在的介绍性 供官员 执行公务的人员 和皇帝恩准的 其他人在长途旅行中 使用驿站时 出具的品整 于是就有官员家的亲戚 或者游学天下的书生 弄来看河 蹭吃吃喝 免费旅游 中央有好几个部员 都有开看河的权利 吏部开具的手续 最具有精量和说服力 吏部一干低品级的官吏 每年在看河上 送出去不小人情 倒是一桩小小的福利 周南来开看河 显然是为了照顾 离京的同乡 这种事对于高权位 王主氏而言 只不过是举手之劳 也不放在心上 拍完介绍信之后 周南又想起 傅贤在家的老郭 就问还有没有缺 帮他补一个 王若须想说 说院马寺 还缺一个正求品的监证 随时都可以去上任 周南心中付费 才正九品 能不能大点 老王 你也太小气了吧 往我前阵子 帮你修订师级旧岗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吧 明天 所有收购铜钱的船 就要在通州的庄船处起域 周南也不耽搁 就派了一个手下 将刊盒送去了环安会馆 告诉五星华 可以出发去通州了 接着 他就亲自去了老郭家 老郭正和两个六七岁的女儿 在家玩耍 一脸慈祥的笑容 很是享受这种天伦之了 想不到 这个色中恶虎 也有这样的一面 那两个姑娘 倒是非常的可爱 见到周南 就周叔周叔地喊着甜 周大人高兴地 摸了两颗银豆子 发了红包 心中竟然 是有些淡淡的惆怅 想不到 我这个清爽少年 也有 有你中年男的 这种行为 别烦你家周叔 自己去玩吧 老郭将孩子 交给了自己的环家 就问道 大老爷 光临寒舍 有何吩咐 老郭 最近 扣得可好 勉强吧 在家待的 差不多了 而且 在家待的人多 又不是只有我一个 我家这 有吃有喝 倒也饿不着 只是没事做 实在烦嘛 周南低小 有吃有喝 别忘记 你每月可要给 贾大嫂 和父中孩儿的伙食费 将来还得买房买地 老郭大害 忙低声道 大老爷 你就饶了我吧 小声些 若是叫我家里的 黄脸婆听到 下官可就活不成了 吃到怕了吧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周南说 放心 你的官职 我帮你要到了 过得几日 就有任命下来 任命下来了 可是 去锦王府 老郭大喜 多谢新人 周南说 不是去锦王府 而是 院马寺 正九品的奸证 官职是小些 可好歹每月 也有几两银子的俸禄 你先 对付过这一阵子再说 老郭说 是北京寺的奸证吗 周南说 那你一家老小 都在京城 如何能够叫你去外地 这自然是北京寺呀 院马寺 负责国家马政 分为 北京 甘肃 辽东 平良寺寺 每寺下面 领六间二十四元 机构很庞大 寺寺中 北京寺寺总部 平日里 大家口中的院马寺 就是北京寺 老郭更是激动 新人大安 小的莫尺难忘 说吧 就移到地 然后高喊 娘子娘子 快上街 切肉姑酒 我要留周大老爷吃饭 周南 为他这激烈的反应 感到疑惑 一个小小的酒品奸证 你至于吗 老郭说 这可是个油水十足的差事 原来 马政的主要工作 是管理各地的马场 打交代的都是马户 这一年头 好马相当于 现代社会的奔驰宝马轿车 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老郭管着他们 以他那精明的性子 发点财 应当不难 听他说明原由 周南这才恍然大悟 早知道 本大人就去监这个职务 老郭 别忙活了 你马上带着官罩 和看盒去通州 有事叫你去做 说着 就将一份看盒 递了过去 听周南吩咐完 老郭将胸脯拍得山下 行人 我办事 你放心 这就去通州 和五星化会合 一路押船到天津 老郭摸拳擦掌 要是在自己这个恩主面前 好好表现 他得了前程 全靠周行人 自然不敢马虎 午饭也不吃 立即收拾了行装 一路朝东行去 对于他办事的手段 周南还是非常放心的 五星化这事不大 他也不放在心上 第二日一早 周大人照例去通政司 做班 今日无事 无聊 就琢磨着 到哪个单位去调研 将光阴给打发了 对了 大兴知县前天上书说 县中水利涉施荒废 这恐桃花迅 下来冲毁农田 请朝廷拨款 倒是可以去他那看看 随便 会会大兴的老朋友 刚和两个书板 出了皇城 就听到 嗖的一声 从墙根处射出一人 拱手道 可是周行人 周南一看 这是一张陌生的脸 就问道 你如何认识的本官 什么事 小人 是曹运衙门 经师都良道 水官的差役 李丁 昨夜 水官捉了个犯人 据说 他醒过 周南 周南心中意气 可是个秃子 李丁说 正是 看来找对人了 大老爷 借一步说话 周南对手下两个书板说道 今日不去大兴了 今日不去大兴了 你们回衙门吧 就带着李丁 走了一段路 进了一家茶社坐地 李丁 说吧 什么事 李丁说 郭大人 昨夜 犯了事 被水官正提举 给捉了 说是要解送有私 说着话 他就将老郭 为什么犯事 大概说了一遍 原来 老郭昨天赶去通州后 已经天黑了 就经直到码头 和五员外他们会合 吃过饭之后 老郭就敌意 去青楼寻欢作乐 五星话 他们又要装船 又要准备 一大早启程出发 实在太忙 就为难地说 郭大人 实在不好意思 这事实在耽搁不了 你老 还是忍忍吧 等出了京城地盘 到天津位之后 我等坐东 再说了 周行人叮嘱过我等 不得下船一步 我们还是 在船舱里待着吧 老郭以前 在白隔庄的时候 花天酒地惯了 傅贤在家 整日被娘子管束 这都快憋出病来 此番终于获得自由 顿时荡漾 他如何按耐得住 心中的饥渴 当即就翻了脸说 儿等 在船上待好 本官自去逍遥 明日某时 再来和你们 做一道救世 接着他就独自一身 去了青楼 然后就被曹运通州 水关的正题举给捉了 准备移交有私罚办 周南听完 李丁 郭大人去青楼 也不是什么事啊 水关有什么权利 去抓人 李丁说 回大老爷的话 郭大人并没有去青楼 而是上了水上的私舱船 那地方归水关管 按照国家法律 可是犯法的 周南闻言 一张脸 气得铁青 猛地一拍桌子 信郭的 还真是机不择事 没错 明朝娼姬是合法 可前提条件 姬家要依法纳税 私舱可是官府 严厉打击的目标 一旦查到 不但娼姬 连嫖客也要受罚 家境朝廷爱财 对逃税 一向是严厉打击 零容忍 老郭娘子管得极严 他经常是 腰中半文钱没有 又在家中 差日多 这穷得厉害 这次到了通州 本有心让五星化勤客 可惜这四个商家 却走不拖 而正经青楼里的消费 他又承受不起 索性 找了家私舱船 发泄一下 反正就一两钱银子的事 还承受得了 老郭这次被捉 那不是坏我的事吗 周南发泄了半天 问李丁道 郭大人 没同你们水关 表明身份吗 官场上的事 都讲究人情 朋友多了 路好走 李丁说 怎么没说 可政体举 却是不一 说朝廷 有规定 官员不得嫖妓 要将他转悠有四 他犹豫了一下道 咱们那个政体举 对于公民最是热衷 周南立即明白 政体举 这是要从老郭身上 拿政绩 如果老郭是普通百姓 说不好 交点罚款 就放了 事情恰恰就是 他是官身上面 而且 见到政体举 还打出了 行人司的牌子 甩出 自己告身官罩 郑大人一看 哼 原来是行人司的人 你们行人司 不是清流吗 将来也专门 弹劾人为生 今日 本官就叫你尝尝 被人整的滋味 堂堂行人司的利员 嫖娼被捉 到时可以把事情搞大 官场上的人 不怕事 就怕事小 李丁本是水官的牙医 恰好 看守被积压在 班房里的老郭 老郭就许与重礼 让他带信给周南 李丁本不信 这个穷得厉害的小官 直到他找到五元外等人 拿到脚钱后 这才急忙跑到京城里 李丁说 周信仁 五元外他们说了 还请大老爷 你尽快去通舟捞人 他们在码头 等着呢 小人只有一天假 还得赶快回去 周南气道 老什么人 信郭的 自作年不可活 本大人救得了他仪式 救不了他仪式 罢了 你先回去吧 我自由主张 以周南的脾气 这次还真想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 也好叫那个鸟人 分个轻重缓急 至于五星化他们 不要管老郭 传照样回缓 想了想 这里是金师 别的不多 就是衙门多 官多 和尚 那么多职能部门 任谁伸一伸手 就是一桩麻烦 还是得让老郭这个官员 压倒天津才能放弃 巴巴巴 本大人 就跑一趟通县 这事也不难 周南心中不觉感慨 本大人手下 怎么禁使这些 鸡鸣狗盗之徒 难道就没有君子 要养君子 至少也得是 一省的都府 周南现在 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行人 自然不会有人来头 所谓 五大郎玩野猫子 什么人玩什么鸟 甲袋里 只有阿猫阿狗三五只 不用老郭 还能用谁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7集 当即 周南就乘了车 去了通州 通州 通州距离京城 也就六十几里 走得慢一日 加快速度 半日极到 到了水关 周南按照 明朝的组织程序 下了通州司的公函 说是 要问喜人司官员 郭某嫖妓一案 做个调研 正提举 接到公函 有点莫名其妙 这官员嫖妓 又有什么好调查 考察的 你通政司 既不是教访司 又不是户部 税务机关 研究这个作事 一看落款 是行人司 行人赞在通政司的知识 周南 就想明白 周南既然是行人 郭某也是行人司出身 这二人 这二人想必有着关系 这次是夜猫子进宅 无事不来 定然是来求人的 正提举心中冷笑 行人司的行人 好大来头 好大来头 吓唬人吗 我又认得你周末是谁 凭什么本官卖你人气 本大人正要拿信郭的开刀 怎么单凭你三言两语就放人 郑大人最近前程看好 有风声说 上头有意提拔他 更重要的领导岗位 现在缺的只是 拿得出手的成绩 郭某落网 这才是磕水 来了遇到了枕头 他是铁了心 要整老郭 自然不肯和周南 多说废话 就对着手下下令 把犯官提到堂上 本官要亲自审讯 对了 请周行人旁听 法律不外人情 他要直接走法律程序 断了周南说相的机会 周南本打算 和政题局好好的沟通 卖他一个人情 之后 如果有用得上的地方 还他就是 被冰钉带到大堂 看到两排面目猙獰的牙蚁 和高坐在大案后的政题局 不觉一冷 感觉到一丝不好 周南微微一拱手 行司行人 暂带通政司知识 周南 见过政题局 政题局点点头 也拱手回礼 不嫌不淡地回了一句 求养 求养 坎座 说道 周大人 本官今日正在审讯一桩案子 若有公务 是等我 先将案子审结之后再说 待人犯 是 牙蚁应了一声 就带着满面悲愤的老郭进来 老郭是举人出身 又是官员 水关的人自然不敢虐待 可被人关了一夜 天气又冷 还是显得有些憔悴 看到周南 忙叫道 周新人 救我 正题局狠狠地一拍金堂木 郭某 你身为朝廷官员 却侠击 可知罪 听到这里 周南眉貌一扬 双眼满是怒火 好个正大人 原来你给我搞的是 公事公办这一处 既然你不给我面子 就别怪本大人 等一下也不给你面子 老郭 你好生回正大人的话 若是有违反了朝廷律令 本官须饶你不得 但若是清白 任何人也诬陷不了你 说完话 周南紧闭着嘴巴 一言不发 老郭叫道 正题局 本官冤枉 进了我这里的人 都喊冤枉 没有一个 恳老实认罪 正题局 冷冷一笑 待人证悟证 很快 又有 牙医将一群人带进来 正是老郭 昨天晚上 上的 司昌和老宝 并传复 水官对这几人 可是没有客气 昨夜已经 独打一顿 他们自然是 共认部委 不但写了状纸 画了鸭 还当庭指证了老郭 除了人证 物证也全 乃是 一条蟹库 上面还带着犯罪的痕迹 不用问是老郭的遗留物 周男忍不住 朝那昌击看去 却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粗手大脚妇人 面上都长满了皱纹 辅了厚实的粉纸 脸皮一动 就扑苏地朝下落 他气得几乎要笑出声来 这信郭的 什么品位 这下 人证物证极权 看你如何抵赖 我看 你这官是当做头了 正体局 得意洋洋地问道 这下 就算是做成铁案 谁也保不了这信郭的 老郭不符合道 新政的 这通州里的秦楼 储管这么多 你信不信现在带人去查 保准会捉到几个大人 怎么只针对本官 不就是进了秦楼 就要治罪 笑话 正体局冷笑道 好个郭大人 通州城里的事 本官管不着 可这水上 却是我曹运水官的地盘 本官有查击 不法之徒的职责 大运河通州短 可没有画坊花船 郭大人 你侠的可是私娼啊 听到他的话 郭大人的面色 变得苍白 按照朝廷的制度 官员嫖娼 那可是要罢官免职的 只不过 官员们尽清楼应酬 也是常事 也没有人当真 否则 这大明朝的官 从上到下 要被撸个遍 再说了 正经的清楼 可不是一般人能开的 谁没有个背景 如此 这条律令 也就流于形势 正因为有官员 出了这种事告上去 上头多半 也不会理睬 但老郭去的是 私窑子 碰了私娼这条红线 最要命的是 官府和官员的体面 被他丧尽 死定了 侠击 朴私娼 谁说的 周南突然悠悠地插嘴 这可是不晓的罪名啊 郭大人 你不要乱往自己头上扣啊 正体举说 不是侠击 又是什么 周行人 本官倒要请教 周南说 郭大人这是建议勇为 建议勇为 正体举看周南的目光 好像在看一个白痴 棉花素柳 和建议勇为可挨不上边 周南点点头 用肯定的语气说的 对啊 就是建议勇为 不但无罪 还要大力表彰 正体举冷笑 任你说的天花乱坠 郭某伟智之嘴 都洗不脱 本官今日 倒要开开言见 听说周大人 诗词甚好 最近更是声名远扬 道不知你口才 竟然如此了得 周南说 好 郑大人 本官且问你 什么是侠击 若是要定嘴 需符合什么条件 两人一口一个 大人 显然是撕破脸了 正体举说 听闻周大人 也是老公门出身 这刑狱上的事 想来要比本官更清楚 侠击之嘴 要符合三个条件 其一 犯人 犯人去了青楼 储贯 其二 一男一女 行了苟且之事 有人正误着 其三 有钱财上的交易 周南点点头 说得好 那么 本官就一条一条挨个问 我先从第二条问起 真的是一男一女吗 正体举很不耐烦 周大人这话 问得毫无缘由 苟且之事 不就发生在男女之间吗 周南说 好 一男一女啊 那么 如果是两男 又或者两女呢 这个问题问得古怪 大腾中 众人都是一脸的古怪神情 是啊 这如果是男男 或者女女呢 这就不好界定了呀 明朝风起开化 对这种事 并不觉有什么不妥 甚至传为牙话 毕竟 取向乃是天生 老天爷有什么安排 能有什么办法 可以理解 不鼓励 也不评价 存在就是合理 存而不论 乃是圣人大道 正题举 竟然有点说不出话 这个 这个 那么 我再问郑大人啊 如果 是一男两女 或者反之呢 周南说到这里 回头故意的呵斥老郭 郭大人 你可真是个笨蛋 昨天一口气 叫上个三五个姑娘 不就没这事了吗 国法上 定罪量刑上 说的是一男一女 心苟且知识 你也是老立员 连着都想不明白 若如此 谁也定不了你的罪 还有这么个说法 众人都想笑 只是畏惧正题举 憋得难受 可仔细一想 好像 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大明律上的条款 就这么写的 官员判案 要对照条文来 如果周大人 要一字一句地抠 如果真的遇到 男男女女 或者一男竖女 一女竖男 还真的男人家 没有办法 看来 这大明律的漏洞啊 是真的不上 也对 这部法律 定于红五年 已经 已经快一百年了 当初 估计也没想 会发展到这么快 李坏岳崩 崩成现在这个样子 问题是 祖宗家法不可费 谁也不敢 修改其中的条文 给自己找麻烦 巧言吝啬 话中取宠 正题举大怒道 周大人 你的体面呢 周男说 好 来 我说第三条 他走到那个妇女面前 强忍着恶心 柔声问道 你 叫什么名字 那妇人磕了一个头 回答老爷的话 名副姓金 周男说 不要害怕 本大人问你啊 你照实回答就是 金氏 我问你 你一个女子 本该相夫教子 怎么跑到水上 来抛头露面 可是家中生活困苦 这日子 实在是过不下去 金氏 不知周男怎么办 心中畏惧 产生道 回答老爷的话 名副本是姬证人 家乡 受了冰灾 一家老小 都死在战火里 实在没个着落 只得操此银声 名副也是求 一日两顿脚果 苟活于世啊 他在水上这么多年 月人无数 本就是人精 也知道 自己就是一个 戒子般的人物 官府想要弄死他 就好像 踩死一只蚂蚁一样 遇到事儿 一味地卖惨就对 回着话 金氏的声音哽应 连泪奔泻而下 冲得脸上的粉 一塌糊涂 看到这个妇人 如此乖绝 周男知道 今天这事儿 有门了 继续诱导 旁边这位郭大人 昨天给了你多少钱 金氏说 回大老爷的话 给了二千银子 完事之后 郭大人递过来 一顶一两重的银顶 名副因为找不开 剪子破不开 郭老爷说 余下的都当做打赏 突然 立在旁边的老郭骂道 什么找不到剪子 分明是你这仓妇 贪我千财 故意推三阻四 众牙医都忍不住笑的 金氏实在太丑 也就值一钱 这老郭竟然花了一两 亏大发了 你堂堂一个男人 难道还要和妖姐 撕打成一团 见场面实在太乱 郑提举气得又拍了几记金糖末 这才让秩序好了些 他已经觉察到 有些不妥 这周南分明就是要 通过插科打魂 将好好的一场审讯 要搅黄了 正要喝止 周南提气道 郑大人 此案的情形 已经问得分明 昨天晚上 郭大人心血来潮 夜不能美 在运河边散步 路过金氏的船 见其形状可怜 就上前询问他 圆河面有菜色 神色悲苦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8集 在得知 金氏生活困苦之后 郭大人心生怜悯 施舍于他 金氏感念郭大人的恩德 请他上船看查 以为答谢 二人暗生情绪 以至于 金风玉露一相逢 更胜阙人间无数 没错 郭大人和金氏 行了苟且知识 可也就是德性有亏 金氏的丈夫枣王 通奸知嘴 却是说不上 至于侠迹这一条 更谈不上 侠迹知嘴的判定 是有钱财交易 他们交易了吗 郭大人给的钱是施舍 金氏是报恩 这才以身相许 周南说到这里 问金氏 名副金氏 你说 本官说的对不对 金氏是何等聪明之人 盲哭道 郭大人说的是 名副是真心爱慕 郭老爷 以身相报 周南点头 那么事情就清楚了 郭大人这不算是侠迹 而是体恤百姓 建议勇为 说完 他朗朗念叨 这夜以身 天微凉 路过河边 见一女 女衣甚薄 风中瑟瑟斗 爱心起 与师二三前 起料女圣感恩 印拽船上 更恋爱 碎生情 云语三刻 绝不爱 师之分手 费二三 何所知有 周大人连叛词都想好了 国大人极才也 众牙医再也忍不住 哄堂大笑 周南忙给金氏帝国取一个颜色 妇人会议急忙大哭 郭老爷 名副冤枉 名副冰清玉洁一个人 怎么可能做姚姐 实在是 昨夜一时糊涂啊 他自然知道 如果落到正体举的手中 一顿打是免不了 说不好 还要被发配边疆为奴 也只有眼前这个周老爷 是自己唯一的救星 自然要大力配合 仲牙医更是笑得直打跌 这今时还冰清玉洁 在场的弟兄们 谁没在他那里亲过活 哄得了人吗 正体举气得脸色铁青 不住地拍着大案 却还是没办法 让大家安静下来 周南将双手一挥 这说来野怪 众牙医 瞬间就安静下来 都竖起耳朵 仔细聆听 这位周大老爷 口才还真是了得 说话这么有趣 比说书先生 说得还要好 倒不能漏了 你请我愿 只能在道德上进行谴责 周南说 没有买卖 就没有伤害 没有伤害 那就不算辖技 正体举说 真是颠倒黑白 信口雌黄 周大人 任你说得完时点头 也蒙蔽不了本官 本大人若真被你忽悠 以后还不被人当成傻子 周大人既然对此案有意义 本官就公事公白 一交有私了 慢着 等本官把话说完 周南喝止住正体举 说道 现在说回第一条 官员侠击定罪的前提 是郭大人进了青楼楚官 金氏 本官且问你 你开的是青楼吗 金氏说 不是 周南说 你的船是做什么用的 金氏说 打渔船 正体举怒笑道 无耻仓妇 还敢狡辩 这里谁不知道 你是姚姐 你那船 是做什么的 周南说 郑大人 你说金氏的船 是昌家画坊 可有凭证 可纳税了 拿不出来吧 拿不出来就算了 要不 你找通州衙门 帮他办一个凭证 这样 你要指郭大人 侠击知嘴 本官也无话可说 不但正体举呆住 就连其他人 也都陷入了呆治 是啊 国家的法律制度 已经完善 地方上出了案子 判决之后 得交到省一级 提刑安查司审核 审核之后 再转刑部 只要证据稍有不足 就得打回来重审 郭大人这事 走的是封级这条线 先要交去督察院复合 然后转吏部再合 刘成走完 才能免去他的官职 没错 金氏是私娼 是没有执照 到时候 郭金二人咬死 是私通款曲 非是嫖娼 你还真拿他们 没有办法 要想将郭大人办了 你就得给金氏办证 使之成为国家承认的 风月娱乐企业法人 如此 问题又来了 官员尽正规的 清楼应酬 官场是约定俗成不查 否则 真要追查 先得把教访司给关了 这简直就是个死循环 打明朝的法律 恕本官直言 就操弹 郑体举心中大苦 看着周南那意气风发的样子 喊道 本大人这是碰到个什么混蛋 金氏心中一阵狂喜 窥行前行 不住向正体举磕头 多谢大老爷 多谢大老爷为民夫办证 民夫定然在家中立下大老爷的长生牌围 日夜烧香 为你祈福 正规清楼瓦舍 正可是老值钱了 且不是你有钱就能办得到 原来 按照国家制度和礼部规定 明朝每个州县 根据人口和经济总量不同 所设的清楼 自由定数 并且严格审核 通常 一个下县最多两家 中县三到四家 当然如县制在苏州的府城中的五县 辖区内几十上百家也是有的 道理很简单 你一个一万多人口的县城 偏生要弄几十家清楼 每到夜里就是灯火辉煌 四面楚歌 只粉朕十面埋伏 那世风还不被搞乱 正是这样 明朝的清楼相当于是垄断的买卖 而风月场又是萧金窟 你就算是金山银海进去 管叫你衣衫蓝绿 面黄鸡兽的出来 这一事的利润实在太大 通常都被当地的好身世家大族把持 普通人根本跨不进这道门槛 如何能不叫金氏 欣喜若狂 看到这富人的模样 正提举心中一口血几乎要吐出来 可这本大人 今天不但没有置着信锅拿到政绩 反陪上了天大的人情 去通州州衙走门子 帮你这仓服拿到清楼凭证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 这新州的还一代辞宗 诺大名气 喜人思的清流 就是个松棍 败了 彻底地败了 看到坐在暗后 逮若木鸡的正提举 州南心中得意 知道现代社会律师的厉害 本官可是将 离狗嗨的半则直述 来来回回看了十来遍的人 郑大人 本官公务在身 不可久留 就告辞了 州南朝着老郭看了一眼 郭大人 咱们走 州南说 不知道 大人还有何见教 正提举说 就依周大人所说 郭大人没有侠缉 可身为朝廷命官 与梁家妇人私通 得心有愧 本大人 也要表参上一本 老郭知道不好 用哀求的目光 看着州南 州南说 随便 老郭实在太不靠谱 坏我大事 给他一个教训 也好 郑大人又对老郭说 郭大人 要想本官不参你也行 徐答应一件事 郭大人说 大人请说 正提举说 林副金氏乃是刘明 按照制度 得发配九边 方才郭大人既然说 和金氏两情相远 本官就做主 把他判给你 做妾事 把人领回家去 老郭面色苍白 啊 不可 万万不可 正提举说 又有何不妥 你不想承认 和金氏有私情 已经定下了海事山盟 那就是侠击 来人 带着郭大人 发付有私查办 我 我 我和金氏有私情 愿带他回家 正提举说 金氏 你可愿意 金氏喜得连连点头 愿意愿意 能够做官太太 傻子才不肯 郑大人哈哈大笑 郭大人 带你家小妾回家去吧 来人 写申请 是啊 这金氏又老又丑 一钱银子一次 领回家去 有脸吗 这一见之丑 总算得宝 哼 本官真是个天才 这孝盛啊 显得是分外的畅快 水上人家 都归郑大人管 很快 金氏的身器就写好 交到了周南手中 周南也不客气 结果身器 揣进了怀中 至于老郭的民生如何 将来如何面对 他的魂家的熊熊怒火 这就不是他所操心的 好 就这样 正提举 告辞了 正提举说 周行人走好 最后 两人总算 互相客气地 撑了对方的关系 带着老郭从水关出来 周南冷着脸 在前面挤走 老郭知道 自己做错了事 快步跟上去 不住地赔罪 周南被郭秃 弄得烦不胜烦 他对这丝 是彻底的失望 猛地停住 指着老郭喝道 郭大人 本官交代你的事 何等要紧 你竟然不放在心上 以前在军器局的时候 某就千滴 您万嘱咐 叫你少吃酒 不要沉溺女色 你把本官的教导 都当耳旁风了吗 老郭嘀咕 大老爷说我好酒瘫话 其实你在这上面的名头 比杯子响亮多了 你说什么 本大人什么时候不检点 人言可畏 周南气得顶心 老郭 从现在开始 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过我的独木桥 算本官没眼 认错人了 以后全当你我素不相识 老郭大惊 和周南相处这么长时间 周行人的手段 他是知道的 自己一个小小的立员 说给一个富士 就给一个富士 说给一个院马寺的奸证 就给个奸证 就好像另一步 是他老周家开着 他周大人可是 自己的恩主 没有他 就没有现在的自己 而且周大人才学初衷 明年考个进士 当不在话下 未必妥妥的一个 不堂级的高官 没有了他 自己这么一个小角色 又从哪里 去寻如此大机缘 盲叫道 行人 是下官的错 不是说 要背着鸭船 去天津卫吗 你还有用得着 属下的地方 周南说 没有你郭屠夫 还吃带毛猪 说吧 再不理睬 将神器掏出来 摔给金氏 你自回去 少在这里 戳本大人的眼睛 金氏说 大老爷 明父 一心要服侍郭老爷 以报他的 建议勇为之恩 所谓 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只能以身相许 今日 当着三位大老爷的面 明父已是 郭老爷的小妾 自然要从一而终 老郭这才想起 身后跟着一条尾巴 顿时惊得是冷汗淋漓 好个雕夫 你这是讹上本大人了 嫌本官的麻烦 不够多 马上给我滚 贾大嫂 和她肚子里的脱油瓶 已让老郭是狼狈不堪 生活质量 急剧下降 再带个回家去 后果不堪设想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69集 今是属于最低贱的私仓 吃了一辈子苦 如今 总算是攀上了一个官 这可是改变命运的良机 错过了 就再也找不到 顿时就喝道 郭老爷 你不肯认账吗 要不咱们到水关 郑大老爷那里去 老爷 我算是看明白 郑大老爷若是要整治于你 只怕你这官 也当不成 老郭终于崩溃 我杀了你 老郭 老郭 冷静 冷静 周南怕他生出事来 急忙脱住他的袖子 从长计议的 哎 从长计议 先把我这事做完 老郭喘着粗气 怒使金氏 半天才咬牙切齿 且放过你 多谢大老爷垂怜 大老爷心里 还是有切身的 金氏微微一扶 又抛过去一个媚眼 蒼天哪 我究竟做错了什么 老郭悲惨地叫了一声 周南见他反应激烈 不觉好奇 老郭 你家小妾如此丑陋 所以如何下得去手 老郭用手拳头 在自己的脑袋上 不住地敲打 是我瞎了眼睛 天实在太黑 这刁妹 又抹了很厚的粉 我听他声音娇嫩 以为是二八家人 这才上了他的恶当 周南一想 也对 说句实在话 金氏的声音 确实很疙 倒是容易 把人骗过 周南忍不住 哈哈大笑 老郭 你活该 走吧 时辰不早了 该发传了 那谁 金氏 你的声音确实有特色 也上传去吧 伺候好你家大老爷 你和他的婚事 本大人做主了 他的气 也消了很多 说起来 自己和老郭 就是曾经的上下级关系 现在 与他没有主从关系 从内心来说 这老郭 也算是在京城中 接触最多的损友 私交还是不错 周南每日 都要去周一龙那里报到 不能亲子押船 取天经尾 相比之下 还是通政司的事情要紧 这老郭 还真的不能不用 多谢大老爷 金氏大喜 上前牵住老郭的手 嗲嗲地说 老爷 小心走路 别摔着了 老郭说 老天爷 饶过我吧 饶过我 我发誓 从现在开始 清心寡意 做个好人 只求你让这个女人 马上消失 且说 通州乃是天下第一码头 全京城上百万的人口 所需的一大半以上的物资 要通过大运河 从东南运到这里 然后卸货送去京城 只见长长的码头 延绵三四里 都是船只 人声鼎沸 到处都是 挥汗如雨的脚夫和富商 还有不少牙翼兵丁 在码头上巡视 看他们挂在身上的腰排 分属于五六个 不同的衙门 在水上又是另一番的情形 只见 强撸如鳞 白帆铺天盖地 占据了整个眼帘 周南作为一个现代人 什么大场面没见过 可每次 见到通州码头 这浩大声势 依旧是心摇破洞 呼吸补偿 他和老郭 也是寻了半天 才寻到了五星化的船 也看到了五元外 三个合伙人 这三个分别姓江 和 官 江 江和二人大约是三十出头 乃是秀才 话也多 看到周南这个环恩才子 都非常的激动 至于官员外 大约五十多岁 竟是个举子 一直表现得很腼腆沉默 双方见过李 五元外就问周南 可用过饭 周南这才想起 自己禁锢着赶路和捞人 倒是忘记这事 现在已经是后市北京时间 下午的三点左右 肚子里饿的是咕咚乱响 就说道 正是要紧 你们立即启程出发 不用管我本官 江秀才就笑着插嘴 周新人 就算我等现在想走 也走不了 刚接到 曹思顺天府 都良道的命令 所有的船只 不得出港 说是要给 官船让道 看这情形 今天怕是走不了 一切等明天早上再说 我等刚向贩子买了六条大口白莲 不如做了羹汤 吃些酒 何秀才也是不住的邀约 素文行人师子了得 今日正要和你亲近 好叫诗文 还望勿要推辞 白莲不就是胖头鱼 在现代世界 也就几块钱一斤 实在是没个什么好兴起 但明朝却是稀罕物 周南本就不耐烦 留在通州 可经不住这二人的盛情 又实在饿得紧 就到 恭敬不如从命 留下了 对了 曹思不许所有的船只出港 所为何事 一直没有说话的官员外说 听说 晚间有内怒的银船 要进港 自然要让到 所谓内怒 就是皇帝的金口 加进皇帝爱钱 前一阵子派出的矿间 到地方上收矿税 也算是一笔固定收入 每次得了钱 都要通过船只送到京城里 加进是个好面子的人 他也知道收这个税有些不好意思 一直都是小打小闹 流于形势 到万历年的时候 索性不要脸了 直接让太监 常年坐镇矿山 一文钱也不虚掏 据周南以前 在延庆周和周牙的人 攀谈时 未免得被阎官们 弹劾 愚民争理 在外收税的太监们 压银回京时 都很低调 再加上本来也没多少钱 犯不着 大张旗鼓 像这种直接封闭通舟码头的事 还真没见过 见周南陈寅 五星化 因为他耽误了严惩 说道 行 不用担心 曹运 顺天府都梁说了 内陆的银子 之前一准到 此时 就开码头 周南说道 那好那好 我们先吃酒 各位朋友 这相聚就是圆啊 也不要行人行人了 显得生分 叫我的婊子就好 说话间 鱼羹已经坐好 一行人坐在舱内 一边吃酒 一边谈诗论道 却也快活 不觉月上柳梢头 周南微嘴 不觉地靠在井墩上 鼻灯过去 刚睡不片刻 就被喧化成吵醒 朦胧地睁开双眼看去 灯笼的火光中 只见甲板上 老郭 何武官僵 四人战战兢兢地 立在一个矮个子七品官前 那个七品官身后 还跟着四个随缘 都是一脸的不近人情 周南心中也是奇怪 一个正七品而已 在京城根本就算不得什么 老郭也是有官身的 为什么怕成这样 就提起精神来 走了出去 看到周南 战战兢兢的老郭 和五星华等人忙到 初行人来了 周行人来了 周南随意地 朝矮个子官员一拱手 见过这位大人 在下行人私行人 兼通政司知识周南 请问 大人深夜上船 有何见交 你是行人私的行人 听说过你 那矮个子官员一拱手 本官监察御史 公卿 原来是督察御史的意识 这才是正经的清官严流 有下皇帝 上折子 弹劾官员 封闻奏事 又不用负责任的权利 难怪大伙 怕成这样 说起来 周南和他还是 同一个系统 只不过是后背一霸 科道克是内阁 私里间顶足而三的 权力机关 组织旁的掌官是 郑二品的左右都御史 下面左右副都御史 左右剑都御史 下设十三个道 御史编制各不相同 浙江道十人 江西十人 福建齐人 四川七人 陕西八人 十三道加一起 一共一百一十人 除了这十三道监察御史外 还有六名六科给市中 原来是公寓室公前辈 求养求养 周南随口赋言 磕道的人实在太多 很多人一年到头 也见不了一面 这个公卿的名字 好像替人说过 有点印象 公卿点点头 显然不想和周南 谈同僚感情 头也不抬 看着手中的一叠看合 官罩 录影 并逐一登记 显然 船上上至五星华 下至船夫 一个也没有漏掉 本官 奉命巡查通舟码头 检查官房 此乃公务 得罪之处 还请行人 别放在心上 这个时候 他身后的一个随缘 突然喝倒 周行人 请出示 你的官罩看合 周南说 有这个必要吗 随缘冷笑 你说你是行人 私行人 谁知道是真是假 别是冒充的吧 周南恼了 自己是个行人 见到公卿 这种正经的御史 自然要客客气气 那是处于对前辈的尊重 你龚大人是阎官 我将来也是 什么时候 轮到你这个书板 训斥本大人 当下 他哼了一声 将手背在身后 不予理睬 书板继续喝道 据曹运水官来报 最近和尚 有人冒用官员 看合走船 封献公务 请行人配合 周南顿时明白过来 既然说到水官 定然是那正体举 搞得恶鬼 正体举先前 硬生生让周南 把老郭提走 吃了个大亏 念头定然不通达 他自然不知道 五星化等人 没有官身 也就随手 把周南给举报 就算 治不了他周大人 也能叫他恶心好几天 郑大人纯粹 就要发泄一口心中的恶气 可周南却知道 船上的人经不起查 一旦让公卿查出不对 这些船也走不了 不但五星化 他们要被扣押 自己也要吃了瓜落 见书板吼了几声 奈何不了周南 公卿缓缓地抬起头来 职责所在 还请周大人 出示相关评照 否则 本官就要采取非常手段 依我看来 这些看押都有问题 周行人若身份确实 需给本官一个交代 听他这么一说 周南盈盈有些紧张 王若曦开的看押 格式都对 可这里有个漏洞 五星化等人 只有的是官吏看押 要和官吏配合才生效 只不过 茂林看押在驿站 混吃混喝的人 太多了 下面的人 也不想得罪开看押的人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装作不知道 没人管 只不过是不想管而已 真要认真 仔细些 如通州这种 天下第一大码头 一抓就是一大把 这公卿 不辞辛劳地跑这里 不用问 是来拿政绩的 又得了政体局的举报 索性过来看看 这一看 估计发现了问题 想要作篇文章 周南心中感叹 新政的 要寻老郭的晦气 要拿政绩 这公卿上传 来拿政绩 去年年底 邹逸龙去延庆 也想拿政绩 人人都要政绩 这都没底线了 这大明朝的官场风气 坏透顶 他却不想 自己不也想 一心向沙爬 老起政绩来 比所有的人都要狠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法纪不外人情 周南觉得 这事只要能和公卿 好好的沟通一下 希望他能给个面子 就拱手道 于是 更深路重 还请到船舱一讯 公卿淡淡道 周大人 事无不可对人也 有什么话 就在这里说吧 周南有些尴尬 这里这么多人 很多话 也不方便说 这信公的 是真的不开窍 还是故意的装枪做事 没个奈何 他只得低声 在公卿的耳边说道 下官恩师乃是王元美 现在只能搬出恩师了 以王世珍在士林 和文坛的民生 想来公卿 是会给些面子 好 周大人是王元美的学生 公卿神色依旧填淡 目光又落到 周南等人的观照 和看合上 看得更加认真 看来 这信公的和恩师 没有渊源 周南鬼使神差的 补上一句 在下乃是新学门人 这段时间 在徐次府门下 读书授教 王世珍的面子 你可以不给 徐格老的分量 你得掂量掂量 好 你是徐次府的门人 这下 公卿的神色 正中起来 周南盲道 正是 下官这次 去东正司听差 乃是得了格老的恩典 嘿嘿 你住口 公卿笑了两声 突然喝道 周南 我看你身边这几人 都不像有官职的 本官员怀疑他们 冒领堪和 所有人都排熬队 一个个来 报上姓名官职 周大人 等着被本大人参吧 众人面色大悟 周南也是惊得 背上出了一层冷汗 糟糕 聪明反备聪明我 我麻烦大了 这公卿是 科道系统 内阁的账 完全不用卖啊 而且 这次只怕是 想将火 引到徐杰头上 把事情搞大 为自己 捞取民生 和政治上的资本 严官是干什么 鸡蛋里挑骨头 专门给官员找骨头 你官职越大 他们越来劲 公卿说 要参周南 实际上 就是要弹劾徐杰 试想 如果能够 楼草打兔子 打到徐阁老头上 他公寓室 只怕下个月的敌报 就一举成名 天下之 在任何一个年代 民生就是资本 如果 周南今天不搬出 徐杰的名头 这事儿 或许还有 转圈的余点 现在看这丝 面上的激动神情 只怕心中呀 有一句话要讲 冲大奖了 周南禁不住 想抽自己一个耳光 徐阁老 真被御史 倒餐上本 最多被朝廷斥责 滥用功捷 放任门声 冒领 堪和 挖家境主义的墙角 老徐没个奈何 估计会上表 请罪自便 丢个大人 他身为赐负 别人或许 不会拿他怎样 可老徐冤枉 这事儿分明就是王若虚干的 怎么牵扯到自己头上 未必就不会迁怒到周南 周南被参上一本 相当于是行政纪大过 会影响未来的前程 而且这十几船的铜钱怎么办 他心中懊悔的同时 直想骂娘 见周南一行人 面面相去 公卿的一个随从又喝道 莫蹭什么 都报上官职 在什么地方当差 说不出来了吧 周南心中飞快地转动 猛地想起 这个公卿是什么人 前一阵子 在下面调研的时候 在偶然中 听一个官员说过 这公卿 这两年在京城政坛上的名人 很是出了一次名 事情是这样 公寓室 是家境早年的近事 近磕到阎关之后 本事前程一片好 可不知什么原因 一直都待在督察院 不挪窝 看同僚们 要么是一省的巡抚 不正是 要么是不愿官员 他心中也是着急了 家境三十八年 公大人觉得 这么下去不是没办法 得搞事 就上表 请巡视太仓银库 所谓太仓 就是中央财政 存银的地方 是国库 可到每年 都会派人去审计督察 别人去了 也就走走过场 看看账本 没有大披露就过去 这个公亲 居然要搞事情 他也知道 太仓的账目 一直都有问题 于要拿太仓开刀 博取名王 一查 果然查出问题 就上褶子说 臣于本年正月 奉命巡视太仓银库 今集查 库筑银两 七十四万有其 至今未及半年 库筑银两 仅剩八千余两 各边之年龄 商谱之货家 折缝之涓博 军银之草豆 严米 军委之父 国储至此 可谓寒兴 请皇上 责令提督 苍侍郎 月报银库 内外出入之术 物在简易明白 一览可见银缩 书上 户部请令 苍长侍郎 每两月一句 乘上皇上预览 家境一看这道褶子 大惊 朕的国库 竟然只有八千两的存盈 这点钱 连用来给大臣 开工资都不够 如果 遇到紧急情况 比如蒙古人入秦 拿不出军匪 朕怕是要变成 第二个殷宗皇帝 于是 就准了公亲的奏折 并下旨 身持户部 让他们将所有的 国库都补上 这表情看上 是户部的错 但最后 却扯出了严松 原来 严松为了替家境 筹措 搞封建迷信的费用 经常在户部国库 借差 公亲闹出这么一出 让户部一跃报一次 收支情况 断了严格老 临时借掉 大笔资金的路子 适可忍 孰不可忍 老颜下来之后 和家境 解释清楚这事 皇帝这才和自己 手下这个首席 达成了谅解 对公亲 弄出这事 也大为不满 接下来的两年 公亲的日子过得苦 遇到该升迁的时候 赵丽被上头 压了下来 公亲 此人受到打击 很是颓丧了两年 上次 他是一不小心 踩了家境的地雷 活该倒霉 一直寻思 捞点正绩 再往上走 今日碰到了周南 郑重他的下怀 严嵩我公亲惹不起 惹个内阁赐服 还没多大问题 这就是一个野心勃勃 想向上爬 可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周南立即知道 这个公大人 和自己是同一类人 在前程和政绩面前 金钱美女什么 统统都要放到一边 看都懒得看上一眼 那么该怎么办 我们的周大人 只感觉一阵无奈 公亲看众人如此磨蹭 越发肯定 这看河中有问题 说道 周大人 不要再拖延了 请船上所有人 跟本官去议仗走一趟 接受我督察院的调查 这是要把我们 直接关到驿站里双规啊 大家心头更慌 正在这千军以法知己 河上突然一片大乱 所有的船只都靠在两边 又有人喊 内怒迎船进瓦头 通通闪开 所有的船只 都急忙地朝两边挪 方便让大船靠岸 否则 若是惹了关中人 你被人打了 也没地方讲理 再则 这些温神 早点卸货离开 大家也好启航 在这码头 耽搁的时间实在太长 太无事 时间已经是夜里 一时间船只互相撞击 乱得不能再乱 周南他们所在的船只 也被缓缓地撞了一下 一时不方 众人都跌坐一团 周南眼疾手快 猛地抓住船帮子 稳住了身形 这才没有出手 定情看去 在夜色中 一条帆船 在两条稍微小的船只 的护卫下 缓缓靠过 三条船 都挂着红灯笼 照着甲板上 一片雪亮 船上站着水手和兵士 显得是戒备三严 不用问 大船上宰的就是 家境皇帝 从地方上弄来的银子 至于另外两条 则是戒备船 为首那条开道的小船上 立着一个挺胸兜肚的官员 说来也巧 这人竟是东城的兵马司 副指挥老冯 船只靠码头 正好就在周南的边上 冯副指挥 大声贺令手下的兵钉 放跳板 你们护好大船 不要 让闲杂人等靠近 看到他 周南大喜 来得巧 今天也脱快 还真要落到这老冯的头上 也不知是哪来的力气 他喝的一声 将重达五十斤的跳板 搭到了冯指挥的弦上 两条船连在一起 听到这砰的一声 东城兵马司的兵丁大惊 纷纷地抽出兵器喝道 什么人 要造反吗 说时迟那时快 周南已经冲到了 冯副指挥的船上 高声笑道 冯指挥 可还记得周南呼 公亲没想到 周南说走就走 这简直就是逃跑 以往他在御史查官员的时候 别人见了他 都是规规矩矩 大气也不敢喘 直接就是坐以待毙 要跑 其实也没什么用 所谓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为罪潜逃 对抗中央 罪加义等 周大人搞这么一出 脸面呢 简直就是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见他们惊呆 冯副指挥 见到周南 也是一带 然后喝道 都让开 修咬惊了周行人 说吧 急忙上前建立 见过行人 这是哪一阵风 把你吹来了 周南一把扶住他 低声用最快的语速说道 福兄助我 来日毕业后吧 我为人寻了晦气 说着 旧朝那边的公卿 看了一眼 冯副指挥 顺着周南的目光看去 见是一个七品官 吃了一惊 忙问道 行人 究竟遇到什么情况 那位大人是谁 周南自然不会说 公卿的身份 否则 在大明朝言官 极为之下 估计冯副指挥 会吓得袖手旁观 就说道 那位公大人 乃是京城中 一个清水衙门的小官 我不是诗写的好 今日 恰好在通州码头上 和他碰到 本大人好心 邀他上船吃酒 谈诗说唱 却不想 因为其中一句诗的用点 发生争执 公大人竟对我抱以老权 实在吃不住的 只求指挥护我 为了一个用点 打成一团 冯副指挥的脸珠子 都要吊到甲板上 至于吗 那些人 真是不好相处 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就会发作 纯粹是莫名其妙吗 不对 那公大人身材矮小 而周行人 又是如此高大 磊落汉子 怎么被打的是 落荒而逃 不应该呀 难道 这公大人是 练过那家拳 一定是 听人说 陛下传进宫去的 蓝道心 蓝仙长 就是个小个子 可在一次吃酒后 竟一口气 放倒了三个侍卫 显然有一身 出色的那家功夫 寻常 七八条汉子 进不了身 周南说 封指挥 你调急证 做指挥室的事 我已经禀告 许次府 当不难 管他呢 先空口 许愿将这丝 给哄住再说 冯副指挥 眼睛大亮 多谢周行人 看我等 将那官打翻 周南到他那里 调研的时候 老冯也找过 打听过 周南的来历 这一打听 这顿时吃了一惊 唐顺之的钱木兵 王史珍的学生 徐阶的门人 邹逸龙的铜窗 心学重 这一连串的头衔 对朝中大人们来说 或许不算什么 但却足以闪下他的狗眼了 这简直 这简直就是棵大树 得攀得上 未来的富贵荣华 就靠徐门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1集 公卿已经从震惊中惊醒 急忙跑过来 周南 你给我站住 站住 气急败坏之下 他伸手去捉周南的袖子 别冲动 大人 你这是要做什么 冯副指挥使 拦在他的面前 笑嘻嘻地推了他一把 公卿经不住一个猎妾 身为清流阎官 这个世界 对他一向是温柔对待 什么时候 变得如此粗鲁 顿时立声呵斥 你是谁 本官正在办公我 不相干的 闪开 否则 冯副指挥 可不会将这一个小小的七品官 放在眼中 京城三四品官 多如狗 七品官 不如狗 才不怕呢 他面色一沉 俺是 东城兵马司副指挥使 逢遇到 从京城到通州 这地下水上的 治安都归本官管 你居中姿势 该当何罪 这位大人 姓甚名谁 在哪个衙门当官 速速报上名 将事情说清楚了 否则 本官就要公事公办 拿你等 回衙门 公亲一脸的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用手指着自己的脸 我聚重姿势 还要拿本官回去 你可认得 本官是谁 磕道阎官 虽然人见人仇 人见人恨 但待遇却不好 没有什么灰色收入 道理很简单 你都要朝死里整我 我凭什么要给你好处 况且 阎官又以清廉自居 平日里都喜欢以生活 简朴世人 所谓无语则刚 就算官袍促兴 也得想办法 多做几道水 做救 他今天的衣着 也甚是老旧 领子和袖口处 还故意打了补丁 逢遇到 见他潦倒成这样 心中鄙夷 兄弟 你都混得这么惨 还问我认得你吗 他有心在周南 或者说 徐门面前 树立拼命三郎 陷阵打手的形象 用手指 在公亲的胸口 戳了几下 本官认识你是谁 少废话 要么随我去衙门 要么马上滚蛋 考虑到 这穷官可能 有内加权在身 逢富指挥使 这一阵戳 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只感觉 对方的胸肌 松弛无力 没有任何的弹性 心中大气 这秦喜 不像是会武艺的呀 周星人 缘何打不过他 可怜公卿 小老头一个 如何吃得了 这壮汉的一阳指 同时 痛得说不出话来 这个时候 他的随从 才跑了过来 大声呵斥 大胆贼子 可知道 我家大老爷是谁 御使道的 公御使 你敢无礼 可倒办 你也敢足 什么 你是御使 冯副指挥 经得是汗毛 都竖起来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本官的前程完了 他豁得回头 去找周南 可船上方才这一通乱 有黑灯瞎火 周大人已经 见不到踪影 心中大苦 腿一软 当即 就要跪在 公卿的面前 声音里带着哭腔 御使老爷 下官 被知不知道是你呀 被知以为 你和周大人是 私人过节 你以为 你以为什么 可恶的贼佩军 公卿在 遏制不住 心头的怒火 冯玉道 官找看河 官方 统统拿出来 本官要查 是 是 冯玉道 急忙将相关的手续 用双手递了过去 公卿甚至 看都不看一眼 就收紧自己的袖子中 冯大人 本官怀疑你 冯领堪河 请你随我 去通州 衙衣问官 公务在身 还请大人配合 这是要 把他给双规了 冯玉道 面色苍白 又回头找周南 周大人 事情以你而起 你可不能不管啊 周大人 周 周星人 我可被你嗨哭了 不用多说了 冯大人 走吧 公卿做了一个 寝的姿势 正在这个时候 庄营的大船 也靠了过来 有人喝道 冯副指挥 怎么回事 说话间 就有一个中研书生 跨了过来 冯玉道 见了他 如实重负 陪笑道 袁大人 这位老爷 是御史台的公御史 说是要带下官 回去问话 荒唐 天子内怒 银船也敢来 还要提人 吃了凶心抱子胆啊 那个袁大人大怒 我管你是御史 还是金史 给我闪开 耽误了陛下的事 你这官 不想做了 什么 你们是 为陛下解淫的 内怒淫传 公卿皱起了眉头 袁大人点头 没错 你马上给我走 否则就将你 拿下至罪 公大人 还是快走吧 修咬自寻晦气 消失了半天的周南 又出现 背着手 从暗处走了出来 又朝冯玉道 笑了道 方才是冯副指挥 使教我嘛 不好意思啊 本官内急 故而离开了片刻 御史虽然全力打 再大能大过皇家嘛 这事儿 这事儿现在已经闹起来 公卿如果强要带自己走 那就是打了皇帝的脸 周南说 冯副指挥 下来之后 本官请你吃酒 当作赔罪啊 孔大人 不好意思 我和冯大人 久有重逢 正有话要说 你那边 我改日再去好了 今天这个公卿 白忙一趟 不知道 会气成什么样子 周南心中大乐 讽刺地 看了 公大人一眼 却看到 公卿的面上 闪过一丝狂喜之色 周南心中一乐 这信公的风了 难道 公卿暗自喜道 竟然是皇帝的内怒迎传 重大奖了 本打算捉个行人 没想到 牵扯到了天子 活该本大人出名 没错 周南还真是猜对了 公卿这是 想要对皇帝下手 什么是阎官 阎就是张嘴说话 又不用负责任何责任 作为阎官 你的主要任务 就是监督官员 给他们挑错 作为科道官员 你每年弹劾了多少官员 那可是要纳入绩效考核 弹劾的官员越多 官职越大 你的政绩也就越大 当然 前提条件是 你要能承受被人弹劾的官员的报复 三十八年的时候 公卿因为惹到了严嵩 被整治的半死不活 可弹劾皇帝 却没有这个风险 说到这里 或许有人奇怪 加进皇帝 你也敢谈 先活得不耐烦了吗 这四十亿年来 死在亭杖下的和被流放的官员还少 这可得好好说一下 这加进早年 打死和流放那么多官员 是因为大礼仪这个政治事件 此事已经不单单是言语 寻皇帝那么麻烦 而是涉及到 天子究竟是以兄弟身份 既成了先帝的法统 还是以后代的身份祭祀 涉及到了皇权和项权的争斗 在权力争斗中 自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容不得妥协 直接肉体消灭 才是一劳永逸的王道 如果言官上 者子骂皇帝私得有亏 生活奢靡 却是无伤大雅 为了显示自己宽阔的胸怀 即便是如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 这种刚强的君主 也多半会一笑了之 待到地位稳固之后 又或者年事已高 火星退了 加进皇帝 为政道也 渐渐宽厚 于是 言官们就纷纷上褶子 开始骂起了皇帝 生活作风有问题 业欲使女 铺张浪费什么 最后又气愤地补上一句 陛下 臣必须批评你 你最大的缺点 就是工作太辛苦 不注意自己的龙铁 如果能够激怒天子 被打一顿屁股 自己就算是明动天下 加进皇帝如何不知道 这些言官是来骗亭长 捞民生的 刚开始的时候 还会伸斥几句 结果人家更加来劲 这烦不胜烦 这烦不胜烦 到后来所幸 只知不理 这不上你们的当 公卿作为一个言官 自然知道上褶子 寻皇帝晦气的好处 加进爱财 经过绕过朝廷 派太监到地方动钱 如此 必然触动了 士大夫的利益 搞得是民意沸腾 这次如果 在内怒银船上搞事 朝廷大佬 必然站在自己一边 到时候 天子也能捏着鼻子 打个马虎言聊事 自己这个征臣的名望 就算是竖起来 何乐而不为 皇帝 才是清流玉史的 终极目标 是的 公卿有种 中了大奖的感觉 他先前 拿周南的时候 感觉是中了二等奖 想不到 一对彩票号码 却是个特等奖 见周南和冯玉道 说说笑笑 他心中冷笑 哼 别看你们现在 蹦得欢 等一下 一笔拉青刀 当下 他也不废话 直接举步 走上了银船 喝道 玉史台办公务 闲杂人等闪开 袁大人大惊 姓拱的 你失心疯了 想干什么 快快快 拦住他 两个兵丁 要上前对手 可却被公卿 一把推倒在地 滚在一团 起开 玉史也敢阻 找死 他力气 竟然这么大 叫冯副指挥一冷 那家犬 好厉害 说时迟那时快 公卿已经 消失进了船舱 袁大人心叫不好 力声大喝 追了上去 周南被他激烈的反应 惊住了 心中一动 和冯玉道 跟了上去 进的船舱 却见里面 都是一米多长的碗口 粗细的南竹杠 一麻绳捆扎 上面贴着 盖了大红观影的封条 公卿只用手 在上面敲敲打打 不用问 这杠子里装的 都是五十两一枚的银饼 俗称的敲竹杠 大概就是公大人 现在这种模样 见到袁大人 公卿冷冷喝道 袁大人 这一船银子 共计多少 袁大人怒道 你管得着吗 袁大人 我问你啊 这封条上 盖的是两槐 严丝的大叶 陛下 是不是动用 严丝的内陆 举时回话 多少银子 公卿用尽全身的 力气大喝 小小的船舱中 悔音不绝 此自然耳朵里 嗡嗡乱响 逢富指挥使 又是感叹 想不到这小老头 忠气 竟然如此十足 浩然之气 魅力精纯啊 被他这么疑惑 袁大人 下意识地回答 二十万两 姓公的 关你什么事 公卿冷笑 竟然是 你们两怀严丝的人 打着陛下内怒的旗号 私运大量献银 本官且问你 你们想干什么 袁大人说 天子内裤 扣银用来做什么 也是你配过问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2集 公卿说 好 本官再问你啊 你说这是天子内怒 据我所知 内怒都有司礼监掌管 落大一笔款子 在通州靠岸 怎么不见内侍来接 你袁大人 是内宫十二间 哪个衙门当差 还有你冯副指挥使 是台监吗 说到这里 他大喝一声 本官天为督察院 北直立监察御室 先扣下你这船官营 交付有私处置 来人 上风条 你敢 袁大人面色大变 公卿不屑地 哼了一声 本官秉着一颗公心 茶几不发 合理合法 又有什么不敢 袁大人 我奉劝你一句 还是尽快禀告上司 来与我督察院交涉为好 哼 是 本官就是要把事情闹大 闹大 天子亲子出面 和我交涉 最后 能够被万岁打一庭仗 下到天牢里 再关上个半年 实在是太妙了 袁大人心中骂了一句 改了脸 陪笑道 孔御师 能否借一步说话 又是一个 能否借一步说话 先前是姓周的这么说 这个姓袁的 也是如此 有什么好说的 不外是腮红包 本大人今天好不容易中奖 可不是冲着前来的 对不起 有话 在这里说就好 公亲的随从 也跟着进了船舱 拿起纸笔 就在银杠子上 写封条 顿时 袁大人说不出话 半天才到 且慢 公大人 实话跟你说 这是 严首府筹筹筹的款子 你真要 让格老亲自过问此事 此迎筹 自两怀严丝 格老自有用场 什么 本官这是查到了什么 公亲面色大变 严松的厉害 他这两年是尝够了 今天竟然倒霉 踩到他的头上 真的是流年不利 得罪了皇帝 可以获取 极大的名声 在政治上 带来的好处 自然受用不尽 可得罪了严松 那可不是什么好处 这些年 死在他手头的 还少吗 夏严 神烈 杨继胜 现在还有个王叔 本以为 是中了个大奖 结果奖品 却是一条毒蛇 公亲此刻的心情 就好像是后世界 现代社会 奔中了一个上千万的彩票 可兴冲冲去领奖时 却被告知 你这张钞票是违造的 不但奖金泡汤 还得追究法律责任 公大人也是干脆 手一拱 得罪 告辞 转身就走了 公亲忙碌了一晚上不说 还被袁大人 把自己吓了一跳 正要灰溜溜地离开 突然身边有人悠悠道 哼 公御史就这么走了 不觉得可惜吗 回头借着 昏暗的灯光看去 正是周南 那张嘲讽的脸 公亲一口恶气 正没处去发 喝道 周大人 你的问题 还没有交代呢 你 还有你船上的所有人 跟本官去驿站 周南说 怨随大人而去 他这么干脆 倒是出乎了公情的意料 周南接着 又轻笑道 刚才这个袁大人 明显就有问题 难道你不想查查 下官甚是替大人 感到可惜啊 诺大一桩 足以震惊朝廷 和天子的政绩 你就这么放过了 政绩二字 让公亲的耳朵移送 不觉问 什么问题 就因为 没有太监来接船吗 对 这只是其中一点呀 下官怀疑 这一船银子 根本就不是天子内怒 而是他严格老 私自给前线 木仇的军饷 而且 还是通过严丝弄的 大人你想想啊 这是什么性质的罪名 只需封了银船 严格老一挡 就会跳出来 朝廷自会查办 周南咧嘴 轻轻笑道 狐狸尾巴 总算是露出来了 总算查到 严松的裁员 原来是通过 这燕茂秦之手 周南以前 看过 民史的记忆 又回来了 就在刚才 袁大人表明身份之后 将自己手头 所掌握的所有线索 都串到一起 得出这个结论 说起来 这个公亲也是 运气不好 踩我周南 竟然踩到了严松头上 说不定将来要倒大霉 难道我周南真的是 自带霸腑的一个人 谁碰谁倒霉 难道我堂堂周子墨 怎么是这样一个人设 他指着远处的五星化道 那人叫五星化 本官的同乡 是个盐商 前一阵子 燕茂秦废除了 往年的盐影 却将两怀的盐贩 送去江南 从中谋取化力 这些钱 自然变成了军匪 说不定 还中饱了 盐阁老的私囊 贩卖私盐 这可是要杀头的 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想 公大人比我更清楚 公卿的神色凛然 这 周南露出了诱惑的笑容 公大人 可是担心盐党的报复 其实啊 你是过滤了 你只是例行公事 等下装着 不知道这一船 银子的来历不明 随便找个油头 将船上 相干人等扣下 再封了银船 盐党的船被扣下来 自然会有人跳出 朝中的君子 见首府反应如此激烈 必然心中生疑 接下来 就不管你的事了 他继续诱导 如果 首府顺利地度过这个结束 也没有道理寻你晦气 若朝廷办了严党 你就是守公 无论怎么看 这公寓室啊 你都是稳赚不赔 公卿的年纪越大 对于名利遗物 越是热衷 想想 自己在御史的位置上 那么多年 估计以后还是这样 职业生涯 已经碰到了透明的天花板 要想要再上一层 必须使用 非常手段 对于周南的提议 心中却是肯了 周信任 你当本官是什么人 名利与我如浮云 本大人作为封仙党 惩办坚硬 义不容辞 休要以己度人 只是 这船上好多冰钉 等一下 须有麻烦 你口头说不 这身体却很老实吗 于是 不用担心 我自有办法 周南挽着公卿的手 再次上了银船 看到二人先前还打成一团 现在又这一般轻惹 冯玉道一愣 新人 公御是 去而复返 还有什么见叫 周南哈哈一笑 我和公卿大人 不打不成交 冯副指挥啊 来我问你 你一个东城兵马司的副指挥 怎么跑来 押韵天子的内怒 是谁的命令 冯玉道说 指挥下来命令 我就带兵马过来 听命行事 职责也 周南和公卿 互相对视一眼 心中已经明了 他们已经肯定 这银子 不是天子内怒 否则 直接派太监 和锦衣卫过来押韵 谁敢啰嗦 正因为如此 京城的衙门又多 谁都能插手 地方上的大事 这么多钱 运去京城 必然会引起别人注意 总得要有人护送才好 这东城兵马司 负责京城的 到通州的治安 由他们的人来押送 自然最好不过 看来 这东城兵马司的指挥 是严松的人 而冯副指挥 还被蒙在骨中 周南这下就放心了 在他的耳边 小声道 等一下 你在旁边看着就是 什么话也别说 什么也别做 我会在 徐次府面前 薄具你一个 参匠物质 放心好了 我和御史 只是公事公办 绝不动船上的 一垫银子 只需让这银船 在码头 靠上两天就行 什么 冯玉道 心中狂喜 忙低声道 多谢行人提携 俺知道怎么做 他自愿调去立阵 做军官升官发财 武城兵马司的品级低 即便过去 也做不了什么大官 现在 周南许他一个参讲 那可是天大的机遇 只要徐哥老 说一句话 那也就是一件小事 明朝就编证军的军旨 从下道上分别为 防守 守备 兵备 参讲 游击 总督 做了这参讲 就算是挤进了 高级军官的行列 否则 以他的品级和门路 这辈子 也别想走到那一步 公亲见周南 和冯副指挥说妥当 就挥了挥袖子 冯玉道威夷功身 自然下去安排 见火候差不多 公周二人 大步走进船舱 你们怎么又来了 究竟想干什么 袁大人恼了 喝道 公大人 周大人 知道这么做 后果是什么 周南一笑 指了指身边的公情 公亲手一张 朝袁大人一身 拿来 袁大人说 拿什么 公亲说 官照 看河 通关文照 周南几乎要叫出声 哎哟 公御史 公大人 你要整人 这不能换个新花样吗 还有这套 袁大人说 我凭什么要给你 凭的是天子的王法 朝廷的制度 公亲威风凛凛 本官近日接人举报 有人冒用官员看河 在驿站 骗吃骗喝 本官怀你的身份 拿来 袁大人 气得一口血 都要吐出来 他身为 严私官员 严道衙门 又是天下最富的机关 就根本没有 缺过钱 他袁某 工资基本不用 老婆 基本不碰 至于骗吃骗喝吗 袁大人说 本官若是不给呢 那就别怪 本御史 秉公执法 公亲说的 冒充官员 侵吞公怒 按照绿点 当积押交付 有私查办 不但是你 连给你发 看河的官员 和衙门 都脱不了干系 袁大人说 你扣押本官试试 周南上去劝和 哎哟 袁大人 这公寓史 也是职责在身 你将看河官长 给他们看看又何妨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又何必 为这种小事 闹得生粉 袁大人说 你又是何人 周南说 在下行人司的行人 周南 怀恩人士 说起来 我和袁大人 也算是半个老乡 大人 职责所在 哎呀 也就登记一下 还请 给个面子 两怀严丝 就设在府城中 说到这里 他换上了 怀恩口音 套近乎 原来你就是周子墨 听过你的名字 去年府衙 一个人犯事被捕 听说你是首告 袁大人面色 缓和了些 也放松了警惕 行人是做什么 后备一言官 协同公寓室办公 也正常 他将自己的官罩和刊河 通关文书 都递给了周南 请看 周南打开 却见 这袁大人姓袁明林 现任两怀都转运使 郑七品的经理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 严丝经理 按照品级是从七品 而这个袁林 却是郑七品 要知道 郑七品是可以 做正义官 从七品 大多有举人杂流充人 要想跨出这一步 是何其艰难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七十三集 而且 在周南的记忆中 他离开了华安的时候 两怀言姿 可没有这号人物 答案只有一个 那么 这个人 是燕茂秦 空降到华安的得力干将 周南自然知道 公亲要 戒查园林官兆 看和这个由头 将船扣下 就将手头的证件 递给公大人说道 于是 我看这些证件 都有问题 什么 我又能有什么问题 园林怒吓 周南说 园林 本官记得当年 两怀严丝的经理 另有其人 另外 经理都是从七品 你 却是正七品 分明就是冒充朝廷官员 却不懂朝廷官员的品级实质 公亲也是点头 没错 本官也觉得 你身是可疑 来人 先封了这条船 说吧 就随手将所有的证件 揣进怀中 园林大怒喝道 你们想干什么 我看 谁敢疯传 来人呐 来人呐 脸喉几声 船舱外 却没有人 所有的冰丁 都搭拉着眼睛 立在甲板上 恍若未闻 又高喊了几声 园林从淮安带来的手下 奔了过来 外面 一直躲在阴影里的缝玉岛 大喝一声 拦住他们 御使办 任何人都不许靠近 刚才还如同泥塑木雕般的冰丁 全部发出一声喊 抽出了兵器 将袁大人的随从 隔了开来 外面的喧哗声 响成了一片 园林突然明白 这宫舟二人 显然是有心针对自己 由备而来 就连外面的东城兵马司 也被他们买通 说不好 是他们预先安排的 其实 就算兵马司的人 没有被他们买通 自己也走不了 公卿已经将自己的官罩 和刊河没收 最要命的是 通关文凭 没有这玩意儿 大宗物资 根本就出不了通舟 睡官 水官 地方衙门一查 正叫布犬 谁都能把这一船银子 扣下来 这么多现银 滞留通舟码头 若是出了事 如何向上头交代 袁林又骑又急 指指二人骂道 你们好大胆子 我要禀告阎阁老 你们等着吧 公卿不耐烦地冷哼道 袁林 到这个时候 你还敢冒充官员 还抬出首府 来吓唬本官 等着被罚办吧 来人 两个随从 走了进来 御使 公卿说 看好他 一刻也不许离开 把这些银子 都给我封了 看着银杠子上 都是御使台办 贴上的封条 袁林的额上 全是黄豆大的冷汗 死生的 公卿 你等着 周南 你等着 公卿淡淡道 本官会一直守在这船上 等有私过来处置 从船舱里出来 公卿命人 端来一张椅子 坐在甲板上 对周南说道 周信仁 本官等一下 就会发函 给督察院比明此案 另外 还要上折子 周大人 又有什么计较 他知道 周南是徐间的门生 也明白 这事徐自府 搞不好就是幕后推手 既然大家已经上了一条船 周南也不玩虚的 低声道 下官马上动身进京 两下用力 说不定 就能将这件大案 坐实了 公卿道 好 樊老将我的公函带回去 头抵督察院 另外 折子也转成内阁 你和邹印龙 是在通政司任职吧 却是变列 自然 将写好的公函 交给周南之后 公卿闭上了眼睛 一个随从过来 将一席大逼 盖在了他身上 这边闹得如此热闹 回到自家船上 五星化等人 就过来问情形如何 五元外 齐声道 欣然 方才那姓公的御史 对你喊打喊杀的 怎么现在 如此亲热 周南笑道 哼 我和他呀 不打不成交 大家同为磕道一脉 多少 要给些面子 众人只是不信 又问那边 怎么样了 周南说 查到一个 冒领堪和的 还冒充的是 正七品的官 这公寓室 急着办案 自然没工夫理我 好了 此间已经 没有我什么事 本大人先去义馆 咪灯一夜 国大人 你负责押船 这一路上 不许下船半步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口中又嘖嘖成奇 说对面那船的主人 好生大胆 连七品官也敢冒充 就不怕掉脑袋吗 确实是一件大案 说句实在话 导言的关键证据 已经到手 可未来会变成什么样 周南还是没有把握 而且 接下来就是大人舞 之间的角力 和他这个小角色 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所需要做的 就是尽快找到 邹颖龙和徐杰 比明此事 心中没油的 一阵紧张 周南强踢着精神 对立在边的 金氏说道 好好适合 你家郭老爷 看好了 不许让他下船一步 不许出船舱一步 金氏嗲嗲地回答 大老爷放心 名副知道了 不就是榨干 郭大人的体能 大家都是成年人 懂 所谓的内怒银船 迟迟不卸货 通州码头 各大衙门 都派人过来问 见到督察院的御史 亲自坐镇甲板上 都预感 都将要有事发生 自然不敢啰嗦 只问 这码头是否开警 老师这么封闭 也不是办法 每天这里装卸的货物 至少几十万斤 停上几个小时 问题就严重了 得了公亲的点头之后 码头恢复了正常 也开始热闹起来 大量的船只 进进出出 一切仿佛 从未发生 五星化等人 庄前的船只 也顺利启航 只不过 这个时候的周南 已经赶回京城的路上 却不知道 周南知道这事 耽搁不得 必须在严嵩一挡 反应过来之前 将公亲的折子 递上去 正式进入弹劾程序 也只有这样 严嵩也只能在 制度的框架内 见招拆招 无法使用 见不得人的手段 冯玉道 虽然答应自己 扣传两天 可他只不过 是一个不入流的 小小副指挥 如何顶得住 上面的压力 即便是公亲 如果徐阶 不在第一时间站出 怕也是扛不住 必须在今日早晨的时候 找到徐阶 当下 周南也不敢拖延 直接在码头上 雇了一辆马车 打了灯笼 连夜向京城而去 他在马车上 也不知睡了多久 就被车夫给拍醒 说京城到了 睁开眼睛看去 眼前是巍峨的城墙 天光已经大亮 就问 转问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车夫说 已经过了卯时 还是迟了些 劳驾 直接去皇城 快些 等一下 多算些钱给你 得嘞 老爷 你坐稳了 等到了皇城 早朝已散 周南去了通政司 找到了邹一龙 将这件事 大概说了一遍 又将公亲的 公函和奏折 递到他手上 邹一龙知道 姿势提大 接过来 飞快地看了一遍 然后 火地回头 目光炯炯地 看着周南 周南倒被 他的表情 给迷住了 云青 缘和这般神情啊 干得漂亮 想不到 这么快就拿到了 盐贼的罪证 铲除严党 再辞一举 子墨 真无双国事也 恩师他老人家 终于可以洗刷 身上的恶名 邹一龙 因为恩师徐杰 软弱讨好严颂仪式 和别人争拢了多次 受尽了屈辱 如今总算看到了 扬眉吐气的一天 说到激动出 邹一龙的眼泉就红了 意义到地 子墨 请受我一百 哎哟哎哟哎哟 云青 于地如何受得起 周南大惊 急忙伸手去服 可邹一龙的力气 甚是大 如何扶得动 拜完 邹一龙正色道 子墨 我非要谢你 而是代表恩师 代表朝廷 不分严党乱政的 忠贞执事 浩然天地 争计永存 周南倒为他一口一个 无双国事 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心道 其实 严党和我周某人 倒是没有任何过节 自我进官场以来 倒是被清流君子 寻了许多麻烦 谁叫严送你的孙子 要去阿九 为了他 为了救我施工 周南不得不为耳 周南说 云青 你应该马上去寻恩相 比明此事 恩相 现在在何处 邹一龙说 恩师 他刚上完早朝 去了西原内阁职房 这事 只怕劳烦你 亲自去一趟 周南有些为难 云青 我只不过 是一个正八品的行人 如何去得了西原 还是云青你去吧 西原那边 是皇帝的住所 帝国的政治核心所在 可不是 你想尽就尽得了 公寓室的公寒 要投递到督察院 奏折 要由通政司 转交内阁 我还得 写 弹劾严嵩的折子 另外 还得联络几个 御史严官 一道用力 这边才最要紧 如何走得开 看周南担心的样子 邹颖龙 惊不住心中一笑 心道 此幕一直在下面 做杂流官 中书的事情 却不清楚 就说道 西原那边 若都是四品以上的大员 陛下可没人侍候了 即便是内阁职房 也充实了许多 武品的书版 日常行走 等下 你就以通政司 办公务的名义去那儿 这就给你 开举刊河 周南这才恍然大悟 确实 若低级官员和书里 不得入西原 那不是务事吗 当下 就领了相关的手续 出了皇城 一路向西 想要进到西原 周南竟有种 说不出的兴奋 西原乃是武宗正德皇帝 所建的一家皇家陵院 为皇城的西面 中海和南海边上 正因为如此 这里后来 又被人称作中南海 那可不是故宫 你买一张门票 就能进去 到了西原 叶明身份 问了秦游 看守大门的兵丁就说 你且在这里等着 我去问内阁职房 等了一会儿 兵丁回来说道 徐哥老说了 让你进去见他 进的里面 果然大好一片园子 此刻已经晚春 却见树木都已经绿成一片 花园里鲜花开得正眼 有蜜蜂蝴蝶翩翩起舞 从中海吹过来的风 带着暖夜 树叶花花摇曳 说不出来的舒爽 周南心中赞了一声 好地方 难怪正德和家境 在这里一住就不肯走 换我也不愿意回紫金城 紫金城虽然金笔辉煌 可住在里面却不舒适 特别是皇帝寝宫 又破又窄 他也不可能住到太和殿去 内阁有四大阁城 正常情况下 四人都会在皇城内阁上班 不过因为西远才是决策核心 因此四大阁老会轮流来这里 直上一天的班 今天恰好轮到徐坚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4集 脂肪不大 也就一个小四合院的模样 有六七间屋子 三四个书半的样子 等到周南到了地头 里面却静悄悄的 指一个书板过来接待 说是徐哥老 刚才得了天子的照 照过去侍候 周心仁先在职房里等着 又看了茶 周南到现在还没有吃早饭 饿得很 不住地抓着茶点 朝嘴里塞着 问道 赐福 什么时候能够回来 书板说 这可说不好 今日天子打敲 每一两个时辰 完不了事 好吧 那我在这里等着 周南吃完东西 倦意涌上 就靠着椅子 闭上眼睛 准备先续养好精神 徐坚看样子 中午才能回来 今天会是非常忙碌的一天 对他对自己也是如此 也不知睡了多久 周南猛地惊醒 实在是太安静 整个职房如同死去一样 只有一个中年道人 立在职房大岸前 正皱着眉头 看着岸上的一份公寒 周南睡得糊涂 一时记不起自己在哪 禁不住的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 他这么一说 那个道人突然一想 这个问题问得好 恶然绝 且自自然周也 不知周之梦为蝴蝶鱼 蝴蝶之梦为周鱼 周鱼蝶则必有分以 此之位物化 道人说的是 庄周梦蝶的典故 说话声音凄凉 听到他的声音 周南猛地惊醒 这才记起 这里是内阁职房 又定情看向那道人 此人大约四五十岁年纪 头发胡须 漆黑发凉 面旁红润 显得是气宇不凡 心中奇怪 这悉愿中 怎么有个道士 就随口道 在人家的梦里打来打去 有意思吗 说得好 在人家的梦里 打来打去 有意思吗 道人的眼睛 大量 你这人说话 大有禅意啊 说吧 就将手中的公函 狠狠地扔在地上 愤怒地重复道 打来打去 有意思吗 说到那里 他的面目 都已经扭曲了 周南抹了一把眼睛 攻守道 在下 心思的周南 敢问仙长法名 道人迟疑了一下 本尊蓝道行 原来你就是周南 说吧 神色一整 上上下下 打量着周大人 原来是蓝仙长 旧阳大名 幸会 幸会 周南放松下身体 这可是自己人 蓝道行 神色一动 突然问 周南 你说旧阳本尊 究竟是客套话 还是真的久养 这话 难免有点尖刻 给人一种 不尽人情之感 周南已小 端起茶几上 早已经冷透的茶水 轻轻喝了一口 仙长 进宫事后剩下 好像是下官体 怎么样 半军如半虎的滋味 如何了 蓝道行 目光收速一成 刺到了周南的眉心 本尊侍奉价钱 乃是徐格老推荐 什么时候 同你又有关系 周南说 是我向徐格老建议的呀 既然做了人情 总得叫道人知道 也好 乘我的情为好 据周南所知 这道人在未来几年 很受家境的崇幸 能量不小 以后没准能用得上 这可是个 居于核心中枢的人物 和他搞好关系 却是非常必要 不然 以后遇到事 老是通过徐阶打听 却是不妥 再说了 周大人对徐格老 这个老狐狸 可没有什么信任感 蓝道行 欧了一声 原来本尊 能够进宫 是周大人推荐 倒是要多谢你了 看来 你却是徐格老 门下得用之人了 不敢撑得用 也就 只能说上几句话 其实 我和徐格老 没任何关系 也就公务上 得过徐格老的派遣 做成过几件事 周南 首先撇清和徐阶的关系 老许的名声可不太好 如果被人 当成他的心腹 对作为一个 立志混文官系统的周南 不是一件什么好事 他最后补充一句 下官受阎恩师 是王元美 以前在唐义德门下 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 和徐次甫 同为心学一脉 他老人家 对我这个后辈 也是诸多照顾 唐顺之的名望 可好得很 是时候 掏出来了 果然 听到唐义德的名字 蓝道行 犀利的目光柔和许多 笑了笑 原来你出自 唐顺之门下 又是王世珍的学生 你推荐本尊 侍候皇上 是何缘故 是什么缘故 难道你不清楚 还来问 周南朝他做了个白眼 不过 这种事情 大家心照旧事 倒是不用说破 知道 陛下修炼 刚蒙经经 一味求神通 宫中侍候他的 多是邪逆方式 现得所谓的神仙方 乱七八糟的 什么处你原因 富人赤龙 那不是胡闹吗 实在是需要 你这样的大德高人 扶正去邪 回归本源 听周南这么一说 蓝道行 神色大变 铁青着脸赫荡 你这人 又懂什么修行上的事 胡说什么 难道 就不怕被人治 诽谤君父之罪 修行人不求长生大道 不求神通 还能坐舍 蓝道长 你这么大反应干嘛 我这可是在帮你说话 周南哼了一声 你也是个有大修为的人 无论是内丹还是外丹 都比我懂 就拿陛下服用的外丹来说 你们道家自有道家的法门 按照点击上练就是 又何必另辟蹊径 药是能乱吃的吗 而且道家的修行 说到底 外丹不过是个辅助 内丹才是正宗 周南接着说道 按照你们道家的说法 人一生下来 就带着先天知气 只不过 在后来的俗世红尘中 先天知气 逐渐被污染了 我们所需要做的 就是壮大这口先天知气 以求大道 佛家有云 身如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时时擒佛式 莫时有尘埃 这菩提树 就是我们的肉身主法 明镜台 就是那口先天知气 佛道本是同源 只不过说法不同而已 蓝道行哼了一声 不求神通 明镜再高 又有什么用处 周南说 修行到了一定程度 神通自生 而且 我且问道长 什么叫神通 那搬山倒海 改天换日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是神通 那么 我对于蚂蚁来说 我等伸出一根手指 就将一座蚂蚁我握平 算不算神通 这求神通 求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因此 一味求此物 其实已经偏离了大道 蓝道行一愣 周南看成功地忽悠住他 心中得意 这可是如今道家的第一人 如果能够 拿现代人的哲学理论 来镇住他 倒是一件有成就感的事 蓝道长 我且问你啊 长春真人 秋楚姬 有没有神通 蓝道行不愿 长春子 何等神仙人物 如何能够 没有神通 周南说 那么 我再问你啊 他为什么不在 世人面前 展示他那通天彻地的变化 或许 是不屑为之吧 蓝道行一想 确实 实料上 是没有相关的记载 这又是为什么 周南说 那么 长春子 去见成吉思寒的时候 又为什么不展示 要知道 这成吉思寒 是何等的凶暴尸杀之人 他问长生术的时候 丘真人 劝戒其心怀仁厚 善待百姓 难道 他就不怕 触怒铁木针 遭其毒手吗 蓝道行呆住 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 周南得意地笑了起来 道理很简单呀 对于道家来说 练心 练气才是正道 这外丹 方药 神通 都是邪路 正气一起 神通 乃是自然而然的事 不用刻意去求 长春真人 何等大德 寿人大道 如何能教人 去走偏路 再说了 他若是展示神通 又原地秋长生 这成吉思寒 不修大道 一味的用样 长生一世 不过是水月尽花 秋真人呀 估计也不想 因此剁了自己的名声 而且 如果那样 那就是七军类呀 再给你打个比方 孩童小时候 只能举起 几斤重的物件 待到成年 却可以担负 一百多斤的担子 这就是 自然而发的神童 蓝道行听完 忍不住 哈哈一笑 你的比方 实在太多了 也对 道家有句话说得好 宁可千年不得道 不可修一日也孤禅 他最后感慨 秋楚姬 真神仙哪 自然 周南点头 音道 一柱行窝几十年 烹头长木 走如颠 蓝道行说 海棠亭下 重养子 连夜周中 太一仙 周南又说 无可离 须可外 有人能武 来生前 蓝道行说 出门一笑 无拘爱 云在西湖 月在天 看来 心之自在 才是神仙境界 能得自在 才是大神通 他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看来 本尊一味的求神通 却是走错了路子 周南说 号长误了 二人 服长 哈哈笑道 蓝道行说 不过 外单还是要服用 没准 有用呢 周南心中 鄙夷道 安详 你们道家 现代社会 自然推广度 比不上佛家 还不是因为 系统太乱 一人一种理论 还有就是 乱吃药 吃出问题 算谁的 你自己要吃药 毒死活该 别怪我没提醒你啊 我跟你这道士 扯了半天没用的 倒把正式给忘了 他站起身来 将蓝道行 刚才丢在地上的奏折 捡了起来 捏在手中问 县长 赐府呢 蓝道行回答说 方才 皇帝打交 宣他过去 侍候 周南说 不知何时能回 蓝道行说 开斋打交 应该有一个时辰吧 今日 许街做钦词的时候 闻思不叙 却做不出来 估计啊 会晚些 听到这话 周南心中焦躁 今天也是运气不好 通州那边的事 估计已经传到京城中 阎党也知道 此事非同小可 必然有所动作 局势瞬息万变 夜一长 梦就多 好死不死 徐街此刻 竟被招进去做钦词 又好死不死 竟然写不出来 这不是 要命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5集 所谓钦词 又叫绿章 是道教 举行摘交时 献给天上的 奏章著文 一般为 平立体 用红色的颜料 写在青藤纸上 这玩意儿 写作难度挺大 和文学作品一样 非常吃天赋 并不是你能读书 能科举 就能写好 如严松者 也不擅长辞道 全靠小阁老 严实翻在后面捉刀 小颜已禀 老颜抓虾 逐渐在家境皇帝 那里失宠 徐街在这上面 颇有天赋 这才 后来他取代了严松 实际上 如今的内阁中 又出了个擅长 亲词的阁老 新任的内阁武音点 大学士 李春风 周南盲问 道长 今天陛下的钦词 出的什么题目 欲要向上苍祷告什么 求四海生平 和亲海业 就是 祈求世界和平 周南说 这又何难 蓝道行眼睛一亮 你能做 也对 听人说 你周行人 师死了得 乃是我大明朝 未来的一代辞宗 倒是难不倒你 不妨 坐来听听 李九 孝儿 因天命 情何以堪 欲似海儿 哀其名 欣慰之忧 周南也不推辞 走到了岸前 将手中的奏章放下 提起笔 边念边写 以挥而就 写吧 就 纸条 递给了蓝道行 笑道 樊劳先掌 将这词 偷递给自负 也好交差 李九 孝儿 应天命 秦何以堪 欲似海儿 哀其名 欣慰之忧 错得好呀 看来 你还真是盛名之下 无虚实 蓝道行 又看着周南 一首漂亮的董奇昌 眼睛更是大亮 好漂亮的字 若用来烧了 确实可惜 废话 这首钦词 可是钦词界的经典 能不好吗 不过 至于好在什么地方 咱也看不出 道家的事情 对于我这个现代学生来说 隔行如隔山 周南得意 自视人的脸面 道长 当年我学毛笔字的时候 那叫一个惨 每日临铁 大冷天的 手上都冻出了冻窗来 一个写的不对 还被家中老爷子 揍得半死 可见这世上 没有什么难事 缺的只是坚持 蓝道行 突然笑道 你这么帮徐阶 不是欺君吗 还有 你这么急着见徐阶 是不是有什么急事 道士忘记问你 你今天找徐哥老 所为何事 这不是废话吗 我急冲冲地跑到西远 能没有急事 只是 这事关系实在太大 却不能跟你这个老道人说 还有 你这司 忘记咱们推荐你进宫 究竟是为什么 叫你帮忙 你却推三阻四 过河拆桥吗 周南说 道长 我有些通证词的公务 要禀告阁老 真人不是官员 朝廷自有制度 实在 不方便告 蓝道行说 若本尊 一意要问呢 周南有些恼怒 道长不愿意带话 那本宫 就在这里等好了 说了这么多话 他端起茶水 狠狠地 喝了一大口 蓝道行 突然咯咯一笑 你一个小小的行人 也能来西月 见内阁赐福 可见 你和徐杰的关系 不同寻常 此事 也小不了 说 突然 一股说不出来的压力袭来 脂肪的空间 仿佛要被凝固住 周南被冰冷的茶水一击 突然感觉到 有什么地方不对 内阁脂肪 什么地方 掌握着郑国家 核心机要 天下若有事 第一时间 就会回消息 传到这里 而不是皇城里的内阁 打个比方 如果边关有军情 八百里加急 首先到这里来通传 你一个小小的道人 说进来就进来 也没人过问 而且 这里怎么这么安静 一个书办也看不到 善离重要岗位 难道 他们就不怕掉脑袋吗 这不是蓝道行 绝对不是 周南这个时候 已经彻底的清醒 他听人说话 蓝道是非常瘦小 而眼前这人虽瘦 却高 而且身上有一种 特有的逼人知情 这是上位者 才有的夺夺逼人 难道他是 想起官场上的传说 和史料中的记载 周南背心的寒毛 都竖了起来 那道人的目光 更是犀利如刀 似要将周南 劈成两截 对了 你在通政司当差 最近有言官 上奏位下言平反 若是在往常 这样的折子 你们通政司 就直接退下去 如今却是蹊跷 直接送到了内阁职房 是不是徐杰的意思 今天你来这里 是不是就了 为了这件事 说吧 他就指了指 放在岸上 方才又被他 愤怒中扔在地上的 那道奏折 为下言平反 周南大吃一惊 自然知道 这事的厉害关系 忙将那张奏折 拿了起来 飞快扫了一眼 然后很干脆地说 这折子 不是通政司递上来的 至于如何进的职房 下官就不知道 道人说 不是通政司转来的 周南肯定地说 不是 下官在通政司 出任代主师一职 是左参议 邹颖龙大人的左二 邹颖龙大人 经手文书暗读 按照朝廷制度 所有的奏折 都要登记流党 下官 没看到相关记录 管他有没有相关记录 下去之后 倒是要和邹颖龙 好好查一查 若没有 自然是好 如果有 尽快销毁 免得引火烧身 这下颜案 可不是那么好 沾惹的 一个不好 大家一起完蛋 下颜 自攻警 加警中期的内阁首府 二十七年的时候 被严嵩诬陷 终被弃势处死 年六十七 也因为干掉了下首府 严格老财成功上位 一口气 做了十多年 明朝的大掌柜 他之所以被判死刑 罪名有二 一是 至郭巡 死在监狱中 郭巡 是武定侯 郭英六世孙 郑德出西逢 长金银 他和 下颜政治斗争激烈 掐得厉害 朝中严官 都在下首府那边 对他诸多挑刺 这 郭巡是个薰贵 打嘴炮 自然打不过文官 被人骂的是 灰头土脸 为了贫析 汹涌的议论 家境又想给 骄横的郭勋 一个教训 就将他 关在天牢里 结果 没几天 老郭就死了 估计 是下颜下的手 二是 支持陕西总督 曾县 用兵收复 核桃之仪 收了他的贿赂 插手官室 谋取暴利 政治斗争 本没有对错 给下颜 翻案 也没有什么 实际上 在真实历史上 家境驾崩 龙庆皇帝继位的 第一年 就频繁了下颜案 问题是 现在家境还活着 下颜案 表面上看起来 是严嵩般的 实际 却是皇帝 亲自定制 谁敢翻 谁翻 谁就是打天子的脸 会没有好下场 看到这道人的意思 是怀疑折子 是徐杰指示人 送上来 其目的是为了通过 给下颜翻案 打击颜松 周南 心中电光火石的一闪 难道 这事是颜松 叫人做的 估计是小阁老 颜世帆 好毒 官场凶险 朝中大佬 都是杀人不见血呀 归向的死活 我管不了 可我现在 是他的门生 老徐一倒 我也要受到牵连 道人说 哦 原来没有经过通政司 那就值得玩味了 周南 立即打断了道人的话 这有什么好值得玩味 估计 是下颜的家人所为 事实为他翻案也无妨 大不了 朝廷追究下来倒霉呗 反正他们现在 已经够倒霉了 蓝仙长 这下颜在文官 和士林中的民生嗜好 可徐下 却不以为然 悄悄告诉你 有一次 徐格老还和在下说过 下颜杀得好 不杀 不足以正人心 整官场的风气 那道人又大为惊讶 哦 徐杰这么说过 讲来听听 周南笑道 徐下 大约也是自知诗言 立即就闭口不言 不过 在下 下来一想 也觉得下颜似有余辜 风口 不能由你徐杰一人出 我周南 也得弄点好处 减在地心吧 道人说 说说你又有何高见 周南说 郭寻什么人 堂堂武定侯 你下颜连侯爵都敢杀 谁给你的胆子 天子 天子之所以关押郭侯 不过 是想给他一点教训 磨磨性子 下颜竟然使其 死在狱中 难道无辜吗 难道就不怕 让天子背上 滥杀残暴的恶民 千秋万年之后 使吉 又会如何给皇帝 血伤这么一笔 难道 他不该死 那道人一脸铁青 下颜杀得对 周南继续说 还有 下颜的所谓收复核桃 纯粹就是乱来 听起来 好像是大意凛然 当时东南的窝口入侵 战士正吃紧 朝廷国库已经空虚 这自然要将所有力量 投入东南 下颜还要另外开辟一个 核桃战场和蒙古硬兵 力量分散的结果 是两边都会吃败仗 下颜也不是不懂的这个道理 他呀 只是顾虑到东南战士 总督是严松的门生 胡宗宪 他怕胡不堂立下大功 严格老 威胁到他的地位 这才派亲信总督去立功 为了朝廷政争 竟然致军国大事如儿戏 下颜该杀 道人点头 确实是 周南见道人 一脸满一模样 心中更是得意 语气铿锵 君子何而不同 主义之分 朝廷斗争 大家依法办事 按规矩来征就是 再说了 下颜身为内臣 结交边臣 本身就是死罪 只不过 前面几代先皇 宽厚仁慈 没有依法办事而已 如今的天子 刚强英明 乃是古往今来 一等一的明君 怎么陛下 依依法办事 这臣子们就大惊小怪了 道人面色大为激动 也道 对 依法依规办事 难道有错 天道自有规矩 黎数百姓 皇宫大臣 都必须懂规矩 这么说来 下颜还真杀得好 对 必须杀 而且还杀得好 这一杀呀 才杀出个 太平盛世 朗朗乾坤 周南目光炯炯的 看着这个道人 坚定地点了点头 道人哈哈大笑 指着周南说道 关于下颜案 这十多年来 也只有你一个人 敢这么说 有点意思 你胆子可真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6集 他是何等精明之人 如何不知道以徐杰 那谨小慎微的性子 怎么可能同人说下颜的坏话 这一番话 不过是周南 假托徐杰之口罢 作为一个居上位者 他说话做事 从不直接表露自己的心意 喜欢叫人猜 周南今日 准确地猜中了他当初的心思 说的又是义正言辞 不绝心怀大畅 周大人见道人 看穿这话 不是徐杰所说 心中突然一礼 感觉大大不好 要知道 下颜做过多年首府 门声鼓励变天下 若叫他们知道 自己在背后大肆鞭打下首府 这个麻烦可就大了 更麻烦的时候 下颜在士林的名望极高 明朝的文官 一向有为自己刷名望的习惯 为了出名 怼天怼地怼空姐 皇帝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如果能够被天子打一仗庭 那就是一举成名 天下之 下颜是当年的文官领袖 在和颜松的政治斗争中 失败而死 在如今这种导言 乃是政治正确的风气下 简直就是风神 如果这事传出去 周南一辈子 都别想在文官系统里待 周南忙叫道 蓝县长 下官胆子可小得很 这话 咱们也就私底下说说 你可不能传出去啊 传出去又如何 那道人一脸的不屑 周南心中泣苦 你什么身份 张口乱说话 别人是奈何不了你 可我是一个小人物啊 道长 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试问以后 还有谁敢跟你说真话 道人说 也是啊 本尊还真不容易听到真话 行 且应了你 周南说 真的 道人不愿 本尊说过的话 从来都是算数的 周南眼珠子 低溜一转 伸出右手 君无细言 道人和他一击掌 君无细言 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他大冷天 穿得单薄 只一件宽大的道袍 伸出手 伸出手来 露出一条细长的胳膊 胳膊上有不少红色的 黄豆大小的斑点 这乃是长期服用丹药后 重金属中毒的现象 周南已经笃定这个道人的身份 别人积掌力士的时候 最多说一句 君子无细言 而自己刚才用的是君无细言试探 他却不觉得有任何不妥当 虽说已经肯定这一点 虽说周南也是一个胆子很大的现代人 可确定过眼神 心脏还是不争气地跳个不停 小碧 道人突然变了脸 收起笑容冷冷问 你刚才还没有回答本尊 你跑职房来 寻徐哥老作甚 这话问得不善 眼睛里那曙光 又收缩成一线 刺到周南眉心 叫周大人 感觉非常不舒服 半君如半虎 雷霆鱼露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会降下来 又降下来的是什么 一个应答不妥 刚才的一番忽悠 都要做无用功 周南新年一选 突然眼眶通红 一把握住那道人的手 气道 下官来这里 找徐哥老师为诚清呀 事关我的虔诚和生死 道人被他握住手 有些不适宜 想扔开 想了想就问 沉什么情 周南说 前番 我不是被选为驸马都尉吗 蓝仙长 你也知道 被选为驸马 对一个读书人意味着什么 那才是前程净毁啊 你被选为驸马 你被选为驸马都尉 道人神色 明显有些惊讶 忍不住 上上下下 打量起他来 周南说 嗯 就在年前 本来宗正府的意思 是过完年就会下聘 好在下官所听 参加科举 得了顺天府的家事投名 宗正 顾虑到势力封营 便按下布表 眼见着 还有几月就是相识 下官心中担忧 生怕哪天 就被皇室封了爵尾 以致 不能出事呀 公民立路 对下官来说 只是浮云 将来得不得公民 做不做官 本无所谓 唯独遗憾的是 一身所学 不能为圣民天子效力 不能为国家出力呀 我被读书人 有三不朽 立功 立德 立言 周南得心浅薄 立德不敢说 学养有限 诸书立书 增途孝儿 唯有能做些事 一展胸中的报复 以报君府 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 我的人生 还有什么意义 况且 下官在老家 另有老妻 如何能够休妻再娶 这不合理智呀 说到悲伤处 周南竭力地 挤出几滴眼泪 自己倒被自己感动到了 最后他哽咽地阴道 落水玄规 出县锐 阴树九 阳树九 九九八十一树 树通呼道 首和原始天尊 一成有感 齐山丹凤 双城祥 雄鸣六 磁鸣六 六六三十六声 声闻于天 天生嘉敬皇帝 万寿无疆 没错 这又是一首钦词 道人听到 心中疑着 写得真是不错呀 比起内阁中的 亲词高手 严徐李 还更胜一筹 这样的大才之人 如果 去做驸马 确实可惜了 又看到周南 呼得是满面眼泪 心中怜惜 原来 你是想求徐杰 帮忙退了这专婚事 对 你不能做陈氏妹 凡事 都得讲理智 若你不肯 没人能强逼得了你 有了他的承诺 这事 算是顺利地解决 周南的心中 一阵狂喜 君无戏言 君无戏言 道人郑重地点了点头 等到道人离开 周南身子一软 坐回了椅子上 这才发现 大冷的天 自己背心 竟然出了一层汗 湿漉漉的 很不舒服 尹帝 尹帝 周南 你就是个天才 我们的周大人 张开嘴响笑 喉咙里 却发出呵呵之声 妈的 这事后军钱 果然不是人干的 尤其是事后 加进这种 清明算计到 极处的皇帝 你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 就说错话 踩了雷 这个时候 周南已经确定 刚才这个道人 就是家境皇帝 也只有他 能够精直进入内阁职房 口口声声地 指呼徐杰的名字 和他说话 每一句 都是三思而后行 真是 三十思 三百思都有 阎松 许接他们天天 跟这样的主子在一起 可想精神 要受到多大的压力 怕是都要变态了 那道人 从那阁职房出来 又沿着南海 到湖岸边走了一段 湖风吹来 大袖飘飘 竟是 显风倒鼓 这个时候 从路旁的花丛中 走出一个工装太监 将一席 大逼 披在他身上 低声道 老爷 风大 在老太监的身后远处 隐隐绰绰 立着五六个 年轻内侍 不冷 朕受不了这束缚 道人说道 黄景 你叫人跟徐杰去说 今天就这样 让他回职房去 有个小朋友 在等他 是老爷 那个叫黄景的人 朝后面一挥手 有个小太监 匆匆地朝 玉玺宫方向跑去 没错 这个老太监 就是大明司礼监掌印 黄景 而那个道人不用问 自然就是 家境黄帝 黄景又低声问的 老爷 今日的交斋 不举行了吗 依旧 可是徐格老的亲子 尚未做出 叫他走了 没有得用的住词 恐上苍不喜 家境哈哈一笑 趁刚才去了 内阁职房 倒收获了 两首亲子 用不着徐格老了 那小朋友 有点意思 说吧 收起了笑声 就长笑一声念叨 李久笑而应天命 情何以堪 欲似海而哀其名 欣慰之忧 这声音浑厚沧桑 听得人是心尖一颤 黄景乃是内书堂出身 揪其学问 并不逊于内阁的学士们 如何不识得其中的好处 也忍不住赞叹道 好词 难道是老爷口中所说 为个小朋友所做 家境却不回答 只问道 黄景 朕问你啊 这世间 什么东西最大 黄景说 世人都说 天大地大 在我等内侍心目中 万岁最大 你这是耍滑头 朕是天子 怎么可能大过天 不过 还是有东西 比天大 家境昂首望着满天的朝霞 今天去内阁职房 那个小朋友 说得还真好 说起道理来 比那些所谓的汉林学士 内阁大臣说得都透 天大地大 规矩最大 凡事都要讲规矩 无规矩 不成方圆 这规矩就是天的 百姓大臣们 需要守规矩 朕 也得守规矩 家境的语气 吭强起来 今日去内阁 朕本想看看 为夏颜翻案的奏本 这案子 朕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朕很生气 却不知道 这气从何而来 甚至对夏颜的死 心怀歉疚 今日想来 朕不过是依法办事 怎么就有人 打尽小怪了 说到这里 家境的面上 全是愤怒 朕不是先帝 朕不能对他们 太宽厚 是的 最近朝廷 反言 导言之风在起 老言毕竟 事后了 家境十多年 写的一首好清词 又有一首的 理财本事 皇帝是 须与也离他不得 加上又念旧 对于这股 导言的风潮 一向是极力打压 最近 严嵩让家境心中不喜 朝中就有大臣 动了心思 为下言翻案 算是一种试探 如果皇帝稍微一松口 就是一场政治风波 家境心中烦门 加上今日 徐杰又做不出亲子 大怒之下 就将徐哥老 扔在了玉西宫 一个人跑内阁职房来 翻看下沿岸的折子 恰好碰到了周南 黄锦说 圣明无过天子 你这人呀 就是喜欢做好好先生 家境欲咬发怒 转眼却轻叹一声 也对 你是内向 宰相是做什么的 调和阴阳 沟通上下左右 干的就是低眉顺眼的 小媳妇的活 遇到事 只一味的劝和 朕不怪你 你呀你呀 好好先生坐着 偏偏逃不了好 一有事 没有碎大臣们的心意 外朝都在骂 淹贼误国 这些年 你替朕背了许多骂名 本来这些骂名应该由 严松徐杰他们呗 结果 内阁的活 全都交你给干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七十七集 看着头发 已经花白的黄景 家境的心中感慨 黄景 你也老了 在他的心目中 黄景已经不是 自己的奴仆 而是家人 黄景什么时候 听过黄帝说出这一等 情真义切的话 眼圈就要红了 老爷 那是奴婢的本分 家境说 本分 说得好 左人要本分 要守规矩 对了 家善的婚事 究竟是怎么回事 朕怎么不知道 黄景说 是豫王府提议的 贵妃娘娘 也点头了 家境说 整体人说 定下的驸马都尉 是个读书人 在老家另有妻事 这不是胡闹吗 如此 天家的颜面何存 黄景说 贵妃娘娘 定下的驸马都尉 姓周明南 现在行人司 做行人 只秀才功名 当初他进行人 还是老爷下的旨 他在老家有妻事 但修妻另取 也是可以 只要周行人 能够妥善处置好此事 与皇家 颜面无损 奴婢听人说 这位周行人 师辞了得 德行出众 且仪表堂堂 公主 甚是何意 家境说 此人有才 若是做驸马 甚为可惜 黄景 有点为难 这个时候 若是毁了婚事 怕沦为笑柄 墙里已婚的周行人 做驸马 已施笑话 现在 又要毁婚 这个笑话 那就闹大了 家境有点为难 想了想说道 暂时不提公主 大婚仪式 先等等看 等过了邱伟再说 天子的心意 黄景自然知道 家境刚才口口声声说 规矩 道法计 如果周南中了举 按照朝廷制度 自然会参加 接下来的会事 殿事 一旦中了进士 驸马 自然不用做 如此 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黄景说 是 景尊老爷执意 不过 奴婢 又一句话 不知当说不当说 家境说 你说吧 黄景看得出来 皇帝是非常心善周南 也对 能够写出 那么漂亮的诗词的人 既见君子 云湖 不喜 老爷 科举这事 可不好说 内阁阁老们 汉林院学士 在科举之路上 嫌有人一决而秀 周行人呢 未必一定能中 如果中不了 布也要被逮回去 做驸马都尾 家境说 妥妥看 家境不过是一个小孩 心性善变 即便到了那时 脱黄了就是 周南并不知道 家境这句话一说 他是彻底安全了 宗室再不会去骚扰于他 他只是以为家境 已经答应不让他做驸马 皇帝说过的话 就是惊口欲言 自然是不可能反悔 这事儿算是顺利解决 今日到内阁职房 虽然受到惊吓 却摆脱那可恶的 驸马身份 倒是一大收获 周大人从火炉上 提起了铜壶 又给茶杯 蓄了热水 喝了一口气 好不容易 才将自己的心绪 平静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 听得外面热闹起来 陆续有内阁职房的书板 回到里边 就看到徐杰 急冲冲地进屋 他挥手让手下出去 然后郑重地看着周南 子墨 原来是你 刚才有人来过 周南装着弱不其事的样子 刚才 蓝道行蓝道长来过呀 和下官聊了几句 恩向 缘何问起此事 蓝 道长 徐杰神色一领 急问道 蓝道长 说什么了 周南说 蓝道长 就和下官说了说 道家的事啊 恩向 我看道长 神色有点憔悴 好像 扶石丹药过度的样子 就劝了他几句 说事情有度 过忧不及 这事要三分毒 得适量 徐杰说 仙长怎么说 周南 故意地哈哈笑道 恩向 下官的口才 你是知道的 蓝道长被我说服了呀 答应以后呀 少吃些仙丹 徐杰输了一口气 是啊 丹药遗物和长生不老 虚无缥缈 世上 因为负担驾崩的君王 实在太多 你这么回话 道也得体 霸触百家 独尊如数 此不语 怪力乱神 鬼神一说 存而不论 乃是朝堂的绝对 政治正确 对于嘉禁皇帝 在宫中大搞封建迷信 朝坛君子都非常不满 当年夏延之所以被杀 也是因为 极力地反对嘉禁修行 嘉禁皇帝平日里 喜欢赐香叶冠 给内阁俯臣 以示恩宠 严松和徐杰 立讨好皇帝 成天戴头上 美滋滋 夏延却觉得 堂堂的阁老头 戴草叶 锁边的鸭鸭帽 壮弱孩童 实在是莫名其妙 为此还和嘉禁大吵几次 坚决不肯就范 在周南看来 这事也没什么 不过就戴顶帽子罢了 虽然不太体面 但却也是老夫疗发少年狂 也算是件雅士 换他 不但要戴 还得天天戴 如此才能胜讯硬心中 真正的入心入脑 真尊真勇 确保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 说句实在话 嘉禁皇帝也算不错 政治能力在明朝排名第三 在位四十多年 抗击窝口 中央集权 是个有为的君主 当得起后人尊敬 至于嘉禁嘉禁 嘉嘉接近一说 不过是利益受到损害的士大夫 接及黑他吧 在大臣和大地主阶级心目中 一个圣民的天子 应该像崇祯那样 给他们特权 商税 宽税 一文不收 东厂锦衣尾 通通裁掉 最后又如何 大明朝亡了 所谓的圣民天子 一根绳子 吊死在了歪伯树上 然后士大夫们剃了头发 投靠了清朝 继续做他们的 大地主人上人 至于百姓和大明朝 和他们 却没有一文钱的关系 他们也只敢 骂骂不杀士大夫的明朝皇帝 遇到清朝的皇帝 敢叽叽歪歪一举 直接抄你家 灭你们 可见 要想治理好 古代东亚国家 还是必须使用 权威政治 对了 你今日这么急 来职房找老夫 可有急事 徐切好奇地问道 周南压低声音 别想 查到严党 私募的军饰 什么 现在何处 怎么查到的 徐切失声嘀呼道 周南说 现在银船 已经被下官 扣在了通舟码头 也许 此刻严格老 已经知道此事 得尽快处置 下官一刻也不敢耽搁 急忙赶回京城 邹云青 已经在写 弹劾严嵩的折子 并联络御史严官 他详细地将此事 来龙去脉 说了一遍 听完 许间面露狂色 他知道 自己等待多年的机会 终于到了 进一步 就是载直天下 往日严嵩 好像是横更在自己 身前的一条大河 如今已经变成了 踪踪细流 一尺之水 纵身可过 看得漂亮 徐杰咬牙 露出争容 回去告诉云青 让他放手去做 御史严官们 会站他这边 不过 他突然犹豫 陷入了沉思 周南心中叫苦 这老头 又要优柔寡断 归向隐忍的时间太久 这都隐忍成 怂货了 为了施工 为了阿九 得再烧上一把火 周南说 可是担心陛下那边 被周南看破心思 徐杰迟了一会儿 才敞开地说 陛下看起来刚强 铁面无私 其实老夫看得明白 他却是个念旧的 关键时刻 若是再放过严格老 老夫岂不是打折不成 缺受反噬 严嵩在位十多年 也不是没有遇到过事 可每次都被他给逮住机会 将局面翻转过来 狠狠地报复政敌 这个万一徐杰承受不起 周南突然低笑起来 恩想 自认已经揣透陛下的心思 下官却不以为然 见他如此无礼 徐杰面带不远 怎么说 周南说 恩想 这是当局者迷啊 反不如我们旁观者看得明白 万岁念就是不假 可别忘了 陛下还爱钱 爱钱 许杰心有所动 周南继续说道 恩想 下官出身寒文 少年时常常鸡一顿 宝一顿 人情世故看得多了 在我们乡下呀 民风是淳朴 一大家在一起 那是父慈子爱 兄弟和睦 可那也就是平日间 真当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时候 可就没有人情可讲 所谓 依父族 知理仪荣辱 饭都吃不饱 还谈什么道德伦理 弟兄分家的时候 为了一把锄头 一只鸡 一双被子 打得头破血流的事 实在太多了 到那个时候 试问兄弟就行何在 说到最后 周南笑道 没错 他言嵩 私母君想 确实有罪 可真贪开了说 也是为国为民 皇帝念叨他往日的勤奋 或许 能放他一马 不过 这里面有个前提 前提是 严党 没有借此 中饱私囊 以严党贪婪的性子 可能吗 周南意气风发 在陛下心目中 这些军匪 可都是他的 严嵩若敢 取一毫 那就是从他的手中 抢钱 须饶不得 只要查下去 严嵩这一关 定是过不了 这话 说得可谓不透 已经是赤裸裸 许杰豁的一声 站了起来 妙 大事成也 他本就是个大贪官 严党的心思 如何揣摩不透 钱到我的手 自然要先挂一下 说完这一句话 他用精亮的目光 看着周南 激动之下 竟一把抓住他的手 不住摇晃 紫木呀紫木 你还真是老夫的 胡汝珍呢 胡汝珍是什么人 人家胡宗贤 可是严嵩手下 第一干将 整个胡党的门面 周南能够得到 许杰如此评价 可见此刻 他在归向心目中 地位高到了何等程度 本来 做过会士考官的 徐哥老 门下不乏人才 可自从坏了民生之后 如张居正 这种正经学生 也不肯同他亲近 手下人才 日渐奚落 如今唯一拿得出手的 也只有钱给士忠 现在通正参议 邹映龙 实话说 周南刚出现在他面前 还入不了他徐哥老的眼 在徐阶看来 这就是一个品行败坏的小秀才 杂流关 银银狗狗 在下面干些脏活还可以 推上前台 就有点跌缝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78集 安排他去公布军企局 也就是下一步贤棋 没指望他能派上什么大用场 谁曾想 这个小棋子 竟然爆发出巨大能量 直接拿到了 扳倒严党的证据 还精确地把握到 皇帝的心意 这不是人才 谁还敢称人才 徐阶顿时 就起了培养周南的心思 以此子的智谋和手段 培养上十来年 未必不能成为徐门的顶梁柱 相比之下 自己的儿子和邹应龙 实在是差了些 不过 周南有一个极大的短板 没有文凭 你至少也得是个近视呀 就算点不了汉林 有老夫的提携 好好雕琢 一声巡抚 有啊 周南得到徐老头夸奖 不觉有点飘飘然 说道 很想 还有什么事 尽管吩咐 敢不应命 徐阶说 下面的事情 和你也没什么相干 你就 回通政司打探消息 若有弹劾严党 不法的折子 尽快分到内阁来 另外 秋伟在即 你也不要再耽搁学业 你恩师王世珍 乃是天下之民的大辱 好好在他门下读书 争取 考个近视来 听到 徐阶这么说 周南想起师公的事 垂涎道 品恩相 我家恩师此刻 只怕无心教授下官学问 徐阶问道 可是因为王叔啊 周南说 正是 是恩如山众啊 还请恩相 是以援手 说着话 眼泪流得更多 看到周南 伤心成这样 徐阶心中感慨 这周子牧 虽然人品不端 可却是个懂得感恩的 不枉老夫 提携一场 就说道 王叔啊 乃是严嵩陷害 这次若是 铲除了严党 老夫自然会向陛下 陈情 周南大喜 盲拜下去 多谢恩相 我这就告诉恩师 他老人家 这个好消息 徐阶说 不过 这案乃是御案 当年 王叔作战不利 天子震怒 倒不完全是 严嵩的禁禅 老夫 也只能尽力而为 告别了徐阶 从西院出来 周南抹了眼睛 心中突然 有些难以 不好意思 今天自己哭了两场 演技出色 确实 有些尴尬 唉 难道 我已经快要步入 油腻中年的寒恋 变得多愁善感 他急冲冲地 跑去王世珍那里 欲要告诉恩师 这个好消息 刚到地头 就看到 王家门口 停了许多车马 乱糟糟的 好像人 正将东西 从里面搬出来 朝车上装去 王世珍和师娘 正好走来 正要上脚 周南 忙去师弟 建国恩师 拜见师娘 你们二位老人家 这是要去哪呀 师娘微笑道 正要叫人 去子墓说 你恩师呀 已经买了房子 距离这里 不过一里地 老师借助 应得功夫上 实在是失礼 周南 这才恍然大悟 最近 京城的房价 涨得厉害 世人多是 买涨不买跌 黄世珍 一直有 买房买地的心思 只不过 顾虑到价格 高得有些离谱 想等等 却不想 越等越贵 就再也等不下去 他的新家 离这里才 一里地 倒也方便 恭喜恩师 恭喜师娘 黄世珍说 子墓 你今日 来薰为师 何事 周南 低声道 恩师 师娘 师公的案子 学生打听到一个消息 不敢耽搁 特来禀报 王世珍夫妻 神色都是一灵 同时道 子墓 走 去家里说话 很快 三人到了 王世珍的新家 这个院子 依旧很大 有新 比唐顺之的院子 好多了 由此可见 太仓王家之府 这种大宅 说买就买 进的书房 周南 将自己和徐杰 之间的事情 详细地说了一遍 最后道 朝局即将大变 导言就在今朝 严嵩一导 就师公出狱一事 应该不难 听他说完 师娘 连忙双手合十 真是老天保佑啊 王世珍 也是眼含热泪 什么老天保佑 全靠子墓 老夫收的一个好学生 果然没有看错人 说吧 他一抹眼泪 老夫 马上去联络同党 也要谈和严党 刚要走 王世珍突然停下脚步 子墨 你要参加的顺天府秋尾的考官 人选已定 须有麻烦 定了吗 周南道 反正不是顾炎 换谁都一样 当初 他将户籍迁移到北直立 按照王世珍的说法 兵部主是顾炎 有一座北直立的大主考 这人和恩师有旧约 也因为如此 王世珍非常了解此人 知道他的口味和出题思路 轻易就能打中题目 如此 要中举人 也多出几分把握 现在周南所在的密云朝核 莫名其妙地 被顺天府化去 如此 顾炎顾己 也做不成他的大主考官 换其他人做考官也一样 以王世珍这台考试机器 只需要好好琢磨 未必就不能琢磨住 考官喜欢什么样的文章 对周南来说 没有任何区别 王世珍说 大考察已经结束 说来也巧 顾上时 却做了顺天府的主考官 原来大考察在京城七坪以上 侍郎以下 有近视公民的官员 都可以报名参加 考中之后 在朝廷和一分派差遣 并不是说 你想去什么地方 就能去什么地方 顾炎 一心要偷懒 想做北直立的主考官 可朝廷考虑到顺天府人 实在太多 需要一个能够镇得住考生的人 顾上时在江苏的市林民企颇响 正是合适人选 于是就点了这个差 周南说 那可巧了 那不正好吗 王世珍却是一脸的忧虑 忘记同你说了 顾上时乃是江英人 和唐印德是同乡 他脾气不好 和印德也有仇怨 你出自唐印德的墓中 又是我的学生 怕对你不利 最糟糕的是 顾炎的六女婿 是徐仰大叔父 福建部正史 徐谦的得意门生 你和徐仰大赌约 坏了他的功名 这次 邱伟怕是过不了 啊 周南 瞠目结舌 自己 采了徐仰大 竟然采出个顾炎 好死不死 顾炎还做了自己的主考官 这信顾的 会放过我周南吗 没错 邱伟考试的时候 考生的卷子 是得胡鸣 最大限度的 杜绝的人情和舞弊 可世界上的事情 一个人 手握重权之人 要想找漏洞 实在是太容易了 想到这里 周南 出奇的愤怒 这大明朝的官场 都是敬秦繁殖 碰到任何一个人 一牵扯 就扯出一群人 任何人都能给你找麻烦 风气真是坏透了 看到自己学生脸色大变 黄始真呵斥的 你若往日好好读书 真将文章 写得叫人挑不出错来 谁能对你不利 还不快快回去用功 是是是 先生教训的是 周南 心心而退 又恢复了苦毒状态 接下来 乃是大人物之间的斗法 和他这么一个小官员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没错 导演乃是历史的必然 已经没有任何的悬眼 这事情 对周南是大大的利好 由徐杰的提携 他已经能够 顺利地跨入 正七品的门槛 不过 这样还不够 没有文凭 这辈子 也就是正四品之府到头 真是浪费了徐杰 这么好一个平台 需要用功读书了 不然 如何甘心 周南心中立志 在嘉靖四十一年三月末 京城朝堂政局 突然八级地震 御史台科岛 汉林院 各部院大臣 纷纷上书 弹劾严嵩 私募军资 图谋不轨 事情是这样 一个叫公卿的御史 在去通州码头 查验茂领 看河仪式的事 偶然发现 严嵩的银船 冒充皇帝内怒 欲将私募军匪 偷运到京城 贸用皇家的旗号 调动五城兵马司的人马 已是大罪 私募军匪 更是罪不容赦 公卿御史 当即就封了银船 坐在甲板上 不吃不喝两日 直到三法司 派人接手此案为止 此案 大白于天下 一时间 舆论哗然 同时 还有人将当年 杨继胜 冒死坛和严守府的 实罪武奸 也翻出来 老调重谈 所谓实罪 分别是 坏祖宗之惩罚 窃君上之大权 衍君上之志工 纵奸子之浅窃 冒朝廷之军功 隐悖逆之奸臣 悟国家之军机 专处设之大饼 先天下之人心 禀天下之风俗 武奸则是 凡是皇帝周围的侍从 严嵩都用丰厚的贿赂 加以结交 通政司的主管 出纳王 命之关节 严嵩用心腹赵文华 为此衙门使臣 严嵩让其子严士藩 与东厂和锦衣卫的头领 递结姻缘 皇帝的爪牙 都变成了奸贼 严嵩的瓜葛 严嵩害怕科举的人 多爱讲话 凡竟是出身 不是他私党的人 就不让他们参与中书 行人的选功 严嵩让其子 严士藩 选择科举出身中 富有才能和声望的人 加以网罗 安插在自己门下 这都是旧事 比如 赵文华都死了两年 现在还重提这茬 给人一种不同寻常质感 而且 更不同寻常的是 这次弹劾严嵩 不但磕到 玉王府参与其中 就连一向 以严嵩小窃 自居不以为耻 凡以为荣的徐阶 也跳上前台 全力出手 三方势力 连为一体 简直就是万众一星 说到这里 或许有人会奇怪 王府众人 一向和徐阶不合拍 这一次 怎么合作 有心想起 前几天的事 突然感觉 有什么地方不对 金王离金就翻了 难道说 这事和徐阶有关 要知道 徐阶可是 礼部尚书出身 那里可是 他的基本盘 而礼部 恰好管着宗室 大家越想越觉得 看来 这两边 肯定有一些交易 三股力量 来势汹汹 看起来 严党 好像已经是 结束难逃 不过 官场上的人 还是看好 严格老的 要知道 老严能够有 今天这种地位 可是一刀一枪 杀出来的 当年的夏严 杨继胜 审恋对他进攻的时候 形势怕是 比现在还要险恶 严格老 不也彻底地将橘子 翻转过来了 这次只怕也是如此 搞不好 不知道有多少人 如这三人一样 被彻底弄垮 说不定 还有人要掉脑袋 果然 如大家预想的那样 寒河折子 如同雪片一样 飞到皇帝的暗头 严嵩也如往常那样 按照朝廷的旧制 和官场的潜规则 上了辞城 起骇骨 皇帝劝勉他几句 就先让他 回家中休息 然后 就将所有的折子 留中不发 皇帝不表态度 就是一种态度 那是要 保严嵩 周南心中奇怪 不对啊 按照真实的历史 严嵩会因为此事 而垮台啊 怎么事情变得 不明朗起来 云青 可有消息 这内亭是什么态度 他小心地 问着邹映龙 从王世珍那里出来 周南依旧 回到通政司当差 正如当年杨继胜 弹贺严嵩时所说 通政司是主管 出纳王命之关节 消息极为灵通 在这里天天看折子 还真有种 天下事 尽在我手的错觉 周南倒有点喜欢 这个工作 他每日在私里上班 顺便练习 八股文写作 日子过得充实 邹映龙 一脸的忧虑 军心难测 内庭的事情 我们外城不便语文 或许 天子还顾念着 盐贼的旧情吧 不过 子慕你也不用担心 恩师他老人家 应该会知道怎么做 周南说 也只能如此 对了 顾炎那边 云青怎么看 大人物斗法 自己插不上手 倒是未来的邱伟 关系到 他周南未来 能够走多远 没有近视公民 自己头上 始终有一张 透明天花榜挡着 为了顾炎的事情 周南没少操心 也想过 如何才能走通 他的门路 当然贸然登堂 是不可能的 首先 人家肯定不会 给自己面子 其次 金植上门通路 若被人知道 告自己一个舞弊 谁受得了 他也问过王若虚 老王回答的 也干脆 说同顾炎 没有任何的渊源 根本就说不上话 既然如此 周南也是没有法子 邹颖龙听到周南说 子墨 我文师和顾上 石不墨 你觉得 我去寻他 有用吗 周南心中抑郁 是啊 他在京城 最大的依仗 也就是徐阶 和王若虚两人 既然这两人 都拿顾炎 没有办法 顺天府秋为 那也只能是 听天由命 邹颖龙 见他情绪低落 安慰了几句 又将话题 说回到 严党这事 子墨 你要相信恩师 如今 严分已已回家休养 而他老人家 又随时侍候价钱 想来 定然会有所作为 就在 二人说话的时候 西远中 玉西宫金舍 一事春末 家境皇帝 今日魄力地 穿上了凹子 垂木盘坐在 谱团上 把窗户关上 是 浪爷 黄金走过去 将窗户都关了上 屋中顿时 按了下去 没有刺骨的冷风 已经视力在 一旁许久的徐阶 总算觉得 身上暖和起来 家境看了他一眼 目光在黑暗中 闪闪发光 端个椅子进来吧 徐阶 你已经在这里 立了诺多个时辰 想必腿软了 一把年纪 还如此坚持 倒是执着得很呢 语气中含着讽刺 两个当直的太监 将一把大理石面的红木灯 抬了进来 放在了徐阶身后 天子的语气 善为不慎 徐阶感觉到不妙 一颗心 提到了嗓子眼处 盲泻了一声 坐下 可又如何坐得实 只放下去半边屁股 他的目光 落在了天子的欲暗 上面堆满了奏折 不用问 都是这两日朝臣所上的 弹劾严嵩罪状的折子 看到这些折子 放得这么整齐 而用来批阅的诛纱 尚未化开 徐阁老明显的感觉 皇帝并不将这事 放在心上 甚至连看都懒得看上一眼 他心中不觉一动 安想 难道天子这是要力保 严分仪 徐阁老 甲敬看向了徐阶 徐阶欠起身子 臣在 甲敬说 内阁四府沉中 你分管礼部 严嵩掌管护部 严守府 近日称病 护部 由你赞代 福建战士吃礼 见天催要凉望 护部 可有章程 徐阶的心中发紧 回圣上的话 东南战士 军粮滋末 年初已经尽数滑波 部族部分 则由南京和福建 凑上一些 当然 这些都是不够的 臣刚去过户部 清点了太仓 看能不能 挪歇出来 挪歇出来 太仓里有多少银子 你们心里有数 朕心头也有数 那是螺蛳壳里 做道场 也就那么大点动静 徐阁老 就算你是巧妇 也难为五米之吹啊 家境淡淡一笑 看来 你手下的人 财具也是有限的很 致不如烟茂琴 去寻言良悦 就将军匪 给筹措足额了 还是严格老调教出的人 能干呢 有烟茂亲在 徐阶 你也不用那么苦 倒是不必担心 徐阶说 还是陛下 妙愁有方 臣 确实是太担忧了 他心中 直发臣 皇帝这话 未必没有怪他多事的意思 福建前线 那边年年用兵 那就是个吞金怪兽 每年都要耗费上上百万两军费 光靠中央财政 却是支撑不下去 因为 严嵩放任门下 在地方收刮 倒是碎了皇帝的院 有了严嵩凑极的军费 福建那边的账 大可以打下去 而且不花中央的一文钱 何乐而不为 最妙的时候 搜刮地方的恶民 严嵩 严守府 一人就担了 与胜欲无损 这前线打赢了 得连面的 却是天子 如此看来 换谁做了这个皇帝 只怕都没有兴趣 拿掉严嵩 拿掉严守府 未来的军费 谁去筹措 难不成 还要让皇帝 自掏腰包 妙算妙算 朕什么时候妙算过 不外是放手 让下面的人去做事 做得好的 自然不会 叫人家没个下场 我大明朝的事 坏就坏在 给人挑错的人太多 做实事的人又太少 而做实事 你许杰可以吗 家境的话 开始尖刻起来 御史公卿 所查的银船仪式 朕知道了 将鸭船的人处置了 身齿颜冒勤即可 不要 打尽小怪 这已经是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 许杰心中发苦 旁边 一只面色木然的黄锦 突然插嘴道 徐格老 这一船二十万两的银子 乃是严格老 用来维修人寿工的 徐杰身子一阵 立即明白 严松先前之所以请辞 原来是以退为进 背地里使的 竟然是这一手 没错 这一船的银子 是严松筹集的军匪 现在事发了 如果按照朝廷制度办 严格老 罪则难逃 可是别忘了 老严可是家境的钱袋子 天子平日里的吃穿用度 都是严松的境险 他只要咬定 这些钱 都是给天子的供负 谁拿它 都没有办法 看来 这次严格老 是逃过去了 问题是 老夫准备了 这么长的时间 将来又该如何 和他共事 情何以堪 正腿丧中 徐杰突然想起 周南和自己 所说的一席话 在陛下的心中 这些军匪 可都是他的 严松若是敢取一毫 那就是从他手里 抢钱 虚饶不得 只要查下去 严松这一关 必然是过不了 二十万两 二十万两银子 不对 徐杰眼睛亮了 深深地看了黄瑾一眼 黄瑾依旧是那副 木讷的模样 但目光却和徐杰碰了一下 传递出不同寻常的寒意 徐杰嘴角挂起了一丝微笑 立即明白 刚才黄瑾是在点醒自己 陛下 据老臣所知 通州码头背扣的银船上 有白银二十万两 徐杰淡淡的 经查 严茂勤在巡言时 将严隐禁收 此中 至少得了百万支礼 其中 用于前线的不过五十万 那么 老臣想问一句 剩余五十万 扣除陛下这里二十万 这另外的三十万 又去哪里了 这个时候 一直没有说话的黄瑾 突然问道 徐格老 此话可实 徐杰说 四言丝 每年发出的言语 都会在中央流点 一算 就能算出 每年言语 能赚多少钱 然后 再对照福建 那边接受的军资 两下一口 不就知道 这其中有多少银子 不翼而飞 什么 突然 一只盘膝坐在 普团上的家警 猛地站起身来 面目扭曲地咆哮 三十万 三十万两 那可都是朕的银子 他严嵩 比朕赚的还多 好大胆子 是的 徐杰没有猜错 通州银船 背口之后 严嵩第一时间 找到了家警 说这些银子 都是他叫门生 燕茂秦 在两淮严丝 通过贩卖 盐商引钻 一部分 送去了福建前县 另一部分 则孝敬天子 用于维修人手工 之所以 没有事先禀告皇帝 主要 是怕朝廷物意 又想给天子 一个惊喜 皇帝看到了钱 非常满意 也就不追究了 可现在 听徐杰这么一说 顿时勃然大怒 合着 严嵩是打着朕的旗号 在捞钱 你捞就捞 结果还拿了大份 堂堂天子 你一个臣子吃肉 朕 只得了点 参汤圣水 当朕是叫花子 是可忍 殊不可忍 家境 力声大吼 扯查 必须扯查 徐杰看到皇帝 这激烈的反应 心中知道 阎嵩完了 导言到此 尘埃落地 心中又想起 周南那句话 在陛下的心目中 这些军匪 可都是他的 阎嵩若是敢取一毫 那就是从他手里 抢钱 虚饶不得 只要查下去 严嵩再见 难逃 这周子牧 可谓将皇帝的心思 揣摸到了极致 真 无双国事也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0集 仿佛一夜之间 院子里那棵 叫不上名字的树 已经是浓衣满眼 亭亭如花盖 日光下彻 绿影摇眼 一大早 周南觉得 就傲热难当 身上的凹子 再也穿不住了 想了想 时间已经到了四月初 夏天已至 他本身身体健康 特别是进京之后 又胖了六七青 更是热得厉害 只得换成夹衣 手握折扇 却也是风度翩翩 直看的寻翻语 两眼都是柔情 赞约 老爷 真是相貌堂堂呀 在任何一个时代 夫妻二人中 无论是男强女弱 还是女强男弱 总归有一个人 对另外一人是 真心实意的崇拜 家庭才能和睦 若大家都性格刚强 不肯让人 这日子过起来 也将是一塌糊涂 被自己心爱的人 用如此爱怜的目光看着 周南心中一甜 笑问 方雨 喷老爷帅吧 你说 我属于城北徐宫美 又美在什么地方 寻方雨的肚子 已经大了起来 已经能够看出深雨 阳光树影 落到他的肚子上 斑斑点点 老爷 你英俊是自然的 可惜以前 看起来下巴有点尖 面相不太好 最近两个月 胖了些 长成了果子脸 这方面大耳 甚是威严 听他这么说 周南摸了摸 自己下巴下面 长出的一拳肥肉 大脑道 夫人要说我胖 直说就是 何必如此埋态 寻方雨 言嘴低笑 老爷是做官的 当有官员的威仪 太瘦 可不好 百姓不敬 妾身呀 是真心夸奖 如何敢埋态于你 看他神情不思作为 周南已呆 你真觉得老爷 我现在这样子好看 那是自然 嗯 我心甚畏 周南又摸了摸 自己的下巴 心有所得 在现在社会 他的相貌 也就能打七十分的样子 算是基本达标 属于丢倒人群中 很容易被淹没掉的那种 唯一让他得意的 就是长着一张瓜子脸 颇有网红脸的感觉 不过 这种相貌 在古代 却未必就是上家 锥子脸 网红脸 在古代是典型的奸臣面相 这个时代的审美 是那种国字脸 最好是四四方方 如同麻将牌 这也很是无奈的事情 将来 自己如果要做大官 选官的时候 相貌却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长得 像张艺兴 怕是要坏菜 看来 本老爷下一步的人生目标 是吃睡长 务必把自己 长成钢铁直男 姚明啊 寻方宇 好奇地问道 老爷 姚明是谁 周南说 就是我认识的一个美男子 还真别说 大瑶真的来到古代 如果没那么高 也真是古人心目中 帅哥一个 说完这句话 他自己先忍不住笑了起来 寻方宇说 老爷 今日突然说起相貌一事 可是在忧虑 将来一旦中了近视 选官的事情 他出身 淮安望族 虽然是个妾生女 可凭日里接触的 不是达官贵人 就是有功名的读书种子 官场的事情 也知道一些 读书人一旦中了近视 无论是点了汉林 还是直接派下任职 相貌 也在考核的范围之内 如果你生得实在太丑 形容猥琐 镇不住场 有失官府的体面 这镇影官 是做不出来的 周南听他这么一说 突然想起 现在已经是四月 距离八月 秋为止剩下 四个月一百来天 他心中猛地一紧 苦笑道 夫人 今日你我高高兴兴 说这些 不是破坏气氛吗 我连今年的相识 都够呛 还说不到选官的事上 吉人自有天相 老爷 这些天读书 不可谓不刻苦 应当是能重的 寻方语安慰他道 正在这个时候 黄豆拿了一张帖子过来 说道 大老爷 这是密云生源 沈宁老爷的情节 寻方语好奇地问道 老爷 沈宁 是不是就是 前几日当门拜访的 那个少年书生 嗯 正是 周南接过帖子 看了几眼 回答说道 沈宁 在勤俭上说 明日是他老父的五十寿 请我过府一句 寻方语说 老爷 你每日 都要去通政司当职 看你情形 最近挺忙的 又每日读书到深夜 密云那么远 如何耽搁得了 不然 沈老弟 好歹也是密云大族 这荆棘附近 这几县的大户 谁在京城没有产业 沈家在那一城 也置办有一间院子 一家老小 都住在那 离咱们家也不远 不过 这沈家老爷子的寿臣 我却不方便去 寻方语 心中大祈祷 老爷 毕竟同为一线的读书种子 将来可是要 打一辈子教导 不去 岂不是失礼 周南气恼地摇头 唉 这个沈宁 真是能给人找麻烦 就是个没原则的 气死我了 原来 上次 盛天府家使周南 和徐阳大赌赛 约定输的那人 从此退出科举 结果 周大人赢了 听人说 徐阳大回家之后 被家中长辈狠狠责罚 还吃了家法 下来之后 周南因为心中好奇 叫人抄了徐阳大的卷子 观摩一看 一看 顿时羞得是面红耳赤 不得不承认 这一丝还真的是个人才 那几篇文章 做得真的不错 这样的卷子 就算放到乡市考场上 也是稳稳的 一个举人功名到手 前三 也是可以争取一下 这周南的文章 就差了许多 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周南那个投名 得知实在是心中有愧 徐阳大 因为这场赌约 终身不得进考场 徐家心中自然不敢 于是就求到了周南这里 周南气愤徐阳大的可恶 自然是置之不理 徐家又找到和周南私交甚好的沈宁 沈宁年纪小 耳根子软 被人几句好话就红住了 戴维说下 君子已知抱怨 周南只是不一 再说 你徐家光靠托人说几句好话 就想让我和徐公子 重归于好 世界上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总归有点出血 给些好处才是啊 也实在太没诚意了 谁曾想 徐家被周南 屡屡拒绝之后 彻底的怒了 他以前是驱舟的豪门 现在又是昌平旺族 家中出了三个禁士 一个正七品支血 和一个福建不正士 你周南一个杂流出身的小心人 如此不给面子 那不是打我徐家的脸吗 是可杀 不可辱 于是恼羞成怒之后 徐家又用家法 臭揍了徐阳大一顿 同时 一个关于周南的谣言 开始在密云 昌平两线 小规模的流传开 说的是 周南之所以 得了家事投名 那是通了 断题学的门子 否则 以周南的八股文章 别说得第一 只怕两膀都上不去 徐家的动作也快 把周南的卷子印了 见人就发 让周南甚是狼狈 老周这几天 既要在通政司 盯着导演仪式 掌握一手消息 又要复习功课 累得半死 自然没功夫 去搭理此事 可心情 却被 徐家这一手 弄得坏透 这徐家既然要求情 那就拿钱出来 本大人也不是不好说话 不要太多 一百两 只要一百两就成 不出钱也可以 咱们在官场上 做个交易 以后 江湖再见 都是朋友 可你徐家 光靠 说几句白话 就让我点头 这情商和智商 堪忧啊 其实 这一年头的官员 和读书人 可没有笨蛋 徐家之所以这么干 那是因为狂妄 那是因为 瞧不起周南这个 只有秀才功迷的小型人 周南已经铁了心 绝不松口 看丈夫气成这样 徐芳玉也不说话 只微笑着 提起扇子 对他不住着扇着 周南扑斥一笑 夫人 你这是在煽风点火 还是给我销火啊 夫妻二人 同时笑成一团 周南将勤俭 递给了黄豆 黄豆 你去回沈相公的话 就说我公务繁忙 实在脱不了身 只声说一声抱歉了 等一下 你帮我随一份礼过去 这个 这个 夫人 我 我 徐芳玉 回头对事后在一边的安婆子说道 婆婆 你去我屋中 拿五十两银子 买些礼物 等到二人退下 小院子中 只剩下夫妻两人 周南有点尴尬 多谢夫人 回复最近 手头不振钱 叫你破费了 是的 最近 他实在有些穷 自从离开了军企局 去通正司任职之后 每月 只有可怜巴巴的 二两俸禄 以前的积蓄 在最近的交集应酬中 已经花光了 还真的是 非常的窘迫 做官男 做京城 尤其智男 基本都是赔钱的买卖 大明朝这个年代 真的是无话可说 你不是世家大族 根本就没办法做官 就算勉强做了官 手头没有活动的钱 前程也是有限的很 看样子 等过了这一阵子 还真得想个来钱的法子 五星话 回还之后 还没有来信 想来也就在这几日 希望能够坚持到那时 寻方语说 夫妻本是一体 老爷若要使钱 尽管拿就是了 周南听到这话 心中一阵无语 夫妻本为一体 按照剧情 下半局应该是 妾身的一切 都是老爷的 却不想 寻方语 却来了一个 若要使钱 尽管拿就是 也对 按照古代的理智 寻方语 对于自己的私房钱 有绝对的支配权 他将来 百年之后 产业要传给子孙 若没有子孙 则要退回娘家 这才是明朝的 法律和规矩 在古代 夫妻可不像 现代社会那样 浑然一体 而是标准的AA 夫妻二人 又说了半甜的闲话 实质深时 院子里的气温 越来越高 寻方语的身子已重 人也胖了些 他鼻尖上 已经生出了一层 晶莹的毛毛汗 身上的单衫 也因为汗水 贴在皮肤上 勾勒处 玲珑曲线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1集 在以前 寻方语大长腿 身材极高 标准的超模 唯独叫周南遗憾的 使他虽然生有超模的身材 却有后世超模的最大毛病 瘦 贫胸 这一怀孕 在安婆子 极不科学的照料下 整日的黄鸡 顿鱼的滋补下来 逐渐风雨 周南一看 情况不妙 急忙喊停 这才遏斥住 寻方语 进一步发胖的趋势 只吩咐 油腻之物少用些 蔬菜瓜果 不能停 此刻 他身上的汗水 已经是沁湿了衣裳 顿时曲线逼人 两点突兀 有点诱惑 周南 已经和寻方语 分房睡了多月 见到如此 以泥泥风光 如何忍受得了 金补主 吞了一口唾沫 这咕咚一声 惊动了寻方语 回头看到 周南那绿油油的目光 心中大觉不慌 老爷 院子里实在太热 切身回屋了 就转身 就转身欲躲 对 哪里跑 周南 一把抱住了 他的腰 被丈夫抱住 寻方语的心中 更急 孩 小心孩 盆老爷 会小心的 接下来 一番水魔功夫 周南的身心 得到了极大满足 不觉日头西斜 天气 也凉快下来 寻方语 眯封着眼睛 将头靠在 丈夫的胸膛上 羞道 真讨厌 你还是快些 将芸娘和素姐 接到京城里来吧 切身实在 筋受不住了 周南说 等 过了这一阵子就去 芸娘有身子 可行不得路 怎么也得 等到今年冷天再说 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丫鬟在外面喊道 大老爷 还老家来人了 周南说 来的什么人 丫鬟说 回老爷的画 是五星画五元外 周南大喜 本老爷 等的就是他 不用问 五元外 是给自己送钱来了 他忙穿起衣裳 又让巡方语 取了欠条 去了书屋 果然是五星画 他站起来 以失礼笑道 欠过行人 恭喜行人 不过是一笔辛苦费 是本大人该得的 又有什么好公信 周南心中奇怪 五星画 从袖子里掏出一封信 递了过来 这是行人的家书 恭喜行人 喜得灵儿 周南心中狂喜 盲问道 什么 云娘生了 五星画笑道 是 是夫人生了 却是弄张之喜 周南也顾不得和他多说 盲拆开了家书 信是素杰写的 上面说 云娘生了一个男孩 四斤二两 早产 因为不足月 孩子有些饿 不过母子却也平安 老爷不用担心 这次写信过来 想起老爷 给孩儿起个名字 原来是早产儿 那可不好 周南心中不觉担忧 忙走到岸前 提起笔 刷刷的邪气 又说道 五元万 这次来京城所谓何事 什么时候会还 烦劳 带信回去 搞不好 这个五星画 又是来贩卖铜钱 上次 为了给他弄看盒 自己已经欠了 王若虚的人情 这种事 办起来太麻烦 当时 也是解手头 窘迫的燃眉之急 可依不可在 五星画 却不知道周南的心意 讨好的笑道 自然是为了收铜钱一事 这通关文凭 还得秋到周行人这里 放心 自然有大人股份 等钱收完 估计还得一个月 我这段日子 都会住在华安会馆 行人若有吩咐 可叫人到那里换我 大喜的日子 周南也懒得训斥他 没得坏了心情 爸 再帮他一回 但要说话 以后再有这种生意 我可不管了 他想了想 想起 刚才五星画所说 恭喜行人 喜得灵儿这句话 心中一动 就在 信上写下了 周灵儿子 算是给自己的嫡长子 取了名 考虑到 儿子是早产 身子弱 行不得远路 周南又在信上说 很打算 叫一家人年前来金团聚 看来 得等明年了 递给了五星画 五元万 这封信 你托人带回华安去 一个月之后 我帮你拿到通关文凭 这生意 也没多大意思 实在麻烦 以后 不可再做 多谢行人 我这就 下去叫人带信 五星画 拱手告辞 心中却不以为然 这么大的生意 说没有意思 以后还得做 难道 周行人你嫌股份太少 我倒是要好好斟酌斟酌 对 要不 我抛开其他 和古人 和周行人单干 得了这个喜叙 周南的坏心情 好转了 周府上下 也满面的喜气 寻方语 一连念了几声佛 还给周家的祖宗牌位 上了香 并给家中 所有人 都发了赏钱 第二日 周南怀着美丽的心情 去通政司上班 午后 因为天气热 他有些犯困 见手头 实在无事 便六号跑去皇城外 常去的茶社 点一壶茶 咪等半个时辰 刚一出大门 就见到 有一个书办来找自己 说是 今日徐哥老 已回相府 让他过去说话 现在的周南 已经是徐街府的常客 自从被徐哥老 引为心腹智囊之后 那边一旦有事 都会传他过去相商 被人重视的感觉 非常的棒 自己一言一行 都可以影响到朝局 不宜倾向 自古都是读书人 最高人生理想 严党案 现在正在走 所谓的法律程序 到如今 已经快一个月 却也没有个定论 周南其实心中也不急 这已经是铁案 按照真实历史记载 严松倒台 已经确定 历史最大嘛 不过 和他这个穿越者不同 朝中的臣 见事态还不明朗 未免心中揣揣 要知道 在以前 比现在更恶劣的情形 严松都遇到过 不也平安过关 这一次 严松只是被皇帝 勒领回家修柄 严党依旧在外奔走运筹 没一个人落马 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 可难说得紧 徐杰 没有穿越者的先知先觉 心中自然担忧 这几日 都不停叫周南过去商议 翻来覆去 都在说着担忧的话 这老头 做了十多年的甘草相公 乌龟城下 临到大势关节 却沉不住气 周南也知道 今天去徐杰那里 估计又是一通废话 但还是得去 另外 严党看样子 是无力翻盘 阿九的事情 也该在徐杰那里澄清 徐炎两家当初约定 二十日之后 送阿九过门 如今 婚期已过去了一阵子 此事 炎家也不再提 是时候 请徐家将炎家的聘礼 退回去 这事儿 当不难 一个门房 引着周南 到了徐杰书屋 所在的小院中 却停下脚步 行人 你自去拜见阁了 我就送到这儿了 周南看了看里面 竟没有一个下人 心中不觉奇怪 门房道 邹乙龙大人来了 周南恍然大悟 老邹来见徐杰必然是 机密大义商议 自然不能叫别人听到 他便走进院中 进的书屋 就看到邹乙龙 掌红着脸 大声喊道 恩师 不能这样啊 你受了炎家父子 那么多年的气啊 现在 总算到了初期的时候 你怎么这样对待他 说到这里 邹乙龙额头上 有一根大血管 吐吐跳动 满面都是屈辱 而徐杰 则坐在椅子上 淡淡地看着自己的学生 云青 吾被赡养浩然之气 读书人 当胸有禁忌 怎么你倒是 沉不住气了 邹乙龙说 恩师 这是沉住气的时候吗 那是自甘屈辱啊 周南 上前师弟 见过恩相 见过云青 云青 恩相 已是一把年纪 你又何必 惹他老人家大动肝火 伤了身子 这徐老头 可是喜欢当缩头乌龟的 从来就没有动过什么气 这种人就是没心没肺 寿命也长 按照真实历史记载 老徐享年八十整 邹乙龙气愤道 子墨 你来的正好 快劝劝恩相 周南说 云青 你需要稚气 先说清楚 什么事啊 不然余地 可是一头的雾水 邹乙龙说 彻底铲除严党 就在今朝 事情做都做了 哪里还有回头路 可是恩相 恩相他今日 竟然亲自去 阎松府 慰问去 我实在不能理解 原来 阎松退休回家后 一直在家中 称病不见客 徐杰今天也不知道 犯了什么糊涂 竟然跑去 代表内阁探地 说了许多 卑躬屈膝的话 又表态说 内阁是支持阎首府的 说到激动处 老许还磨起了眼泪 阎首府非常感动 甚至叩头致谢 阎世帆也拖着病体 跪在地上祈求徐杰 替他们在皇上面前说情 徐杰满口答意 这徐杰都已经亮剑 阎松父子如果不知道 他是幕后主持人才是笨蛋 之所以如此感动 只怕也就是做个样子 以徐格老之心 使之放松警惕 都是千年的老狐狸 谁也别在我面前 说聊斋 不过徐杰如此低姿态 对阎松却是一个利好 未必不能加以利用 政治上事情关键是个风向 徐杰亲自登门服软 可向人传递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就是 归向这次并没有要和阎党 彻底撕破脸的打算 他弹劾阎松 只不过顺应导言的政治正确 只需一个交易 就会改其意志 归向要缩 如今的阎党 正处于人人喊打 天下皆敌的局面 急需一个突破口 世上人心一变 徐杰如此讨好 阎松如果加以利用 其他跟风导言的大臣 阎官心中必然低谷 会不会 是皇帝那边态度 发生了转变 搞不好 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风波 如往常那样 无疾而终 再说 从严格老那边来说 谁会希望 自己的敌人多呢 阎松并不相信徐杰 不过 老徐这么干 对他是有好处 自然会善加利益 表面上 做出感激涕临状 至于徐杰 不过 是要以此 让严格老师去警惕之心 大明朝 两个府城各有各的算盘 新招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八十二集 可是 邹颖龙却表示接受不了 说完 说完 他留着类贱的 恩师 严贼一党 如今已经是日薄西山 又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此刻 乘该恩师 你登高一呼 天下正直之势 必将慷慨响应 何愁大事不成 你如今却突然 向严贼示好 岂不叫人心了 恩师呀恩师 难道你忘记 以前在恶贼那里 所受的屈辱 将来 天下人又该如何看你 他面上又是悲伤 又是气闹 简直就称得上 痛心疾首 正在这个时候 徐杰突然 勃然大怒 训斥道 云七 你说这是什么混账话 常人言 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没有严家 就没有我今天这天 现在严家有难 我恩将仇报 会被人耻笑的 休要再多言 否则 邹颖龙大叫 恩师 徐杰鹤道 滚出去 邹颖龙 作为徐杰的得意门生 什么时候 受过这样的对待 他这两年 因为徐杰 是他的老师 在官场上 是受尽别人的羞辱 此刻 眼见大势疆成 老师却退缩 再忍不住 大声更饮 却耿着脖子 站在那里 直愣愣地 看着徐杰 言见师生 就要翻脸 周南心中移动 据他所知 在真实历史上 徐杰道是 导演的主力推手 说这人 习惯迎人不假 迎人到怯懦不假 可能够 居上位者 从来都没有笨蛋 事情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绝 该出手时 就出手 今日徐杰的情形 有些奇怪 难道说 家境的心意 又发生了改变 这个可能性 非常大 估计 这事事关重大 虽说自己 是徐杰最贴心的心腹 虽说 邹应龙是他的得意门生 却也不方便民事 周南说 云青 恩相说的对 阁老入阁之后 首府 对他诸多照顾 严首府对恩相有恩 做人 可不能落井下石 说吧 对徐杰常常的意义 恩相 得心高洁 若领上凯凯千年兵 下官 深感敬佩 你 邹应龙 离奇地愤怒 一跺脚 狠狠而去 等他离开 书中 只剩下了周南 和徐杰二人 周南劝道 恩相 允卿性子急 平日里吃了人埋态 又受了鸡 难免食不得轻重缓急 个人恩怨 岂能带入到国事之中 如今国苦空虚 东南战事正憨 江南树省 一片糜烂 国家一进不易动 实在是需要 岩首府和徐哥老这样的 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 这是明星 明星不可为 说吧 他眼珠子 四下扫尸一番 又落到了徐杰面上 徐杰 微微寒手 两人目光碰在一起 两久 徐杰才道 云青太年轻了 他吃了许多苦 可以理解 这话 传递出一个 很明显的意味 皇帝 拿下严嵩的意思 要动摇了 作为一个穿越者 周南已经独顶 严党要完 家境的动摇 也可以理解 没有了严格老 将来谁来替他 顶替这个角色 维持已经穷得厉害 这个烂摊子 谁又来为他筹钱 当然 在真实历史上 家境也就是 动摇了一个月 才最后动手 阎松的命运 已经注定 等就是 周南说 恩相 下官下许 就再欠欠云青 徐杰说 可以 他自然知道 周南已经领会了 自己的意图 这小子 还真是激励 不想邹颖龙 遇事就一味地冲动 老夫心思 他一猜就种 果然了得 周南说 恩相 学生突然想起一事 九小姐 不是许给严格老的 孙子做欠 如今严格老 估计也没这心思 再说了 毕竟是堂堂 相府千金 给人做切 也是委屈 传出去 对恩相的民生有损 既然如此 不妨将聘力 退还给严家 想来 严格老也会同意的 如今 严松被严官们 弹劾的是满头世报 急需要徐杰 做退让姿态 如果用这桩婚姻交易 严家自然肯 徐杰说 不然 这婚事还得办 老夫打算 再择个吉日 把阿九送到严家去 导演已经到了关键 如果皇帝心意改变 以严松的手段 可以轻易地将局面 反转过来 越是这个时候 越要尽快澄清 以慢严守府之心 徐家子孙众多 一个小小的妾生女 对徐格老来说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牺牲就牺牲了 什么 周男低呼 恩相 你不用再多说了 老夫的身子乏了 你回去吧 昏头转向地 从徐府出来 回头看了看 卫卫楼宇 周男忍不住 抽了自己一记耳光 悲愤地想尝笑 唉 这才是搬了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这归相 隐忍隐忍 都隐忍得没有人性了 为了让严松 信以为真 不惜牺牲阿九 早知道如此 自己就不该 在他面前提起这门轻声 早知如此 方才周应龙 阙徐阶的时候 自己就应该 极力地帮枪 促成 他下决定 和严松 彻底翻脸 而不是为了讨好 徐老头 对他 大家称颂 周男气的一口血 都要吐出来 阿九 现在如何 他被关在府中两月 也不知道 过得怎么样 以他刚烈的性子 若是嫁去阎家 究竟会经历什么 还有 严松一旦倒台 徐阶为了同严松 划情界限 会逼他自杀 周男不敢想象 未来发生什么大事 美人计 固然是一条好计 可一旦 用到自己头上 就不是那么美妙 这个老不死的 妈的 周男忍不住 破口大骂 不行 不能任由事态 这么发展下去 回到了通整司之后 周男低头沉思 徐阶之所以 向严松示好 除了要让严党 放松警惕之外 最关键的原因是 皇帝 对是否拿掉严首府 这个大管架 心怀犹豫 那么 唯一的破局之导 就是加快导严的进程 必须在最短时间内 铲除严党 只要严松马上完蛋 徐阶就没有道理 将阿九送去严家 对 周男兴奋起来 脑子飞快转动 结合自己 以前所阅读过的史料 仔细地推敲 不过 他心中只有一个 模糊的念头 却是把握不住 在这个时候 通政司邹颖龙 盘事厅的活儿 突然多了起来 老邹已经两天 没有来私理 他耍态度 撂跳子了 所有的政务 都压到了周男身上 让他没有余力 去运筹导研的事情 不能再这样下去 周男决定 还是要去邹颖龙那里 走上一趟 说服他 回来主持工作 这也是徐杰的命令 让他负责 调解他们师生的矛盾 家境四十亿年的夏初 对于严党来说 可谓是风雨飘摇 燕茂秦 司脉严隐 为福建前线 筹绰军匪一事案发 皇帝龙颜大怒 卓有斯 败不入狱 严嵩并修 在家已经待了一个月 依旧是看不到 起伏的迹象 不过天气一热 就有好消息传来 小格老现在 能够下地走动 可以试试 严氏帆可是 严党的智囊 主心骨 有他坐着 大家都有强烈的信心 将这险恶的局面 彻底搬过来 果然 如大家所预想的一样 小颜下地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了 他所领协的工部 说小间 只用了一个上午 就将积压了 一个季度的工物 处理得清爽 并顺便处置了 十来个带政的官员 下午 他马不停梯地 将下面的各大制造局 走了一遍 累瘫了四匹快马 到了深时 严氏帆还不肯歇起 又召集了十来个官员 到工部 一边吃着工作餐 一边议事 直到子时才歇息 期间 小颜一口气 吃了三碗干饭 啃了一个 已经种的卤肘子 喝了一斤黄酒 笑约 汤年司马仪 谈及诸侯 说道 时少是凡 必不久已 当初某病卧在床 每餐只用博舟一碗 诸君可否做此想 大笑忠 他摔杯余地 意气风发 严氏帆的厉害 大家都是知道 这么多年 严格老之所以 胜卷不坠 靠的就是 他捉刀的钦词 和过人的理财手段 靠的就是 他多指近乎腰的智谋 这人做事 手段独了 是个没底线的 想起这一点 朝臣心中凛然 本打算 跟进谈和的人 犹豫了 以前翘得厉害的岩官们 开始有些后悔 接下来 飞去内阁的弹劾 表彰开始变少 导言之时 开始缓和 简单 粗暴 一力斩压 朝堂正争 说到底 就是力量的格斗 事业 小岩回到府中 再也承受不住 身体的不适 趴在了弹鱼盆前 哗的一声 将今天晚上 所吃的酒肉 尽数吐出来 他病体未遇 暴饮暴食 又都是大油大腻 如何受用得了 这一吐 只吐的是满眼是垒 浑身大汗 再也没有 丝毫的力气 严嵩忙将他 扶上了壶床 伤感地说 亲儿 亲儿啊 你又何必如此 操欠刺起 爹爹要退 唉 爹爹这个首府 不作也罢 回到了分仪老家 萧傲山林 了此残身 也不失为一副家翁 欢海沉浮一生 为父也累了 劝了 也是到了回家的时候 你不是静氏 不是汉林 就算再争 又能如何 说着话 他用尸指 爱惜地擦着 儿子额头的汗水 严实翻苦笑 君子当三思 思危思退思辩 这其中 思退一世最难 爹爹要退 却是退不了的 这十多年来 我们父子杀下岩 斩神炼 扬继胜 被我们流放 免去官职的人 车载斗梁 退上一步 那就是强倒众人推 死无葬身之地也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八十三集 严松探一声 是啊 这世界上 最难的事情 就是退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严实翻 休息了片刻 恢复了力气 愤怒地叫道 还有一句话 世界上的事情 最难的是去做 所谓 做多错多 我父子为了朝廷 为了君父 操劳辛苦 背负无数骂名 要被人弹劾 要被人挑嘴 还不容易 可是 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 除了能够 只摘实心用心之事 还能做什么 对国家 又有什么用处 让那些只懂得 读四书五经 搬起脸教训人的君子 每年为福建前线 筹措百万两军费 为天子筹措 几十万两 可能吗 发泄了一通 严实翻最后说道 父亲 陛下还是离不开你的 天子圣民 这天心难测 雷霆之后 必然雨漏 这一点 从先前许一街 来咱们家示好 就能看出 儿子独顶 不日 父亲就能起父 严嵩精神一阵 可真 严实翻分析的 父亲那人 天子这次 之所以雷霆震怒 主要是气囊 严冒行他们 贪慕了大笔 贩卖盐引的银子 试想 如果赚的钱 除解宋 胡乳珍那里 充作军西之外 尽数尽弦内怒 我就没这事 天子要免去 父亲首府 一直容易 可谁来顶替 这个位置 却值得思量 试问 谁敢大言 能掏出大笔开销 维持福建战决 谁敢大言 为陛下 筹集那么多 建造公关的款子 许杰可以吗 李春风 俘虏儿 听到儿子这话 言松眼睛大亮 世界上的事情 脱不了一个例子 拿掉他父子 对皇帝只有害 而没有一分离 确实没有必要 严实翻说 徐杰如今正当红 整日事后价钱 想必也揣摩出陛下的心思 故而前来我们 父子这里讨好 陛下还是眷恋我们父子 父亲大人 不必担心 言松长长地 松了一口气 看来 果然如此 徐杰我自然是不相信 不过 少他一人在背后捣鬼 也是好的 他接着叹息道 燕茂秦他们 闹得实在不像话 听人说 他赚的钱 有一百万两支巨 却只送京城二十万 剩下的 都被他们给私分了 唉 他手下人多 都需要安抚好 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 小岩也是 默然 作为一个庞大利益集团的领袖 你最大责任 就是要养活所有人 不给钱 谁肯为你效力 要想马儿跑 又不给马儿吃草 世界上 哪里有这么美的事 以往 严家父子 派手下在地方敛财的时候 一笔款子 最后落到他们手筹 只余二三成 其他都被大家瓜分了 他们也没有办法 只能装作不见 如今 竟在这上面 出了个大纰漏 这事儿 也怪不得他们 严嵩面上露出微笑 寝儿这么一开解 为父的心情好了许多 你现在 大病尚未痊愈 不可太操劳 公布那边 也不要去 严氏帆叹息道 不去不成 儿子有个想法 仁寿宫重建 不是由徐杰负责吗 儿子想 抢过来 毕竟 如今咱们 给了陛下二十万两银子 处理甚大 我公布 有负责这一块 到时候 父亲可借这个机会 重新侍候价钱 毕竟是到最后 还得看天子心意 严嵩点头道 此计大庙 周南去了邹一龙家 两人也没什么好客套的 他就矜直说道 云青 你可是误会阁老了 恩想做事 一向紧密 且不喜欢将陆子走绝 以免未来 少了转圈的余地 严东楼付出 陈朝中的人 颇多畏惧 再加上 陛下态度转变 徐相 也有所顾虑 严分仪做了首府 十多年 朝野竟是他的耳目 有些话 恩想也不能对你名言 不过 他老人家导言的心思 没有丝毫动摇 劝慰了半天 邹映龙的心情 才算好了些 说道 天地君倾施 施恩重于山 我自然不敢有丝毫的埋怨 只是 恩师他行事 实在太怯懦了 现在他就算想退让 还能退吗 严东楼何等狡诈之人 恩师的书成 如何瞒得了他 周南苦笑 云青 恩相的性子 你我都清楚 真要让他下决心 何等之难 其实 咱们做事 也不用凡事汇报 紧要关头 自己就先做了 这话 意思说得很露骨 老许 就是个没担待的 你我干脆 抛开他单杆 给他来一个生米煮成熟法 还有 徐杰毕竟是内阁自负 将来扳倒严松 是要做首辅的 首辅革臣 得有自己的体面 脏不得手 所以 下面那些脏活 你我去干 邹颖龙神色一动 子母 可有主张 周南说 恩相最大毛病 就是未算 胜仙算败 事情都没做 就想到 一旦失败 该怎么做 严党 之所以到现在 没有被清算 那是因为 没有过硬的罪名 邹颖龙以待 死母君想 贪没几十万两银子 还不过硬 还不够 我现在 还没想到法子 容我 再斟酌两日 正在这个时候 一个邹颖龙的门房来吧 禀大老爷 有一位 徐老爷和徐公子求见 邹颖龙说 哪个徐老爷和徐公子 门房说 来的人也没说 直到 大老爷你看了拜帖 就知道 邹颖龙展开名词一看 神色一惊 快请 不 开中门 我和子墨 亲自去迎接 周南好奇的 这来的是什么客人 怎么连我都要去迎 邹颖龙将名词递给了周南 说 如果没猜错 此二人是为子墨而来 不过是叫我当睡客 做鲁中联 既然你今日在这里 就交给你自己处置好了 又笑道 来的是福正布正使的 布正司 徐千 徐千 徐千和他的侄子 徐扬大 这定然呀 是为了徐公子 参加八月秋尾仪式 子墨呀子墨 我该怎么说你 你们这些书生 少年义气可以理解 也不能拿公民赌赛 荒唐 荒唐 周南看了看名次 笑了笑 云青 可是和徐步正使 有渊源 邹颖龙说 倒是有些渊源 当初我在行人祠 做行人的时候 曾经和他接触过一段日子 大家相处 倒是可以 子墨 公民对一个读书人来说 无关生死 却高于生死 你坏了徐仰大的公民 那就是 同人家结成深仇了 这徐家是昌平豪门 又出自曲州徐氏 曲州人 人文鼎盛 牵着藤蔓 带动支连 对你将来的仕途 甚是不利 竟然 不正使私 找上门来 这 不妨卖个人情吧 官场上的人说话 都比较讲究 若邹颖龙和徐谦的关系一般 周南这一问 最多回答 也就有个 庶面之缘而已 你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而他却道 相处的倒可以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岂止是可以 底下 还有许多交易 这个面子 周南你必须给 另外 他还提醒周南 徐家满门都是官员 和曲州市 也有瓜葛 将来你若 坐上一定品级的高官 这些人给你捣断起来 会有麻烦 周南问清楚这关节 很大方的说 云青 这就是读书人之间的玩笑 如何当得了真 就依你言 周应龙说 如此就好 过得几日 恩师他老人家 会在府中讲学 京城中的 新学门人 和博学洪汝 都会到场 到时候 你和徐阳大 可同车出席 周南说 仅遵云青之命 说话间 二人就到了大门口 却看到 有两人立在那里 一人自然是徐阳大 他面上还带着伤痕 看周南的目光 满是愤怒和屈辱 另外一人 大约是四十出头 面旁又黑 颇瘦 棱角分明 显然是一个刚强之人 如果没有猜错 此人就是封建 不正史司 徐迁了 邹应龙急忙 带着周南上前 长长一一 原来 是许帆来 徐迁一把 将他扶起 周梅鹤道 云青 当年我在贵州 做知府 你正好到我侠地宣制 当时 山贼横行 你我还联手 尽脚废抠 大家都是过密的交情 今日见面 别来观场上那一套啊 邹应龙说 嘿 也是 当年你我都是少年 纵马驰骋 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平博说的是 是我闹生分了 说吧 二人携手 哈哈大笑 周南看二人如此亲密 心道 想不到这徐邹二人 关系竟然亲密成这样 两人以前 还一起打过仗 这简直就是 人生三大铁中的 一起扛过枪嘛 和邹应龙 文质彬彬 千和有理不同 徐谦看起来 颇为豪爽 简直就是个 五官样子 二人笑臂 徐谦笑眯眯的 看着周南 目光中全是欣赏说 这位 可是西风多少恨 吹不断霉弯的 周子墨 果然是意表人才 周南忙道 见过翻台 既然徐谦已经亲自登门 堂堂不证实 姿态放得如此之低 叫他心中暗爽 邹应龙说 平伯 天气热 这京城啊 不同于你那 山清水秀的福建 风沙大得很 还请尽寒涉一续 难不成叫雨滴 在外面吃灰 徐谦继续 发出爽朗的笑声 正要进云青家 认个门 日后进京 也有个落脚的地方 哈哈哈哈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4集 很快 四人就进了院中 到书房 分兵主坐地 各自寒暄几句 原来 徐谦这次 进京除了述职外 还有另一个任务 就是队账 他在福建 任上已经三年 任期已满 将来无论是连任 还是调去外地 手头的账目 都要给朝廷 有个交代 毕竟 东南前线 打了这么多年的账 这 每年都是上百万两银子 军用物资往来 异常的繁杂 而福建前线 所需的军用物资 需要先发到 福建布政史司后 再统一分配 到一线各大作战部队 明朝的布政史 虽然名义上 是一省的民政长官 可职权 却被巡抚彻底剥夺 形同虚设 不过 福建那边 因为是前线 比较特殊 当初朝廷 为了集中力量 做大事 让胡宗县 挂了个 这名总督的头衔 把福建 巡抚监了 为了制约 胡如真 皇帝 特意加强了 福建布政史的职权 同样的情形 还有负责辽东军 用物资供应的 山东布政史司 福建 负责所有的军运物资 整日和前两打交道 布政史 准一个技术官员 周南队那边 也非常好奇 比如 民族英雄 七纪光 在后来 被人称为 玉龙七伙 是家境万历两朝的 一代名将 就不断地 问军中情景 徐签一一地回答 给足了周南面子 也让周行人 大绝过瘾 从头到尾 徐扬大 都不发一言 只气恼地 看着周南 各自聊了几句 很快进入正题 徐签又标志性地 哈哈一笑 对邹颖龙说道 云青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 也是读书人出身 当年科举 得了二甲二十六名 可惜后来 却没有考中 数级史 外放做官 这一曲 就是二十多年 你别看 我在这贵州的时候 剿灭山贼 到福建 又和倭寇作战 准一个武夫 可我骨子里 还是个书生 这每日 都是首不试卷 这次进京素直 难免和往日 这游诗雅极 疑问起如今 京城文坛之上 就清得两人名字 一是徐阁老家的女公子 另一个 则是周子墨 这人都说啊 此乃 今世里一安 可温八叉 这今日见到子墨 果然是一表人才 人中龙凤啊 尤其是那句 西风多少恨 吹不断煤弯 简直就是 写到我的风砍你去 这心中顿觉好奇 究竟是哪里 一方水土 才滋养出 如此的风流人物 究竟是哪位名师 才调教出 这样的弟子 这一访问 才知道 周子墨原来 是徐相的门人 和云青 你戏出同门 而我和云青 又有过敏的交情 你说这事 巧不巧 周应龙 也笑着说道 确实是缘分啊 徐谦说到这里 目光炯炯的 看着周南 子墨 既然你和云青是同门 我和他 又以兄弟相称 就换你一生 小老弟吧 听说你和阳大 有些误会 如果他有得罪之处 还望宽宏大量 不要放在心上 听到伯父 喊周南是小老弟 如此算来 那自己 岂不是平白地 矮了信周的一辈 徐阳大 听得是两眼喷火 可当着徐谦的面 却不敢发作 是的 自从输了赌约之后 他也没脸 去参加今年的秋尾 可功名仪式 何等要紧 徐家上下 结实震怒 以家法处置他两次 打得徐公子 死去活来 没冠法 徐家只能 托密云诸生 向周南求情 本以为 自己徐家 也是个官宦世家 你周南一个 小小的秀才 杂留行人 怎么也得 掂量掂量后果 却不想 周南半点面子 也不给 到这个时候 徐家才感觉 有些不对 周南如此软硬不吃 似有一掌 于是 徐家人 这才开始 调查起周信任 这一调查 便吃了一惊 原来这姓周的 以前竟然是 唐顺之的幕僚 如今又是 徐阶的 心腹门人 听说 他和豫王府 还有些 不清不楚的关系 周南打交道的 不是六部尚书 就是内阁府城 和未来的皇储 这样的人 自然不能 等闲事之 这个时候 徐家才感觉 问题的严重性 这已经不是 请密云的秀才们 帮说这几句好话 就能搞定的事 恰好 徐谦进京 听到此事 想起自己和邹颖龙 交情不鲜 今日就带着徐阳大 来到了邹家 正好碰到了周南 徐谦笑声响亮 满熟屋 都是回音 不等周南说话 邹颖龙笑道 哎 平伯兄严重了 人少年时 热血冲动 一气之舟 在所难免 当年在贵州时 因为见解不同 我不也和平伯 拍了桌子 红了脸 事后 不也成一生知己 徐千说 哎 小侄和子木口角 当初是他过错 这次 也算给他个教训 邹颖龙 大包大揽 邪须小事 何足挂齿 相逢一笑 敏恩仇 过的两日 我家恩师 会家府中讲学 届时 不但新学门人 在今的博学红乳 都会出席 可让子木 去贵府接令职 一道出席 不知平博 以下如何 听到他这么说 徐千心中欢喜 邹颖龙 这个安排 确实妥当 如果周南亲自登门 去接徐阳大 二人很自然 就成为了 不打不相识的 士林好友 既然是好朋友 那赌约 也就不着数 徐阳大 实文 又了得 又年轻 未来 尽是功名 把握极大 徐家乃是官欢世家 他一旦 尽了仕途 未来的前程 不可限量 自然要力望 这事儿 大家互相卖个面子 对双方 都是有利 徐家成了周南的面子 将来在官场上 自然会互为奥元 同气之脸 而对于徐家来说 如今首府严嵩 年纪已高 就算没有现在 这场导演风潮 也干不了几年 未来的首府一直 必将落到了徐阶头上 徐阳大和徐门 还有新学搭上了线 将来也会得到 徐阁老的提携 不过是陪几句好话 对徐家来说 怎么看都是转 徐迁忙对侄子说 阳大 还不向子慕赔罪 徐阳大 非常不甘心地站起来 一坐衣 喉咙 含糊几句 应付了事 事情到了这一步 应该说 已经是圆满解决 周南突然一笑 徐公子 你在说什么 听不清楚啊 能否再说一遍 这已经是调戏 徐阳大 张红着脸 提高声气 那日是我不对 还请周兄谅解 邹颖龙发现不对 忙喝道 子墨 大肚歇 周南突然用高亢的 语气凌然道 那日 科场上 徐公子对我诸多羞辱 所谓 适可杀不可辱 君子当已知抱怨 适可忍 孰不可忍 你徐家 想靠两句话就揭开过节 世上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对不起 徐公子的道歉 我不能接受 还请回去吧 邹颖龙 瞠目结舌 这周南 是心疯了吗 冤家一解不一解 在官场上 多一个朋友 总是好的 更何况 徐千和自己 私交甚好 周南此举 不但是不给徐家面子 甚至 直接打他 邹颖龙的脸 看到 邹颖龙 呆滞的表情 周南心道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可以处理 你阅足带袍 真的 真当你是我师长 还是同门大师兄 你 周南 好个贼子 徐公子 感受到极大的屈辱 拳头捏得咯吱响 若不是伯父在场 只怕是当即 就要扑上去 和周南私打 徐千也是冷了脸 周大人要什么样的诚意 难道 我输职今天的诚意 还不够 周南一伸手 话不投机 徐大人请吧 徐千点点头 很好 云青 你我交情尚在 不要为这事 伤了和气 杨大 既然人家不留客 咱们走 等到二人气愤离开 邹颖龙才回过神 怒道 子墨 你这是在做什么 见人就掐 这是何必 他彻底的愤怒 周南突然一笑 云青 周南行事你知道 你觉得 我是个疯子吗 邹颖龙说 我 你看 他突然心中一动 这个徐门的小尸底 他是非常了解 可说是算无一策 做事的风格 是谋定而后动 一动就绝不留守 他一言一行 都不会无地放尸 绝不做 无用功 而且 周子墨这人 说难听点 就是彻底的利益智商 好好的 怎么会去得罪徐家 得罪一个 不正事 难道子墨 此举令有深意 自然 周南点点头 三个问题 想请教云青 首先 徐帆台 在何处任职 邹颖龙说 福建 不正史思 不正史 周南说 第二个问题 福建前线的军务 谁在主持 又是什么背景 邹颖龙说 这民总督 胡宗县 言松的得意门声 周南第三个问题 福建部正史 和明浙总督 是什么关系 福建部正史 负责胡宗县的 粮草转运 邹颖龙眼睛亮了 哎呀 子墨 你就别卖关子 有话直说 这关子 还得卖 周南微微一笑 云青 我问你啊 小阁老这次出山 朝堂人心浮动 试问 如果拿掉小颜 是否 能够将这个局面 彻底搬过来 自然 小阁老的手段 甚是毒辣 如果能够 让他如老颜那样 被罢官在家修养 阎党在场面上 没人了 断了念想 风流云散 只是早晚的事 周南说 如果 能够以国法 斩了阎世帆又如何 邹颖龙墓等口袋 斩了小颜 怎么可能 小颜若死 大快人心 阎党坚定 就是彻底翻不了身 怎么 快说快说 应该给 阎东楼 按一个什么罪名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5集 周大人都快被周南的官子 卖得快疯了 忍不住 发出一声声音 通窝 周南淡淡道 让徐千 举报 阎世帆 就以 徐阳大的公民 为谈判条件 徐大人 长期 在福建 抗窝一线 他若是举证 大事可成 邹颖龙 大吃一惊 这可是死罪 怎么能乱说 小颜堂堂宰相的儿子 公布侍郎 怎么可能 连同温宝都没解决的通窝 说出去 要让人相信才对 通窝谋反 可行吗 有过硬的证据吗 这事 未免叫人有些不敢相信 周南说 云青 你听我慢慢讲 邹颖龙说 子墨 你且说 周南说 云青 你也知道 我以前是 淮安府的小历 浙江福建 受了冰火 当地百姓 大量逃亡过江 就连淮安府 也来了上万流明 邹颖龙点头 这事我知道 当年朝廷 还勒令地方 妥善安置流明 环府底上 上了个以功代诊的奏章 摊没了不少和宫银子 周南说 当初安置流明的时候 我所在的安东县 来了不少福建和浙江逃难的百姓 听他们说过那边的事 其中和小阁老有关 他顿了一下 将前世所看过的资料 在心中过了一遍 整理好思路 缓缓说道 东南战士之所以九托未决 非是倭寇 汉善永战 而是倭寇中 大多是我大明朝的海匪 刘明 甚至是地方的大户生蚝 其中 真正的窝口 只有一成 九成却是海民 这些海民 平日在家耕种 战士则披甲上阵 一旦战士不利 就化整为零 回到家乡 官府也分不清 他们是良民还是匪徒 如此 这一战才打得旷日持久 没错 明朝中后期的窝口之传 说到底 就是那一段 福建多山 海民生活苦困 平日里 在大洋那种 天不管地不收的地方打鱼 又要和海盗作战 性格都极为彪悍 这大鱼干上一年 扣除朝廷征收的 各项赋税 也没剩多少 怎比得上 抢哨一条 过往的商船 来得痛快 于是 盲食务浓 闲食为寇 未然成风 刚开始 只是生计无浊的百姓 做海盗 到后来 地方豪生 看到其中之理 也参与其中 成规模 成建制的地方武装 开始出现 贼焰大制 再后来 倭寇浪人 流窜到江浙敏三省 宫舟掠夺 地方豪生们一看 这明朝的地方军队 实在太弱 恕我直言 这样的军户 我一个打十个 在海上抢劫一条赏船 财富毕竟有限 怎么比得上 一城之财博女子 如此一来 地方豪生 就和窝寇勾结 加入到抢劫百姓的行列中 到明朝万里年间 东南窝寇 真正的扶桑人 却没多少 严嵩本是南方人 在官场上 一辈子和南方世家大族 关系密切 浙江福建 那边是他的财员 每年为家境筹集的款子 还有严党的活动经费 都出自那里 其中不少人 还是窝寇海匪 罗龙文去福建 和浙江筹款子的时候 发现 金主都有窝寇嫌疑 不敢大意 连忙报到小岩那里 小岩为了钱 为了巩固严家权威 只装看不见 甚至私底下还同这些 土豪深恋 暗通款取 多余照应 最后 严党之所以彻底垮台 就是因为 严屎藩的通窝之罪 小岩也被斩首气势 历史就是这样记载 周南也准备 用这个方法搞掉小岩 这 周应龙 不住地抽着冷气 周南说 云青 方才还怪我 为什么要得罪徐倩 那是因为 我要逼着他 指正严是藩 你想 徐倩身为福建部政使 掌握着军队 梁末的分配供给 还有谁 能比他熟悉 地方民情 要让他找个证据 还不容易 云青 我问你啊 如果小阁老被斩首 严党 还有翻身的可能吗 他穿越到明朝之后 混迹官朝 唯一的原则 是不沾人血 这次 为了救师公 为了救九公子 说不得 要破例 在真实的历史上 小颜的死已经注定 就算没有他周南 也逃不过这一劫 再说 通窝 那就是汉奸 死有余辜 死不足惜 杀他是正义之举 邹一龙瞪大眼睛 惊呼道 妙 实在太妙 就这么办 我立即去见恩师 请他老人家 出面找徐倩 不过此计 能置严东楼于死地吗 在真实历史上 严家父子倒台之后 三法司会审时 小颜虽然身陷令武 但是依旧坐怀不乱 毕竟 严是番聪明绝顶 料想 这御史严官 顶多就是 为自己迫害死的杨继胜 等人翻案 再不计 就安个贪污的罪名 可是刑部最终的结案 罪行尽是通窝 聪明一事的严史藩 知道这一消息 心都凉了 史书说 事番文 差曰 死矣 因为他知道 通窝这个罪名 是触及到 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红线 谁碰谁子 原来 家境皇帝 生平虽然懒惰 十多年不上朝 但是身上流着朱元璋的血 平生 最恨的两件事 就是通窝和犯上 明朝中后期 窝患是每个明天子 都头疼的事 本来后期的皇帝就懒 一群日本海盗不敢正面打 天天搞游击 我大明最烦的就是这个 通窝的人就别说了 皇帝就一个字 必须死 邹颖龙听周南 说明其中关键 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是啊 不过 告发严实番一事 何等要紧 可想 徐番台也承受不小压力 光用徐阳大的公民来谈条件 还不够 周南说 徐大人 任期已满 他在福建那边 估计也就给胡宗贤 打打下手 只怕已经萌生去意 不然 这次干嘛要 亲自来京城 还不是想要官 是的 明朝的不争使 虽然是郑二品的大员 掌管 一省的民政 可封疆大力 四字还轮不到他头上 有鉴于地方政府的腐败 中央直接派了巡抚 剥夺了布政使的权力 如此一来 布政使司 形同虚设 最惨的布政使 甚至被派出省城 只管着 可怜巴巴的一个州 看徐千今日 那豪旺爽朗的性子 只怕也是想做做事有职业追求的人 自然不甘心在福建换日子 一直以来 邹应龙都当周南是徐门的小师弟 今日听他一席话 简直就是对朝廷各方的情形 了如指掌 又算到了极处 本来他对徐杰 如此看重周子墨 还有些不服气 今日却不得不承认 我不如他也 当下 邹应龙也不多说 精直去见徐杰 导演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周南想了想 在守在通政司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就溜出去 去了王室真家 读了一天书 第二日 竟然有一人求见 来的人 竟然是以前 军契局的一个书版 说是大使有命 叫他来请周大老爷 过去领所欠的俸禄 原来 周南当时 被人赶出军企局的时候 一个月还没有干满 新任大使 见他落实 自然也没有好心肠 再给他发工资 于是就A进了自家的腰包 现在 估计是看周南 投入徐杰门下 而严党又是日薄西山 朝不保夕 严见周大人就要当红 就过来讨好 周南闻言大怒 不过是二两银子吧 你家大使 要用自己使去 我周某人 还真不缺这点钱 世上 多见着 见风使舵小人 你们大使优胜 没想到呀 没想到 我周南 并没有如你们所愿 彻底垮台 回去告诉你们大人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左人留一线 日后 好相见 那书版 满头冷汗 止不住地赔礼道 说了半天好话 周南只是不一 那书版 见差时要半杂 眼珠子一转 大老爷 我家大使 刚到军器局的时候 就召集了地方近身 商甲 商议春耕一事 也请了鱼园外出生 周南说 哪个鱼园外 就是鱼二 鱼园外 听说 和大人有救 周南这才明白 书版说的鱼园外 是阿九的舅舅 鱼二 那什么鸟大使 请鱼二过去商议 估计是拿他周大人 要杀鸡给猴砍 比如加点赋税什么 你周大人 若不卖这个面子 本大使怕是要得罪了 若卖 大家都是好朋友 周南感觉到 不对劲的地方 王问道 究竟是怎么回事 果然 如他所预料 那什么大使 按照阿九母亲名下的田母 派了今年 大修水利设施的名额 结余 二合了十人 并不许出钱顶差 也就是说 鱼二必须亲自去工地上干活 这分明就是在整人 在古代 你没有功名和官身 就算再有钱 一个小小的九品官 就能制得你死去活来 鱼二自然不肯 和衙门里吵了几次 按说 他态度恶劣 早就被人 下到监狱里去 可说来也怪 新任军器局大使 却没有动手 反叫人请周南 过来去领工资 这次 想接这个机会 和他周大人认识 倒是精明得很 周南想起阿九的情分 就点了点头 回去 同你们大使讲 多谢他的美意 本官明日一大早 就过去领凤落 书板松了一口气 谢过大老爷 如此小的 就可以回去交差了 现任军器局大使 姓马 大约四十出头 是一个典型的官僚 脸皮疾厚 第二日 当周南去白隔庄时 马大使对周南 极为的恭敬 一口一个行人 叫的是亲热 还拍了拍胸脯说 早知道 于二家和周行人有渊源 既然今日 行人亲自过来 尽管放心 以后 于家的事 就是他马某人的事 说完 又不着痕迹地 提出他一个侄子 本是国子间的奸生 坐满了间 将要去通整司当职 还请周行人 多多关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6集 原来 国子间的奸生 大多是贵族 和寻贵子弟 或者地方上 选拔上来不能读书 凑数的秀才 这些人当中 寻贵子弟 不过是混个文凭 将来可恩应 挂个关头 吃俸禄困日子 至于地方上 选拔上来的秀才们 将来的出炉 有限得紧 坐满间 也就是 去各大衙门 做个基础杂流 真要做官 还是必须得去 参加科举 又因为国子间的奸生 学养 实在不怎么样 为了给他们 降低难度 科场上 还特意设置了监卷 按照一定的名额录取 马大使这个侄子 估计想去通政司 做个梳理 想请周南 帮忙活动一下 如今 徐杰正当红 通政司 几乎就是邹应龙 一人说了算 周南想想 这马大使 为人也乖绝 卖个人情 给他也无妨 于是就应了下来 见周南答应 马大使心中高兴 说他 立即叫人 将所欠的俸禄 补给行人 又道 这军器的局面 是当初行人 你撑起来的 今日回来 衙门上上下下 都欢喜得紧 都要出来拜你 下官已经 在苏玉楼设下酒席 还请周大人 务必赏光出席 周南自是 凯然应语 欣然迁望 很快就有人 补了周南的俸禄 最后 交到了随行的 黄豆手中 除了二辆银子之外 还有马大使 事先准备好的 石匹绸缎 和一些山货 诚意十足 这次 来苏玉楼 做陪的人 除了军器局的 一干官吏之外 尚有白银庄 地方豪身 和前巡检 自然又是一通工尾 让周南有种 我胡喊三又回来的感觉 身心得到了 极大的满足 虽说这场面 实在是小了些 在场讨好他的官员中 最大的也就正酒品 当然 席间自然有 楼子里的姑娘做陪 其中 就有老郭的 新投好 林宝宝 看到他 周南忍不住有一句 你怎么还在这里上班 差点脱口而出 当初林宝宝 未必没有想在老郭那里 找个归宿的心思 这才取一讨好 可惜老郭 为其如虎 他已经在延寝摆了个大摊子 如何还敢再有其他想法 至于在通州惹的那件事 老郭总算是完美解决 总算逃过一劫 事情是这样 今世被曹运水官 判给他作卸之后 老郭吓得是魂不覆体 从京城到天津一路上 都是哀声叹气 还在同行的一个商家 见郭大人辛勤抑郁 就主动提出 他家忠心的老管家 寡居多年 身边需要人服侍 若郭大人愿意 可将此小妾 卖于他为妻 忧道 那个老管家 无儿无女 名下倒是博有家产 将来如果死了 今世可继承那份家业 今世一听 自然愿意 他也知道 老郭是个巨内之人 自己将来过去之后 未必有好日子 而且给人做钱 怎比得上做正妻 再说 那个什么管家也付 过去就能享福 于是 事情就这么说定 老郭这才逃过一劫 回京之后 高高兴兴 去院马寺上任 酒 正喝得酣醉 一个牙医过来说道 秉行人大老爷 秉马老爷 园外不肯过来 不但不肯 嗨 今日宴会 来的都是白隔庄各大行业的头面人物 有官员 有商家 有手头 工作房主 有地主 也有读书人 鱼儿沾了阿九的光 管理着老姐的徒弟 竟是一不小心 挤进了近身行列 加上和周南的关系 也在被邀的行列中 嗨 还能怎样 必然是对周南破口大骂 白隔庄多大点地 根本就藏不住事 大家都知道 鱼儿深爱他的娘子 失事 可惜 周行人为了自己功名 却将失娘子送回段家 这已经是夺妻之狠 自然不共戴天 听人说 前一段时间 鱼儿园外 突然有了个新爱好 买了把弓 整日在家中 打熬力气 又叫人在家中 数了把子 尚书周南二字 每射一简 都会骂上一句 贼子 一旦 一失重地 就会饮上 煮酒三杯 高呼痛快 听到牙医来报 众人神色古怪 这周行人和鱼儿园外 还真的是 无话可说 两人是生死仇家 偏偏周大人 和他侄女 关系暧昧 似有男女之情 这才是剪不断 理还乱 马大使怕周南尴尬 打断那个牙医的话 哎 罢了 或许 鱼儿园外家中有事 也不成啊 那牙医说 回行人大老爷 回马老爷 却不是 小的去了 鱼儿园外家 就见到鱼儿园外的侄女 九小姐 啊 他就来了 周南心脏 不争气地剧烈跳动 猛地站起身来 朝着众人一攻守 周军 本官不胜九力 今日就这样 告辞了 说吧 就急冲冲地 朝外走去 大家都忽递了个眼神 面上露出 果然如此的神色 这周行人 果然和九小姐 不清不淑 说起来 已经有两个月 没有见到阿九 也不知道 他现在怎么样 周南 让黄斗 先回衙门等着 自己一人 朝着鱼儿家走去 心中不觉 有些忐忑 当初 他可是答应过 阿九 会想烦 让他和严家的婚事 作罢 可事情过去 这么长时间 无论自己 用尽手段 许杰却不肯 将严家的聘礼 退回去 还美名其约 要让严党 失去警惕之心 哎 我今日去见阿九 又能说什么呢 劝慰吗 劝慰的话 又如何说得出口 看任自己的女人 给别人做妾 做不到 他心中极度烦稳 不觉 走到了鱼儿家 外面的水区上 此刻已是夏季 水区边上 那排垂扬流 已经长得茂盛 豪华迅 已经下来 水流湍急 这个时候 周南听到一阵 滴滴的哭声 那哭声是如此的熟悉 周南心中好奇 盼头一看 顿时大阵 不是阿九 又是谁 却见 阿九一身文士打扮 呼的是梨花带雨 正一步步 朝着水边走去 周南大喊 不要 不要寻短剑 再顾不得许多 猛的纵神而上 狠狠地抱住阿九 阿九一时不妨 被周南抱了个满怀 禁不住尖叫一声 周南 你要做什么 周南搂住他 不住地叫道 阿九 事情不到最后 你又何必如此 总归有办法 总归有办法 人死了就死了 可是活不过来的 你若一死 你想想你娘 想想你舅舅 他们该怎么活啊 谁说要死了 我是那样的傻子吗 阿九大怒道 周南疑了 你不是寻短剑 那怎么朝水里走 阿九说 我刚才和娘吵了一下 哭了一场 这满面都是累 如何见人 正要去水边洗脸 你却突然跳了出来 你 突然 他发现自己 好被周南狠狠抱住 那一双魔手 正好放在 饱满的胸口之上 顿时惊得大叫 你这个臭流氓 我当你是兄弟 你却如此轻薄 周南尴尬地松开手 事发突然 我也是急了眼嘛 九兄雾怪 他下意识地甩了甩手 指尖依旧残留着 那一丝柔软温暖 感觉非常治好 这是近两月 自己第一次见到阿九 这小妮子的身材 更加火爆 什么事发突然 就算事发突然 你现在这种表情 是不是在乱想 阿九还在叫 周南被他说破 急忙僵守 在身上擦了擦 尴尬地说 不是想不开就好 我也是关心过神 却不想 咱们九公子是何等人物 是那么想不开的人吗 听周南这么说 阿九突然悠悠一探道 说起来 我还真是无路可去了 其实 头水寻个了断 倒也一了百了 周南说 可使不得 世界上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我已经有一阵子 没见到九兄了 你究竟怎么了 阿九叹息说 祖父说了 后天就送我去炎家 啊 周南金的头发都竖了起来 可真 怎么会 阿九的眼泉都红了 怎么可能有假 这可是我的终身大事 能用来骗人吗 吉日已定 府中 已经准备好嫁妆 娘听说的辞事 就带信进府 说她为我准备了些日常器物 叫我过来拿 又说 我俩之间 还要说些话 如此 我才得了空 逃出府来 周南说 那你刚才 哭什么呀 谁哭了 我是眼睛进沙子了 阿九 抹了抹通红的眼睛 神色黯然 我刚才 跟娘是说 不嫁娶人家 想要逃出京城 从此浪迹天涯 可娘 却训斥了我一顿 说什么女人家 就是这个命 娘从来都没骂过我 我心里好难过 周南盲问 对了 昨日 邹颖龙大人 去过相府 见找你祖父了吗 阿九说 我整日被关在府中 如何知道 外宅的事 不应当啊 周南皱起了眉头 前天 自己和邹颖龙 商议的 让部政使 举报小颜 通窝知己 非常牢了 徐杰和等精明智人 自然知道 这个罪名 若是坐实 严党当万劫不复 也没必要 再让阿九给小颜 作妾 难道 那老儿糊涂了 什么不应当 事情都这个时候 你说这些 有什么用 阿九气道 周南 当初你说会帮我 看来 你就知道 只说大话 周南郑重地 看着阿九 事不宜迟 你我马上 去见徐项 放心好了 我会让项爷 改变主意 你 可以吗 阿九讽刺地说道 周南说 有一件事 你大约还不知道 放心 这事 包在我身上 什么事 这个 你不用问 反正非常要紧 我敢打包票 周南 满眼柔情地 看着阿九 以你我的情义 让你给小颜儿子 作妾 我还是个男人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受到周南那浓郁的情感 阿九想起 刚才抱住自己的情形 心中突然一阵乱慌 难得地红着脸低下头 须雨又抬脸喝道 什么情义 你我 又有什么情义 休要乱说 周南尴尬地回答说 哎 哥们 我们是哥们 我周南 一向已得福人 一波云天 正说着话 一群婆子丫鬟追了过来 柳小姐 柳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时辰不早了 回城吧 周大人也在 来的这群人 正是徐府的下人 周南点点头 本官正好在掰个庄 有功干 正好 今天有事要去禀告相爷 且让本官 护送六小姐回家吧 今日朝廷官员休末 徐杰正好在家 正在书房读书 进了外宅 几个婆子丫鬟 正要带着阿九 回内宅 周南说道 舅公子 你同我 一道去见恩祥 一个婆子说道 周大人 这不合规矩吧 周南指着他 喝道 我今日 有要紧的公务 去见恩祥 这其中牵涉到恩祥 你一个父道人家 懂得什么 再啰嗦 当禀告相爷 以家伐成志 见得书屋 阿九 怯声声地叫了一声 祖父大人 声音小得像只奶猫 显然是畏惧徐杰吉慎 要知道 阿九以前 是个多么无法无天的一个人 徐杰放下手中的书 奇怪地问 子墨 你怎么和阿九 一起来见老夫 恩祥 下官今日 去白个庄 正好遇到了九小姐 听她说 相府和严家的婚事 周南说 恩祥 云青昨日 想必已经禀告过你 福建不证实的事 严党倒台 就在潮汐 你现在 又何必把九小姐 往火坑里推 下官表示 不能理解 还请阁老 收回成命 徐杰说道 云青昨日 是找过老夫 老夫也和徐步正史 见过一面 此时甚好 不过 君子言行必出 既然答应了严家 这就得信守承诺 婚事不能更改 恩祥 周南悲愤地叫出声来 徐杰打断他 只淡淡地看着阿九 小九 你是徐家人 徐家正是用你知识 你可愿意 去严家 阿九面色惨白 垂了一道 孙女愿意 那就好 徐杰笑道 子墨 这是老夫家事 与你无关 若没有事 下去吧 这人 是铁了心 要害阿九 就为了 能够让严松 失去警惕之心 这可能吗 周南气往上冲 叫道 恩祥 严家 马上就完蛋 你以前的名声 已经坏了 人家 都说你是严松的小妾 现在 连自己的孙女 都送去给别人做妾 宰府的体面呢 周南现在 已经是你的门人 今后 还有何面目见人 情急之下 他再也忍不住 和徐老头翻了脸 这话 说得难听 徐杰却是一脸的淡然 别人肥我笑我 且由他去 十年之后 你再看他 周南想起 后天阿九出阁时 可怕的情形 背心出了一层汗 叫道 徐下 你知道 我今天为什么 要和九小姐一起 又为什么 要替他说 说情啊 徐杰说 为什么 周南说 因为 九小姐肚子里 还有我的孩子 啊 阿九嘀唬一声 嘴巴大的 可以塞进一个鸡蛋 周南说 徐下 你知道 我为什么要去白鸽庄吗 就是九小姐 带心让我去的 说是 他身怀六甲 如果嫁去原家 被人识破 那就是一场滔天大祸 让下官 拿个主意 你徐杰 不是死活要害阿九 我就给你来个 釜底抽薪 让你 做不成事 畜生 你这个畜生 徐杰一张脸 变得铁青 愤怒地将手中的书 朝着周南额头上 抛了过去 周南一把街主 扔在地上 红着眼睛 看着徐杰 哥老 事情都这样了 你老 拿出个章程来 滚 给我滚 徐杰的眼睛都红了 浑身都在乱畅 哥老 下官告辞 周南昂扬而去 他知道 出了这个门 自己和徐杰 就是彻底的翻脸 不过为了阿九 很值 子墨 小人之史 为国家 这一题 出自何处 怎么解 王世珍问道 周南说 此句 出自大学 比为善之 小人之史为国家 害灾病治 大学 是至善之学 其最末两端 倒数第二段 是讲违政 用贤 最后一段 讲财政 不与民争利 尤其是那句 与其有聚脸之臣 宁有盗贼 应该翻译成 与民争利的官员 就连贪官都不如 贪官损利 聚脸的官员损意 危害更大 国家实行善政 反贪腐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 不要和民争利 他今天 感觉自己头脑 特别的清晰 说得兴起 积蓄道 如今啊 这国库空虚 朝廷自当 金兵检政 节省各项开支 至于政务的事情 有的时候 可以让地方 近身和湘贤 代为管理 此为 大社会 小政府 好一个大社会 小政府 王史珍 听得眼睛已了 中国自古 有皇权 不下县的传统 县以及地方政府 也就 支县 县城 巡检 区区三五人 吃财政饭 民间有事 湘老自己就处理 湘老是什么人 其实 还不是 如他这种读书人 大地主 大官僚 而朝廷的整个文官系统 也都出自于此 周南 对于这句话的利益 正切合了文官们的心思 做成文章 想不拿高分都难 自己这个学生 虽然品行不端 却是个 有玲珑心巧 教授其他的学文 文章来说 通常都会举一反三 比起所谓的纯良君子 却要清醒许多 最近 周南的文章 越做越流畅 虽然看不出 什么特异之处 却也叫人 挑不出毛病 他的八股文 开口就是圣人之言 蠢求大义 直接站在了政治 正确的高度 心如衙门里的公文 枯燥到极处 也不知道 他那绚丽的诗词 是如何写出来的 黄史珍又说 那么 如果以这一句来做诗文 该如何破题 周南心思一动 阴道 这与小人专利之祸 则必揪其寄焉 夫专利之小人 无所不至也 苟一用之 而其祸和 胜岩灾 这个反问 用得好 黄史珍 精神大振 刚才自己 还嫌弃周南的八股文 可读性差 结果 他就给自己 来这么一句 真是 优美眷勇 这种文章 科长商大可取得呀 看来 自己这个学生 是开窍了 也不枉老夫 调教了这么几月 费尽心血 黄史珍这半年来 忧心身陷牢狱的父亲 感觉身体 逐渐不好 如果不出意外 以后 也没有精力再收徒 周南很可能 是他太仓王 王元美的官门弟子 这周南的文章 做得越来越好 狮子 堪称天下第一 将来进了官场 以他的机灵劲 虔诚 还能小了 学生有出息 王世珍 这个做老师的 也面上有光 经不住抚须 哈哈大笑 得到老师夸奖 周南的心中 也是得意 他最近 学业进京飞快 赶来 将来上了考场 也有些底气 就问道 恩师 今日心情极佳 可是 师公那边 有了好消息 黄世珍 微笑地点头 先前 为师刚取了赵宇 总算见着你师公 他老人家 等吃等睡 身子骨也硬朗 我又去三法寺问过 父亲大人的案子 很快就会有个定论 如果不出意外 不日就能得到恩旨 出于回乡 周南心中欢喜 恩师 此事可真啊 黄世珍点点头 嗯 已经有六七成的把握 朝中已经有正职君子 仗义职严 科道和兵部 已经上了折子 为你师公当年的兵败 仪式民约 内阁已经收了折子 并拟了票 直等司礼监披红 周南急问 票你上怎么说 黄世珍说的 如今 内阁首府一直空旋 三大阁老 联名批示 说你师公 虽然作战不利 致使外寇侵入边墙 却勉强能守住一方 并未丢成尸池 大明律规定 地方官丢成尸底 当斩首气势 不过 你师公没有丢尸一成一池 不能判处死刑 若仅仅因此受国法 将来试问 谁人还敢带兵 看来 师公他老人家 最后被罢官夺职 回乡养了 只要人平安就好 恭喜恩师 周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救了师公一命 也算是报答了恩师 在真实的历史上 王叔因为冰白而被斩首 看来 历史还是可以改变的 黄史珍奇怪地看了周南一眼 子墨 你不是在通政司当职 消息比为师 灵通多了 怎么不知道此事 周南苦着脸 回比恩师 学生扼了徐相 已经有些日子 没去通政司了 秋尾在即 学业又紧 索性就在家中闭门读书 就在这几日 朝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在四天前 福建部政史 徐谦告发岩士藩 长期收 福建浙江 沿海土豪猎身的贡献 这些年 所得的好处 总计三十到四十万两 而这些土豪猎身 平日为名 出责为窝 严士藩联络他们 以怀不沉之心 同时 徐藩台还拿出一张长长的一份名单 都是福建当地 活扣头目的名字 以及和小颜的瓜葛 此则一赏 加进龙颜大怒 着急下令逮捕小颜 发三思回审 同时入狱的还有严松 严党的首席智囊 罗龙文 另外 加进皇帝还下令 将胡宗县的一切职务 悉数罢免 并将其逮捕压解禁京 前县军务 则由福建巡抚 贪伦 暂时总理 至此 严党已经是彻底的铲除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288集 严松被抄家灭门 阿九自然不用 再去给他的孙子 做小借 严家父子这次 是彻底的翻不了身 接下来 就是事后的政治清算 严党的人 要严厉打击 初往被严党迫害的君子 也要搏乱反正 王叔是被严松陷害 禁得天牢 出狱是迟早的事情 听周南这么说 王世真好奇地问 你又是 如何饿了徐哥老的 这事实在太尴尬 周南说 一些小事 理念不同 有所分歧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自从 骗徐杰说 阿九怀了自己的孩子之后 周南就感觉 心惊肉跳 这事 对他老许同志来说 简直就是 奇耻大辱 只怕徐杰 生吞火拨 他的心 都有了 通政司 还敢如何回去 去了 又该如何面对 周隐龙 算了 舍不起 我躲得起 去老徐和周隐龙那里 落眼睛 取死之道 可是 为邱伟一事 黄史珍 略移沉吟 说道 做得好 周南 甚是诧异 还请安师民事 黄史珍 略移沉吟 说道 子墨 你本是杂流出身 能够投入徐哥老门下 有他提携 对于你的前程 固然大有好处 可前提条件 是杂流观三子 若是 对普通人而言 那是天大机遇 可杂流观仕途 毕竟有限 世上 贤有以杂流 而为正义的先帝 即便寥寥几人 也就是 正四品到头 怎么比得上 科举出身 海阔天空 他这话说得对 杂流观升职 本就难 到正四品 已经是上限 即便勉强 挤进了四品以上高位 也不过是左二观 或者不愿的副职 怎么比得上 正义观独挡一面的威风 打个比方 辅一级的同知 都是从四品 按说 比下面的知弦观 大多了 可因为不是近视出身 知弦大可不尿 就其中的背景来说 一线知弦上头 有朝廷大员的作师 还有无数的同窗 同门 活动能量 也不是同之可比 是 周南即便是将来 有徐杰提携 可因为 有文凭这个短板 头上始终有个 透明的天花板挡着 如此看来 自己要想 一展胸中的抱负 还真得走 科举这条路 王世珍继续说道 就子墨 你今天的作业来看 今年顺天府的秋尾 大可争取一下 把握 还是不小的 可是 世人都知道 你是徐格老的门人 再加上 韦师和顾尚有 有所旧约 怕就怕 顾炎到时候 因为朝野 物疑 正好借这个机会 把你给刷下去 所以 韦师说 你现在 饿了徐格老 正其实也 不会 是子墨 你有意为之吧 自己这个学生 浑身都是机灵劲 没错 他应该是故意 这么干 王世珍已经可以肯定 须浮 用欣赏的目光 看着周南 听他这么一说 周南是恍然大悟 心中暗想 对啊 我倒是忘记 徐杰如今 已经是内阁赐福 马上就做首馈 周某 是他的心腹干将 真进考场 考官赶去吗 科举实在太重要 每届秋尾春尾 可说是天下人的目光 都盯着进场的每个考生 任何一个人的姓名 来历和背景 都会被有心人 插个底儿掉 在官场上 由内阁府城 这个背景固然是好事 担进科场 却是个极大的劣势 你一个阁老的门人 子弟 若是中了举人 进士 别人就会想 你是不是走了后门 主考官 是不是为了讨好你 站在你背后的阁老 有意卖个人情 到时候 落地的考生 一旦闹起来 不但连你 录取不了 你的主考官 也会吃不了兜着走 在明朝历史上 曾经就有一个 内阁府城的儿子 中了进士 其中有官员不服 上折子弹劾 那位阁老没办法 只得上了辞城 还有 在皇帝的挽留 这才没有因此 黯然下野 不过 这也是他人生中 一个不小的污点 明朝历史 唯一没有因为这事 受到影响的 就是家境朝廷 第一任首府 杨廷和 那是因为 他有一个 天下第一才子的儿子 写出 滚滚长江东市水 浪花淘尽英雄的 阳慎 想不到 科举厂上 还有这种说法 这么看来 自己和徐坚闹翻 倒是一件好事 听到王室真吻 看到他欣赏的目光 周南心中得意说 回禀恩师 学生正做思想 故而有意为之 这才是塞翁师嘛 眼之非福 得罪了徐老头 对于自己参加科举 也是一件好事 不对 我要考中进士 才行啊 王室真点点头 那么 你是如何 饿了徐相的 这个 这个 这事实在太尴尬 难道告诉王室真 自己把徐坚的孙女 给睡了 又如何说得出口 真把阿九睡了 自己背上这个名声 也无妨 问题是 他没有 好在王室真 不是个八卦之人 见周南不愿回答 也就罢了 只叮嘱道 如此也好 通整寺那边 你也不用去了 可每日到我这里 来读书 还有三月 就要进考场 你依旧 每日两篇八股识文 周南面上的 德意笑容凝固 每天两篇八股文 写完还得修改 修改完 还得备熟 这是人过的日子吗 这和自己 曾经经历过的高考 有什么区别 接下来 周南就老老实实 每天到王室真家中 每天读书 写文章 背诵范文 王室真也不知道 哪根筋不对劲 竟弄来一张黄笠 贴在书屋上 并在秋尾日子上 画了个圈 每过一日 就在刚过去的日子 画上一笔 开始倒计时 这才是 大干苦干一百天 一灯龙门 身价百倍 这一把 老夫缩哈 赢了至少一个 从七品的县城 输了 下地干活 看着如此熟悉的场景 周南顿觉无语 想不到 自己穿越到明朝 还要受高考者 两茬罪 吃第二便苦 事不宜迟 只争朝夕 当即 王室真救命周南 将刚才自己 所做的题目 都做了 又修改评讲 叫他背得滚瓜烂熟 如此一日过去 当夜 周南索性 住在了王家 日子 就这么平淡过去 周南感觉自己 已经彻底地恢复 高三下半年的状态 智力重回巅峰 焕发了人生的第二春 不觉过了三日 天气越发的热 整日都是满头大汗 周南便向恩师告了个假 回家沐浴更衣 看着街上 熙熙攘攘的人流 看到满眼的绿树红花 恍若隔世 这几天过得实在太累 精神上那根弦 始终紧绷着 也需要放松放松 于是周南就拐进 路边的一家茶社 准备喝一壶茶 听两段书 刚要进去 就看到黄豆过来 老爷 可算找着你了 周南说 黄豆 你干嘛急成这样 可是家中有事 却不是 是通证司的 大老爷请 周南心中疑着 按想 该来的终于还是来了 就问道 周大人派人 来说什么 黄豆说 回老爷的话 周大人 周老爷说 你在通证司当职 已满一个月 今天是 发放俸禄的日子 叫你过去叙礼 又是发俸禄 估计是个借口 大约是要说 阿九怀孕的事情 周南苦笑 自己身兼树职 到处领钱 看起来 还真是爽 可夹在一起 也没几两银子 他是个不惹事的人 可事情真到头上来 却也不怕 这次 这次周南将徐老头 得罪头 徐各老真要整治他周大人 躲也躲不过去 还不如勇敢面对 大不了 将事情闹大 如此 对自己科举 也有好处 只是 这样一来 却将事情做绝 没有退路 管他呢 实际上 我现在也只有科举 这条路可走 忽然 一辈地做个杂流官 没滋味得紧 周南如今接触的 不是阁老 就是布唐吉的高官 所谓 已经站在了顶峰 看过好的风景 又 如何能甘心地退下去 他提起了精神 进了通正司 见到了邹应龙 邹应龙今天 看起来气色极好 眉宇间 隐约有光彩闪动 铲除严党之后 徐阶作为赐府 手握拟票大权 已经是内阁 实际上的第一人 将来容声首辅 呼声极高 有时如此 他这个学生 自然是水涨船高 将来得到朝廷的大用 也不出人意料 子墨 做事如何这般鲁莽 以致铸成大错 你又何计较 邹应龙皱着眉头呢 你是个能做大事的人 有得恩师他老人家信重 若就此 他老人家身份了 岂不是轻者痛 愁者快 原来 邹应龙是来说和 我和徐阶的 周难按想 可是 这事关系到老许头的连变 哪里有这么容易 就达成谅解 邹应龙这个社区大妈 怕是活得不好干 事情做就做了 现在 再问徐门 服软也毫无意义 即便自己去请罪 只怕 徐阶也 饶他周大人不得 周难便道 余地 血气方刚 心性不易 有的时候 确实把持不住 不过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 多说也是无意 若闹起来 伤了你我之间的情分 确实不美 我这个月的俸禄呢 还请给我 周难 靠辞了 你呀你呀 就为这点小事 至于吗 邹应龙苦笑 为了你的事 恩师他老人家 头发都白了 子墨 说句不好听的 你有时候 也太上进 不就是 一个正欺品的官职吗 依你的学问 一旦中了近视 又是行人司的行人 前程还能小了 又何必如此 急功近利 恩师他老人家 现在正在争取 内阁首辅一职 现在若是 任命你为 正欺品的朝廷命官 对他民生有损 不过 你真要争取 欺品还是可以给你 至于邱伟 倒是索庭去考旧事 周难已呆 邹应龙 不知道阿九被怀孕这事 还是装得不晓得 看他的表情 好像不是伪装 也对 这可是一桩丑闻 徐格老 怎么有脸 逢人就说 不对 徐杰要任命我 当正欺品官员 他想干什么 躺一炮弹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二百八十九集 周南大喜说道 云青 我在邢人寺 待了这么长日子 深知非近世出身的苦 中央不远 讲出身 讲资历 去了 也没多大意思 如今严党 被彻底铲除 北直里缺缘甚多 愿为一支县 造福一方百姓 科举实在不靠谱 反正中进士之后 也得去当支县 何不直接就去做官 邹应龙哪里听不出 周南的意思 做支县也好 就请吏部 先免去你行人之职 反正你在行人厮 已经半年 也算有事工 将来做了正妻品 升迁的时候 可以以行人的身份 参考任命 不过 你之前在筹划 而不是治理地方 去做支县 确实可惜了 说到这里 他画风一转 严分仪 如今被下了诏语 内阁首府一职 空悬无人 你看如何 周南说 按照国朝理治 非进士不得为官 非汉林不得入阁 首府者 协调阴阳 首先就得汉林院出身 然后还得有地方行政经验 在朝中单独执掌一个不远 如今 严松免职待审 内阁只剩徐哥老 李春风 和袁伟三人 袁哥老 年事已高 似无意去争 那么 首府只能 从徐哥老和李哥老 二人中选择 如今 徐哥老掌握票拟 拨乱反正 声望正高 他以前在 严平府做过推官 有地方行政经验 入朝后 为礼部尚书 又单独执掌一部的履历 如今 这禁首府顺理成章 相比之下 李哥老就弱了 太常少卿 礼部右侍郎 礼部左侍郎 礼部侍郎 不但缺了在地方做官的经理 连部院 唐官也没做过 若为提拔 为首府 恐怕不能服众 周南最后道 所以啊 徐哥老 倒不用担心此事 没错 按照真实的历史记载 严松垮台之后 李春芳 是争取过首府一职 可惜资历不够 最后败阵下来 也因为如此 后来他兼任 历部尚书 补习了这个履历 才在龙庆三年 出任了内阁首魁一职 可惜他就是个老学究 在位不到两年 就被赶下了台 此言有礼 邹颖龙说 不过 子慕你的目光 还仅仅局限于内阁 未免狭隘 谁说首府 一定要在内阁中选 不可以 直接提拔一个布堂吗 周南一乐 这话也对 难道首府人选 另有波兰 不对啊 按照真实历史上 徐阶这回 做首府是顺风顺水 几乎没有遇到 任何阻力 听他问 邹颖龙一脸哭呢 本来恩师授意 让朝臣上书 公推他为首府 可最近有人听 有官员想推举 国子监祭酒高拱 周南抽了一口冷气 如果是高拱 徐老头的麻烦 那就大了 家境皇帝年事已高 加上长期服药 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 因为豫王府的人 已经开始提前布局 准备一旦皇帝大行 就能顺利结尾 以免朝廷陷入 无秩序的混乱状态 对此 家境皇帝也是默许 不然 当初也不会点头 同意让李春芳入阁 李春芳是豫王的讲学士 心府中的心府 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王府的一面旗帜 可旗帜之所以成为旗帜 只不过是放在那里 让人看的 李格老旧是个老学旧 水平还差了些 撑不起场面 王府中真正厉害的人物 是高拱和张局正 这二人才是真正的智谋过人 手段高明 徐杰已经如此厉害 在龙庆朝的时候 不也被高拱给干掉了 再后来高拱又被张局正干掉 真是长江后滥 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高 在龙庆朝的时候 徐杰可说是被高拱打得 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 现在若是高拱出来 和他争首府一职 就是为了入阁 老许的麻烦那就大了 其实高拱先前出任 国子监祭九一事 就是为了入阁 并且为做首府做准备 这事儿只怕是王府的意思 高祭九已经得到了 豫王手头所有的资源支持 高拱之所以得到王府权力支持 那是他应得的 首先就能力而言 他强过李春芳 九资里则深过张居正 现在的张大才子 还是政坛年轻人 正处于积累经验的阶段 贸然提拔也不能服众 而且听人说 锦王这次被弄到安禄去就藩 高继九出力甚大 当初 豫王朱仔后开底受惊 高拱守备当选 入府讲解 此时皇太子朱仔赫 已经足了两年 而心处未见 豫王和其义母兄弟 锦王 朱仔川 都居京城 论序当立豫王 而家境四属立锦王 豫王前途未博 朝廷上下猜测种种 议论纷纷 高拱出入王府 多方调户 给豫王很大的宽慰 一晃 高拱就入府 已经九年 和豫王是标准的师生关系 就好像张居正和万里一样 这次 锦王被赶出了京城 高拱采用什么手段 就不是外人所能知道 为了筹工 王府支持他做首府 也正常 抽完这口冷气 周南探道 想不到 这凭空多了这番曲折 阁老这回 出任首府之职 只怕要没那么顺畅 探完 他心中奇怪 我已经要和徐老头 划清界限 他誓死是活 和我没一文钱的关系 干嘛要替他担忧 邹御龙也点点头 高拱出自东宫 朝中的官员 竟要讨好于他 本是他老人家 最近甚是忧愁 正是我等 为他分忧的时候 周南好为人师 耗出风头的性子 又上来 说道 其实 徐哥老也不用担心 正因为高拱出自东宫 才不可能做首府 就算要当 也得等到 今上千秋万岁之后 是 如今家境可还活着 你豫王的老师 就要来做首府 是不是想架空阵 阵可没有死 在真实的历史上 这一任的首府 肯定落到徐阶头上 高拱还得等上六七年 不会有意外 这是现代人的常识 属于屠龙术 这种学问 属于揣摩皇帝心思 对古人而言 可谓是大逆不道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一个官员 在中书历练多年 才能弄明白 皇帝和皇储之间 那微妙的关系 和地位的传承游戏规则 邹映龙自然理解不了 后世所总结的 最是无情帝王家 权力可以抹杀一切亲情 这两句话 只忧愁道 世事无绝对 怕就怕出了意外 恩师的意思是 最近严党 彻底铲除 万象更新 朝中新老交替 政务繁忙 陛下那边他去得少 而且 蓝仙长已经有一段日子 没有进宫事后 内庭的消息 传递已经补偿 怕出意外 蓝仙长 已经有些日子 没进宫世家 周南眉头一皱 突然想起 自己那日 在内阁西院职房 和家境见面时的情形 当时 自己把皇帝 当成了蓝道行 一时诗言 说蓝道人进宫 是自己推荐的 这必然引起 家境的戒备 作为一个君主 被大臣在自己身边 安插耳目 那感觉是相当不合 不看蓝道人的脑袋 已经是客气 怎么还会留在身边 邹一龙突然又道 阁老 现在又主持朝阵 你的官职 若要安排也容易 正好有个缺 正六品 此官职 品级虽然不高 却有随时陛下的便利 若是得了天子的信重 一言一行 甚是可以影响到 朝廷大政走向 最妙的是 甚是清闲 一听到是正六品 还事少离家境 经常能够见到皇帝 能够在皇帝面前 换得脸熟 权力还能小了 周南顿时大觉惊喜 可心中突然却是意境 正六品 经常能够看到皇帝 不会是太监吧 不对 正六品 太监的品级都低 这私里间掌印 黄锦才是正四品 下面的各大管事牌子 不过正六品 还好 不是搁了那玩意儿 周南说 下官愿闻奇想 看来子牧师答应了 如此就好 如此就好 周以龙说道 道路司 左右正出缺 左正 你去做是不可能 先去做 右正吧 去道路司 周南更惊 下官好好一个读书人 家中妻妻成双 儿女成群 如何能够出家 再说了 我酒色才气 四毒俱全 去道路司 那不是笑话吗 所谓道路司 是明朝管理道教的机构 据周南 据周南所知 设在一家道馆中 另外 地方上 也有下属机构 官员都有 有名望的宗教界人 人士出人 看周南如此大反应 周以龙笑道 管理道家 又不一定非要出家 中央和地方不同 道路司的官员 可是正经的朝廷命官 说着 他就解释一通 原来 明朝的宗教管理机关 按照僧道 分为僧鲁斯 和道路司两个部门 道路司的长官 是左右各正一人 正六品 左右研发各一人 从六品 都是 有公民的读书人出身 正经的文官 日常工作有两大款 一 管理联络 神乐官 主持国家祭祀大典 二 给道人发度蝶 周南以为的 由道士出任的道官 乃是神乐官 神乐官 道人们会在节日里 负责祭祀天典 神底 以及宗高 射及时的乐舞 说穿了 就是中央的歌舞团 而道路司 则扮演着 民宗伟的角色 职权 可比神乐官大多了 油水也足 先说大度蝶 这一项 明朝的僧道 是可以免除一切 赋税摇影 在经济上 享受和有公民的 读书人 一样的特权 每年道路司 要发出去几百张的度蝶 以每张收取 一两银子的公本费 那就是几百 上千连的好处 明朝的僧道 都是有钱人 和他们搞好关系 这好处 自然极多 有的地主豪强 为了给自己免税 又没有公民 怎么办 等到老了 就建个庙 出家当个道士 给他们发度蝶 那不就是 一两银子的事 收他个几百两 还得看周大人的心情 好不好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